以老马充当义马 以劣质木头充当鬼木 导致鬼木一日三患 这些奏折言之凿凿 就连具体的站点都写得清清楚楚 奏折上去后 立刻引起皇帝震怒 木鬼马路 可是皇帝最为重视的地方 其便捷的物资运输 可谓极其重要 目前还在扩建当中 届时不管是物资还是人员 都能通过木鬼马路 抵达各个地方 这样极其重视的东西 竟然还有人敢在里面上下骑手 真是该死 很快 龚勇固带队让郑三郡进行调查 很快 龚勇固带队对郑三郡进行调查 可到片刻便立刻搜查出证据 确有其事 郑三郡就被关入诏狱 最后全家被逮捕 本人在审讯过后 便移交刑部 由三法司审判 郑三郡在被关入诏狱后 就没人关注他了 众人的视线 全都看向一部尚书一职 有一个尚书位置空缺出来 但皇帝依然毫无动作 只是将此前进入一部工作的渔皇 提拔为左侍郎赞代一部工作 至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动静了 连着两次空缺不认 朝中局势一下子就诡异紧张起来 隐没在宫中的皇帝 似乎又策划起什么来 不过 这时候徐光喜出面安慰了一下 说皇帝只是没有合适的人选 暂时先空缺着 等到年终总结完成后 再择优选择 这下子 官员们顿时从惶恐不安 变成了激情满满 一不上书 谁不想担任呢 一旦自己今年工作得到认可 那就可能升任 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一时间 朝堂运转的效率顿时高了起来 所有人都在积极努力地工作 京师各衙门风貌一时改观 时间慢慢推移 渐渐来到了九月下旬 辉划城带来的荣耀 让京师闹腾了一段时间后 再度回忆平静 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眼前的生活才是主流 不过 若是这个时候 比较敏感的京师百姓就会发现 城内的读书人是越来越多了 那规模堪比往年的春围 然而若是春围的话 此时时间没到 现在最多是秋围的时间 而且今年也不是大笔之年 前上四年才是本朝第二次大笔 奇了怪了 为何现在多了这么多读书人来京师啊 一些见多识广的人不免疑惑起来 看着大街上三三两两聚会的读书人 百思不得其解 京师南门 永定门口 这是京师的南大门 也是京师正门 每日从这里进城的人络绎不绝 由于人流的影响 在南门不远处有一个小镇 就是专门给要进城的人歇脚的 去日东升 大概八九点的时候 其中一家客栈内 王体前从房间内走出来 他是昨晚抵达这儿的 随同他一起的 还有一个团的陆军士兵 将王体前送到这里后 那些士兵便离开连夜归营 至于王体前则打算在这里休息一晚 明日一早再进城 不过他毕竟年纪大了 又是在长州府和一群老狐狸 对着干了几个月 临走前还耗费大精力 精心挑选了一番 完了又长途奔波 精神损耗实在太多 这一睡下 直到现在才起来 原本想要趁着清晨回京的想法 自然落空了 倒了 就是不中用了 王体前边走边说道 大人 您说笑了 您这年纪还能再干个十七八年代 一点都不老 王体前身边 陪着他下来的几个人中 一个中年藩子笑道 他是东厂的人 此刻护送王体前回京 因为王体前不想太过招摇 也没有穿着制服 而是一身便衣行走 不过身上那股鹰爪的味道 还是令人侧目 对他陪同的王体前 周围人都多了几分忌惮 原本有些喧闹的声音 也都安静下来 客官 您吃点什么 小二走了过来 毕恭毕敬地问道 给我来一碗炸酱面吧 人老了 味道就得吃得重 王体前自嘲道 好嘞 您稍等 等待的时间比较无聊 王体前四处张望起来 这一看 让他有些侧目了 这座客栈内 竟然有七八成都是读书人 而观其穿着 听其交谈的口气 还不是那些穷酸秀才 而是在乡间 颇有地位名望的举人 这还不算 刚才他下来时 还看到几个读书人结账而去 想必是要进城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多读书人呢 王体前心下奇怪 京师读书人不少 但举人却不常见 尤其是还未到京师 就见到这么多 天南海北的举人 更是少有 往年也只有在春围时 才能看到这么多举人 但王体前却能非常肯定 万岁爷这几年 绝对不会开科举的 王体前瞧了瞧 正想让人去打听一二 没想到却看到了一个熟人 宋先生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 王体前举杯相邀道 你是王公 被人喊到的宋应兴 先是疑惑 然后才反应过来 竟然是王体前在叫的 这个时候 他招呼已经打了 想要收回已经晚了 干脆就咽下了最后一个公字 干脆变成了王公 王公 我喜欢这个称呼 宋先生 何不过来一坐 王体前低语一声后 邀请道 多谢王公相邀 宋应兴道谢一句 便坐了过来 正好这时 两人早点过来 便开始吃了起来 稀里呼噜的 等到吃得差不多了 才住嘴 让小二将碗碟撤下去 上了壶茶 边喝边聊起来 宋先生的事情办完了 王体前慢悠悠地问道 同为宫中掌印之一 王体前对孙元化 还是很熟的 对他的轻力栽培的宋应兴 也有个大概的印象 因此才能认出来 而是在宫中体系 吓昏的宋应兴 更是见过王体前不少次 没有完全办完 宋应兴摇头 是刚刚弄了三分之一 但却有了产出 数量有点多 已经不再是在下 能够掌控的了 故而回来交差了 反正都是一个模子 长颅的老员工都学会了 有我没我 区别不到 已经有产出了 王体前恍然 他是知道宋应兴 主持长颅盐厂的改造 按照预定 此刻怎么也没法完成 没想到竟然是这个原因 财博动人心呢 他感叹道 如今大明缺盐得很 白花花的盐 弄到外面 就是白花花的银子 黑眼珠子 见不得白银子 长颅出现乱象 倒也正常 只是让宋应兴都说 产出很多的数目 一定不小 接下来 陛下和勋贵们 肯定又是一番 交涉探访了 这么想着 他就陷入沉思 好半赏才回过神来 摇头失笑道 我这人哪 就是闲不住 一点小事 也能想这么久 皇宫乃国之助时 能见威之助 从小事 可以遇见大事 想必刚才又有所得 宋应兴凑去说道 比不得宋先生前途无量啊 王提前笑了一声 岔开话题 不再说严的事情 而是好奇地问道 狄可知 为何经师多了 如此多读书人 看模样 大多都是举人呢 不但清楚 学生和王公一样 也都是刚从外地回来 准备进京的 宋应兴摇着头 然后眼睛一亮 不过 学生不知道 他们肯定知道 说完 他伸手一指 正好指着一个 年轻的读书人 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子 显然是刚吃完一碗 热气腾腾的面条 有了力气 想要进城 这位狼君 可否过来一去 在下有些话想问 我吗 年轻读书人左右望了望 然后指着自己反问道 正是 宋应兴喊手道 还请狼君不吝嗇叫 叨扰了 不麻烦 不麻烦 年轻人爽朗地笑了一声 然后走了过来 一屁股坐下 小生李延 不知道 两位老先生 想问些什么 这么说 是因为内阁诏令 让你等举人 入京师 参加太学的考试 王提前 琢磨地问道 和李延聊了一会儿后 两人才知道 内阁下达了 这样一道诏令 令举人 进京考试 过者 可在太学读书 毕业后入试 这和之前的国子剑 并无两样 不过是 多了个入学考试 放在以往 那些有志之士 根本不屑一顾 然而 现在科举被罢免的情况下 却是唯一的入试局道 得到这个消息后 顿时 无数青年举子 纷纷入京 就是为了参加 这个太学试 故而 才让两人奇怪 为何有这么多 读书人入京啊 是的 至少小生 得到的消息 是这样的 李延笑着道 然后 他又有些苦恼 就是不知道 这太学试 要考些什么 希望 别太难了 今上乃是 大有为之明君 众实干 而轻虚明 众效义 而轻仁义 你不妨看看 诸子百家中 关于治国之道的文章 也许 有些弊意 王体前 敲着桌子 问道 他虽然不知道 皇帝会出什么题 但想来 绝不是四书 五经中的东西 陛下从来不看这些 他多时 捧着 诸子百家的书 在读 诸子百家 李延若有所思道 然后 他抬起头 看向王体前 不知道 这老人家 是何方人士 竟然如此笃定 考题的范围 就在治国之道上面 哎呀 后生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今上雄心勃勃 北直立 长州府 规划成 皆有新政实施 陛下锐意改革 而等乃未来之官员 不考你们治国之道 还考什么呀 王体前 哈哈笑道 好了 今日你我缘分到此 就此别过了 王体前说完 站起来 便往外走去 随后 宋应兴也冲着李延 微微一笑 跟着离开 坐在其他桌子上 那名中年东厂班子走过来 啪的 拍了个几个银币 在桌子上 全都是一两面值的大钱 足足五个 五两银子 真够豪爽的 饶是李延不重视钱财 此刻也不免为 对方的大手笔所震惊 不过是随便聊了两句 就给五枚大钱 真是有钱人 叹着气 他将五枚大钱给收起来 李延可不是迂腐之人 放着眼前的钱不要去装清高 如今 吃住在京师 花费大 能有一点进账试一点 就连桌子上的茶水糕点 他也没浪费 慢慢地喝着茶 吃着糕点 等一下 再进城 反正太学士的时间还未到 他也不赶时间 等等也无妨 等吃喝完毕 他才提着自己的包袱 走出客栈 朝着永定门方向而去 他刚出门 没走两步 一人追了上来 叨扰着道 兄弟 在下听你口音像是河南的 不知鲜香何处啊 赶上来的 这一名三十五六的中年男子 身上衣服稍微有点旧 不过 却是上好的料子 起码 穿在身上 以李延的衣服要体面 在下河内线李延 不知道胸台有何见交 李延拱手道 非常客气 巧了 我是保风险的牛金星 没想到 在京师都能碰上老乡 牛金星热落道 是啊 好巧 李延也笑着道 既然都是老乡 他心下的戒备倒放松了一些 刚才那两位可是家中长辈啊 远远看起来甚有威仪 比保风险太爷要气势雄混得多 牛金星随口问道 那倒不是 只是萍水相逢而已 李延摇着头开始说道 他没有隐瞒的心思 将自己听到的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牛金星 什么 考诸子百家中的治国之道 完了完了 我可从来没看过 牛金星懊恼道 牛兄不必沮丧 你起码还有时间复习 在下可是连能不能考都不知道呢 李延苦恼道 哦 怎么说 牛金星连忙问道 就这样 两人一路进了京师 这一番交谈倒是相谈甚欢 又因为是老乡 干脆两人住在同一个客栈 互相有个照应 他们两个正在为考试发愁 但有人却早就知道了考试的重点范围 陈子龙 吴伟业 夏允一三人 正在一处客栈的房间内相互讨论着 你们说 这太学士的考试题目是谁出的 怎么尽是这商鞅之策 而无一点道德文章呢 吴伟业有些抱怨道 说完 他使劲揉了揉眼睛 连日看书 让他疲惫不堪 是啊 这些诸死百家中的观点真多 而且做法也多 让人不知道用哪个好 夏允一也揉了揉额头 他也有些吃不消了 还好吧 我倒觉得这些仙贤说的很有道理 怎么以前没发现这些 陈子龙却看得津津有味 一刻都没停下 你是不是发烧了 这些书有什么好看的 吴伟业无语至极 他也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起 自己这个小老弟突然变好了 好似换了个人似的 当然有用了 陈子龙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然后他将书合起来 看着其他两人当 不过 时间有些短 想要吃透这些书 不太可能 既然我们提早知道 考试范围和关键点 那不如有针对性的复习 太学士共有策论五篇 打出三篇 且研制有误者方可合格 其中内容范围广阔 有律法 税法 交通 官制 商业等等 我等自选三门 深入研习 方能通过太学士 陈子龙侃侃而谈 分析着这次考试 这次考试不排名 只看策论内容 有三篇合格者便能入学 没有名额限制 也没有成绩限制 也罢 照着子龙说的做吧 我们已经很幸运了 能提前得知考试的具体范围 看看那些举人吧 现在还云头转向呢 不知道到时候看到题目后 会不会哭啊 吴伟叶看着窗外街道上的读书人 莫名一种优越感 油然而生 是是是 快看书吧 要是到时候 你连这些人都比不过 考不上 丢人的还不知道是谁 陈子龙美好气道 然后又开始看书 他主要看的是 关于税收方面的文章 税法是他准备写的 策论方向 清晨 朱友俭从床榻上醒来 身边是两具柔软鲜嫩的身体 那是皇后和元妃 虽然出征很累 也很苦 但回来后的一段时间 两人特别温柔 百依百顺 一龙双凤 根本不在话下 起来后 朱友俭并没有惊醒良女 而是自己 从床上下来 任由宫女 给自己清洗身体 穿戴衣物 嗯 正半闭着眼睛的朱友俭 忽然感觉到力度不对 不是惯常伺候宫女 所用的力道 他连忙张开眼睛 看了过去 却发现 这是一个陌生的女人 再看向四周 是八名陌生的女人 无一例外 这些人都非常漂亮 一般 皇帝身边伺候的宫女 都非常少 通常都是太监 朱友俭虽然有固定的 八名宫女伺候 但经常会轮换 这次 他也以为 只是寻常的轮换 但仔细看了眼 这名宫女后 他发现 有些不对 这八名宫女 其中两个 他有点眼熟 而且身上 散发出一种 成熟的风韵 和宫女通常有的 稚嫩青涩 完全不同 更关键的是 尽管这几人 穿着宫廷服饰 但总觉得 这些衣服 和他们不搭配 有种逼扭的感觉 至于 秃发 秃色 古观等细节之处 就更多了 方正化 方正化 朱友俭高喊了一句 来嘞 万岁爷 方正化听到呼唤 连忙小跑进来 他们八人 是怎么回事啊 朱友俭指着眼前 成熟风韵的女子道 说完 他还偷偷瞄了一眼 对方纤细的腰肢和身材 还别说 这女的身材 着实好到报往 万岁爷 这些可是娘娘 给您准备的惊喜 您得下问娘娘吧 哪知道 方正化 根本不正面回答 将事情 推到田秀英身上 哼 你还跟我没关子 朱友俭好笑道 不过 她也没继续追问 既然是惊喜 那就等皇后来揭晓吧 站在原地 朱友俭任由这些宫女操弄着 就连穿衣服都是他们干 而不是如以前一样 由太监来弄 还别说 女子给你穿衣和太监 就是不一样 振振幽香 从这些美丽的女子身上 不断飘荡进她的鼻翼 随处可见的柳腰粉碧 美腿 让她赏金月墨 尤其是穿衣时的若即若离 时而柔软 时而坚挺的触感 让人瑕疵无限 大清早的 朱友俭就被撩拨得 有些火气生疼 好险哪 有些吃不消啊 朱友俭连忙控制住 心头杂念 穿好衣服 便开始绕着前清宫 开始跑步 这是她每天都会做的运动 从无间断 她的爷爷可是万利 每天吃得那么好 若是不运动消化 她可不想最后胖的 要人抬走 等到跑了两圈 满头大汗后 朱友俭才停下来 走了一会儿 散了散热 才开始吃早饭 这个时候 田秀英和原妃 也刚好起来 陛下 起得可真早 田秀英看着皇帝 笑眯眯说道 不起早点 身体吃不消啊 朱友俭一语双关道 陛下讨厌 我们可不是吃人的妖精 田秀英顿时不遗不饶 对对对 两位爱妃都不是妖精 而是仙女 朱友俭告扰道 几人嬉闹了一阵 她才问道 那八名宫女是怎么回事 她正说着 然后又愣了一下 眼前上菜的宫女也换了 其气质 类似早上伺候的八名宫女 只是青涩许多 没有那股成熟风韵 但身上别样的气质 却大致一样 陛下 发现了 田秀英笑眯眯道 什么 朱友简疑了 不明所以 陛下想想 前段时间 干什么去了 田秀英指点道 干什么 朱友简愣神 她没干什么呀 只是去了趟草原 击败了林丹寒 占据了归化城而已呀 等等 击败林丹寒 占据归化城 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猛然抬头 仔细端详在周围伺候的宫女 果不其然 他们身上独特的气质 是草原上女人所独具的 而其中 那两个 她看得眼熟的 成熟的美妇 若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林丹寒的机械 林丹寒有八大福尽 至于 这两人是其中哪两个 她倒没有关心 朕怎么不记得 选了这么一批美人进宫啊 朱友简纳闷地 盯着田秀英看 总不能是皇后到归化城操办的吧 不然这些人怎么进入到宫中呢 陛下 这样的美人 可是足足有三十六位哦 哪知道 田秀英没有解释这些女人怎么来的 反而嬉嬉笑起来 就值得你打虚阵 快说 这些人是怎么来的 朱友简根本不吃她这一套 一巴掌 狠狠在田秀英的翘臀上一拍 故作凶神恶煞道 嗯 当即 田秀英的脸就红得跟血滴一样 羞涩地看着皇帝 尽管都通眠了好长时间了 但对皇帝的一些亲密动作 她还是没有多少抵抗力 旁边的原妃也是如此 看着皇帝的动作 尽管不是打在她身上 这也浑身一颤 脸颊上 红霞漫天 陛下真讨厌 田秀英咬着下嘴唇 然后她发现 皇帝的做事还要拍 顿时吃不消了 惊呼道 陛下 臣妾告诉你了 是高启前送进宫的 臣妾调教了一段时间后 才放到陛下身边的 朕就知道 也就这混蛋能干出这事来 不可能是其他人 朱有俭咬牙切齿 话语虽然痛恨 但怎么听 都有种喜滋滋的成分 男人都这样 尽管成了皇帝 但对美女的喜爱 根本改不了 一顿早饭 就在这样的香烟环境中吃完 随后 朱有俭便离开了前行宫 出现在皇集门内 他既然回来了 每日的政务处理是少不了的 等到忙完了内阁的事情 方正化忽然赋而过来 说道 地下 王公公和宋应兴 宋大人回来了 宋应兴和王提前 朱有解疑了 然后立刻明白 他们两人的回来 代表长洲和长炉的事情 告一段落 而这意味着大笔的近象即将到来 随着四万新兵的征兆 御马舰的开支与日俱增 但收入却不见长 朱有解早就开始发愁了 虽然他银钱还有很多 但总不能坐吃山空吧 宋应兴回来的正是时候 不过 尽管心中激动 但朱有解还是没有先见宋应兴 因为王提前已经出现在他面前了 微臣参见陛下 王提前深深看了皇帝一眼 然后恭敬地跪了下去 大礼参拜 他有一段时间没见到皇帝了 说真的 还真有点想念 前圣帝和他此前伺候的几个帝王 很不同 具体哪里不同 他说不上来 但让王提前选的话 他会选现在的皇帝 起来吧 朱有解语气非常随和 如对家人一样 陛下倾俭了许多 站起来后 王提前仔细端详了一阵 忽然说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草原上没什么吃穿 睡得也不好 肯定胖不起来 朱有解也随意地聊着 和王提前拉这些家常 说真的 相处久了 皇帝和这些太监之间 是会有一种 如同亲人朋友的感情 哪怕朱有解这个来自后世 有着极其健全三观的人 也是如此 更不要说那些从小长在深宫里的皇子 大明太监全清天下 为祸一方 不是没有道理的 闲聊了一阵 两人才进入正题 长州府的事儿都办妥了 朱有解问道 老奴冲马自然是办妥了 别的本事没有 这些挑拨离间 安插分化的伎俩 可纯熟得很啊 王提前低声笑道 那最好不过了 你大致和我说说 长州府的情况 朱有解笑着道 对于王提前办事 他还是非常放心的 正如他自己说的 太监不都是吃这碗饭的吗 好 臣就为陛下细细说说 一说到正事 王提前就改变了自称 长州府一开始分成两派 以阎应元为首的立元派 以及以当地士绅为首的官身派 毫无疑问 官身派有钱有人 又是地头蛇 掌握着当地大量田地 想要官府改制 并将地丁银制度 和士绅一体纳粮制度 推行下去 离不开他们的支持 因而在初期 这些人掌握着巨大的优势 压制住了立元派 并和王提前相互对抗 不肯让步 不过 这些人也不是铁板一块 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利益 尤其是那些暗地里 大量经商 甚至走海的士绅 利益更是和常人所不同 知道这点后 王提前联络许新素 开始和其中走海的人接触 交谈 甚至威胁气压 等等手段用上后 很快就分裂了对方的阵营 于是谈判才从僵尸阶段 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当然 其中朱有俭击败林丹寒 占据规划城的大劫 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一旦皇帝腾出手来 关注到长州府 恐怕这些士绅 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当然 这种恐怖的战绩本身就是一种威压 君不见永乐年间 哪个有敢和城祖朱利对着干的士绅呢 皇帝战果越是辉煌 带给别人的压力就越大 发现这个商业弱点之后 王提前立刻揪住不放 利用这一点 他合纵连横 借助四海商行的力量 让官申派分裂成了十几个小的团体 最后 不足委屈 他们或许可以影响一线 但绝对无法主导 最后 团体势力最大的 反而是利元派了 不过 这一派 本就是散沙 只是在外界压力下联合起来 想要取得更多利益 当利益摆在眼前时 很快就一哄而散 严应元等三人 在这些人心目中 还是有比较高的地位 若不是这三人努力 好位置 都被别人占据了 根本轮不到他们 也就是说 长州府几个崖线中 都是犬崖交错的状态 没有人一家多大 朱尔简满意地问道 是的 陛下 王体贤点头 随后 他想了想 终于问出了一个 憋在心中很久的问题 陛下 为何对长州府 花费如此大的精力 不过是一府之地而已 还能翻出天来 王体贤真的不明白 为何长州府 要如此大费周折 就连自己这个内向 都派出去 就为了官职改革的进展吗 这只是一个试点 试点的作用 你是不明白的 朱尤简笑着说道 在深圳特区没有建立前 没人知道 经济竟然能发展得如此迅速 市场是如此活跃 短短几年时间 抵得上以前十数年发展 到最后以至于 有了一个名词 深圳速度 长州府就是 朱尤简设立的深圳 他想看看 细化了官府制度 有了足够的组织力后 长州府能发展成什么样子 当然 南指令还差一个巡抚 来上通下达 将朝廷 准确地说 是皇帝的意志 体现在地方上 正无品的支付 品级还是低了些 很多事情做起来不方便 也不顺手 只是 这个人选是谁 还很难定 你说 若朕安排一个难持力巡抚 你觉得谁合适啊 皇帝忽然问道 这个问题 完全出乎 皇帝先预料 怎么话题 忽然转到这边了呢 他有些跟不上 皇帝的思路 不过 还是认真问道 陛下是想让这个巡抚干什么 此前 根本没有所谓的南直立巡抚 南直立各个府之间都是平等的 并无上下级关系 管制他们是南京六部 最多 有时候设置一个凤阳巡抚 苏 苏松巡抚的 囊括几个州府的官职 却无从管制整个南直立的 不过 那是以前 南京有个朝廷 如今 南京陪都的身份都没了 六部全部裁撤 迁徙到北京 这种情况下 立个南直立巡抚 倒是很有必要 甚至 南直立设置 成宣部证实 都毫无问题 也没什么 主要是进行一些 经济方面的活动 顺便 能把伤税收上来 就更好了 朱友简单单地说道 如今 北疆 北疆很难有什么大动作 起码 前盛三年 过完之前 是如此的 不论是大明 还是宇真 都需要一段时间 来修养 正心 这种情况下 他的目光 投向了南方 以及南阳 就很自然了 可别忘了 海洋上 还有关税 这个大金矿 没有开发呢 商税 听到这个词 王体前瞬间 倒吸一口凉气 这次南方之行 可是让他对 伤税难受的概念 有了个清晰的了解 想要将伤税收上来 非猛人不可 起码 他王体前不行 并不是如你所想 凌空去收伤税 那样太难 朱尤俭笑着道 商人为了利润 什么事都敢干 而商税 就在削夺 他们的利润 强收之下 闹出任何事 他都不习惯 因此 想要收商税 必须得那些商人 自愿才行 商人当然 不可能自愿了 但面对更大的利益时 什么事情都商量好 哪怕是卖出 会绞死自己的套锁也行 这样啊 王体前若有所思 他大概明白了皇帝的意思 应该是和自己这次借助 许新宿和四海商行的力量 是一样的 王体前低头思索着 他对朝中官员 都有个大致的印象 这是他身为内相 必须掌握的 这样一个官员 必须得到皇帝信任 同时得领悟能力强 才能明白皇帝的意思 并将其付诸于现实 这样的人可不好找 不过 搜长瓜度之下 王体前还是想到 一个人的名字 陛下 杨四昌如何 杨四昌 听到这个名字 朱尤姐一愣 这人名十分耳熟啊 他想了想后 试探地问道 可是陕西巡抚 三边总督杨赫之子 正是 王体前点头 杨赫虽然不着调 但他这个儿子还是不错的 王体前接触过 能力 而且很有孝心 忠于王氏 和江南那帮人 也没什么瓜葛 是最合适不过的 此时 杨四昌正在河南 任右参政 官职不高 四品而已 关键是他爹 陕西巡抚 三边总督 正二品官职 一门两巡抚 何是否 朱尤姐问道 他有些犹豫了 此刻 他回想起了 杨四昌的一些事情 这的确是一个 很有能力的人 在打农民军上 展现了 很强大的军事天赋 后来 则是因为 湘王被杀 感觉愧对于皇帝 自吻而死 这是一个有节操 有底线的大臣 让他去主持 长州府相关事宜 相当合适 杨鹤更适合清流 不适合地方树武 或如召唤环回京 这样 免得议论汹汹 反正陕西朱氏已定 有没有杨鹤都一样 王提前想了想到 而且也不必给杨四昌 南直立巡府投闲 既然是以京气为主 苏松巡府 监管长州府 正好合适 长州府 苏州府 宗江府 三个府地理位置很奇特 正好沿着长江南岸 从西到东 一字排开 这三个府 可谓是江南 精华高域之地 而且工商发达 想要发展经济 发掘关税 这个大金矿 这三个府 绝对无法忽视 如此 倒也合适 朱尤俭点头 这的确是个 妥善的处置方法 让父子二人 都在地方为 封疆大吏 不合适 此吏不可开 至于同朝为官 这倒没什么 大名多的是 各种叔伯兄弟 屡见不鲜 皇帝和王体前的交谈 就止步于此 两人都谈得差不多了 没有再深入下去 若陛下无事 微臣便告退了 王体前行礼道 嗯 你下去吧 朱尤俭点头 他也不等人 直接往乾清宫行去 来到东暖阁 他让人上了一桌子午膳 然后开始传照送影星 微臣参见陛下 宋应兴行礼如頤 一丝不苟 听什么 朱尤俭微微一笑 爱情久等了吧 此时已到了午时 想必爱情还未用过午膳 一起坐下来吃吧 吃饱了才有力气谈事情啊 陛下 宋应兴刚想推辞 就被朱尤俭打断了 宋应兴也算朕亲近之人 应当知道朕的脾气吧 朕不许推辞 那微臣恭敬不如从命 宋应兴恭敬地坐下 旁边的宫女 迅速地上了一副碗筷 朱尤俭开始下筷子了 桌子上没有很多菜 也没有太监旁边伺候 给他夹菜 两人就如同普通朋友一般 边吃边聊 甚至还有一壶酒 朱尤俭并没有寝不言 食不语的习惯 因此吃了口菜后 随意地和宋应兴聊了起来 听说爱情写了本书 叫做《天公开悟》 《天公开悟》的鼎鼎大名 朱尤俭自然知道 其作者宋应兴 他也听说过 因此当孙元话说 他带了个很有天赋的助手 名叫宋应兴之后 朱尤俭有些瞠目结舌了 他参与其中后 历史变得非常有趣 往往不经意间 就会出现 让很多人会心一笑的事情 陛下怎知 宋应兴心下意经 立刻反问 随后他才察觉到诗探 立刻解释道 此书 微臣也才成稿过半 名字也是确认不久 并未刊出 《天公开悟》出版于崇祯十年 距离现在还有八年的时间 当然 古人写书很慢 而且出版前 往往要修订到没有错误为止 此时稿子写了一半 倒也差不多 哦 还未写完呢 朱尤俭微微有些尴尬 他以为这本书已经出版了 没想到还没有 这也是听孙爱卿说的 孙爱卿正在写一部红篇巨著 想要总结记录论述民间的手工业技术 红篇巨述谈不上 只是想要留下些著作而已 宋应兴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非臣只是将横渠先生的名言奉为瑰宝 想要照着先生的所说去做 横渠先生就是张赞 他的那句为天地利心 不知道让多少穿越者借用过去装逼呀 爱卿这是想要为往圣祭绝学呀 朱尤俭感慨的 陛下谬赞了 谬赞了 宋应兴真的惭愧非常 自己只是记录总结一些东西而已 竟然被陛下上升到这种高度 他感觉有点承受不起了 爱卿当得起 当得起 朱尤俭连连夸赞 天公开悟在后世的名声和地位 绝对当得起他的夸赞 不知道 爱卿看了江左坚的技术后 做何感想啊 朱尤俭试探问道 他依稀记得历史课文人对宋应兴可是评价为杰出的科学家 相比他对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做出了一定的阐述和总结 肯定有突出贡献 不然不可能有这样的评价 既然在技术方面有特长 肯定要发挥出来啊 比如炼钢 比如造船造炮等 江左坚之技术简直让微臣敬为天人 没想到水利竟然还能如此运用 说起技术 宋应兴顿时滔滔不绝起来 他干脆连饭也不吃了 和皇帝探讨起自己的心得来 一瞬间 原本很和谐的君臣奏队模式 变成了技术交流会 两人纷纷说出自己看法 一个天赋强大 一个有着后世见闻 见解犀利 一时间 两人相谈甚欢 根本停不下来 在朱友简看来 宋应兴是江左坚最好的接手人 至于孙元化 肯定是要往公布去的 不仅是因为人家有个好老师 更是因为朱友简 也需要一个人去公布 将这个部门给整顿好 江左坚只是朱友简的私人机构 是不可能取代公布的 而且也取代不了 两者的发展方向不同 江左坚将主要朝着军事方面反正 而公布更多的承担大型建设项目 以及类似国企的范畴 因此更需要一个懂得技术的人 孙元化就是不二人选 如今他已是公布左侍郎 只待时机成熟就能接任公布 而届时宋颖星就是街掌江左坚的最好人选 虽然资历切 但架不住对方后世名气大 皇帝信任呢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安排 所以趁着这次交流机会 朱友简将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 全部换书给对方 也不管好的坏的 对方用得到用不到 反正就是一股脑地倒过去 这种事他以前也干过 是对徐光启干的 最后让徐光启怀疑 皇帝到底是怎么得知这些知识的 不过对面的宋颖星 却从未想过这件事 只是认为不愧有圣皇之名的金上 懂得的东西可真多 不过也只有这样的皇帝 才有能力成为圣皇吧 你看趁着性子 一说起这些就没完没了 耽误了大事情 朱友简忽然拍了一下额头说道 不妨是 不妨是 宋颖星下意识地扎巴了一下嘴 有些意犹未尽 两人的交流非常热论 结果连饭都没吃完 菜还剩了不少 不过此刻没了吃饭的心情 肚子却早就饱了 不知道长炉岩厂改建的怎么样了 朱友简让人将菜肴撤下去 上了壶茶上来 进展良好 尤其是海丰县的岩丁 当真是世代从业 在他们口耳相传之间 早就有了一套完善的晒岩技法 如今又有陛下运送过去的水泥 不仅旧的岩厂在改建 而且还开辟了新的岩厂 宋颖星平平淡淡说道 那就是 所有岩厂都改建完毕了 朱友简略带兴奋地说道 没有 只改建了三分之一 只是微臣不敢再待下去了而已 宋颖星摇头道 为何 难道有人威胁你 朱友简有些哑然 也不是 而是财帛动人心呢 宋颖星感慨道 已经改建完的岩厂投入生产 白花花的岩就这么堆积在岩厂 岩壮的地方都满了 岩厂出的都是精岩 但在某些人看来 岩厂出的就是银子 大笔的银子堆积着 没有人不动心 如今还只是岩厅私下的动作 等时间久了 我怕还有其他人 毕竟长鲁可是靠近山东的 山东自古出响马 就连大名鼎鼎的梁山伯 那也是在山东境内 此时也就是时间短 消息没传出去 一旦传出去 那些响马 岂敢放着大笔的银子 不去抢啊 岩产量竟然如此高吗 朱友简有些惊讶 是啊 每日只要海风吹拂 惊岩就白花花的出现 岩厅连收都来不及收 甚至仓库都堆满了 宋应兴感慨道 他知道晒岩产量高 但没想到 当晒岩大规模应用的时候 竟然能高到这种地步 成片成片的岩山堆积 在阳光下溢溢生辉 非常壮观 朕明白了 朱友简点头 不仅是关于内部管理的问题 还有外部威胁的问题 宋应兴这是回来搬救兵了 你先回去吧 此事交给朕 长庐接下来也不用去了 朕会派人接手后续工作 若是爱情有闲暇的话 不妨研究研究毛纺织技术 用羊毛纺布 朕友简安排道 如此那微臣告退 宋应兴起身行礼 他和皇帝这场奏队当真奇怪 正是只是几句就解决了 反而其他东西聊了很久 连吃饭都耽误了 方正话 传英国公张维贤 成国公朱纯臣 定国公徐熙 入宫觐见 带到宋应兴走后 朱友简立刻传指道 奴婢领旨 方正话高鹤一声 立刻带着旨意前去传旨 至于第一站 自然是英国公府邸 然而到了这里后 方正话就发现 英国公正卧病在床 这 看着脸色苍白的张维贤 方正话有些不知所措 公公无比担心 彭国公一时还死不了 张维贤安慰了一句 然后道 不知 陛下有何旨意 陛下让国公爷 立即进届 方正话咽了口口水道 公公 可知道是发生事情了 张维贤艰难地问道 同时 眼神示意一下 立刻有人 奉上大明皇家银行的钱票 为了便于纸币的到来 以及今后的推广 作为纸币的钱身 银票制度正在运行 今日 宋应兴宋大人回来了 和陛下相谈甚欢 方正话不着痕迹地将银票收起来 宋应兴 听到这个名字 张维贤立刻眼睛一亮 感觉整个人都充满了精气神 本国公无妨 这就进宫 公公想必 还有别的旨意要传达吧 公公请便 然后方正话就这样被请了出来 真是 方正话看了眼英国公府的牌匾 然后转身前往定国公家 然而到了这里 他才发现 定国公也是卧榻在床 抱病不起 同样 能在听到宋应兴的名字后 立刻却又剑步如飞 急着赶去见皇帝 真是见了鬼了 咱们两个国公全都病了 方正话嘀咕着 然后来到了成国公朱纯臣家 好在朱纯臣身体健康 没有丝毫问题 传完纸后 方正话便回宫 在大明门口等着 很快 三人便一起都来了 只是 其中两人却是拄着拐来的 张兄身体要紧 不舒服就不用来 想必陛下不会介意的 朱纯臣看着张维贤的样子 吓了一跳 立刻搀扶 不来 死得也不甘心呢 徐熙接了一句 他和张维贤病状差不多 自知时日无多 想要做好最后一件事 此事若成 则还能保子孙百年富贵 若不成 过个十几二十年 则诺大的国公府 将烟消云散 唉 都是命啊 朱纯臣感慨一声 搀扶着两人踏入大明门 进入皇宫 你们来了 朱尤俭背着手 站在东暖阁中间 他的身后 是平常办公的书桌 他的面前则是一个屏风 屏风上写着一些人名字 其中 宋应兴这名字 是刚刚被添加上去的 一起的 还有杨四昌 而此刻 朱尤俭正盯着 宋应兴的名字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陈等参见陛下 张维贤 朱纯臣 徐熙 三人跪拜在地 由于徐熙和张维贤 有病在身 因此 动作很慢 很轻 时间也很长 不过 背过身的朱尤俭 却没发现这些 听到三人行礼声后 他没有转过身 只是轻轻 嗡了一句 起来吧 多谢陛下 三人再次行礼 然后慢慢站进来 徐熙和张维贤 没什么精力 只能勉强维持住站姿 倒是朱纯臣 偷眼看了下 屏风 以及上面的名字 听说 皇帝登基后 在东暖阁中 设立了一座屏风 凡是他觉得可以的 或者认为有才能的人 都会在屏风上留下名字 以提醒自己 想必 这就是传说中的那扇屏风了吧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因此 倒是流传甚广 朝眼上下都有所闻 甚至 有人还求证地 问过自家在宫中的亲戚 最后得到证实 的确有这么个屏风 有好事者 甚至为这个屏风取了个名字 号约 大贤谱 今上有圣皇之名 能被圣皇看上的 不是大贤是什么 全都是各地各的好官 清官 宋颖新回来了 朱友简依然没转过头 还是定定地看着屏风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张维贤三人 微微以激动 但却没有说话 虽然 当初是皇帝做出承诺 算是换取他们所有的土地 但此刻 却不知道 皇帝会不会有所改变 军贵已经衰弱了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抗争 只是 徐熙和张维贤身体虚弱 战力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立刻咳嗽起来 两人慌忙掏出手帕捂住嘴 连绵如同弹卡住的咳嗽声 立刻变成闷闷的 听得让人极度不舒服 朱友简奇怪地转过身 正好看到徐熙和张维贤两人 松开捂住嘴的白帕子 雪白的帕子上 有一滩鲜红的液体 这是咳出血了 你们这是 他皱眉问道 自上次之后 我等二人便沉刻服气 勿病再闯 两人相互望了一眼 最后还是由张维贤开口道 症病了 叫徐医过来 朱友简皱眉吩咐道 他虽然对张维贤 没有多大的好感 但该进的关心 还是会进到的 张维贤张了张嘴 想说不必了 但最终没有开口 任由皇帝去弄一弄 很快御医来了 一番望闻问切之后 无奈地摇了摇头 只说了一句话 准备后事 准备后事 朱友简一户地望过去 真的没救了 没救了 运气好啊 还能活过新年 运气不好啊 就这两个月的事情 太医想要解释 但想想 皇帝不懂医术 最终还是没有说 陛下不必费劲了 老臣的身子自己知道 气血两亏 没有多少实质 如今 老臣最放不下的 就是陛下所说的 长颅炎烟 张维贤苦笑道 此作 朱友简挥了挥手 让御医下去 然后 命人给徐熙和张维贤 搬了两张椅子 坐到椅子上 身体有了支撑物 两人齐齐 舒了口气 轻松了许多 旁边站着的朱唇辰 有些悲哀地 放着他们 咬清苦涩 长颅炎厂 的确有了成果 债炎法可行 而且颤量非常高 不过 那里 现在出了些问题 朱友简看着两人 最后 还是说起了正事 他知道这些人 家业传承 远比自身安危重要 如今 拖着将死之躯 也要来到宫中 和自己商讨 军贵的后路 未尝 不是以悲情动人 此刻 和他们谈论正事 最好不过 什么问题 张维贤冷静问答 神情专注 丝毫不为自己担忧 安全问题 朱友简将宋应兴 承报的消息 大致说了一下 无非就是 挤压太多 遭人觊觎 当然 他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但他需要盟友 不能什么事 都自己解决 大明的事情太多 若是单打独斗 永远都解决不了 大明也无法实现 真正的崛起 这件事 交给我们解决 张维贤一听 立刻笑了起来 只是 没笑多久 又开始咳嗽 不过 依然维持着笑容 一边咳嗽 一边笑着 看起来极为怪异 也无怪乎他如此 长炉严厂 面临的只是小问题 那些觊觎的人 无论是官 是商 还是草莽之徒 不过只是小问题 无论是锦衣卫 还是东厂出面 都能解决 然而 皇帝没这么做 还是将这个问题 交到他们手中 这其中 透露出来的态度 让他们十分高兴 这个问题 对于勋贵来说 同样不成问题 他们立足京师 两百多年 方方面面都有人 手头可用之人不少 如今 没了土地 这些人的去处 成了问题 现在 炎业销售需要人 正好将他们安排过去 百年薰贵之家 谁家中 要是没有这些 世代传承的家像 那都要遭人耻较 也许 这些人上战场不行 但对付一些 民间土匪强盗 却是轻而易 你们有办法就好 朱尤俭笑着点头 然后开始讲述 自己对食言的销售方法 正对食言 还用的是垂直分销制度 你们各自斗殴 划分一个销售区域 以赴为单位 然后从长卢拿盐 自己承担运费 自己销售 朱尤俭将垂直分销制度 讲解了一下 三人都不笨 很快明白过了 一下 这么说 跨界销售也无妨吗 朱尘尘是身体最好的 脑筋赚得最快的 很快就想到了 这个制度的弊端 是的 朱尤俭点头 他划分的区域 并不固定 除了核心 因为运输距离 而比较确定之外 边界周围区域 都是模糊的 而这些模糊的地方 就是供各家分销商 竞争抢夺的 这是他故意留下的弊端 他可不想 这些分销商固定了区域后 躺在渠道上赚钱 他要的是竞争 只有竞争 百姓才能吃到 更好更便宜的盐 臣明白了 朱淳臣看了一眼皇帝 似乎想到了什么 没有再纠结这个问题 而是再次问道 陛下 南方 我等可去 可 朱尤俭想了想 最终还是点头 两怀有盐场 若是长庐的盐流入当地 绝对会爆发冲突 不过 这却是朱尤俭想要的 不如此 他们怎么将两怀 广东盐场 收入囊中呢 这两个盐场 不比长庐 利益纠葛严重 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收回的 要讲究策略 陛下 以后 我等能否从两怀 盐场拿盐 朱淳臣再次问道 你倒是想得比较远 朱尤俭 邪逆了朱淳臣一眼 这五乌样的家伙 心思却细腻 此事日后再说 两回盐场 现在可不在镇的控制之中 微臣明白了 朱淳臣点头 然后做出了大致的划分 微臣和英国公负责北方市场 而定国公和魏国公南方市场 这是最合理的划分了 成国公和英国公 世代在北方 根基深厚 而定国公和魏国公 此前一直在南京 虽然如今迁徙 但根基未遂 大部分人手和人脉还在 一旦铺展盐业 这些人脉和人手 很快就能串联起来 不至于衰退 去坐吧 朱尤俭挥挥手 他不管这些东西 他只负责收钱 徐熙三人离去 朱尤俭并没有从东暖阁离去 而是回到书桌前 开始书写什么东西 在内庭体系中 曲新宿负责的是四海商行 当然同样也负责走海贸易 只不过是通过四海商行 完成而已 然而 现在又有了一个长炉延长 虽然不知道 最后能不能捏在手中 但他单独管辖一个四海商行 不太合适了 应该如同江座间一般 上升到一间的地位 下面管辖好几个商行 而且这个部门 还要和江座间区分开来 一者主工民用 一者主工军用 或者一个主工重工业 一个主工轻工业 也可以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别 同样也可以是高技术和低技术的划分 区别很多 钢铁厂依然放在江座间 但是马车制造厂和水泥厂 却可以划分到许新素汇下 这两个技术含量不高 但却需要大量人手 江座间铺展不开来 但是许新素这边毫无问题 同样农具制造 畜牧贸易 货运物流 对外商贸 大宗货物交易 都可以成立 相应的商行进行展开 然许新素单独就负责 一个四海商行 局限了它的发展 也局限了朱有锦的眼光 而这个部门就叫做商座间 以赚钱为先导 不断发展各种商业行为 聚敛大量资金 同时既然内庭要改 那么就改革彻底 除了商座间成立之外 黄庄也要改 如今黄庄已经发展壮大 下面涉及众多人员 既有粮食作物 也有经济作物 同样还要对电农的管理和人才培养 再黄庄黄庄的叫不合适 同样也不正规 要当做一个具体的部门来负责 而名字嘛 很容易起 就叫做农座间 负责农业生产 同时也包括对经济作物的身加工 比如炸糖炸油等等 如此 内庭就形成了五个要害部门 江座间 农座间 商座间 以及私立间和御马间 至于东厂和解一位倒是不算在其中 这两个部门是独立的 直接归属皇帝管辖 至于其他的监局的 暂且不做变化 还是老样子 归属私立兼管辖 对宫内进行维护和管理 就这样吧 朱尤简看着自己写出的改革措施 满意的点头 他一向认为 只有制度构架好了 权责分清 职责理清 接下来的事情还好做 进来无事 照着这份计划 朱尤简开始对内庭体系进行梳理 慢慢地添加 构建 使其运转更加流畅 而这个时候 从皇帝那里得到了准信的 勋贵们 也开始召开集会 被长庐的延长 产出进行划分 对于这个会议 所有勋贵全部参加 就连在松江府华亭县的徐鸿基 自己不能来 也派了长子代为参加 极其重视 勋贵们大致分了两类 一类为开国勋贵 一类为静难勋贵 至于外戚而来的勋贵 由于皇帝的更替 却是没有资格参与进来 倒是国账田鸿裕 被张维贤给拉了进来 共同奔蛋糕 其中 静难勋贵负责北方市场 而开国勋贵负责南方市场 双方以怀和为界 当然 目前只能从长卢延厂拿盐 至于以后 则到时候再说 具体太详细的内容 勋贵们没有商量太多 而是达成统一协议 立刻派人前去延厂提货 目前 延厂管理可不太规范 虽然 生产技术上去了 但是对人员和货物的控制 以及安全防护 并不是很好 他们晚去一天 就会流失很多货物 行动迅速 就是在挽救自己的财富 勋贵们动作非常快 大臣协议后的第二天 一支浩荡荡的千人队伍就组成了 连绵不绝的大车 不停地朝着苍州海峰的地方开去 车一到 立即庄严 然后运作 五天之后 涌定门 一个车队正排队进城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车队一定行驶很久 非常赶时间 就连赶车的伙计 都是满脸疲惫 坐在马车上 不停打着哈欠 挤着眼泪 车队打着英国功夫的喜好 走门的士兵并没有太过为难 稍微检查了一下 确定不是危险物品 就放行 车把式凌空一抽 脆响的皮鞭 立刻驱赶着碗马 插着城门走去 然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疲劳的原因 马儿有些亮枪 结果 前腿一弯 栽倒在地 整个车都倾倒了 一个麻袋 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做工不够好 还是伙计没有扎好口袋 结果 随着马车摔倒之后 竟然直接散开了 气碎如同白霜的盐 洒落出来 流了一地 是盐 雪白的经验啊 旁边的人立刻惊呆了 不停地看着那些盐 尤其是百姓 眼中更是充满了渴望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盐 就是个奢侈品 还是必不可少 必须得吃的奢侈品 负责车队的管事 也是个精明人 他一看周围百姓的眼神 立刻意识到 这是一个宣传的好之际啊 有了便宜的盐 也要让百姓知道啊 除非父老乡亲 我们是英国公府上的商行 如今刚好到了一批精盐 量大便宜 美金只要五十文 父老乡亲们尽管过来买啊 五十文 我没听错吧 一名年轻的男子吃惊得到 明朝盐价奇贵无比 官员一斤要三钱银子 换算一下的话 就是三四百文铜钱 如今只要五十文 只有官员的六分之一 这个消息立刻引起轰动 有些好事的 竟然跟着车队往前走去 寸步不离 他们想看看 盐价到底是不是这么便宜 等到他们真的买到盐后 这个消息彻底引爆了惊失 众人分分钱去讲购 石车盐 竟然在半个时辰内就卖光了 父亲 你听 你听听这呼声 英国公府内 世子张知奇正在软榻前 眼含泪水地冲着无法行动的张维贤说道 那些欢呼声 就是百姓们到我们商行买盐的声音 他们买到了廉价的盐 我们也得到了一个维持国公府的金木器 张维贤已经不能说话了 自从商讨完后 他就一病不洗 倒在床上 再也没有洗 短短几天 人已经行销鼓励 眼看着就快不行了 不过 他依然 吊着这一口气 没有咽一下 家里人都知道 这是因为什么 他还没看到 大英国公府 拿到盐卖出去 侧了侧头 张维贤仔细倾听着 也不知道最后他听到了什么 枯瘦的只有骨头的脸上 竟然露出了一抹笑容 随后他的手一松 从张之极手中落下 父亲 张之极大哭醒 前圣三年十月初三 英国公张维贤 读 三日后 定国公 徐熙 读 长炉盐厂来的廉价盐 瞬间引爆了整个京师 所有静难勋贵合力 将长炉的盐运往京师 然而 却供不应修 到后来 徐熙等人 暂时放弃对南方的开拓 包括四海商行 也一起加入进来 优先保证 京师食盐的供应 这才让抢购风潮 给慢慢的平息下去 而这 还是因为百姓看到廉价盐 供应源源不断 不是一时的买卖 才不断的抢购 这才不再抢购 毕竟 百姓们手头上 没有太多的余钱 他们还要买米 不可能将所有钱 都拿去买盐 风波虽然平息下去 但是长炉盐厂 却走入朝臣眼中 晒盐法普及后 带来的高产 出乎所有人预料 由此 引发了各个部门 对长炉盐厂管辖权的争抢 其中 户部的声音最大 上书李长庚认为 盐厂之前本就是户部在管辖 如今那边派驻的官员 也是户部的人 如今虽然改制 但归属却未变 金部同样也是有力的争夺者 一则是金部是从户部分离出来的 天然和户部一样 对盐厂有管辖权 二则是既然实行盐铁专营 盐厂的收入全部要交给金部 金部既然要对盐厂管辖 万一有人从中弄虚作假 少了收入怎么办 其中 工部也凑了个热闹 认为盐厂应该归工部管 盐厂技术改革 需要用到很多工匠 而工部工匠最多 将盐厂交给工部管辖后 产量还能提高 不过 却没人把工部放在眼里 这么一个清水衙门 谁会把他当作对手啊 工部 如今过半的匠人和业务 都被江左监给抢了去了 工部尚书张凤祥脸上无光 他这才处心积虑 想要参与到这次对盐厂的争夺当中 万一皇帝将盐厂给工部了呢 除此之外 还有些官员上奏折说 让还未成立的商部管辖长卢延厂 制作 贩售食言是商业行为 由商部管辖再合适不过 这种言论 根本理都没人理 上这些奏折的 完全就是政治投机课 想要以此夺取皇帝关注的眼球 以求减在地心 被写入大贤谱 都看看吧 如今吵得挺热闹的呀 朱尤俭将一大罗奏折丢在桌子上 满脸的无奈 还没想到 军贵们动作引起了这么大轰动 百姓们买盐抢购也就算了 现在连大臣们都开始抢了 而且一个还比一个凶 既然外庭争执不下 不如让给内庭管辖吧 内庭没有这种事情 朱尤俭忽然笑着说道 陛下不可 盐铁砖营乃国策 其收入归入国库 以国家用度 其可私人归入腰包 一听皇帝有这种想法 徐光旗立刻跳起来 如同护小鸡的老母鸡一般 护着盐厂 好不容易 朝廷判来了向大收益项目 能够填补一下国库的亏空 怎么可能再让出去呢 哪怕是皇帝 也别想将长炉盐厂 给纳入私人管辖 朱尤俭只是笑笑 没有回答 看来想要将盐厂收归自己 这不太可能了 内阁看得太严 都说说吧 该怎么处理啊 朱尤俭坐到了自己位置上 看着四个内阁大学士说道 这事该有个结论了 朝堂上下都盯着 根本无法安心做事 由商部主管吧 想了想 徐光奇给出这么一个答案 不光朱尤俭惊讶 其他三人也非常诧异地看着他 没想到首府竟然选择了一个 最出乎预料的建议 为什么 朱尤俭直接问道 他从未想过用商部来管辖国企 商部是指导制定商业规则的 肯定不能参与实际的企业经营管理 不合规矩 商部成立只能指导和管理规划城 岂不空置浪费 不如管理延长 也算积累经验 徐光奇给出自己想法 不妥 朱尤俭摇头 商部成立初期 虽然只能管辖规划城的行业 但并不代表没有事情做 在前期 商部要搜集资料 了解行业 确定行业状态 以及制定行业规范 俗话说 360行 行行出状元 就算天下的行业 没有360个 那也够商部的人去弄了 而且商部制定一个法规 公司法 这也是一项繁忙的工作 商部届时肯定是最忙的部门 怎么可能有空闲 这样 时光起了 他对这些是真的不太清楚 倒是皇帝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消息 对这些东西门清 陛下若是去经商的话 富可敌国那只是时间问题 只是公司法是什么东西啊 新的律令吗 公司法就是管理公司的 而公司则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主题 以后出海 烧摇 支部等等 都需要用公司来承办 朱尤简大致解释了一下公司法 公司这个词语并不是搏来品 也不是现代词汇 而是不已有之 因此 徐光起也听得懂 并没有什么听到新词汇的好奇感 微臣大致明白了 尽管听懂了 但徐光起依然不明白 这法案有什么作用 既然商不无侠 不如交给内阁执管可好 见皇帝否决首府第一 钱龙溪便插了一句 内阁执侠 朱尔简一愣 这又是一个出乎预料的建议 长炉以后 还有两怀岩厂 广东岩厂 除此之外 还有陕西青烟 四川景岩等等 这些原本都是归互部管理 但户部臃肿庞大 既然这次拆分出来 延长肯定不能再回去 如此一来 不如仿照南北直立之力 由内阁直接管辖 朱尔简想着 似乎觉得也可行的样子 反正他们关心的是 最后能收入多少钱 不管具体运营 如此倒也省心省力 但延长的负责人 一定要选好 不然管理不善的话 少的可是国库的闲 瞥了眼钱龙溪 朱尔简总觉得 他提出这个建议 似乎充满了陷阱 然而思来想去 却再也没有一个办法 比这更合适了 那钱爱卿 可有长卢演艺公司 管理人员的推荐呢 他问道 宋映心 乾龙溪瞥了眼皇帝 提出了这么一个 出乎预料的名字 不行 朱尔简瞪着乾龙溪 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 连内庭的人都敢打主意 不知道是什么 让他如此膨胀 内阁一时间沉默下来 没有人再回答 王在进沉默不语 对于非军事的事情 他一向都不怎么搭理 而雄文灿也不管 只是看着自己手头的文件 那是北直立各处情况的反馈 他如今 只想弄好北直立的事情 他不想管 倒是徐光启和乾龙溪 认真思索着 想着该派何人前去管理长炉岩厂 这可不仅仅是一个岩厂而已 而是关系到整个天下的岩业 长炉岩厂只是个开头 一旦效果良好 今后势必蔓延开来 两淮 广东 绝对少不了 就算和晒岩无关的四川景岩 以及陕西青岩 也是如此 谁让这两个地方的岩岁 也是少得一塌糊涂呢 陛下 可听说过 泥园路 徐光启想着 突然说道 而这个名字一出来 却让乾龙溪心头一跳 他连忙看向对方 心中非常疑惑 这个名字 怎么会从首府的嘴巴中蹦出来呢 要知道 泥园路严格来说 是东林一脉 如今东林已亡 其政治势力 理应由他乾龙溪继承 泥园路可以说 是他这边的人 而且 往常他通过章谱 让泥园路办过一些事情 只是 后来少了联系 但 再怎么联系少了 也不应该是徐光启推荐上去 仔细想想 乾龙溪有些明白过来了 泥园路可能脱离自己这边了 曹运总督杨一鹏停职待审 现在还没过去 而作为最大得力者的泥园路 不知不觉间 和徐鸿基合作 靠拢勋贵 或说靠拢皇帝 因此 这个名字 从徐光启嘴巴中说出来 倒也正常 就像郑三郡 不也是一样 突作惊人之举吗 泥园路 朱友简皱眉思索 却是有点印象 这个人 似乎上书 阎臣海运的辩解 甚至 还和另一位奸生一起 上了一份海运图 可是在华庭县建设港口 筹集海运船队的那位 户部官员 初友简慢慢说道 想起来了 对方还和泉州造船厂 有业务往来 在那里订了很多浮船 正是此人 泥园路正和沈亭阳负责港口建设 和船队的筹备工作 徐光启笑道 沈亭队 沈亭阳 老家周山 对各种海运 码头 港口 京熟 华庭 有他一人足位 很快 还有魏国公 徐鸿基 从旁协助 而泥园路 放在那边 有些可惜了 此人 原是户部主事 精通账务 和人事 放在长炉 盐厂 正好合适 还能堵住各房的口舌 徐光启说着 突然一拱手 陛下 既然长炉盐厂 要立公司 不如海运 也可立个公司 既能承办朝廷之草粮 平日 也能运送民间货物 你倒是会算计 借着这个机会 将海运公司 也给推出了 朱尤俭听得 其实有些心动 很多事情 用官府部门去承办 效果不太好 曹韵就是最大的例子 倒不如 用类似国企的公司去办 官府监管即可 只是啊 这宁原路近世出身 去长炉盐厂 能搞得好吗 毕竟 晒盐法 好歹也有些技术含量啊 朱尤俭有些怀疑 无妨 陛下 宋应兴回来后 长炉盐厂建设并未停止 无数炎钉工匠 完全可以胜任 长炉盐厂更重要的 还是管理 防止盐水流失 管人 管钱 管物 更重要 至于技术 不过细枝默结 由老炎钉 将人把控即可 徐光奇眼光非常犀利 一眼就看出了 炎税的弊端所在 不在技术 而在管理之上 毕竟 晒盐法 不是什么太过高深的技术 早在宋代就弄出来了 只是因为管理不善 无法推广而已 反倒是满清 将晒盐法发扬光大 最后 年入两千多万两的盐税 特别十足的 下金蛋的老母鸡 那就照死办理 成立大明盐压 算了 还是叫长炉盐压公司 成立海运公司 海运公司的名字 你们自己想一个吧 朱优简本想用 大明开头的名字 但想了想 这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企业 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官府控制的企业 随便起一个名字就好 对了 内阁在下个诏令 调任河南参议杨四昌 为苏聪巡抚 监管长州府 加连都玉士先 同时 诏令杨鹤 北京述职 至于陕西巡抚的位置 内阁推举一个出来吧 朱优简想了想到 杨鹤 杨四昌 徐光启目光 微微闪动 似乎想起了什么 点头道 微臣明白了 张部尚书 你们 以及义部尚书 你们可有人选 朱优简再次问道 既然讨论起来 那就干脆一次性商讨完毕 回京述职的杨大人如何 徐光启试探问道 杨鹤此时回京 任谁看了都会有些想法 不了 他不太合适 朱优简瞥了徐光启一眼 摇头道 杨鹤嘴账厉害 但真办起事来 并不是很利索 远不如他儿子杨四昌来的过绝 当然杨鹤也有果决的一面 比如这次陕西暴乱毁灭的处理 就是非常刚硬 只是这点 他却用不到其他事情上来 容臣等想想 徐光启无奈道 一下子空出了两个上书的位置来 当真是很难找人填补 尤其是 在皇帝对上书要求 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就更难了 搞不好过段时间 公布上书也要空缺出来 督察院有人盯上了张凤祥 正在查他 陛下 臣觉得 前曹运总督杨一鹏和圣人 一不上书一旨 乾隆熙忽然冒出来 推了一个人 杨一鹏 朱优简想起了这人 如今还在被锦衣卫和东厂清查着 他总觉得 当初曹公造反来得十分突然 再加上福王出走也是发生在那个时候 实在太过巧合 不过这么久了 却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杨一鹏对曹公的处理 虽然欠妥当 但也挑不出太大的错误来 内阁一鹏吧 有了合适的人选再报到镇这里来 今天公务就处理到这儿吧 讲到这些鬼秘的事情 朱优简就头痛 实在是不愿意再处理了 干脆交给内阁自己去放松一下 陈等遵旨 陈等恭送陛下 徐光启四人微微躬身 将皇帝送走 随后各自回到办公桌前 挾起东西来 他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可不如皇帝那样 想走就能走的 平静的九月过去 大明步入十月后 却频繁发生了一些大事情 先是英国公张维贤和定国公徐熙 相继病死 其子张知己和徐允珍 继承国公爵位 而后则是京师流传开了 五十文一金的廉价言 源源不断的廉价言 让百姓高兴得几乎快疯了 什么时候上好的经言 只要五十文钱 看着雪白的经言 许许多多的百姓 竟然都哭了出来 他们从来没想到 这辈子竟然还能吃到如此好的经言 品质纯正 价钱低廉 一些心思灵活的人 迅速购买一批 想要捣手出去 赚个差价 在最初几日 他们的确占了点小便宜 但是等到京师 经言市场稳定下来了 这些人却惊讶地发现 那些廉价经言 竟然迅速在北直立扩散开来 这下震动和惊喜迅速地传开 这个时代交通不便 真正能传递消息的不是普通百姓 而是读书人 很多读书人都有写信的习惯 系个朋友 师长 于是关于廉价言的事情 迅速传开 乃至江南各地都有所耳闻 不过 关于廉价言的消息 只是在民间流传 关心的 多是各地秀才 士绅和平民百姓 以及商人 倒是在朝堂内 关心这个的人并不多 甚至都没人出来 说一两句话 这是勋贵的生意 是皇帝 许给这些功臣之后的 没人可以夺走 此时 朝堂上下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两部尚书上面 所有渴望更进一步的人 目光纷纷落在这上面 不停地和内阁大佬接触 空气 将要获得他们的支持 弄得徐光启和乾隆熙 烦不胜烦的 毕竟 其他两位已经表态 不参加这件事 这些官员 只好来找他们两个了 正当朝堂宣闹 盯着两个上书的位置时 永定门前来了一个老人 老人相貌儒雅 身穿一件天青色长衣 面容和善 留着一抹长胡子 看起来就是一个心底善良的读书人 然而 此刻他的身上却沾染了一丝不意察觉的杀气 让注视到的人心底发寒 这是杀了人之后才有的气息 京师 终于回来了 杨赫看着永定门前 穿流不息的人群 发出一声感慨 他就是陕西巡抚 总督三边的杨赫 竟然在皇帝诏令发出去后 没多久 就回到了京师 根据路程来看 这是不可能的 此刻的时间 估计信使还没出北之力呢 老大人 真的不考虑一下吗 毕竟陛下都发出诏令 令老大人回京 想必是要重用的 身后 一直护送他归京的将领 劝解道 不必劝了 我意已决 杨赫摇了摇头 虽然动作很轻 但却意外地坚定 我杨赫一生 自觉都在为天下 梨树百姓操心 为他们谋福祉 甚至 紧疼陕西造反的刘贼 想要招服他们 结果 却是在我上任之后 陕西百姓 遭到平生最大劫难 整个陕西 几乎都乱 有多少人 丧生在这场浩劫当中 杨赫说着 语气慢慢激动起来 眼前隐隐泛起泪花来 我明知 回民乃是陕西三大动乱根源之一 却从未重视 也未防范 更为做好平定准备 结果 却让无数百姓惨死在那些可恨之人手中 整整几十万冤魂 让我也不能没呀 这不是老大人的错呀 而且老大人也亲手杀了马首映这个狗贼 以为在天之令 相信 这些冤魂会原谅老大人的 将领安慰道 可我无法原谅自己呀 杨赫惨笑 随后他掏出手发 擦了擦脸 收拾了一下 所以 我打算辞官 我杨赫就不是个当官的料 还是不要尸位素参 以免今后让更多百姓受害 杨将军 回去吧 已经到了京师地界 无人能上我杨赫 说完 也不带对方推死 杨赫便带着仅有的两个随从 大踏步向前走去 进入永定门 什么 杨赫回来了 京师 朱尤俭 看着禀报的方正话 思维有些凌乱了 自己这边 可只才刚刚将诏书发下去 没道理 对方就收到了 是不是 发生了什么问题呀 朱尤俭 立刻看着方正话 大明都府 没有诏令 是不能离开驻地的 除非是特殊情况 陕西回乱 平定红偶 杨大人将他的都府大印 挂在了西安衙门大堂上 然后便孤身进京了 杨大人 是来辞官的 方正话说出了一个让皇帝非常惊讶的消息 辞官 为什么辞官 朱尤俭连忙追问 方正话自然不知道 这个问题只能问杨鹤本人 很快 在朱尤俭满脸疑惑下 方正话领着杨鹤走了进来 非臣参见陛下 杨鹤上前行礼 爱情清洗 朱尤俭虚服 然后等杨鹤起来后迫不及待地问道 爱情 缘和辞官北归 虽然杨鹤能力不咋地 但起码责任不错 有一颗爱民之心 虽然不适合做府民官 但其他位置也有适合他的 他本来被杨鹤安排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结果没想到 对方竟然辞职了 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陛下可知 此次回乱 陕西百姓残死者有多少吗 杨鹤没有回答 反而问了一个问题 朕不知 朱尤俭摇摇头 他只知道陕西死了很多人 但具体数字却不知道 一共四十三万七千八百二十余人 杨鹤准确报出了一个数字 当说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他的眼眶都有些红了 这些人都是因为老陈而死 老陈岂能还有颜面 待在高堂之上发号失令 每每入夜 老陈都听到这些怨魂在问 我为陕西巡抚 为何不能护有一方百姓平安 这并不是你的错 陕西回乱能在一年之内平定 爱卿是有大功的 朱尤俭安慰道 的确 相较于奢安之乱七八年都还未平定 每年消耗极多的钱粮 陕西回乱并不算什么 可当时老陈就在任上 老陈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 杨鹤深深吐了口气 平静下来 脸上是一种看破后的淡染 朱尤俭也沉默了 他知道眼前这个老人 是铁了心不再当官了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官员 不过杨鹤平静后 大彻大悟的神情 朱尤俭却忽然笑了起来 老大人 朕这里有个官职 绝对适合你来担任 绝对能造福天下百姓 而不让百姓受害 陛下说笑了 杨鹤摇了摇头 但看着皇帝神秘的笑容 还是忍不住问道 敢问陛下是何职位 太学祭酒 朱尤俭轻轻吐出了四个字 祭酒就是校长 太学祭酒就是太学校长 杨鹤挂印词官 他也很遗憾 但杨鹤这种认知和表现 却让他非常欣赏 既然自己不行 那就让给行的人 有了这种认知 杨鹤就是一个人才 一个有用的人才 只要放在合适的地方 就是发光发热 太学祭酒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对于太学 朱尤俭是有些想法的 他打算将这个机构 扮成大明版的中央党校 或者说是大明的最高学府 用来培养各种人才 这个时代的十字率是非常低的 哪怕现在世界上 教育最发达的大明 也不过才7%的十字率 而能够完整地运用书写 比率就更低了 不管怎么说 这个时代还是精英的时代 精英教育 精英管理 才是这个时代该干的 而太学就是这么一个 教育精英的地方 太学祭酒 杨鹤疑惑地吐出这个词来 他有些莫名 太学不是汉朝时的学府吗 怎么皇帝要让我去当祭酒 莫非 想到这儿 杨鹤脸色顿时一变 怪异地看向皇帝 我此见并不是什么出名的机构 改名的事情也没有灯棒 只是下了个诏令而已 礼部或许清楚 但其他部门还真不一定知道 更不要说远在陕西的杨鹤了 你这老官想什么呢 看杨鹤的表情 朱尤简失笑道 这么一个突兀的表情和变化 倒是令刚才有些闷的气氛 突然活跃起来 朱尤简忽然发现 杨鹤这老头 还真是帅真可爱的一个人 若是其他大臣 就算猜到了皇帝想要干掉他 恐怕也是笑容满面 不会将自己心底的想法流露出来 是老臣愚钝呢 杨鹤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自己想的有点多 无缘无故地 皇帝要杀自己干嘛 太学就是以前的国子监 后来改名的 朱尤简解释道 前些日子 朕下旨 让天下的举人抚请考试 过了就入太学读书 而后才能为官 这样啊 杨鹤若有所思的点头 对于这个消息 他倒不怎么惊讶 科举停了 怎么着也要有一个入室的渠道 如今只是稍微改变了一下 虽然叫做太学士 但其实可以看成另类的电视 没看也是只允许举人来考吗 太学很重要 类似于晋试后的观证 但有不同 朱尤简慢慢向杨鹤解释自己的用意 大明晋试考试的科目有所偏差 只注重文科 却不注重理科 算术贵为君子六义 结果在大明却从未考过 考题一直从四书五经中出 两百多年来 所有题目都出过了 以至于弄出了再答题这种怪胎来 想想也是可笑 朱尤简想要改变的就是这些 当然 他此刻人手不足 只能从原先的举人中选拔一些 培养出第一批人才来 然后慢慢地替换 人懂得越多越反动 当认知正确时 面对大明怪异的地方 肯定会有所触动 朱尤简需要的就是这类触动的人 来和他一起改造大明 当然 或许最后会反动到他自己身上 但还是那句话 未来如何发展 全看他如何引导 外国那些小皇室都能留下来 没道理 朱鸣这种最正统 历朝最正的皇室 无法留存下来 陛下要在太学中授予这些举人格物 朱子百家 海外建文 大明律等之师 杨鹤反问道 没错 看看那些近视 读书读的 当官都不会了 外出上任 竟然还要带着师爷 没有师爷 连政务都不会处理 判个案 都漏洞百出 惹人发笑 朱尤简冷冷的 科举是培养不少人才 但发展到大明时 却走入了岔路 秉级人才不少 但下面的普通人才根本没多少能用的 以至于到了后期 地方时局势力都被当地士绅所把握 历朝历代 商人从未影响过朝政 历来都是被宰割的群体 到了大明到好 成了一群上流人士 连伤税都不能收 张居正之所以死后结局这么惨 想要和他收伤税 有莫大的关系 老臣明白了 杨赫突然深深败了下去 陛下之身谋远虑 老臣不及也 他是真的佩服皇帝 自己觉得自己不行 只能想着躲避 而皇帝觉得官员不行 不好 却想到了自己去培养 选拔好的官员培养 以此造福百姓 难怪 今上有圣皇之称 其所思所想 常人所不及也 太学就交给老臣吧 老臣定为陛下 培养动良之才 杨赫质弟有声说道 在太学 他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信念 为大明 为天下 培养出更多官员来 外勤能有如此想法 最好不过了 看着杨赫的表态 朱有点高兴起来 如今朝廷人才匮乏 连两个上书都找不着人 更不要说 一所中央大学的校长了 杨赫虽然在能力上 有所欠缺 但其人品可贵 心系百姓 入籍又有所名物 有这个心比能力还重要 只要多些时间 再选拔好一些的上课老师 太学 当能有很好的效果 只要太学运行几年 将考试的内容扩散出去 而后 它建立类似的科举的高考制度 大明的人才体系 算是建立起来 科举虽好 但怎能有后世大学体系来得更好呢 大明此时虽然是个精英化的社会 但终将走向平民化 只有发动了民间巨大的力量 它那野心滔天的想法才能实现 来看看 这是正义的几个题目 你看看 挑选一些作为这次太学士的考题 朱友简示一下 让方正化将纸张递给杨鹤 杨鹤也不言语 接过纸张看了起来 结果 他才看到第一个题目 眼皮就直跳起来 论睡法的意义 杨鹤微微抬头 忍不住扫了眼皇帝 金上这个问题出的 真是富有攻击性 再看下一个 或 详细论述商人乃见急的正确性 这是和商人过不去呀 再来 朝廷占据规划城后 对九边的影响 这次不是商人了 而是军事 而且还非常切合时事 战事就发生在两个月前 而后对比前宋 和本朝士伯斯的区别 和设立的意义 这又是对准了商人 还是海商 论述曹梁海运的深远影响和意义 再来一个和大海有关的考题 一个一个看下去 杨鹤不禁发现 皇帝出的题目 和当前局势息息相关 那些读死书的书呆子 怕是看到这些题目 都不知道该如何入手了 朕所出的题目如何呀 见杨鹤看完便笑着问道 言语间不禁有些得意 陛下高瞻远瞩 令老臣惭愧 杨鹤拱手道 惭愧不必了 领会了朕的意图 主持好这次太学士就行 一定要为朕筛选出真正的人才 朱尤简备手道 老臣定不如使命 杨鹤满脸毅然 松江府上海县 在后市 这里是鼎鼎大名的魔都 是国际性大都市 在整个世界上都排得上名 长江从这里入海 有着全国最大港口 而在大明 此时 这里只是一个不发达的小县城 如今 这座小县城却人流如之 一条水泥道路 从县城通向了海边 不断有马车从这条道路上碾过 来到变成了一个大工地的海岸边 为了这个港口修建 朱尤简让一直只在北方出现的水泥 第一次出现在南方 树石座树立在大地上 不断地由石灰石和黏土送来 送入窑中变成水泥 然后送往海边 海边同样是人头攒动 大量的青壮牢力 正在海岸边劳作着 渐渐冷冽的寒风 却无法吹走他们身上的火热 石材 砖头 水泥 无数建材被送往这里 然后变成一道海堤 一座房屋 一个码头 一个船屋 淤泥被清理 航道被拓宽 灯塔修建 经过大半年的建设 这里已经出具雏形 整个浩大工程 全都是当初那二十多万青壮曹工 修建而来的 这些曹工非常努力 也没人逃跑和反抗 只因为朝廷承诺 只要这座港口修建好 就不再追究他们造反的事情 当然 首脑除外 那一百多个首脑 早就被查抄了全家 送往京师 再过两个月 过半年后 整个港口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沈亭阳看着眼前连绵的实质建筑 整个人简直神采飞扬 这是他和泥源路 整整半年多的成果 每一个建筑和道路 都是他们彻夜探讨 辛苦设计出来的 将在未来港口投入后 发挥出重要作用 是啊 我从来没有想到 有一天 一座城市 能在自己手中出现 泥源路也是一脸感慨 没错 从规模来看 这个港口的确称得上城市 得益于二十多万的劳工 这座港口规划很大 其标准是以万为单位 能够同时停泊 吞吐上万艘三千辆大福船 如此恐怖的吞吞量 自然要极大的地方 不仅是上海县 就连松江府所在的华亭县 恐怕都无法和这个港口 相提并论 你说 我们在建设好 这座港口城市后 会怎么样啊 看着看着 沈亭阳忽然不确定地说道 那是一种迷茫 一种对前路的迷茫 什么怎么样 当然是家关禁绝呀 一元路理所当然地说道 你看看 这么大的港口需要人吧 朝廷可没这么多人迁徙过来 这些曹公今后肯定会留在这里 他们汇水 常年生活在大越河上 以船为家 最适合将来的桃梁海域 这座港口是巨大的 没有这些曹公绝对运转不出来 而我们是这座港口的缔造人 以后啊 就是这座港口的管理人 这些曹公都会成为我们治下之民 一元路张开双手 做出拥抱的动作 他的脸上神采飞扬 闪烁着莫名的光彩 他的仕途之路将从这里腾飞 这是你不是我 我和你不同 看着光彩照人的尼远路 沈廷阳黯然失神道 尼远路不解地看向他 你是进士 身上有着官身 是户不主事 前途远大 而我呀 只是区区一个奸生 这次之所以能和你共事 不过是仗着对海运的了解 才占得先机 但对海运了解的 又不是我一个人 沈廷阳失落到 实际上 这段时间已经有人找过他了 有的是和家里生意上的合作者 有的是当地的有名士绅 还有他的师长和同乡 这些人都在向他灌输一个观点 你是奸生出身 在仕途上走不远的 不如将来将这个位置让出来 让给亲近的人 你还能落个好 至于怎么让 这些读书人有的是办法 冒领 记名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原来 你在担心这个 看着好友迷远路 忽然失笑起来 你呀你 还是没看透啊 他转过身 背着手 看着眼前热火朝天的建筑 以无比昂扬的声音说道 陛下既然给了你 寻言御史的职位 就不会收回去 这是你的功劳 也是你的近身之介 陛下 不会忘记你的 想当初 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 我猜 说到后面 泥远路声音有些低了下来 似乎想要说出什么 较为隐秘的事情 但这时 却忽然被一声 哈哈大笑打断了 原来 二位在这里呀 魏国公 徐鸿基 哈哈大笑着 大踏步而来 他的身后 还跟着几位 行人司的立员 当然 现在 行人司并入义部 成为其下属部门 应该称作 义部立员 对于这些人 泥远路可不陌生 因为修建港口的事 他时常要和上面联系 因此 频繁和义部 传递消息的人 打交道 原来是魏国公 国公也此次前来 是有带来什么好消息吗 泥远路笑着迎了过去 因为二人需要东奔西跑 联络各地 居无定所 不如 有着固定军营 驻扎的徐鸿基好找 因此 一般来说 朝廷传递过来的命令 都是先到徐鸿基这里 然后通过徐鸿基 再联系到二人 事宜 每次都是徐鸿基找过来 因此 泥远路才如此戏称 当然 也不算是戏称 一般朝廷下来的 都是好消息 因此 对于泥远路的称赞 徐鸿基 倒也坦然受之 这一次啊 真的不详你们 绝对的好消息 大大的好消息 徐鸿基笑着 就让开了身体 他身后 一步的丽远走上前来 将公文递了过来 公文并不保密 因此 徐鸿基提前看过 当然 按照规矩 一步的丽远 必须将公文 原件送到当事人手中 所以 还会跟着徐鸿基过来 而不是由他转达 这是 接过公文后 两人立刻迫不及待 看了进来 然而 看完后 两人表情 精彩万分 沈亭阳意外中 夹杂着惊喜 而泥远路 却是高兴之后 残留着失落 完全和刚才反过来 你说 我 然而 等回过神来 沈亭阳却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 自己这个好友 若不是 泥远路 将他写的东西 上达天厅 让上面注意到 绝对没有他现在的风光 但最终 官职下来后 却是自己 管理港口和海运 独占了两人 共同的成果 而泥远路 却被调走 去了其他地方 这让沈亭阳 有种背叛的感觉 这种感觉 让他无法面对 自己的好友 脸色 不由羞鹤地 红了起来 沈兄 无需如此 在哪里 都是一样的 说到这 情绪低落的泥远路 也再也说不下去了 说不失望 丧气 是不可能的 整整奋斗半年多 结果到最后 自己却被一脚踢开 这种感觉 真是无法形容 失落 失忆 绝望 种种词语 都无法形容 其万分之一 怎么 倪先生 是不满意了 徐鸿基 看着眼前的场景 不由得哭笑不得 他想死了 倪远路的职位 结果在人家眼中 却是一文不值 脱宫爷 有何见叫 倪远路 也是个灵力人 立刻听出 徐鸿基 话里有话 事情 似乎有所转机 他不由得连忙 脸带蹊跡地拱手询问 当然了 这可是一个 大大的肥缺呀 徐鸿基 满脸感慨和羡慕 公文上 两人都是 闲职一样的 督察院督御史 正无品职位 而实际差事 一个是 总理上海港和海运 一切事物 一个则是 总理 长炉盐厂 大小事物 长炉盐厂 是什么东西 倪远路 自然清楚 那虽然是个好去处 然而 上下同流合污 以盐厂 发家致富 若是他老了 奋斗不动了 这里自然好 捞一笔银子退休 但是 他现在才三十多岁 正是奋斗时候 刚干出一番事业 这时候去养老 真是比杀了他还难受 若是问别人 你还真得不到消息 便寻整个江南之地 此刻恐怕只有本国公 才知道一二啊 徐鸿基得意地笑道 还请国公一指点 倪远路 再次弯腰拱手道 且听我道来 徐鸿基拿巧了一业 得了个人情后 也不再卖关子 而是将长炉盐厂 内幕消息 一一道来 虽然在静难中 魏国公 定国公 两家因意见不同 闹起了龌龊 然则 那毕竟是祖辈的事情 到了后来 两家的隔阂便被时间冲淡 毕竟都是流着同样的血 要和解起来很容易 而这次 长炉盐厂的廉价盐南下 便是以他们两家为主 伙同那些开国熏贵 一起来办 当然 虽说是伙同 但其实是两家 带着其他人玩 开国熏贵 真的是死得差不多了 当初那些牛逼人物 在老猪的大刀之下 死伤惨重 后代都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不过 实力是有的 毕竟两百多年了 虽然起起落落 但总能攒下些东西来 不然 两家人还真不会带上他们 徐熙的死 让徐鸿基很伤心 这更多的 却是安心 有了长炉盐厂 这么一条路 总算保住了 这一场富贵 地位他们有 人他们也有 唯独没有的 也就是钱了 这年头 没钱 什么都干不了 包括国家 也是如此 有了钱 以他们的钱藏实力 很快就能兴旺 发达起来 更关键的是 自己等人 搭上了皇帝的车 什么东西 都比不上皇帝的看重 和皇帝站在一起 才能笑到最后 这是无数历史证明过的 炎法 无诗文意尽的经言 长炉盐南下 以长炉为根基 并吞天下产炎地 整顿炎法 一元路嘴巴中 喃喃念叨这听来的词汇 眼神越来越亮 山崇水赴遗无路 有暗花明 又一村 原本以为 是被人丢到绝地 但没想到 转机就在其中 整顿天下炎法 看起来 这项事业 比港口 比海运 小不了多少 更重要的是 这是皇帝钦点 说明 皇帝认可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去开疆拓土 只要自己做好了 前途无量 而且 炎法蕴含着大力 只要做好了 必然能成为朝廷的钱袋子 手握大钱 地位自然水涨 船高 多谢国公爷为在下解惑 这个人情在下呈下了 一元路真心实意地感激道 他的确好好谢谢徐鸿基 若不是对方解惑 心头愤懑下的他 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呢 到时候 好事变坏事 等知道真相后 他追悔莫及 先生客气了 本国公只不过是 透露一点小消息而已 这些本国公不说 先生也会知道的 徐鸿基畅快地笑了起来 眼睛都眯起来了 若是先生念今日之情 今后稍微照顾一二就可 要知道 等过段时间 长庐研厂建设完毕 可就是他们两家人 背靠长庐南下征战的时候 那个时候 长庐的支持就非常重要 而身为长庐研厂的管理者 一元路的意志 就决定长庐的支持力度 此刻在对方还未上任时 就能结下善缘 在徐鸿基看来 极为华得来 而且一元路 自然也乐得和对方结交 魏国公在薰贵中地位颇高 和另一伙静难薰贵 关系也不错 有了他的亲近 今后和薰贵打起交道来 会容易得多 虽然自己是根本 但还是要靠这些人卖言 只有卖的多了 为朝廷提供的钱多了 才能展现自己 博取更多政治资本 应该的 应该的 一元路和徐鸿基一起大笑起来 一时间 整个工地上充满欢声笑语 那是试图通畅 青云直上的得意之笑 有人得意 自然有人失意 行师 太学门口 李延满脸失落地站着 看着一个又一个的举子 走入其中 而自己却无缘得入 当真是痛苦无比 李兄 不必如此 不过是区区一场太学试而已 别看这些人得意洋洋地进去 等一下 还不知道落选时 是什么模样呢 旁边 牛金星不停地安慰对方 试图让李延开心一点 他们再怎么样 也比我无法参加太学试要好 李延黯然神伤 今日是太学试开考的日子 很自然 空无一人的太学中 充满了办事和维持秩序的官员 直到这时候 李延才能确认 自己没有进去考试的资格 考试需要举人功名 而李延恰恰没有 他最高是奸生 还没有入学 也就没有毕业 没毕业的奸生 自然没有举人之名 就算毕业了 能不能进去考试 还不一定呢 毕竟 之前的奸生 可是给皇帝留下了 极其恶劣的印象 当时的国子剑 就是因此败落下来 这次太学考试 可是没有一个奸生来考 李延是唯一 和奸生沾边的人 尔等可是参加 太学试的举子 为何还不入内考试 忽然 一个声音传过来 随同一起的 还有很多人脚步的声音 李延一抬头 却看见一个 胡子花白的老人 身着三品朝服 走了过来 他的身后 还跟着许多官员 其中 就有他今天 见过的办事官员 正是从他口中 李延得知 自己无法参加考试的 确切消息 我 李延还未开口 后面的官员 就将事情详细说了一遍 此事 发生在今天上午 他可没忘记李延 以非举人 无法参加太学试 这是陛下定下的规矩 本官也无法更改 杨赫看着李延 和颜悦色道 定下举人这个标准 无非就是怕太多人参加 大人 我从河南一路走来 为的就是参加太学试 请大人开恩 李延立刻恳求道 本官也无办法 杨赫摇摇头 只能狠下心拒绝了 但他忽然又想起 另一件事情 对李延道 太学试 你是无法参加了 但隔壁的五院试 你却可以参加 如今 他们那里也正在招生 五院试 李延疑惑道 没错 太学毕业后入官场 而五院毕业后 入军中 回军官 杨赫解释了一下后 便离开了 考试马上开始 一个还未入学的奸生 不值得他浪费太多时间 李兄 李兄何不试试 牛金星劝了一句 便迅速离开 他也要参加考试 五院试 李延眼神仙是一阵迷茫 继而坚定下来 他整理了一下仪容后 脉步走向太学隔壁的五院 寒风萨萨 呼啸不停 然后 有人却丝毫不觉得冷 冒风而令 真的是人才匮乏呀 初尤简背着双手 立在平台上 看向前方 他的身后是前经门 前方是剑极殿 望向高大威额的剑极殿 他的神情是说不出的郁闷 大明现在真的是人才匮乏呀 当然 不是说没有人才用了 而是人才都有了去处 那些历史上有名的崇祯明臣 现在还资历海浅 例如孙传廷和卢相生 朱尤简更想磨练磨练他们 以便将来大用 再说了 人事升迁自然有一套制度 不可能你觉得这个人好用 有才就骤然提拔到高位 种种情况下 就变成了朱尤简现在的样子 一部空缺尚书一名 还未组建的商部 也没人负责组建起来 内阁连续推荐几个人 他都不满意 不是嫌对方资历浅 就是嫌对方能力不够 再不就是名气不大 他都没听说过 当然 他不是没有人选 只是在犹豫 到底用不用 周延如和温体人当初在户部 还未拆分时分别是左右侍郎 后来户部拆分出金部 于是温体人就去了金部 周延如留在了户部 如今两部尚书空缺 这两人自然非常感兴趣 他们身为侍郎 坐满了一年多 勉强也算是有资格 他们都是青壮派 在如今朝廷大臣日益空缺的情况下 资历问题倒不重要 关键是他们历史上的名声 两人可都是被载入了名史 奸臣传中的 这样情况下 让朱有剑根本不敢用 当然 这种想法和是非 观在皇帝这种生物面前 显得非常可笑 对于皇帝来说 人只分有用和没用 从来不是中间所能划分的 罢了 给你们一个机会吧 朱有剑长出一口气 将心头沉重给抛去 这么久了 他还是没能完美适应 皇帝这个身份 行为和语言 还是会受到后世影响 不过这样也好 更像一个人 而不是名为皇帝的生物 周延如和温体人都上书过 说了一些东西 不过 奏折篇幅有些 说得不清不楚 朱有剑打算 给他们一个奏对的机会 来看看 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 将事情做好 传召 周延如和温体人 清幽的声音 从刀台上飘落 让依靠在玉石栏杆下 一直等待着 都有些走神的方正化 瞬间一个息灵 整个人顿时清醒过来 遵命 陛下 方正化低头垂手行了一礼 然后迅速朝着宫外行去 方正化离开后 一对对一仗登上平台 帷幕立起来 将寒风合掘在外 探盆点燃 几乎是青刻之间 这里就温暖起来 瀑布衙门 一名身着青蓝色服饰的小太监 静止走入其中 找到坐牙办公的周延如 周大人 陛下传召 入宫奏对 为臣遵旨 周延如微微一失礼 整个人直起身来后 浑身上下 升腾起一股凌然之气 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这一刻了 整了整衣冠 让整个人看起来干净 整洁 不会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后 周延如才跟着小太监 慢慢地走入皇宫之中 两人一路穿门过殿 却是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这是一处高台 位于建吉殿后面 旗下有玉石栏杆 左右有两个小门 此地名为云台门 又名平台 是祖兰市县 隔绝内外的建筑 同时在这里 皇帝也会召集朝臣 咨询国情 视为平台赵队 这个制度 从永乐迁都京师后就有了 一直延续下来 直到万历代政 才逐渐消失 直到崇祯上台后 又重新启用 金上乃贤圣帝 更喜欢在东暖阁内 召见群臣奏队 讨论情况 像今天这种平台奏队的节目 还是第一次 绕过建吉殿后 周延如已经看到了 平台上的明黄色围蔓 那是皇帝的仪仗 浩大的仪仗 将寒风挡在了外面 随着逐渐接近平台 周延如的心 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 陛下 这是要在平台召队呀 这可是本朝第一次 然而 当靠近之后 他的脸色猛然阴沉下来 除了他之外 皇帝还召见了另一个人 金布侍郎 温体仁 他自然认识对方 而且在户部 两人也有不错的关系 京城合作 在顶头大老板 毕自言的压迫之下 共同反抗 啊不 是工作着 然而 反倒是分开后 两人的关系 隐隐有了变化 书里乃至隐隐地对峙着 八个部门的侍郎 配席的不多 有的甚至没有 而周延如和温体仁 乃是剩下侍郎中的佼佼者 若有提拔外放 定是从他们之中选择 这次 就是最好的名证 或许是因为这个 历史上 曾有一段 合作时间的两人 这次的确 直接走上了 相互敌对的路线 人到齐了 二位随咱家上去吧 早就等候的方正化 看着后面来到的周延如 笑眯眯说了一句 然后 转身 踏上了汉白玉气城的台阶 陛下 周延如和温体仁带到 来到维曼处 方正化停住脚步 通秉了一声 进来吧 里面传来一个年轻清朗的声音 周延如和温体仁 闻言也不犹豫 推开不但晃荡的思涛 踏步而入 刚一进来 两人就感觉身上衣暖 本来冰冷的手脚和面颊 也变得舒适轻松下来 维曼周围 放着七八个碳盆 红的旺火和木炭 正在发着热量 驱散寒冷 在这个温暖的空间中 皇帝居中而坐 身前是一盆 烧得正旺的碳盆 左边的矮脊上 摆着一些蜜剑 刮果香明的 身后是八名 充满草原风情的丽人 充满汉风的服饰 穿在他们身上 充满了另类的风情 让两人 不免多看了几眼 听说 是从草原上 掳掠来的美人 都是头人贵族的 妻妾子女 据说 还有林丹汗的福尽 两人脑海中 闪过了这个念头后 便朝着最中央 坐在椅子上的年轻人 齐齐拜下 悲臣参见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两人 巨都非常正式的行礼 起来吧 朱尤简抬起头 看向二人 目光缩寻了一阵后 最终 还是落到了 周延如的身上 周延如非常年轻 年仅35岁 这个年纪 放在满朝官员中 所谓非常年轻 比和他同等地位的温体人 小了足足20岁 他的年纪一向是其他人羡慕的对象 也生动地诠释了当官要趁早这句话 周延如人聪明 善于洞察人心 而且又年轻 非常的有冲劲 有冲劲是好事 能让人干活有劲 但往往也是坏事 让人不安于现状 不没守成规 为了获得更快的发展 周延如干了一件很出格的事 他向崇祯禁言 两人单独密谈了很久 随后 当时礼部尚书的周延如 搬到了千千亿 次年入阁 便担不久 随后 担不久 担任首府 崇祯登基初期 宫中充满了诡秘 而且 从登基过程来看 崇祯地位虽然稳固 但得位不正 很多人对他登基 充满了微词 周延如正是抓住这一点 于是进了谗言 随后 在崇祯继位初期 便开始声势浩大逆案 无数人被牵扯西中 整个朝堂来了一次清洗 至此之后 崇祯才自觉坐稳了皇位 当然 历史上 关于崇祯和周延如 谈论了什么 乃是一桩迷案 并无人知晓 之所以有上面的说法 也是朱友简 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出来的 看着周延如 朱友简目光 有些复杂 这次 你又想 怎么打动我呢 对于商部 你打算 如何建立 完善 带着探寻的目光 朱友简 问出了自己的问题 这个问题一出 周延如还没怎么着呢 问题人 却是心中一阵闪现 他的目的 其实 也是商部 不用说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管理天下商业 商人的商部 可是真正的废靴呀 大权在握 银钱不靴 只要政策 稍微倾斜一点 自家的产业 将会吃到有多少 稍微有点长远目光的人 都会将目标 定在商部身上 更不要说 周延如这样的 官场骄子 自然 必然入阁 执掌朝政的人 陛下 阴下之物 大凡都是从土地而出 痛恶住了土地 也能把握天下之流通 周延如 淡笑着开口 自信的笑容 让他看起了 充满了魅力 看着风采 赵人的周延如 朱友简并无所动 这句话 在他的奏折上 就出现过 也正是因为 盼着有点心意 才有了今天的赵队 接下来 周延如开始详细讲解 自己的方案 商部 无非就是 加强对天下商业 商人的控制 以及引导 对于引导 周延如并无什么见解 他甚至 有些不太理解 这个引导是何意思 要做什么 才算是引导 倒是对于控制 他颇有几分心得 在他看来 天下所有的东西 都是从土地中所出 只要将土地控制住了 监控那些 作物的流动 自然能把握住 所有商业行为 如此 能为商税的征收 打下基础 所有店铺 商人 商业行为 都将无所遁形 再也不能如现在这样 肆无忌惮地 偷水漏税 其具体做法 就是参考了 朱油简的 青楼牌照制度 凡是种植粮食 以外的农田 必须报备 向官府申请牌照 获得 种植经营的资格 用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营业执照 有了营业执照后 才能开垦土地 种植经济作物 而通过这些经济作物 可以顺藤摸瓜 出一整条产业链 而想要 在这条产业链上生存 同样 必须具备营业执照 如此 确定了人员 产业 地点之后 便可以开始 征收商税了 在这种制度下 所有商人 都无所遁形 周延如的讲述 在朱尤俭听起来 有些含糊不清 模棱两可之处甚多 然而 在朱尤俭耳中 很多地方 却和他不谋而合 比如营业执照制度 已经初步摸到了 工商馆里的门槛 朕明白了 朱尤俭轻轻点头 皇帝轻飘飘的姿态 让周延如忽然有些泄气 他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精心准备的内容 皇帝却不感兴趣呢 虽然还很粗糙 还有很多漏洞之处 但其心意跌出 而且具备可行性 皇帝应该会感兴趣的呀 你看看这个 朱尤俭并没有体会到 周延如的心理活动 而是轻轻从旁边 抽出一本草草装定的书 递了过去 方正化将书结果 递给周延如 周延如一愣 有些迟疑地借过书 看了看名字 他疑惑地念出来 公司法 这是写在封皮上的三个潦草大字 公司的称呼 周延如听过 因此 倒也不陌生 他翻开来 这本草草写旧的书 目不转睛地看起来 里面的内容很枯燥 而且大多是一条条公文条款 说是旁人看来绝对会打瞌睡 但是 落入周延如眼中 却是一片惊雷四起 里面的内容 完全是他排照制度的升级化和细化 更有甚者 里面很多随手写旧的潦草概念 完全超出他的想象 比如 对公司和银行的结合 对税收的征收 以及交通和商业的概念的 里面 不仅有对商业的管理 还有对商业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交通 生产技术 专利 大规模生产等等 超前概念 冲击得周延如思维 几乎混乱 他此刻才发现 自己所想 和这本书中所写的东西 完全不值一提 同时 更是大大拓展了他的事业 他还是头一次发现 前货流转当中 竟然有这么多门道 怎么 看得懂吗 朱友姐问道 周延如年轻 又是状元出身 非常聪明 接受能力也强 本身 也洞察人心 有着很强的观察力和实践能力 非常适合商部尚书的职位 只要吃透某些概念 绝对称职 只能看懂一小半 周延如忍不住老脸一红啊 来的时候 牛逼哄哄的 结果 却连皇帝给的书都看不懂 实在是太丢人了 完全吃透 需要多少时间呢 朱友姐再次问道 很久啊 估计需要一辈子 周延如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 听到这儿 朱友姐见识一愣 随后才想起来 自己在写的时候 除了公司法的条例内容 还随手写了一些东西 就在他愣神时 周延如再度笑起来 不过若是学到组建商部 担任尚书的水平 只需要三个月即可 三个月 朕给你 听到这儿 朱友姐忽然笑了起来 从今日起 你就是商部尚书了 三个月后 朕 希望看到你的成果 皇帝和周延如 相谈甚欢 温体人 一直看在眼中 虽然心中嫉妒 但他却一丝都被表露出来 论到隐藏心思和城府 周延如给他提携都不配 也正是因为靠着这一点 在历史上 温体人最终能将周延如拉下马 自己踩着尸体 登上首府的位置 并成为 从真朝时间最长的首府 等到周延如带着一本书离开 皇帝目光投向自己后 温体人精神一振 明白过来 自己的机会来了 详细说说 你在奏折中所写的事 朱友姐看着 年纪比较大的温体人 臣遵旨 温体人抖擞着精神 开始将自己想法 合盘拖出 可有才华的周延如不同 温体人并无多少自创的东西 都是总结前人所得 推臣初心而来 而且他和周延如不同 关注点不在控制 而在引导和促进上 没错 温体人也描向 上不上书 尽管这个职位已经落到周延如身上 但温体人丝毫没有韵色 头齿清晰地说着自己的所思所想 他的想法没有着落在国内 而是落在了新出现的海运上 海运并不是新出现的东西 早在正和下西洋的时候就开始了 温体人的想法就是从正和下西洋中得来的 海运的出现 海运的出现势必领南北双方交流加强 到时候北货和南货都能快速流通 卖到以前很少去的地方 以上海港为终点 沟通天津和广州 整个南国大地都将在朝廷的执掌之下 而有了这条道路 商业势必将会繁荣起来 而一旦将海运推广开来 船只增多 到时候又不知道是何等情形 说到这儿 温体人的干货没了 他的话头一转面向了南洋 这些地方都是正和去过的 朝中都有记载 等到船队增多 朝廷便可派遣船只去交通联络这些地方 令他们重新臣服 并献上贡物 温体人是知道 皇帝不喜欢小国那种来精师交换的朝贡 因此 这里特地说明 贡物一部分是献给大明的 更多的一部分 则是拿出来和大明的船队交易 当船只多出来后 整个南洋都成了大明的商业范围 和大明做着交易 这时候 士伯斯必然昌盛 关税必然会增多 成为朝廷的钱袋子 说完后 温体人停下了讲述 之后 满脸期待地看向皇帝 看着安静下来的温体人 朱有俭目露沉思之色 不得不说 温体人所讲的内容 令他有些失望 这两个崇祯朝有名的奸臣 此刻在他面前 却展露了不同的一面 周延如激情昂扬 才华四溢 虽然不成熟 胆气眼光和胆略以及创新 令朱有俭眼前一亮 至于温体人 他所说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东西 士伯斯 关税 南北海域 都是他将要去做的东西 而有些东西已经在做了 全束手腕上 温体人更高一筹 但对于此刻的朱有俭来说 周延如的才干明显更突出一些 作用也更大 在皇帝沉默的时候 温体人已经意识到 事情不好了 显然 自己的奏对令皇帝不太满意 完全没有 如同刚才周延如那样 皇帝接连不断地询问 该死 必须想办法补救 温体人在心中焦急道 奏对既是机遇也是危机 奏对的符合皇帝心意 自然飞黄腾达 而一旦 无法切合皇帝所思所想 那么今后都不要想有什么发展了 就在官场上沉沦下去吧 今天 一旦就这么从这里离开 金部侍郎就是温体人最后的官职 商部不要想了 但义部也许可以想想办法 义部义部 温体人在心中一遍一遍念叨着 大脑飞快运转下来 拼命地想破着格局 就在此时 皇帝似乎结束了沉思 慢慢抬起头来 想要说什么 巨大的压力 随之扑面而来 温体人心中大忌 而就在皇帝开口 将说未说之际 他脑海中 忽然灵光一闪 有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陛下 老臣还有一言未讲 温体人悲快想到 终于 抢在皇帝开口前 将话说出口 话被人堵在口中 让朱友谨翻了个白眼 差点把人噎死 说吧 他没好气到 孙密 本体人整理了一下语言 将刚才想说的东西说出来 他想到的其实很简单 不过是 木轨马车民用化而已 反正除了运兵运送物资之外 木轨马车的使用 其实非常少 并不符合花费大价钱 建造出来的初衷 在平时并不是急用的时候 开放木轨马车 来进行货物运输 其中 节省的运输成本 想必会有无数商人感兴趣 由此 义部可以收到一笔费用 利用这笔费用 可以继续拓展木轨马车的范围 同时 那些归属义部的义战 也可以利用起来 包括义族也是如此 可以送公文 也可以送信 义战可以驻官员 也可以驻百姓 官道开放 义战民用 义族寄信 这些都能民用 然后赚钱 然后投入扩展 形成一条完整的系统 同时 还可以拓展海运 将刚成立的海运公司 纳入义部管辖 归属到一个体系内 义部也要成立 自己的运输马车队伍 平日也可以外包 一旦有朝廷大规模运输任务 可以迅速投入 而这种运输正战点的设置 是可以将兵部也纳入进来的 温体人一口气说了很多 剪得很凌乱 但朱有俭却听懂了 他的说法 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 还算有心意 但对朱有俭来说 也就这样 无非是建立一个 覆盖全国的流通网络 囊括人员 货物 信息的流通网络 这个工作很难做 需要大量的精力投入 和细腻的心思 做起来很慢 出工具也很慢 很少有人愿意这么做 因为吃力不讨好 不过既然温体人提出来 那想必愿意一试 虽然朱有俭对他的才能 不是很满意 但无人可用之下 不妨一试 你愿意做 他还是问了一句 老臣愿意 温体人长松一口气 至少上书的位子是稳了 随后 他又露出一抹 意味深长的笑容 一步 未必没有大利益 这种交通运输 网络运用好了 其利益必将极大 好 朕就将一步交给你了 希望 不要令朕失望 最终 朱有俭还是点头 下达了任命 太学 原本空旷的学院 此刻已经全部被人填满 在这里考试的举子 差不多一千人左右 就这 还不是天下所有举人 一些偏远位置的省份 一些没有准备的 一些消息不太通畅的 这些举子都没有 能来的 都是距离京师比较近 或者江南之地 交通发达的举子 就这 也来了上千人了 对于这个数量 朱有俭已经很满意 他并无意重开科举 能来这么一千人 足够他筛选人才了 一千间房间中 无数举子端坐着 一些小例 开始颁发试卷 每个房间 都有两个监考人员 而在外面 也有寻考的人员 这次主持考试的 是以太学祭酒的杨鹤为主 礼部为府 因此 一些本来定好的东西 却是有了改变 陈真慧正金威 坐在教室中 目不暇视 前方 一个监考人员 正在讲述考试规则 和以往会试不同 太学士 只考一天 中午 由太学 提供食物和水 中途可以上厕所 由监考老师代句 而考试内容 只有一项 策论 从十个题目中 选择三个 作为策论答题 写完后 当场交卷 时间为落日之时 这个规则一出 无数举子顿时叫嚷出来 他们根本不知道 怎么写策论 他们只会八股 却不会策论 他们会破八股题 却不会审策论题 杜敬 再有吵闹者 赶出考场 考官虎目一蹬 就将这些抱怨的人 给镇压下去 这本就不是会试 只是 太学的入学士 想怎么考都可以 当然 在这些喧哗的人当中 还有些人 一点都不意外 他们 有自己的渠道 早就得知了考试范围 具体题目 他们不知道 但大致范围和形式 却都知道 也因此 他们有了针对性的准备 安静地等待考官 发卷子之余 陈真慧 转头看了看 教室中其他人 除了他之外 还有几个人 非常安静 一点也不惊讶 这是松江陈子龙 似乎看到了一个熟人 陈真慧有点意外 陈子龙在松江府 或说整个南直立 还算是有点名声 从为青年后起之秀的 陈真慧 见过他一两面 见他望过来 陈子龙礼貌地点头 算是制衣 等到卷子发下来之后 双方默契地低头 开始答卷 不过 等到清楚 考卷上的题目后 两人齐齐吸了口凉气 感觉牙有点酸疼 这些题目 就没有一个正常的 策论 他们不是没写过 但大多 只是给一个范围 让自己发挥 比如编室 正式的 而考卷上的十个题目 却写得很详细 甚至具体到了某件事情 比如朝廷占据规划成后 所带来的影响 比如睡法 比如伤睡 每一个题目都非常明确 有具体的导向 甚至可以说是点名导姓 而且非常切合实际 很多都是当下士林争论的热点 这样的题目该怎么答呀 是该抨击呢 还是赞扬呢 亦或者就事论事 还是往正方引导呢 还是往反方引导呢 陈真慧和陈子龙 看得十分牙疼 这题目没法答了 隔壁教室的吴伟业也是如此 他整个人都呆傻掉了 十道题目全都是策论 而且都是非常实际的 政务军事经济问题 却没有一个 关于人文或者文学性的 吴伟业后来和钱千亿 宫顶念号称江左三大家 可见其在文章上的造诣 然而 面对不需要文学造诣的策论 他马爪了 能策论怎么写 他都不知道 但围绕着十道题目的策论 该怎么写呀 和抓狂的吴伟业差不多 不光是知道些内幕的人 那些不知道的橘子 几乎都快疯了 他们宁愿回去写十天十夜的八股文 也不愿意写三篇策论 尤其在考题卷的最后 特地著名了一句话 须言之有误 言什么误啊 这些都是关系到国际民生的大事 岂能是我们一个小小橘子 所能智慧的 那是内阁大佬们要考虑的 不是我们 很多人都想将笔一拍 就这么走人 但他们却又舍不得 眼看科举重开 遥遥无心 这太学士 可是最近唯一能入室的途径 谁愿意走啊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如今朝廷确认 不说地方上 中央几个部门 连两个侍郎都配不及 只要自己入了官场 定能得到重用 这么一想 更没人愿意走了 也要坚持 再难写 也要坚持下去 写吧 无数人心中 闪过这么一个念头 端做好言好没 铺开草纸 开始选题 十个题目 只要写三篇就好 自然要选一个 自己最擅长 最能发挥的题目来 等看完题目 一些人不禁清醒 幸好平时都有阅读 帝国日报的习惯 报纸上刊登的很多社论 以及建文 此刻都成了他们最好的素材 不至于一点东西都写不出来 陈子龙坐在位置上 看着眼前的题目 目光缩寻了一会儿后 终于落在了第一个 论税收的意义 这并不是一篇纯粹的实证题目 更多的是理论上的东西 和过往的政策命题有些相似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这玩意儿很好写 税收 再怎么绕 都绕不过伤税 同时还有线下的 世身一体纳粮制度 这个制度 只是刚刚施行 虽然 偏大的地方 当然是北直立 而南方 仅有一个长州府 这个制度 无数人都是抵制的 他们这些举人 就是其中的最大阻碍者 写这个题目 自己到底该怎么写 吴伟业看到这个题目 摇了摇头 离开了目光 陈真慧看到了这个题目 想了想 这题目也很不好写 他本身理论功底并不强 还是不要碰这种题目好了 有个进入督察院的老爹 他对朝政比较熟悉 那些具体实证的题目 比较适合他 唯独陈子龙 目光复杂地看着这个题目 脑海中 闪过自己这两年来的经历 自己所作所为 自己的所见所闻 最终化为一道 坚毅的目光 有些事情 总要有人说出来的 平台上 朱有俭出了违慢 他背负着双手 看着温体人离去的身影 目光有些复杂 周延如负责组建商部 温体人负责异部的深化建设 这两个人同时为一部上书的情形 在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此时启用他们也不知是好是坏 还是人才匮乏呀 朱有俭再次发出这个感慨 若是有足够人才 他才不会冒这个风险呢 对了 今天好像是太学士开考的时间 也不知道考得怎么样了 讲到这儿 朱有俭抬头看了看天气 不知不觉间 时间已经来到正午 考试应该已经过半了吧 下午休息 晚上有的忙了 朱有俭扭了扭脖子 和周延如两人谈论了这么久 脖子都有些酸痛了 和科举不同 第一次的太学士 他打算自己来阅卷 筛选出最有用的人才 这是太学改制后的第一批学员 也是最早补入官场的人 他希望这第一批学员 能够树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为以后这种大学模式推广 打下基础 当然 他阅卷不是要看所有的 而是让私里间整理 筛选出那些言之有物 言论观点新颖 切合实际的卷子 这个工作可不能交给文臣 若是让他们自己阅卷 恐怕选出来的 还是擅长八股的文人 这可不是朱友简能看到的 活动了一下身体 朱友简离开了平台 随后 上面的东西全部被撤出 不过 朱友简说是下午要休息休息 去黎园观看表演 但最终 他还是没有去城 他正和王承恩聊着 了解御马舰组舰的情况 以及对新兵的训练情况 怎么样啊 御马舰的架子打起来了吗 朱友简又来到歪脖子树旁边 说起来 这还是他回来后第一次来到这边 差不多了 王承恩笑着回答 皇帝出征后 他可没闲着 除了要关注新兵和经营的稳定之外 投入最多的就是御马舰的组舰了 御马舰地址并未搬迁 还是在宫内 但里面的情况却大变样 原本的房子被翻新重建 全是用水泥搭建的三层小楼 话说 这还是第一次水泥应用在了皇宫的建筑当中 不少人都看得稀奇一样的去看过 包括皇后田秀英 当然 随即机构规模的扩大 原本的土地根本不够 李草兰场在这种情况下被撤销了 上面盖起了一些建筑 整个御马舰也被围了起来 和其他通在此地的内庭机构区分开来 门口是合枪实弹的士兵站岗 看起来宿目很多 皇宫中当然还养马 不过已经不是御马舰负责了 而是交给了其他负责皇帝出行和用车的机构 御马舰如今已经成了一个专职的军事机构 在这个总体称谓下 王承恩设置了好几个机构 参谋部 文书部 监察部 情报部等几个部门 当然 现在只是草创 只是将最主要的机构搭建起来 今后还会调整 差不多 朱尤简想了想 还是点头 这些部门的设定倒是比较符合他的想法 到时候 后勤装备的都可以甩给兵部 御马舰抓好兵权 专司作战就行 御马舰和兵部联合掌军 算是比较合理的模式 当然 最重要的军队指挥权和人事建设权都在御马舰手中 这也足够了 朱尤简可不能保证 若是将所有权力都收归御马舰后 以后的御马舰掌业都是忠心之人 如今 这样分而置之 很好 等朕和内阁商量 分割了军权后 御马舰的体系 差不多可以稳定下来 朱尤简说了一句 便不再多言 军权这种东西 没有人可以和他商量 随后 他又问起来 最为关心的改编工作 这项工作在他回来后就开始了 如今 一个多月过去 差不多完成了 而结果也不出他所料 前几日的确完成了 大军出征 新兵并不是无人训练 只是很慢 不过再慢 在他们回来后 基础的队列训练是完成了 随后 朱尤简也不等他们进行技能训练 直接将人给发下去 先整编 整编完成 在由各自的连队操练 五万人的陆军 大概是一个军的编制 当然 军这一级作战单位并不组建 目前主要以师的形式存在 其中 主要分成步兵师 骑兵师和炮兵师 步兵师一万五千人 骑兵师和炮兵师都是一万人 这次的编制中 取消了五掌的设定 最低的官职是十掌 最后以三三制 往上增长人数 到了团一级 正好一千人 旅一级是三千人 是三三制的最后级别 后面就是大边制了 一个步兵师 则是三个步兵铝 一个骑兵铝 外带一个炮兵铝组成 建制非常全面 是独立作战的基本单位 目前陆军的五万人中 共划分了两个步兵师 一个骑兵师 一个炮兵师 满贵为步兵一师的师帅 赵帅教为步兵二师的师帅 曹文照为骑兵一师的师帅 黄德公为炮兵一师的师帅 至于镇守规划成的曹辩教 则是骑兵二师师帅 如此便完成了陆军的体系整编 这大概算是最后一次了 具体的军制就此设立 若是再有变化 也不过是战术战法的变化 却不会是军队制度的变化 陆军目前虽然刚好一个军的编制 但并未设立军一级指挥机构 即使为安全考虑 也没这个必要 师一级足以应付大多数情况 而军一级只有在镇守某种大型区域 或者打一场重型战役 或者和敌人对峙时 才有组件的必要 完成的不错呀 听了王承恩工作汇报 朱友简兴致不错 军制定下来 以后扩边九师 从一师到二师 再到后面 若是要组建军一级作战单位 直接抽掉组成就行 未来两百年的作战方式 护兵师 骑兵师 炮兵师 足以应付了 技术在发展 无非是多个装甲师而已 兴营方面呢 朱友简掠过陆军 询问起了另一支军队 他记得 自己让赵帅教留下来的 就是为了插手京营 将这个十万人的庞大军队 纳入驭马舰的体系下 进展顺利 说起京营 王承恩不禁露出一抹笑容 在他的讲述下 朱友简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 在面对赵帅教和王承恩的身手之下 兵部尚书李长庚和王在进 根本没有做丝毫抵挡和拖延 任由对方接管和执掌经营 原本 王承恩只是以为 内阁如此退让 是因为皇帝不在京师敏感时期的不得已 但没想到 皇帝回来后 内阁依然对京营不闻不问 丝毫没有讨要回去的打算 这时 王承恩才明白过来 对方是放弃了对京营的执掌 默认了现在的局面 因此 对京营的接掌 玉马舰十分顺利 在自身整编的同时 而以顺势对京营 进行了一定的整编 当然 十万经营只有步兵师和骑兵师 没有炮兵师 总共有六个步兵 一个骑兵 当然 只是挂着名号 马匹没有 火枪没有 铁甲没有 大炮没有 有的只是一身军服和长矛 而目前 经营演练也只是单纯的长矛方阵 做的更多的还是训练演习 没有火枪的长矛方阵 纯粹就是个靶子 并无多大用处 只能用来对付百姓 毛贼和一些流贼起义 上战场是不要想了 做做京师的束手和巡逻 还是不错的 陛下这次带回来了很多马匹 微臣想先将经营的骑兵师 给武装进来 毕竟很多时候都需要骑兵去做 王承恩微笑道 京师很大 巡逻很多 因此给经营配备一支骑兵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通信 命令传达 快速支援等等 都用得上 你的想法很好 就这么做吧 朱尤简有些恍惚地看着王承恩 这个当初和自己一起从信王府出来的青年太监 如今也成长到了独挡一面的地步了 目前陆军的军官数量刚刚够 没有太多的能力去扩边 如今这么养着经营正好 到时候 只要火枪配齐了 陆军中立功的人就可以往这边派遣 慢慢地将火枪长矛阵型训练出来 随时就能是一支大军 减少了不要的训练模式 可以给经营配备适量的火枪 作为训练用 同时弓弩等武器也可以配备一些过去 巡逻执行任务时难免会用到 微臣明白 王承恩点头 皇帝这是从实际出发 经营作为陆军的后辈 虽然要慢慢养着练着 但也不能真的如此 他们还是要执行自己的任务的 不知不觉间 自己就有十五万军队了 听完王承恩的汇报后 朱友简有些感慨 虽然大部分是样子货 但起码数字爆出去也很唬人啊 全都是轻壮 除了打女真困难 打其他任何人 包括林丹涵 还不是没有任何问题吗 有着十五万军队 面对九兵改革 朱友简也有底气了 如今 御马舰和内阁达成了默契 后者放弃了对军队的控制 那么这时候就是最好的时机 先从中央完成军权变更 然后解决九边卫所问题 等整个北方军队改建完毕 军权稳固后 朱友简才有这个底气和心思 推广商税 推广世身一体纳粮 推广官吏一体化 军队是稳定的基础 也是朱友简改革的底气 看来得找个机会和内阁摊牌了 朱友简默默地想着 那边 王承恩汇报完了陆军情况后 想了想 干脆将海军的状况也做个汇报 海军目前的舰队很小 只有一艘两千料的中型战舰 其他都是千料战舰和武装商船 其中武装商船有十三艘 目前共有二十二艘战舰 随着上次皇帝拨款两百万两白银 全力建造两千料的三级战列舰后 时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 到十月中旬 差不多有十艘战舰下水 平均每个月两艘的样子 全部都是六十四门炮 海水量千吨的两千料战舰 加上此前的船只 目前舰队共有三级战列舰十一艘 五级战列舰八艘 武装商船十三艘 在大明沿海周边 这可是一支庞大的军队了 吊打之前入侵的荷兰舰队毫无问题 这十艘战舰下水后 目前造船厂正在制造 两千五百料和三千料的战船 王承恩汇报道 多了十艘两千料的大船 大明皇家海军的基本战斗力是有了 目前更多的还是积累造船经验 向更大的吨位攀升 于是王承恩做出了这样的调整 等两千五百料和三千料 各造了十艘后 造船厂将会尝试更大的 比如四千料五千料等 虽然太大的船性价比不高 虽然太大的船性价比不高 但就技术储备以及经验尝试来说 却是非常有必要的 更大的船都造出来了 回首再看三千料的船 制造起来将轻松无比 到现在才十艘战舰 有些慢呢 朱尤简听了造船速度后 不免皱起眉头来 说实话 这个时代的造船难度完全无法和后事比 在他看来 只要足够的人力投下去 速度肯定能起来 没办法 这已经是最大的速度了 王承恩叹了口气 解释道 造船厂虽然有十个船屋 每个都开工 但无法同时建造 大将不够 而且船料也不够 都需要时间来阴干 扶船的船料处理手法和盖轮船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起码 肋骨 扶船就没有 这些都要自己准备 需要时间来放置 因此啊 有这个速度也不错了 大将和材料啊 朱尤简有些无奈 这都是他无法解决的 船料不可能 大将的话 大明造船荒废了这么久 能造大船的工匠 明清根本不存在多少 不是被天津造船厂给带走 就是被泉州造船厂给雇佣 流落在民间的很少 就算有 也被人看得严严的 无法拐待 朕说的船舶学院 设立的怎么样了 有没有在教学啊 他再次问道 这种东西 只能给予时间来发展了 有的 效果不错 所有大将的孩子都送了进来 在里面学习 假以时日 这些人都是造船厂的骨干 王承恩笑了起来 看他的神情 效果绝对不错 那就好 既然海军成了气候 准备一下 朕要巡游 朱尤简眼中 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说道 出去习惯了 再让他待在宫里 他根本待不下去 巡游 王承恩愣了愣 没错 从天津出发 一路沿着近海南下 一直到台湾为止 朕将带着后宫一起参加 这件事就交给你筹备了 朱尤简拍了拍 王承恩的肩膀 愉快地走了 原地只有半天没出生的 王承恩呆立着 诺大的前清宫中 朱立着很多姿色美丽的女子 当朱尤简进入后 他们纷纷万福毅力 然后给皇帝奉上各种服务 柔肩敲腿 端茶送水 天谦的身材在周边穿梭 看得朱尤简赏心悦目 此时的前清宫 才有点算话 而不是和过去一样 冷清的要死 连女子都没几个 被这么多美女围绕伺候 朱尤简也有些乐呵 此时她才感觉到 身为皇帝的好处 看着从身边刚好走过的草原美女 朱尤简心中一动 伸手一扯 对方打了个旋 跌倒在她怀中 猝不及防之下 美女哀压一声 等发现是皇帝后 浑身一颤 静静地趴腐着 不敢再动 抱着这具美好的娇躯 朱尤简埋头下去 深深吸了一口气 一股不同的幽香 窜入她的鼻端 和汉家女子不同 草原女子身材健美 从小就骑马运动 来得更加有弹性 更加结实 嘴手一捏都是饱满和柔韧 和汉家女子的温柔温香 是两种概念 此时刚刚一接触 朱尤简不免有些爱不释手 不忍放开 旁边伺候的其他人 只是稍微看了一眼 脸颊略红 却没人说什么 这是皇帝的寝宫 他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不必经过任何人的同意 你叫什么名字 朱尤简随口问道 手却依然忍不住 在郊区上来回抚摸着 他着实 有些喜欢这种 充满活力和健美的感觉 奴婢 名叫纳穆中 草原美女低垂着脑袋 回答道 这名女子 就是朱尤简眼熟的 其中之一 还有一名 她也眼熟 当日在规划城见过 纳穆中 朱尤简念叨了一下 然后问道 林丹寒是你什么人啊 她是我的丈夫 纳穆中 睫毛颤抖了一下 还是回答道 奴婢 是她的囊囊 囊囊是蒙古语 意思大概是 皇后正式的意思 纳穆中 就是林丹寒的皇后 囊囊大福建 历史上 她给林丹寒 生了一个姨父子 当然 因为此时还未到时间 她自然无子 囊囊 大福建 朱尤简挑起 对方圆润的下巴 盯着她美丽的脸庞 略微有些意外 高启前竟然将 林丹寒的皇后 都给送过来了 这里 还有你的多少姐妹啊 朱尤简 朝周围朝周围看了一下 七个 我们全部都被送入宫中了 纳目中羞贺地闭上了眼睛 从高高在上的草原皇后 沦落为任由别人玩弄的宫女 她虽然接受了这种命运 但却根本放不开 七个 好家伙 高启前将林丹寒的后宫 给一锅端了呀 朱尤简暗道 随后 她眼光定在另一个 她眼熟的美女身上 她是谁啊 听到皇帝问话 纳目中不得不睁开眼睛 看向所指的人 她 苏太大福晋 小明 钟根儿 纳目中低声说道 纳明妇人 就是林丹寒唯一的儿子 俄哲的母亲 当日 此时 俄哲只有四五岁而已 钟根儿一人非常年轻 还不到三十岁 而且 她的身份还很吉特 是末代 叶赫纳拉首领 金台旗的孙女 叶赫纳拉氏 听到这个名字 朱尤简忽然感兴趣地 看了过去 在后世 轻功聚地洗脑 她对这个名字 多少有些侧目 不过 仔细看了看 除了充满风情之外 并无特别之处 作为生过孩子的女人 钟根儿大方得多 见皇帝看过来 微微一笑 扭了扭腰肢 在原地转了个圈 充分展示自己诱人的身材 她保养得很好 虽然淡下一子 身材依然如故 而且还多了一股 母性光辉和风鱼的身材 令朱尤简 食指大动 掩盖性地咽了口口水 朱尤简依然抱着纳目中 让她给自己介绍 这三十多位挑选出来的美女 纳目中不愧是林丹汗的正事 这里的人她都认识 家庭背景 社会关系都说得头头是道 听完后 朱尤简有些愕然 除了林丹汗的八大福晋都在之外 还有她的两个妹妹 以及下属 和其他投人的老婆 女儿 这些人当中 几乎都能扯得上一点亲戚关系 同时 这份清晰关系延伸出去 才能和女真的头领撤上关系 她们当中 不少人的老婆和这些女子中 某些人就是姐妹关系 这还真是一网打尽呢 朱尤简难难道 不过 旋即 还有嘴角一勾 略微有些得意 不过 这种感觉 好喜欢 朱尤简心中明白 她这里收了这么多美女 一些高级别的将领 肯定也不少 甚至 朝中大多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若是汉家女子 她不太乐意 那都是作为子民 可以增添人口的 她不喜欢高层太多 但是 一族女子却不一样了 反正 作为俘虏的她们 也没有地方可以去 还不如作为赏赐 送出去呢 如今 还有不少这样的女子 她们正关在宫中 等待自己未知的命运 这是封建时代 而不是后世的现代文明 这方面的神情 朱尤简看得很开 只要不是汉家女子 她不会做过多要求 方正化守在宫门外 偷眼看里面皇帝 玩得正高兴 兴致勃勃地拥着美女 一个一个地认识过去 心中偷乐 皇帝还是喜欢美女的 高启前这一步走对了 虽然让高启前拔了头筹 但方正化并不嫉妒 只要试探出了皇帝的一些底线 今后自然好形势 正当她偷偷响着的时候 把守宫门的太监 忽然一声声传了进来 皇后娘娘驾到 听到传递消息的声音 方正化连忙正经地咳嗽一声 然后高喊道 皇后娘娘驾到 她的声音特别洪亮 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 足够皇帝反应过来 果不其然 门外的朱尤简就听到 一阵惊慌的摩梭和惊呼声 等她伺候娘娘进去的时候 陛下已经正襟危坐 柔肩垂腿的还在 但坐在怀中的却是没有了 陛下可还满意 田秀英看着皇帝一副假正经的样子 不免偷笑 他娘告诉她 哪有不偷心的男人 刚才自己没来的时候 皇帝肯定是在这里放浪心海 自己来了才收敛起来 嫉妒什么的田秀英也有 不过忍忍就过去 作为正宫娘娘 这些就是要看得开 如此才能更讨皇帝喜欢 而且他也有把握 皇帝不会忘了他的 那些雍之俗粉 岂能和他相比 满意 满意呀 一说起这个 朱尤简就绷不住嘴了 乐呵起来 这时候他才算体会到了 封建时代男人的好处 陛下满意就好 不过 陛下 臣妾 还有一事 希望陛下 能答应 田秀英嘴角含笑 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 哦 什么事啊 只要朕能办得到 都答应 朱尤简满口应成的 是这样的 陛下 纳目中他们 只是初步学会了 宫中规矩和伺候人 其他的才艺 却并无多少 臣妾打算将他们放到梨园中 学习一段时间 好学习些歌舞 让陛下用起来 更加的顺心 田秀英笑隐 田秀英笑隐隐地说着 心中却在想着 这样陛下就不会时不时地照那些离远的歌姬来跳舞了 要看跳舞就看这些人的 都说草原儿女能歌善舞 他们学起来应该很快吧 学歌舞 可以啊 朱尤简一愣 然后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脸上古怪的笑容 一闪即逝 对了 英儿 你回去准备一下 到了十一月份 我们出去巡游 朱尤简收敛了心神 开始说正事 巡游嘛 肯定要带着家人一起去的 看看沿途的风景 看看海洋 看看台湾岛 或许这么久了 移民也弄走了一半 也不知道那边弄得怎么样了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过 以红尘筹的能力 就算出事 也不是大事 巡游 田秀英惊喜地看着朱尤简 满脸不可思议道 陛下 要带上臣妾吗 肯定要带上朕的婴儿啊 这次出海一路南下 你到苏航去看看 然后到福建 广州 最后到台湾去 朱尤简大致描述了一下 沿途的路线 太棒了 田秀英忍不住激动起来 连平日里 她最注重的皇后凤仪 都顾不得了 然而 她高兴了一下后 脸色立刻暗淡下来 转而严肃起来 板着一张脸 冲着皇帝说道 陛下 可是最近连战连节 有些膨胀了 膨胀了 膨胀 胀了 朱尤简一愣 看着田秀英 有些转不过弯来 不知 她为何这么讲啊 陛下如此作为 和隋阳帝 又有何区别 如今国事多金 陛下不思朝廷之事 反而铺张浪费 搞什么巡游 田秀英 一字一板地说道 那严肃的小脸 还别说 真有点 母仪天下的样子 京儿 你这样子 真是可爱死了 朱尤简大笑一声 上去就把田秀英 搂住 狠狠地亲了几下 陛下 臣妾正在劝谏呢 田秀英尖叫一声 使劲地推开朱尤简 脸上通红 也不知道是气的 还是羞的 好吧 朕严肃一点 朱尤简咳嗽两声 收敛笑容 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朕 这次出行 并不会增加太多费用 至多一点军费而已 接着他便解释了一下 如今大明皇家海军 经常有巡逻任务 在天津 泉州 基隆之间来回游荡 一方面是熟悉水文 一方面是训练 以及捉拿走私者 别忘了 沈兽虫那边的抽水 还是在收呢 虽然因为李逵奇的影响 日益减少 但也是一份客观的收入 这一次巡游 朱尤简不单单想要去玩 更多的是想去看一看 做一次考察 正好陆军正在修正 训练 需要一个折服期 这个时候 正好海军可以发力 做一些事情 规划成一战 虽然有着大批的牛羊收入 但这些根本不够军费的支出 人员的赏赐 炮弹 火药的消耗 粮食的消耗 各种军备 物资的消耗 前期规划成建设的资费 等等等等 非常繁多 马匹需要归入战备 以及一波的投入 内阁没钱 这些马 现在还有朱尤简养着 这又是一笔庞大的支出 能卖的 也就是些牛羊 然而 这些收入 可抵不上军费的开支 好在有兵部 一同承担 自己只要支出 后来的赏赐就行 粮食等物资 是兵不出 不过 总能如此 朱尤简 也是大出了一会儿鞋 几十万两银子没了 虽然 他现在宫中 还有千万两银子 在银行中 不怕没钱用 但坐持山空 最要不得 总得开辟一些财源呢 未来陆军阔边 海军阔边 都是要大量银子 瞧其是海军 那就是一个吞金巨收 陛下 真的是为了考察海外环境 田秀英 无疑地看着皇帝 有些不大相信 大海上 能考察什么 只是 他却知道 自己比不得皇帝的 雄才大略 没准 海上有什么东西 是自己忽略了的呢 当然了 巡游 这是顺便的 考察才是最主要的 朱尤俭轻轻捏了一下 田秀英的穷鼻 宠腻道 再说了 难道 婴儿你不想出去逛逛吗 成天待在宫中 很无聊啊 此刻 朱尤俭的语气 跟诱惑小红帽的 狼外婆一样 这 田秀英还有些犹豫 不知道 该不该答应下来 对了 婴儿你可以叫上国账一起去 还有丈母娘 以及你两个弟弟 全家都出去玩 多好啊 说着 朱尤俭心中一动 这一次 可以再烧上些人 比如心腹的家眷子弟 女眷由皇后招呼 自己得看看那些小自卑 他们这些人 也算官二代了 将来注定要进入官场 不如自己看看 启发一下 没准还能发现 一两个人才呢 这些人 是他天然的盟友 进入官场越多 他的势力越大 自然更好对抗 那些自私自利的文官集团 而且 这也是一种奖赏和拉拢 看到皇帝 和自己家这么亲近 自然会更加忠心 真的 爹爹和娘亲 都可以去 田秀英猛然一喜 惊讶地看着皇帝 说真的 上次慈宁宫中的老人们 出宫省亲 他极为羡慕 自己也想出去 可身为国母 哪能天天往娘家跑啊 最终给忍住了 这次 有和家人相处的机会 田秀英 几乎无法自制地答应下来 多谢陛下 臣妾 愿意和陛下一起出去 田秀英喜不自胜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婴儿可不能反悔啊 朱尤姐好笑地看着眼前的丽人 虽然是国母 可骨子里终究是不满十八岁的小姑娘 放在后世 她还没成年呢 对了 叫上元妃 还有这些侍女一起去 沿途没些伺候的人怎么能行啊 看了看周围的美人 朱尤姐突然道 只是这样一来 婴儿你训练他们跳舞的计划 就得耽搁了 朱尤姐说着 却发现田秀英笑隐隐地看着她 那看透一切的目光 让她顿时无法说下去 男人嘛 你懂的 好的 就依陛下所说 臣妾去通知元妃妹妹 准备准备出趟远门 要用到的东西可多呢 说完田秀英就走了 也不管皇帝的小动作 田秀英走后 朱尤姐和那些侍女逆了一下午 当然 她主要是见脸欣喜 看到美女自然想亲近亲近 吃吃豆腐 占点便宜 不过 针刀石枪什么的倒是没感 现在这种暧昧的氛围正好 她更喜欢是顺其自然的发展 不强求 陛下 太学那边将烤卷送过来了 当朱尤姐腐败地 在八个美女伺候下吃完饭时 方正化走了过来 都烤完了 说着她看了眼天色 原来已经黑了 冬天白天时间就是短的 刚才还亮着呢 嘟囔完 她起身挥了挥手 都下去吧 是 陛下 纳墓中很有颜色的行李 然后带着其他人下去 只留了轮值到在皇帝身边 伺候的人 将烤卷送去东暖阁 让王体贤带着丙比太监进行先期筛选 朱尤姐吩咐吩咐完便朝着那边走去 等她来到东暖阁后 试卷已经送过来 一些丙比太监正查阅着试卷 进行最初的阅卷 试卷在考的时候是胡明的 但是到了朱尤姐这里 却被拆掉了 她亲自阅卷 还需要什么胡明啊 而且 这只是一次录取考试 不是科举 没那么严格 等对得上朱尤姐口味的 就能录取 尽管来考试的都是举人 算是高级知识分子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擅长写策论 所有人肚子里都有货 仓促准备之下 写的策论肯定不堪入目 朱尤姐可没兴趣 看这些空洞辞藻 堆积起来的文章 干脆让斯里坚过目一遍 自己再看 初步阅卷的多是丙比 朱尤姐和王提贤 都在旁边看着 脑沉参见陛下 正等着的时候 又一个人进来了 不是别人 而是刘若瑜 嗯 今晚需要你来阅卷 初尤姐点头 只得指那些丙比手中的卷子 这是 刘若瑜宁眉问道 他一直奔波东场的事情 没怎么关注京师 刘若瑜虽然打下了一个好底子 但并不完全 尤其是各地镇守中关的融入 并不顺利 这些都要他一一梳理顺畅 是太学考试的卷子 需要看一看 挑选一些人才出来 朱尤姐说着 标准就是颜值有物 内容窃合实际 而不是风向旺谈 你们都是老成某国之辈 想必清楚里面的差别 微臣明白 王成恩和刘若瑜 齐齐点头 他们两个 以及朱尤姐 将是今晚的主要阅卷者 他们每个人 将要阅读三百多份卷子 从中筛选出人才来 丙比的阅读 只是第一轮阅读 而不是打落 他们阅读完后 按照大致的好坏 排个顺序 由着三人慢慢看 朱尤姐不拘录取多少人 只要符合标准的 都可以录取 而她的标准 被亲近之人 还真的不知道 也就刘若瑜和王体贤 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很快 一千份试卷排列好了 丙比们大致分成了三个档子 优秀 可看 以及垃圾 最后一档 就是那种空洞 没有内涵 说了一堆废话的 当然 他们也没细看 也许有些闪光点 也许没有 故而 这一档子放在最后 等后面再随意翻翻 改卷是什么感受 问问当过老师的 基本都知道 碰到学霸 那卷子改的 真叫一个顺畅书心 但若是碰到学渣 改卷子能改的 你血压升高啊 此刻 朱尤姐就是这种心态 几份卷子看下来 神情有些抑郁 这些人写的 怎么说呢 要说没写到什么吧 偏偏有点 但要说 多么真知灼见 却没有 里面的很多东西 都是前人用过的 要是 真是好用的招数 朱尤姐也就 捏着鼻子认了 但偏偏 都是些被人淘汰的东西 胃同嚼辣 真的是胃同嚼辣 连鸡肋都不如 放着 先放着 朱尤姐将这些人的 卷子挑出来 单独放着 她打算 看看后面 录取的人数 若是不多 就将它们放进来 翻着翻着 朱尤姐看到一篇 挺有意思的文章 题目是 规划城的影响 要说 写得多么 真知灼见 倒也不见得 深度也没多少 但是广度不错 从上面的地名 可以看出来 该作者 对海外 有不错的认识 而且 一首文章 怎么说呢 写得是真漂亮 他从 龟化城之战 入手 但这一战 再怎么厉害 怎么震慑 草原的蛮子 一连运用了 好多个排比具 非常的有细事 随后 则是隐身开来 什么 万邦臣服 威家海内 等等 最后 都扩大到了海洋上 重现 永乐时期 万国来朝的盛大状况 当然 这些对朱尤姐 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真正有点东西的 让他刮目相看的 还是在这后面 作者写的一些 班邦关系 和天朝上国 对待他们的 远近亲书 在里面 朱尤姐看到了一点 联盟的雏形 类似北约的那种 虽然很淡 甚至就连作者 都还没意识到 看来 这家伙对国际关系 有点擅长啊 朱尤姐想到 虽然现在来说 国际关系 这种东西 用不到 但随着大明强盛 藩邦众多时 却非常有用 如何处理和邦国 盟友的关系 非常重要 这个可以陆续 看了看名字 吴伟业 朱尤姐摇头 没什么印象 将卷子放到一边 朱尤姐继续看下去 虽然是要求写三篇 但基本上 看一篇就能决定了 只要其中 有一篇比较惊艳 显示出 非同一般的才能 便可陆续 过了一会儿 朱尤姐又看到一篇文章 写睡法意义的 以朱尤姐的角度来看 作者写的内容 仍然有着时代的局限性 但就其写的内容来说 算是大胆的了 看了这么久 朱尤姐还是第一次看到 敢写睡法的 就这个勇气 就值得陆续培养了 加以十日 又是一个改革的干将 更不要说 作者写的还非常出色呢 在文章中 他总结了睡法的三个作用 一是养军 就是同样君主 官员 二则是用之于民 例如赈灾 玉武 建设等等 三则是军贫富了 也就是穷人少收 或者不收 富人多收 收来的钱 通过朝廷的用之于民 来均衡财富 最后这个君贫富 当真让朱尤姐十分惊艳 没想到 这个时代的人 还能看出来这一点 当真不错 有胆量 有才能 若是入了太学 好好培养 绝对前途无量 成为自己手中 最得力的干将 最锋利的一把刀 这人必须陆续 翻开卷头 看了看那名字 陈子龙 这名字 让朱尤姐 想起了三国的赵子龙 以子龙为名 莫非你是想成为 镇改革大明道路上的 赵子龙吗 朱尤姐哈哈大笑了一声 将卷子放下来 和刚才的吴伟叶在一起 历日清晨 当徐光起 乾隆西四人齐聚内阁时 等待皇帝前来 批复公务处理时 等来的却是传制的方正化 朱尾阁老 陛下今日不吵 方正化 不吴传一扬 说道 今日乃是工作日 陛下为何不遇内阁 徐光起 皱眉道 工作日制度 还是皇帝定下来的 五日一休 几个阁臣 一直都在遵守着 从无间断 怎么 现在陛下 自己去带头破坏呢 呃 方正化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陛下昨日批复太学士的卷子到很晚 一个时辰前才刚刚睡下 内阁处理公务的时间被朱尤俭调整到了早上八点 一个时辰前也就是六点钟才睡着 的确起不来 陛下亲自批改 几人都有些吃惊了 旋即他们对视一眼 陛下亲自改卷 别到时候 自己那些人被刷下去吧 若是其他大臣改卷子 他们还有点把握 但皇帝的话 真是心中半点底都没有 若是自己的人没有进入太学 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都给别人做工作 尽管心下危惊 但几人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事情已经发生了 再去惊叹 没有意义 若是真不行 到时候就只能厚着脸皮 跟皇帝要个入学名额了 方公公 不知道陛下录选多少人了 乾隆熙笑呵呵地问道 大概是一百人左右 方正化想了想 这些并不是什么秘密 也不是设恭维 所以没什么好保密的 而且结果已经送到了杨赫那里 今天就会公布 提前告诉几个阁老 算不得什么 一百人哪 几人心下稍宽 这个数字 比他们预计的要多不少 他们原本以为 只要五十人的样子呢 对了 司礼剑王公公怎么也不来 若他带陛下披红 也能处理不少事情啊 司礼剑有着不小的权力 只要不是太大的事情 内阁和司礼剑商议 也能定下来 王公公昨夜也在批改试卷 如今还刚睡一下 说到这儿 方正化眼神微微闪了一下 早上皇帝前离开时 状态可不太好 年纪大了 熬个夜真的吃不消 他这个动作很细微 其他人并没有发现 王公公也是 这下四人无语了 今天只能耽搁一天了 皇帝不在 司礼剑的掌印也不参与 内阁根本处理不了什么事情 至于提前通气商议的 早就办好了 那种事也不会拿到 公务处理上来说 一般能拿上来的 都是要直接拿定主意 做出解决办法的 这个时候 徐光启不由地想到了 皇帝想要给内阁证明的想法 无论是实际还是名义 内阁都凌驾在六部之上 好不 现在是八部 过段时间还可能是九部 既然兵权打算慢慢放给皇帝 是不是可以废物利用一下 换点什么东西回来 想到这儿 徐光启偷眼看了一下王在剑 这件事还得和这位商量一下 毕竟 削夺的是兵部的权力 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 对了 陛下还让咱家通知一下 各位阁老 昨日 陛下已经任命 户部侍郎周延如为商部尚书 金部侍郎为义部尚书 已经确定了人选 徐光启一凝眉 昨日的赵队他是知道的 没想到 一袭化后 皇帝就确认了尚书的人选 连和内阁商量都没有 内阁官员虽然是陛下一言而诀 但尚书的人选 内阁依然有一定的权利 至于阮大成 只是特殊事件 不做计较 但这次 却不能不闻不问 陛下此举 有些不合规矩了 徐光启脸色一沉 说出了这句话 话一出口 内阁气氛顿时一致 让人压抑起来 这 方正化有些不安地 看着眼前的四人 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 他不知道 事情为何会发展成这样 诸位阁老 咱家只是个传话的 若阁老有意义 不如明天陛下御朝时 再行辩驳 如何 方正化小心翼翼地陪笑道 这年头啊 怎么传个话 也遇到这么多事啊 也罢 此事与你无关 也不为难你 你把话转给陛下即可 就说 辞赵 内阁封还 说到这儿 徐光启刚才还想为内阁证明的心思 也淡了下来 若内阁证明的前提 是圣旨的解脱 如此之大明 不正也罢 圣旨的法定程序 是如今 文官对抗皇权的唯一法统和办法 一旦放开 几百年来 大大小小文臣的努力 就彻底失败了 皇权也将成为出笼的盟 多谢徐哥了 方正化感谢了一声 然后转身想走 等迈出了一步 他才想起来 自己似乎还有一件事没说 该死 太激动了 疏忽了 有些尴尬地转过身 他不好意思地一笑 道 诸位阁老 陛下还有一事 要砸家传话 说完 他顿了顿 等其他几个人 齐齐看过来便道 十一月初五 陛下欲从天津出发 以海军护航 巡游沿海城市 和台湾海南 巡游 陛下又要出京 徐光启脱口而出 是的 方正化艰难点头 首府再度难看起来的脸色 让他意识到 黄吉门这里 是不能呆了 再呆下去 自己这小胳膊小腿 可吃不消大佬们的怒火 咱家的话已经传完 若是诸位阁老没事 要转达陛下的 咱家就告辞了 说完 方正化停顿了一两秒 见没人开口 迅速开溜 内阁的四位阁老 倒是没有在意 方正化的动作 皇帝此时都睡着了 有话也转达不到 岂有此理 陛下此举太过荒唐了 饶式和皇帝关系最好的徐光启 此刻都生气起来 才回来没两个月 皇帝又想出远门 前圣二年算下来 皇帝在皇宫中待的时间 有没有半年呢 今上种种动作 让徐光启产生了很不好的联想 当初随阳帝也是如此 刚一登基 的确雄才大略 然后却多了许多 离经叛道的举动 比如巡游江南 陛下此举和当日之随阳 有何区别 诸位 在陛下行转之后 可愿随本官前取归前 徐光启杀气腾腾地说道 他归劝 显然不是一般的归劝 怨妇守抚大人为义 其他三人对视了一眼 齐声高喊道 众志成成的声音 传出很远 陛下有麻烦了 还未走远的方正化听到 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迅速离开这里 内阁杀气腾腾地 想要讨伐皇帝 太学却是一片欢呼之声 举子们的考试成绩已经公布出来 大概录取了一百人 十分之一的比例已经很高了 起码比几千上万人参加 才录取了一百人的会试要强得多 因此 这个欢呼声也格外热烈 陈子龙 陈真慧 吴伟业等人也是满脸笑容 虽然这只是太学士 进入了太学还要读书 学习两三年还能出世为官 但这不算什么 在如今官途断绝的情况下 他们已经领先同龄人不少了 失忆者黯然离去 高兴之却兴高采烈地等着 很快 太学纪酒杨鹤走了出来 对众位说道 诸位 知你们的卷子是谁批改的 举子们茫然了 他们摇了摇头 过了考试 谁在意批改卷子的是哪个呀 太学士只考策论 且时钟选三作答 答案并无定论 如何才算合格呀 一般人可决定不了 杨鹤笑着回答 是啊 策论不同其他 到底好不好 不是两三句就能说清的 一般人还真没这个水准 那是谁呀 莫非是内阁首府 徐阁老 众人期盼地看着杨鹤 显然能让太学纪酒说这番话 批改卷子的人肯定不烦 不然 曾是二品高官的杨大人 不会如此推崇 你们很幸运 作为太学的第一批学生 给你们改卷子的是金上 金上连夜改完你们卷子 就送了过来 一个时辰前才睡着 杨鹤说出了这个让人惊讶的消息 在场的举子顿时喧哗起来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是皇帝亲自批改卷子 这惊喜来得太突然了 一时间让他们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要知道号称天子门声的殿士 也不是皇帝批改卷子 皇帝出席考场 只是过来走个过场的 如此一来 自己岂不是更有资格 称得上天子门声了 而且自己的卷子 陛下看过 那陛下是否记住了我呢 一时间 上百号举子浮想连篇 有的恨得自己写得不够精彩 万一皇帝没记住我怎么办 有的嫌自己迟早不够华丽 万一污了皇帝的眼睛怎么办 还有的则脸色微微难看 我写得太露骨了 皇帝会不会记恨上我 种种思绪不一而足 好了 无畏 既然已经过了太学市 从今日起 你们就是太学的学生 今天先跟本官过来 认识一下地方 记住你们的床铺 下午将行李物品搬进来 明日开课 经历了一场沙发的杨鹤 现在办起事来 异常干脆 众人收起繁多的心思 将注意力挥回到眼前来 事情已经过去 多想无意 好好在太学上学就是 很快 上百号人 在太学人员的引导下 慢慢走了进去 诸位等等 杨鹤却没走 他看了一眼 还未远去的落选者 将他们中的一些人叫住 大人有何见教啊 那些落选者 听了杨鹤的讲话 正无限失落着呢 全集 见这位祭酒大人 叫住自己 以为还有何指点 顿时站立住 恭敬地等候 没什么指教 只是太学隔壁 有依武院 他们今日也在招生 诸位若是有兴趣 不妨一步一观 杨鹤指了指隔壁道 这个考试时间 是朱有俭特意规定的 文人看不起武人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改变的 若是有文科考试 他们绝对不会去武科 但此时落选了却不一定 杨鹤这番话 也是他叮嘱交代的 不然这些举子 哪会关注到武院呢 武院 那是什么学院啊 一个五字 让这些人心生不好的预感 本官也不知道 诸位一去不就知道了 反正也不远 就在隔壁 说完 杨鹤也不再多言 跟着最后一个入选举子 返回了太学内 杨鹤的话 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没入选的举子 基本都是事先 没有得到内幕消息的 他们虽然在乡间地位较高 不愁吃穿 但终究不是官员 也无关身 尤其是年纪较轻的 一颗当官之心 特别旺盛 见旁边还有机会 想着反正距离也近 就算回家 也不耽搁这点时间 他们干脆 一起结伴过去看看 武院 就在太学旁边 不是很远的地方 转个角就到了 途中还路过了孔庙 也就是文宣王庙 过去了后 他们发现 孔庙旁边多了个庙宇 武城王庙 有人念出了牌匾上的名字 他们有些莫名 怎么一段时间没来经诗 孔庙旁边多了个武庙 只是他们惦念着考试的事情 没有进去看看 不然会大吃一惊 武庙中主记者竟然不是岳飞 而是江太公 这种改变当真令人无限深思 武院的门口不大 接待这些落选举子的 是门口的一个瘸腿青年 瘸腿青年一手拄着拐杖 站在门口 看到他们来了 邪腻了一下 大大咧咧道 你们也是来报考武院院师的 敢问这位兄台 这武院是过了后 去往何处啊 一人抱拳道 自然是去武院读书了 瘸腿青年用一种 你是不是傻的表现看着他 让问话的举子 清金直冒 我当然知道 我当然知道过了后去武院读书了 你们在太学旁边 不就是一家书院吗 招人肯定是读书的 我问的是 读书 毕业后去哪里 硬着头皮 这人再解释了一下 哦 你说这个呢 瘸腿青年恍然大悟 毕业后 是去军中 当军官 去军中 听到是去军中 这些举子 转身就走 大明 重温义武的风气 那是和宋朝一脉相承 非常看不起武人 更不要说去军中了 那会让他们低人一倒 而就在这些人转身时候 瘸腿青年 似乎想起了什么 又加了一句 使进军 去御马剑麾下的陆军当军官 这句话 让原本要离开的举子们 顿时脚步一停 犹豫起来 陆军和普通军队是不同的 里面的武将地位非常高 和文臣相当 平日看到文臣 根本不搭理对方 这种情形不是没有 这段时日 他们可是在京师中见过不少 那些从军营里出来的军官 没少在大街上和文官发生冲突 根本不触对方 哪怕是吃了亏的文官 告到督察院也没用 下次遇见威风丝毫不解 想到这儿那些举子犹豫半生 最终还是身子一转进入了五院 进去看看也罢 不一定要去 看到这一幕 守门接待的瘸腿青年 撇开嘴巴 无声地笑了起来 太学中 陈子龙 吴伟业 夏允一三人走在一起 跟在他们身后的 还有刚刚认识的陈真慧 他们早就听说相互的名声了 但真正的认识还是今天 相互交流了一下后 算是朋友了 四人一起跟在杨鹤身后 好奇地看着太学内的东西 按理说 由国子界改建而来的太学 他们都很熟悉 但没想到 除了他们考试的教室之外 还有这么多新奇的建筑 这就是 号称战略之物的水泥做的吧 陈子龙看着一个 占地广阔的三层水泥建筑 有点惊讶到 水泥的配方 早就流传出去了 石灰石加上黏土的断烧办法 怎么也保密不了多少 但这东西就和爆舍一样 根本没人敢碰 谁碰谁死 锦衣卫和东厂 将水泥盯得死死的 只要发现任何人有沾边的 试图烧制水泥 直接抄家抓人 没有一点侥幸 也不用和上面申请 初游检可不曾看到 此时水泥在民间大肆流行 到时候 随便一个反贼 就能用大量水泥 在山沟沟中 地势险要的山上 构建一个坚固厚实的堡垒出来 抗拒天军 在火药武器的初期 可是拿这种厚实坚固的水泥壁垒 毫无办法 民间一个个坚固的堡垒 可是任何统治者 都要头痛的东西 更不要说 朱游检这种 想要将控制力伸向 乡间基层的皇帝 那是绝不允许 地方有对抗中央的能力和可能 没错 就是水泥建造的 夏允一看了几眼后 确认道 他是松江人 就曾因为好奇 特地到上海县去看过港口建造 那边的路都是这种灰色的粗糙的模样 尽管水泥路很粗糙 但依然要比青石板路要好得多 人走在上面 一步一个脚印非常稳当 哪怕再瓢泼的大雨 也无法损毁水泥路 人们走在上面 根本不会滑倒 车马人员通行得非常通畅 可惜的是 这种路只在港口附近和通往上海县 再远就没有了 要是能遍布整个松江府就好了 到时候 下雨天出行 想必要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这就是水泥啊 吴伟叶几乎是流着口水 眼冒金光地看着这栋 非常庞大的水泥建造 那眼神恨不得将眼前建筑给搬回家 水泥的用途非常广 铺路 修桥 建造房屋 其便捷性和坚固性 足以让人忽略其丑陋呆板的造型 吴伟叶敢保证 若是自家能获得水泥生产 不说多的 再造一个媲美松江徐家的大家族 那是一个毫无问题呀 这个松江徐家 可不是徐光启出身的徐家 而是前朝首府徐阶出身的徐家 这个家再号称有两万亩粮田 那可是江南之地的两万亩啊 这种土地持有数量 已经足够和福王相媲美了 也就山东的孔府能压徐家一头 其他人都无法和其相比 而现在在孔府被打压了一年多的时间中 徐家的土地恐怕越居大明第一了 行了 收起那点小心思吧 这玩意儿谁碰谁死 陈真慧摇着脑袋劝说道 他老爹就在朝堂之上 因此时常会说起一些当朝的忌讳 这个水泥就是重中之重 被皇帝无比在意 我知道精重 吴伟业遗憾地收回目光 最后他有些好奇的询问前头 正在兴致勃勃介绍的杨鹤 鸡九大人 敢问这座建筑是干什么的 他伸手一纸水泥建筑 凑巧此时正好有人赶着马车过来 从上面搬下一摞东西 只是由于距离有些远 他们看不太心是什么 你说那个呀 杨鹤看了一眼立刻笑起来 笑容中十分满足 那是太学的图书馆 目前正在填充书籍 看到那个人没有 就是在搬预书籍下来 图书馆 众人一惊 这么大的建筑就是为了藏书 惊讶过后 他们就是激动了 这么大一座图书馆 若是全部被书籍堆满的话 该有多少 十万捐 二十万捐 还是一百万捐 众人不知道 这么大的图书馆 若是装满 我这一辈子都看不完呢 陈子龙有些夸张地说道 但看起眼角的喜意 若是真有这种生活 他想必不介意 一辈子就不必了 里面最多也就二十万卷书而已 杨鹤笑着道 他用词虽然似乎贬低着 但看起神情 却是充满了骄傲 能藏二十万卷书的管楼 谁能拥有 有了这个惊喜后 众人再也不敢小看这个太学了 谁知道 再不起眼的地方 还会有什么惊人的建筑呢 他们跟着杨鹤走着 快到住宿的地方时 又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情 这里原来还有人住着 他们并不是第一批学生 更惊讶的是 这些人正被集合起来 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上跑圈 每个人跑的衣服都湿透了 沿在身上 汉字非常显眼 他们这是 无尾夜景的 他们是什么人 陈子龙压抑道 为什么在这里跑步 陈真会不解道 好几个问题 一时间都冒了出来 众人齐刷刷地看向了 祭酒杨鹤 就在刚才那么一段路的时间 杨鹤就以亲切和蔼的态度 获得了所有举子的一致好感 有问题了 他们就第一时间看向对方 他们是第一批在这里培训的 当然 不算正是学生 只是在这里进行短期培训 起来历嘛 你们知道陕西百万灾民迁徙之事吧 杨鹤反问道 知道 吴伟业抢先回答 这件事非常轰动 不仅民间有大量流传 而且帝国日报也进行了长期的大肆报道 注重宣传了皇帝的所作所为 圣皇之名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他们就是当时组织和管理那些灾民的 本来是要去台湾任职 不过去之前要进行一定的培训和学习 学习的地点就是在太学 杨鹤解释道 我知道了 陈真会明白过来 原来是他们 当下他就略加补充 将这些人的来历 讲了个透彻 至于 他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 自然是从父亲陈于亭那里得待的 原来是一群落地秀才 胡伟业撇了撇嘴 不懈道 还在这里跟那些秋八一样 到处跑圈操练 郡公 你 听了好友的话后 陈子龙有些不快了 刚想说些什么 却被杨鹤给打断 不必要不屑 他们如此 你们也要如此 要知道 你们的课程中 可是有一门叫做体育课的 倒是也要跑圈啊 杨鹤平静道 丝毫没有因为吴伟业的话语而动怒 作为一名曾经的朝廷重臣 封疆大吏 他这点涵养还是有的 什么 我们也要这样 吴伟业惊叫的几乎跳了起来 陈子龙也不顾地批评好友了 连忙望向祭九大人 其他人也是如此 全部都被祭九大人的话给惊呆了 傻傻地望着对方 希望看到对方笑着摇头 说是框你们的表情 懂了 也一副绝望的表情 这是真的 杨鹤严肃道 你们的确要锻炼身体 看你们一个瘦得跟个麻干一样 还自以为风流倜傥啊 说着 吴伟业看了看自己瘦弱的身躯 这怎么不是风流倜傥啊 江南之地最流行这种装束 大修飘飘 若柳迎风 要改这些 我还不如退出去呢 还有 别想着退学 也不想想太学是什么地方 你们可是皇帝亲自月卷录取进来的 会学 阳鹤冷哼一声 寒光闪闪地看着他们 无尾夜欲哭无泪 我这是来到了什么地方啊 嗯 这一觉睡得真舒服啊 日透稀落的时候 朱尤俭终于从沉眠中醒来 来到大明后 他从来没有通过宵 也没在白天这么睡过 如今重温一下 竟然还稍微有点怀念 陛下醒了 他刚睁开眼 田秀英就出现在他身前 喂 英儿 你怎么在这啊 朱尤俭有些奇怪 还不是陛下害的 一晚上不睡觉 让人担心死了 田秀英有些不高兴 说完他又有些心疼 陛下何苦如此拼命 不过是改卷子 晚一点也没关系 说完他亲自服侍皇帝起身 给他端来洗漱用的水和物品 哎 这不是大明人才匮乏吗 没办法呀 朱尤俭一边解释着 一边享受难得的服务 能让皇后动手服侍的机会可不多 要珍惜 来 陛下 喝点银耳莲子汤 刚起来 不宜吃油腻的 等过会儿 喂暖了暖再吃饭 田秀英端来一碗羹汤 亲手喂给朱尤俭 还是朕的婴儿好 朱尤俭吃了一口 满脸笑容地夸赞道 陛下 就会哄人 田秀英笑了一声 然后又坏笑道 陛下 也哄臣妾了 看看等一下 怎么面对徐格老他们吧 徐格老 朕要面对他们干嘛呀 朱尤俭有些不解地 看着皇后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肯定是陛下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徐格老几人 已经在东暖阁 坐了一个多时辰了 就等陛下醒来呢 田秀英 嘻嘻笑道 听方正话说 几个格老的脸色都不是很好 面沉似水 不苟言笑 面沉似水 不苟言笑 朱尤俭一乐 随即有些诧异 这是要找朕算账吗 然后他仔细回忆了一下 貌似自己没做什么呀 惹得这些大佬们不快 难道是因为要出去巡游的事情 因为心中有事 朱尤俭也无心享受 三两口吃完羹汤 便匆匆离开醒宫 来到了东暖阁 刚来到门口 他就听到了一阵谈话声 云贵那边 战事似乎快结束了 这是徐光喜询问的声音 嗯 是 朱谢元来信了 说是已经被匪首团团包围住 又剩下最后的劲角了 预计十一月底 可以结束战事 其中他在奏折中说呀 天南阿弥洲 吐斯普 名声出力甚大 当嘉奖去攻击呀 黄再进回答道 声音中有着掩饰不住的笑意 不容易呀 将近十年了 这场战事才结束 雄文灿感慨道 九十九了点 但如今能平定就很不错了 心上登基后 国朝武功 剑有起色 打了不少胜仗 黄再进说了一句中肯的话 看来 四川马上要传来捷报了吗 听到这儿 朱尤俭没有再听下去 而是推门走了进去 东暖阁中 四位阁老正在坐着 边喝茶边闲聊 一点也没有刚才皇后说的那么恐怖 臣等参见陛下 见皇帝进来 几个人立刻停止交谈 然后站起来齐齐行礼 诸位不必多礼 朱尤俭说完 刚刚落座 人就愣住了 此刻 抬头的几位阁老 哪里还有刚才在门外听着的那种和善 全是面色漆黑如锅底 神色不善地看着他 诸位这是何故啊 朱尤俭心中打了一个秃秃 强笑着问道 陛下不是明知故问吗 乾隆熙眼皮子都不抬地说道 四人中 一般这种得罪皇帝的事 都是他来干 起初 乾隆熙还不愿意 但次数多了 也就习惯了 得罪就得罪吧 反正俺老前在陛下心中 也没什么好印象了 只要自己还有点用 陛下也不会因为这点得罪 让自己滚蛋 陛下 未经管阁同意 就任命一部上书 这不合规矩 徐光启随后解释了一句 他语气非常坚定 丝毫不容妥协 一品的内阁大臣任命权 已经全部度让给皇帝 其他的不能再如此了 不然文臣已何自处啊 这时朕疏忽了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啊 朱友俭笑哈哈道 想要就接过这一茬 一下 徐光启加重语气道 看到这样子 朱友俭就明白 今天别想这么轻易过关 不知徐哥老有何见教 朱友俭淡淡地说道 同时心下有些感慨 人当真是在哪个位置上 就要为哪个位置考虑啊 当初 徐光启和他是多么地相处融相 各种事情配合得极好 如今却因为人事任命的事 闹了起来 内阁也有两个人选推举 徐光启淡淡道 听到这儿 朱友俭一乐 暗暗一咬牙 这些混蛋 一定要分一个高下吗 现在推举人选出来 是要和朕 别苗头啊 徐哥老这是何意啊 朕已经考察过 周延如和温体人两人了 剧都不错 有才干在身 朱友俭明知故问道 既然陛下这里有两个人选 内阁这里也有两个人选 不如一起讨论如何 徐光启没有接过话茬 而是静字说着 还要讨论 朱友俭脸色有些不善起来 这些混蛋 一定要压一头吗 是的 左副都御史周围连 丁部右侍郎南居易 皆有干财 适合二部之上书 徐光启淡淡道 这不是小事 而是涉及到了权力之争 这次若就这么过了 内阁的权力将会缩小 而下面的几个布牙 兼内阁吃了亏 也不会安分起来 到时候会上下挤压之下 内阁就没有存在必要了 苏维连南居易 朕是不会同意的 朱友俭凌然道 这两人虽然都很不错 但这种逼迫的情况下 他是不可能会答应的 那内阁也不能通过周延如和温体人的任命 徐光启也针锋相对道 旁边三人 看着两人之间逐渐冒出的火星 却没有一个上去劝解的 这是权威之争 必有一方退让 你放肆 朱友俭怒吼一声 恼火地看着徐光启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被对方逼迫到近乎翻脸的程度 这一幕和当初嘉靖朝推举内阁大臣是非常相似的 当初嘉靖有一人选想要入阁 但停推却始终不推这名大臣 嘉靖就一直不让内阁人选通过 室内旁边伺候的宫女太监心若寒蝉 所有人都低下头看着地面 没人能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倒是内阁四人却泰然自若 早在来之前他们就已经有所预料了 朱友俭红着眼睛 剧烈地喘着气 瞪着四人恶声道 你们莫非真要朕罢免内阁 内阁虽有五年任期 但必要时皇帝可以罢免内阁全体人员 此刻眼见这种情形 朱友俭就认为到了必要的时刻 徐光启没有说话 只是冷静地看着皇帝 神情非常平静 丝毫不惧怕暴怒的皇帝 哥伯 你们想要干什么 看着这样的徐光启 朱友俭忽然冷静了下来 清冷无比地说道 他意识到 生气并无助于解决问题 要弄明白 对方四人真正想要什么 徐光启没有回答 而是自顾自地说起来 一部尚书 商部尚书 二职 共有四人地部 分别是邹为连 南军义 周延如 温体人四人 现在开始推举 看到这儿 朱友俭猛然一抬头 眼神冰冷地看向徐光启 毛子中并无愤怒 但却充满了冰冷的杀意 徐光启似乎看不到这一点一样 依然进行着内阁的程序 现在开始推举一部尚书 周围连可有人赞同 说完 他看向其他三人 没有人举手 也没有人说话 他们都是神情平静地看着前方 迎着皇帝 肆意地杀意 毫不畏惧 那南军义 有人赞同吗 而看到这儿 朱友俭 杀意已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错愕 周延如呢 有人赞同吗 徐光启再次开口 还是没人说话 没人赞同 最后一名人选 本体人呢 这次终于有人开口 本官赞同 乾隆熙沙哑的声音道 一开口 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不过是短短几分钟没说话 竟然仿佛几十年一样 随即 他心中暗自苦笑一声 虽然事前商量好 剧本要照常进行 但来自皇帝的压力 却是巨大的 他差点坚持不住 尤其是 徐光启开口主持 推举程序的时候 皇帝杀气肆意地 眼神侵略过来 他几乎就要开口告饶了 现在虽然坚持下来 但那声音却足以表明 他承受了多大压力 负义 负义 王再进和熊文灿 也是如此说道 他们声音同样有所变化 和往日大不相同 看到这儿 朱有俭充斥胸腔的愤怒 早就消失不见 剩下的全是不解和好奇 他不明白 这几人为什么这样做 同样也好奇 接下来的商部尚书 他们会说什么 好 内阁推举 温体人担任义部尚书 接下来是商部尚书的推举 周围廉可有人赞同 徐光启确认了推举的结果后 开始了下一轮推举 接下来的情形和上一轮 并无什么区别 只是最后同一人选 变成了周延如而已 内阁推举 周延如为商部尚书 徐光启做最后总结 温体人为义部尚书 周延如为商部尚书 可有人异议 说完 他扫了眼其他三人 其他三人也配合地摇了摇头道 并无意义 好 徐光启点头 然后转过身 面向皇帝鞠躬行礼 同时口中说道 陛下 内阁推举温体人为义部尚书 周延如为商部尚书 请胜财 请胜财 其他三人也一同行礼 此时 朱有俭心中 一个大大的问号悬挂着 不明白 徐光启等人演这么一出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但他 看着三人攻身认真严肃的样子 还是点头 真准了 臣等明白 说了这么一句 四人直起身子来 然后说道 内阁奏势已逼 臣告退 退下吧 朱有俭语气复杂地说道 最终 结果发展成这样 是他所没想到的 他本以为 这次 自己会再次展开一次大清洗呢 多谢陛下 臣等告退 徐光启等人 慢慢退出东暖阁 随着四人的退去 东暖阁内 沉寂一片 没有人说话 甚至就连呼吸的声音 几乎都消失了 殿内 所有人的头颅都埋得非常低 恨不得再到地缝中去 生怕皇帝突然注意到自己 皇帝此时是什么状态 没人知道 但发生了刚才那一幕后 不惹事 不出头 不以人注目 绝对不会错 他们说 徐光启四人演了这么一出 你为了什么呀 是想告诉朕什么 东暖阁内 悠悠地想起这么一句话来 然而却没人敢回答 甚至没人敢抬头 唉 一声长叹响起 最后便是一阵 嘎吱地关门声 脚步声 皇帝竟然是一个人 独自走出宫殿 这时候 方正化终于敢抬头 他正好看到了皇帝 消失在门后的背影 不过 他没有立刻跟上去 而是以无比严厉的目光 看向周围伺候的宫女 你们第一次来宫中 不知道规矩 大家在这里提醒你们一句 切尽忠于扯 死 谁胆敢泄露 刚才发生的半个字 说到这 方正化后面都没说出口 有些事并不需要说出来 冷笑了一声后 方正化 看向草原美人中的一味道 纳目中 你曾是林丹寒的皇后 应当知道这些 好好盯着你这些姐妹 别让他们 绊到咱家的手中来 不然 皇后也保不住你们 说完 方正化也不管这些宫女的反应 匆匆走了出去 都关好自己的嘴 纳目中淡淡说了一句 便带着所有人也跟了出去 他们还要伺候皇帝 关于周延如和温体人的任命 内阁很快就起草诏书 并送到了司令监披红用印 看到这份诏书后 房体前询问了一下皇帝 最终盖上了玉席 然后送到内阁颁布下去 很快 立步颁发了任命告身 二人走马上任 一个开始推进一步的发展和改革 一个可开始抽调人手 组建商部 并和规划成接洽 对于东卵阁中发生的事情 其他人不知道 但却瞒不过王体前 当诏书颁布下去后 王体前独自一人 来到了梅山东边的歪脖子树下 这里立了一座梁亭 皇帝正在梁亭之中 眺望皇宫 这里是皇宫最高处 可以将紫禁城的所有景色 都收到眼底 甚至能看到部分惊失的景色 你们都退远一些 不要搅扰咱家和陛下的谈话 来到梁亭后 王体前手中扶尘一扫 让其他人退走 是 公狗 方正话一看 很有眼色的褪开 不过 并未离得太远 依然在视线之内 只是 听不到两人的谈话而已 朱尤俭的眼角看到了这些 却并没有阻止 他不知道 王体前过来干什么 他此刻 正不停地思索着 昨日徐光奇几人的所作所为 他隐约明白过来 昨日几人的作为是来示威的 是告诉他 内阁不可辱 阁臣不可辱 皇帝有事情 必须和内阁商量 内阁没有同意 是不能作数的 这是一种限制 一种非常赤裸 明显的限制 是项权 对皇权的限制 自古以来 有了皇帝这个名称之后 皇权和项权的斗争 开始了 从未停歇 明初 朱元璋废除了 丞相这个职位 将所有大权揽在手中 直面六步 处理政务 将权暂时消失 但这只是 废除短暂的一个时间段 在朱立登基后 弱化的丞相 内阁便出炉了 并在随后的日子里 迅速膨胀发展起来 而且 对皇权的限制 更加大 皇帝无力对抗 只能倚众太监 和内阁为代表的文臣相争 朱元璋登基后 太监的威风收敛 他能力较强 自己亲自下场和文臣争斗 并通过一系列的暗箭 战争 清理了一批朝臣 扶持了一批朝臣 可以说 大权在握 然而 随着皇权的膨胀 将权触敌反弹 于是便有了今日这一幕 此刻 朱友简已经冷静下来 他在思考 自己该如何 面对这一局面 历史上 崇祯自费武功 罢免了太监 自己无力和文臣相争 最终 只能调动的资源 越来越少 最后 身死国灭 并没有给出 如何对抗文官的答案 反而给出了 无法对抗文官的答案 而到了满清 也无力对抗 抱团的文官 最终 另立了一个军机处 来分权内阁 驾铃内己 内阁处理日常事务 而军机处 处理重大事务 既享受了 内阁的宰相之变 却无宰相之患 朕 没有军机处 却有私利监 只是 真的要如此做吗 朱尤俭 皱眉深思着 军机处 其实是 私利监的升级版 是清朝版的私利监 朱尤俭虽然想过 但却并没有任何举动 将私利监 朝军机处发展 满清 是封建集权的巅峰 满清的皇帝权力 也大的吓人 但无疑 中华大帝 正是从满清开始 落后世界的 看似满清的制度 对他帮助最大 但照着那么做 就真的对吗 要知道 朱尤俭不仅仅是皇帝 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来自后世的穿越者 他能清晰地看到 历史线的发展 集权 虽然还能发展一两百年 但民主是必然的 不 民主也不是必然的 那是西方玩出来的东西 真的适合华夏大帝吗 想到后世的种种事情 他又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 这么一思考 朱尤俭发现 自己再次陷入了糊涂当中 人生难得糊涂啊 不禁感慨一声 别人可以难得糊涂 但陛下却不行啊 陛下必须做天底下最明白的那个人 陪着皇帝 陛下站了半天 王体前才终于开口 是啊 可越明白 心中却越痛苦啊 朱尤俭语气中充满了苦涩 陛下很舍不得和徐格老的君臣之一吧 王体前笑着道 他落后了皇帝半个身子 看不到皇帝的表情 但每句话却能做出最正确的应对 光是这份本事就让人惊叹不已 不等皇帝回答 王体前立刻跟进一句 既然舍不得 何不争取过来 嗯 这话引起了朱尤俭兴趣 他转过身来 看着王体前 不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 他忽然发现 自己身边的人好陌生啊 总是会做出出乎他预料的事情 陛下雄才大略 令老奴钦佩不已 只是与某些方面略微有些稚嫩 王体前这么说了一句 然后继续道 陛下不想用私礼剑 不想用太监 老奴明白 毕竟咱家等人都是残缺之人 心理阴暗 做事总是容易偏激 争权夺利还行 真做起事情来 虽然效果很好 但波及面和后果嘛 说到这儿 王体前没有说下去 太监的危害 大家都看在眼里 但屡禁不止 为何呀 好用啊 陛下试图改变这些 老奴心情很复杂 但还是出于经验 想了些对策 以供陛下参考 王体前没有看向皇帝 而是看向了梅山脚下的皇城 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 不免语气有些萧瑟 这一丝萧瑟很淡 朱尤俭并没有体会到 他只是略带西记地 看向王体前 希望这个老太监 能给他一些建议 可以预见的未来 他和内阁的冲突必然增多 除非他放弃千刚独断的政务方式 这是好事 但偏偏朱尤俭不想限制这么大 人呐就是这么矛盾 前宋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天子和士大夫共治天下 老奴觉得放到本朝 不妨改成天子和内阁共治天下 天子和内阁共治天下 朱尤俭难难念了一遍 似乎还通顺 如何共治啊 他问道 放权 王体前忽然斩钉截铁道 为内阁证明 彻底放权内阁 让内阁去管理百官 陛下管理内阁和内阁共商国事 若内阁串联架空造反如何 朱尤俭反问道 这是一个最实际的问题 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有句俗语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鸟一多 就无法保持安静 千人千面 内阁也是如此 一旦人数多了 一下子担心 并不会发生 说到这儿 王体前看了若有所思的皇帝一眼 接着道 唐墨有一句话 叫做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陛下发展御马界 乃是再正确不过的事情 若天下兵马 接在御马界管理之下 陛下何去内阁呀 何去内阁 这句话 听得朱有姐浑身一阵 全集他又觉得有些莫名的熟悉 仔细想想 这不就是和后世的整体差不多吗 想到这儿 他不仅苦笑了 原以为自己能走出后人的藩梨 走出自己的新道路 没想到最终还是绕了回去 果然啊 一切不过是历史的重演 不论是自己记忆中的历史 还是现在的历史 都是如此 让朱想想 朱有姐丢下这句话 便结束了和王体前的谈话 他需要好好地想想了 体制改革一向都是最难的 而大明运行了两百多年 体制上的问题比比皆是 不然最后也不会亡了国 没有任何一种体制是完美的 制度制定的时候 都是适合当下的情况 却不适合未来 因此 在运行的过程中 是要修补的 不断地修补 不断地改进 不断地改革 登上皇位后 朱有姐就有这个意识 他开辟台湾和规划成 两个画外之地 就是想要做制度的创新 推动长州府的改制 也是要做个尝试 但是 他从未想过 要这么快 对最上层的体制进行改革 虽然试过 但是稍微遇到一点阻力之后 立即就停了下来 他动得最多的 还是完全规自己掌控的内庭 此时 要动内阁 他真的有点彷徨 要不 先缓缓 说真的 他还没想好 上层建筑 到底怎么设计 真是事多呀 朱有姐有些头疼 揉了揉额头 此时忽然泛起了一个念头 那就是将徐光奇给罢免 换个听话的内阁出来 难道又要用太监 朱有姐低头想到 内阁这次反击 让他有种 事态失去控制的感觉 不知道 接下来 自己的计划 能不能通过 朱有姐随意地走着 冬日的宫后院 倒也有一番美景 银庄素果的植被 灵寒独自开的梅花 简单 却回味悠长 出政真难哪 看到这里的美景 朱有姐的心情好了不少 但依然还是长叹一声 政治远比战场复杂得多 此刻他才感觉到了一点 政治错综复杂的诡秘感 正当他彷徨的时候 脚步声忽然在身后响起 而后是方正化 恭敬地问候声 参见皇后娘娘 陛下遇到了难事 带着一阵相风 田秀英出现在朱有姐身边 并排而立 与此同时 进前伺候的纳木钟 和钟根立刻推开 给两人让开空间 这种小动作 朱有姐根本没有注意 倒是田秀英看得很细心 见此唯唯一笑 很满意这几人的态度 看来 高启前选的人都不错呀 是啊 头痛得很的 朱有姐忍不住吐槽道 对于自己的枕边人 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能说真心话的 目前也就是田秀英了 当然 丢脸的事就不说了 是徐哥老他们吧 田秀英微微一笑 她在宫内的消息 也很灵通 对于这些 臣妾不懂 想来陛下心中 已经有了定论 只是 不知如何抉择吧 是啊 还是婴儿了解朕呢 朱有姐再度探亲 处理事情的方法千千万万 但如何选择 却非常考验人 抉择真的很难 唐朝史著名的 房谋杜断二人中 杜如慧的排名 就在房玄陵之上 由此 可见抉择的重要性和难度 如今 朱有姐面对的 也是这个问题 偏偏 能和她商量的人 没有一个 这是属于帝王心术范畴了 臣子不宜得知 既然难的话 陛下不如放一放 出去转转 陛下正好要巡游 不如 就此出发吧 田秀英劝道 虽然 她不喜欢皇帝上战场 但不得不承认 皇帝每次从战场回来 都是最意气风发的时候 那样的皇帝最帅 田秀英略微有些脸红的响道 放一放 朱有姐难难念叨着 是啊 神庙老爷后半辈子都没怎么上朝 朝政也正常运转 陛下不如学学神庙老爷好了 什么时候心情好了 再去处理政务 田秀英 威威威劝道 他并不是胡说 而是有地放适 主要是 王体前找他来谈了一下 并不希望 年轻的皇帝 因为一些权力斗争 就灰心丧气 或者 就此陷入其中 心上的能力 是毋庸置疑的 王体前 并不希望一个 能将大明稳定下来的皇帝 就此毁掉 例如当年的神庙一样 学学神庙 朱有简 微微一正 万历皇帝最出名的是什么呀 是长达几十年的代政 然而 就算如此 也有万历三大征的辉煌 皇帝不上朝 不理朝政的情况下 朝廷如何维持运转 当然是司礼剑了 也罢 将司礼剑启用起来吧 压一压内阁的气焰 免得以为 正好欺负 朱有简点头 内阁想要搬回局势 但他毅然不想放弃大好局面 而且 王体前所说的 增加内阁人数的做法 很值得考虑 这次巡游 就当放松 然后 想想让谁入阁好了 朱谢元要从前线召回 然后 再增派四个人 内阁人数达到九人 就差不多了 九个人 自己总能分化瓦解 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轻易就被内阁逼迫上来 至于 这次带头的徐光启 用用再看吧 自己真的不想换掉他 也罢 就如婴儿所说的 咱们出去玩吧 叫上原飞 明日就出发 朱有简 展眼一笑 虽然 问题还没解决 但是 暂时搁置下来 也令他心情好了不少 啊 明天就走 陈器还有一些东西 都没准备好呢 天秀英惊讶到 他没想到 皇帝竟然如此着急 准备的事情交给别人吧 咱们先出发 再说了 又不是直接出海 还要在天津 待一段时间呢 初有简 哈哈一笑 那好吧 田秀英兴奋地同意下来 作为一个 从未出过远门的 大家闺秀 他对于出海游玩 那也是充满了乐趣 田秀英 可是刚刚十七岁 按照后世的算法 还未成年 第二日 徐光启四人 齐聚在黄基门的时候 来到这里的 并不是皇帝 而是 私里见的 王提前 看着有些 错愕的四人 他露齿一笑 诸位阁老 内阁票你完毕后 烦请将奏折 送往私里见 陛下呢 徐光启没有理会 对方压迫性的目光 而是平静地问道 自从那日做了之后 他早已做好了 接受任何处置的准备 陛下今日凌晨 带着皇后娘娘 和原妃娘娘出门了 徐光启微微点头 又是内阁和私里间 相争的局面吗 这个结局 可比他设想的许多结局 要好得多了 至于 内阁和私里间相争 他根本没放在心上 这是很久的套路了 他完全不拒 既然如此 请公公出去吧 内阁票你完毕后 奏折会送往私里间 说完这句话后 徐光启突然气势一变 感觉跟换了个人似的 非常严肃 如临大敌 王提前奇怪地望向徐光启 不明白 对方为何这种反应呢 难道这种局面 也在他算计之内吗 王提前不解 但他也没多待 而是顺从地退了出去 回到了私里间所在 而后在他的召集下 所有私里间提督 丙比全都齐聚宫中 开了一场 别开生命的会议 私里间这是第一次开会 其原因 不外乎是皇帝的重视 以及批红权力的回归 金上登基后 不喜欢用太监干政 是非常明显的 私里间因此沉寂了好久 原本批红权力 重新回归到了皇帝手中 甚至有和内阁融合的趋势 这些王提前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作为这一代的私里间掌业 他自然要有所动作 只是机会一直不允许 皇帝和徐光启融洽的 君臣友谊 让他无从下手 好在 这次内阁的突然逼迫 让他找到了机会 以退为进的 进了一番言语 给内阁下了个绊子 当然 以退为进也很危险 万一 皇帝一个想法出乎预料 全面倒向内阁 那他不就成了笑话了 于是 之后他又找到了皇后娘娘 从侧面施了把力 起码 私里间也要在皇帝面前 展现一次自己的价值 不能就这么直接消亡了 私里间的地址在皇城内 和御马间在同一块地盘 只是 微有些差距 相比 今日愈加发达的御马间 私里间这边 不免有些落寞 只是 今日这里却大不寻常 很多人聚集在这里 集起一堂 显得非常热闹 如今 私里间的权力格局 是有三层 掌印 提督 丙比 其中 掌印 掌总 负责一切 而丙比 则协助掌印 处理 处理政务 提督 则主张一方具体事务 不过 由于之前私里间批红权力的丧尸 王体前的存在感 一文不值 也没有这个底气 去管理那些提督 不过 今天却大不一样 批红权力 重新回归 于是 有了这次会议 如同内阁中的布置 王体前坐在主位 两边则是提督 再过去则是丙比 一人一张椅子 一张茶几 上面摆着香鸣和茶点 和内阁坐而论道的氛围 大致相同 看了看坐着的人 王体前略微叹了口气 还少了一些人哪 的确 本来 王庄和商行 也是归属私里间提督的 然而 就在前段时间 全部独立出去 分别成立了 农坐监和商坐监 由崔承秀和许新宿管理 如今 两人从地位上来说 和他平息 自然不用再来 不过 私里间提督的位置 还是不少的 有管理银行的曹化纯 有帝国日报的张仪 还有分化出来管理铸臂局的高石鸣 以及东厂提督刘若鱼 此外 就是八个丙比太监了 恰好 作为正常人的崔承秀和许新宿 全部独立出去 当然 东厂也有些独立的苗头 不过不太严重 如今 还在私里间的管辖范围之内 只要这次私里间差事办好了 东厂这点苗头也会被掐死 想到这儿 房体前看了一眼坐堂的秦依卫 这个机构倒是真的重新恢复雄风 如今和东厂互为监督 不再有上下级关系 其声势达到了历史的巅峰时刻 如今 宫内宫外 草野地方 到处都有他们的眼线 私里间也不例外 这样的会议 更是由他们的座堂人员 记录和监视一切 不过 这是规矩 盲体前也无法改变 贴了眼对方后 他不再关注 而是看向四个提督太监 这里面权威最高的自然是刘若瑜了 而最低的则是掌管驻碧局的高石鸣 而论到地位的话则是曹化纯 他资历最老和王体前是一般无二的 因此作为地位也是在左边的首位 仅次于王体前 高于刘若瑜 不知掌印大人召集咱家所为何事 这隆重的场面有些不习惯呢 陶化纯坐在椅子上 有些别扭地动了动身子 伺候人习惯了 此刻坐着郑重地说着事 此刻坐着郑重地说着事情 总感觉身上有虫子似的 无法安静下来 倒是刘若瑜沉稳得多 原本儒雅的气质中多了思灵力和冷血 显然 东厂提督的生涯让他改变很多 王体前瞥了眼曹化纯 没有多说什么 这老家伙只要不当刺头 语气随意一些 他并不在意 昨日 咱家从陛下手中 重新拿到了披红拳 王体前低沉着声音道 颇有种反派大boss的派头 真的 几人顿时身子直起 看向上头的王体前 就连几名丙比也是如此 他们应当是最高兴的了 没了披红拳 他们走出去 都感觉地位下降不少 自然是真的 陛下已经于今日凌晨 带着皇后娘娘和元妃 离开了皇宫 去往天津 接下来 陛下会在天津登船 一路南下展开巡游 直到过年才会回转 王体前将皇帝的行程 娓娓道来 这并不是多么保密的事情 皇帝喜欢出门 这是人所皆知的 瞒是瞒不住的 当然也就陷于高层之间 底层和地方是不会流传的 这个消息并不保密 但各位也不要到处去传 若是引起恐慌 你们知道后果的 王体前还是警告了一句 就算消息流传出去 源头也不能是司礼剑 如今司礼剑刚有起色 不能失了皇帝眼中的印象分 这个自然 咱家又不是矛头小子 轻重自然知道的 曹化淳点头严肃道 我会让人盯着民间的 不会让流言扩散出去 刘若瑜进一步 主动维护起来 能如此最好 王体前点头 然后继续道 陛下和皇后 接不在宫中 也就是说 接下来的两个月内 宫中由我等主持 最后做得好坏 将直接影响我等前途 明白 几人点头 你们几人分管的事物 自有章法 咱家也不多管 但若是有事情 或者有什么情报的话 最好能通个气 一起商量 王体前瞇着眼睛道 司礼剑长久没管事 自然不好一上来就逼迫 而且他也真的并不想插手 没必要 只要他们听话 主管就好 几人没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真正重要的还是内阁 咱家这里 有一些陛下 想要通过的计划 在这两个月内 一定要执行下去 让陛下 看看我等的本事 当然 皇体前随即 拿出一本奏折出来 然后开始慢慢地讲 这皇帝留下来的很多 不过 最主要的 还是商部的组件 这个一定要定好 并促使商部和规划城展开往来 而接下来就是税务总局的组件 以及海关了 海关就是皇帝临走前交代的 陛下这次难寻 并不仅仅是游玩 大海上的利润 这次他是铁了心的要收上来 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中 会议一直召开到很晚 才结束 陛下 这就是天津吗 怎么这么热闹啊 坐在宽大的马车上 皇后田秀英 好奇地朝外面张望着 透过马车的窗帘 他看到的是一副繁盛的景色 虽然地狱不如京师广阔 但其繁华程度 丝毫不下京师 这是自然 百万移民路过天津 自然带来不一样的繁荣程度啊 朱尤俭笑着给田秀英解释着 而旁边 原非则乖巧地听着 时不时 伺候皇帝吃下一些小吃 天津作为曹运转接点 本就繁华 而今却是更加繁盛三分 并没有因为曹运改海而没落 反而更加兴旺发达 如烈火烹油一般发展起来 就算没有百万灾民过境 这里也不会差太多 天津三位也在财彻之中 这里已经没了军户 所有的军户不是去了港口 就是种田务工 繁多的机会 根本没有饿死的可能 只要肯下力 就没有过得不好的 如此日子 让那些军户都是喜出望外 些许为所军官的怨言 根本不足委屈 啊 原来是这样 一个港口的出现 竟然让天津繁华至此 着实不可思议 田秀英眨巴着大眼睛 看着外面的景色 很难和印象中 那个破败的小城市 重合起来 天津算什么啊 朕点时成金的本事 还多着呢 婴儿 你且等着 朕会让上海这个县城 成为媲美惊世的大城镇 朱友姐哈哈笑道 言语中不无夸耀 必须好厉害啊 田秀英根本不在意 上海是哪里 她只是崇拜着 看着自己的男人 忠心送上赞美 臣妾可是听人说过 陛下的本事 可是能和太祖 成祖媲美的 那是 朱友姐毫不谦虚地承认了 陛下真臭美 原非在旁边 嬉嬉笑了一下 你敢笑朕 吃朕的家法 朱友姐张牙舞爪地扑过去 三人在宽大的马车上 笑闹起来 皇帝坐的马车自然是特制的 各个街何处可是安装了弹簧的 二十多个弹簧 让这辆车平稳至极 骏马急驰起来 丝毫颠簸都不会有 晃晃悠悠的 倒是显得极为舒服 目前 大明的工业水准 是无法生产弹簧的 这些弹簧全部都是高明降日 一个一个打造出来的 颇为费时费力 而马车制造厂中 每一辆这样的豪华马车 可都是能卖上千辆银子的 而且还有价无市 不是有钱就能买到 需要预定 一些地方 这样的马车 已经炒到了上万辆一架的程度 从天津草草路过之后 朱油箭并没有过多停留 甚至没有接见天津的支付 而是迅速离开 踏上了前往海港的水泥路上 有了水泥路 交通极为便捷 不过是一个时辰 他们就来到了港口 这还是照顾了一路的游玩效果 不然呢 速度还要更快 半个时辰就能到 末将参见陛下 参见皇后娘娘 参见袁飞娘娘 朱油箭三人下车后 前来迎接的沈友荣 立刻带着大批海军 和港口管理人员 前来拜见 朱油箭本就是带着良女 前来见世面的 自然不会藏着掖着 别让他们俩 一起来接见大臣的拜见 田秀英是见多了这样的场景 自然从容不迫 倒是袁飞 初次经历 不免紧张地全身燥热起来 没事的妹妹 只要好好地受着就行 陛下会处理一切的 田秀英感受到了 小姐妹的紧张 拍了拍她的手 二人的关系非常好 一是共患难的经历 一是共同伺候皇帝的经历 让她们亲如姐妹 嗯 多谢姐姐 有了田秀英的安慰 原非好了很多 不过心中仍然不免高兴和兴奋 如此待遇 除了皇后姐姐之外 宫中也就只有我了 假以时日 一个皇贵妃的地位 那是跑不了的 想到这儿 原非心中不免甜得 跟喝了蜜糖一样 她本身并无多大野心 能有皇贵妃的前景 已经很满足了 前面的朱友简 自然不知道 自家女人的小心思 她快步走了上去 立刻将沈友荣给扶了起来 是真扶 老将军快快请起呀 朱友简搀扶着沈友荣起来 对于这位老人 她是真的佩服和感激 若是没有她 大名的舰队 不可能这么快成型 全都是她的功劳 将军真的老了呀 感受到对方的沟楼的身躯 朱友简不免地感慨起来 对方真的是为这支舰队操碎了心 去年还能承海出战 今年却这个样子 怕是乘船都不能了呀 多谢陛下关系 老臣身体 虽然一日不如一日 但还能为陛下 把关个两三年吧 说完 沈友荣在心中又补充了一句 有个两三年 大名的舰队 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到时候 自我造写能力有了 接下来 就是慢慢地积累和发展 已经不需要她操心了 不过 能否看到那个时候 沈友荣挺怀疑的 自己的身体 她自己清楚 如今全是靠着人参和各种珍惜药材吊着 等哪天药材不顶用了 怕事就要归西了 自己死不要紧 只要能将海军的建设完 也值得了 若无将军 何来此繁华盛景 朱友药一纸海面上布满的白饭 心中真的是高兴非常 如今 大名可是有了一支非常强大的舰队 哪怕不仅荷兰 西班牙在南洋的主力舰队 但保证沿海安全 清剿海盗却是足够了 对于皇帝的这番话 沈友荣倒是没有推辞 而是坦然受之 他为这支舰队的确倾注了无数心血 这番夸赞都是能承受得住的 老将军 海军可还缺经费啊 朱友药推掉了方正化搀扶的举动 亲自搀扶着沈友荣的手 慢慢地沿着海港码头走着 边走边聊 这种荣蟲 让后面跟着的沈兽虫和郑之龙眼热无比 若能得皇帝如此对待 此生怕是足矣了 缺呀 上次陛下给拨的百万造船费用 如今已经用了七十万两 沈友荣说道 战列舰好用 但费用非常高昂 一艘七万两 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 而且还是小的战列舰 若是吨位稍微大一点 恐怕还要贵上一些 放心 朕 钱有的是 朕 这就命人再拨一百万过来 朱友荣豪气道 对于造战舰 他非常的舍得 这个时候 花得越多 将来赚得就越多 这笔钱 他还是会算的 多谢陛下 能有陛下如此信重 老臣此生足矣 皇帝的信任 让沈友荣激动无比 甚至还要跪下来谢恩 诶 你我君臣 何须如此呀 朱友荐阻止了对方 君臣二人相视一笑 一切感动和信任 尽在不言中 和朕说说海军的情况吧 朱友荐随口问道 虽然 御马舰那里 有很多海军提上来的报告 但 看报告 哪里有当场了解 来得清晰呀 微臣遵旨 听到这句话后 陈友荣心神微微一动 有些事情 该交代了 目前 海军炮舰 有三十二艘 朕友荣 缓缓开口 他这是 将之前俘虏荷兰人的 武装商船 都算进去了 其中 中型战舰 十一艘 小型战舰 九艘 炮舰 十二艘 中型战舰 就是三级战列舰 而小型 则是五级战列舰 炮舰 就是武装商船 这是目前 内部对舰船的划分 不用太正规 但目前 船不多的情况下 不够用了 只要能简单区分就好 运输舰队方面 共有 两千料的浮船百艘 嗯 怎么有这么多呀 听到这儿 朱尤简 不由地打断了 沈友荣的话 疑惑起来 要知道 去年出海的时候 还没这么多呢 战斗舰夺起来后 末将就将台湾舰队 给拆分了 其中 小船全部转给了海运公司 运输舰队 只保留两千辆以上的浮船 沈友荣笑着解释道 朱尤简明白了 之前 沈寿重执掌的台湾舰队 拼命地扩建船只 泉州造船厂的产量 全部添入其中 还从民间大量搜购大船 如此 才有现在这个规模 而且 其中还有很多 是他追脚走私和海盗 抢夺回来的 小船被卖了 大船 留下来自用 相对来说 浮船 做运输舰 远比盖轮船要合适 也更合适 也更适合 大明眼花多变的 季风环境 尽管航速慢 但成本低 而且 对风的利用率高 可以一直跑 甚至 还能开进长江 综合性价比 非常的高 尤其是水密舱设计 更是对运输货物的船只来说 好处极大 遇到事故 能减少损失 等待救援 因此 海军内部 主要分为 两个部门战斗舰队 和运输舰队 不仅要负责战斗 还要承担一些运输任务 比如购粮 比如运输士兵 运输灾民和物资等等 卖给海运公司了 卖了多少钱呢 朱尤俭 对于沈友荣处置的 不需要船只的方法 弄得一乐 这算是军转民用吗 不多 一千多艘船 也就二十万两银子 而且还不是收的银子 全部都是粮食支付 要不是海军人多 消耗大 末将还真不愿意收呢 说到这儿 沈友荣不懈地撇了撇嘴 显然对海运公司的小气 不以为然 海运公司最多的就是粮食了 钱呢 的确没多少 也不是故意不给的 朱尤俭笑着道 然后问道 运输舰队谁在管理啊 战斗舰队分为两支 一支是沈寿重管理 驻扎在台湾 主要巡视范围就是浙江不见一带 偶尔也会到广州海熟悉一下水文条件 不过去的不多 另一支则是驻扎在天津 主要负责北方的巡逻 和对辽东战场的支援 而运输舰队则没个准了 一直在海上飘着 常年累月地搬运着物资和人员 一刻不得停歇 陕西的百万灾民 可全都是靠着他们搬过去的 是郑之龙 他对扶船较为熟悉 目前被派遣为管理运输舰队 陕友荣指了指 身后跟着的郑之龙道 哦 你是想磨练磨练他 朱尤简略为一思索 立刻就明白陕友荣的用意 是的 郑之龙乃是难得的水上降载 岂之不用数为可惜 只要好好磨练一二 必将撑起一片天空 沈友荣对郑之龙很看好 评价非常的高 不过 说到这里 他并不愿意继续下去 而是转而说起了自己的大海军计划 按照沈友荣的计划 他打算继续增加海军港口数量 从天津开始 一路往外南下 首当其冲的就是深入渤海的两个半岛港口 首当其冲的就是深入渤海的两个半岛港口 履顺和登州 这两个地方的港口必须建设好 同时驻扎不少的舰队 这里事关京师的防卫 以及海军大本营的安全 不可不重视 再往南 还要在南直立增添一个港口 地方 陈友荣已经选好了 淮安府的海州 这个位置 朱尤简看得有些熟悉 仔细看了一会儿后 大致明白过来 这就是后世连云港的位置 再往南就是上海港 上海港过去是宁波 之后是泉州 再往南就是广州 再加上台湾岛上的七龙港 笨港 大圆港 海南岛上的海口港等等 整整十二个港口 将大明整个海岸线 全部给包围起来 形成了一条坚固的海上防线 当然 沈友荣的设想 并未就此终结 辽东 他也有港口建设计划 包括 朝鲜的济州岛 日本的对马岛等等 他都看在眼中 想要在这些岛屿上面 建设港口 停住舰队 将周边的海域 将周边的海域纳入大明海军的巡行范围内 想不到将军竟然有如此长远的目光 饶使朱友荣 从后世而来 也不免被沈友荣的计划所惊叹 若是本国港口建设也就罢了 毕竟大明海域广阔 海军想要全部控制起来 必须多建港口 以港口为基地 扩大辅射范围 但是 将目光描向了朝鲜和日本 那就真的超出了这个时代的眼界了 将军为何有如此想法 就算朱友荣 也忍不住问出这个问题了 早晨是和于大丘将军一带的 面临过窝口之乱 虽然里面大部分都是大明的海盗 但有朝一日 日本之民当真渡海而来 大明江南 岂不是要再次乱上一招 沈友荣说起这个的时候 目光顿时深邃下来 眼睛中全都是回忆之色 最好的做法 就是遇敌于国门之外 只要海军控制住了日本周围的海域 大明将永无窝口之乱 大明海江将永固 海拨弊平 这句话 沈友荣说的斩钉截铁 无比的坚定 然而 朱友荣却有些哭笑不得 你天朝上国的思维太霸道了 就为了你海江永固 就要将港口建到别人国土上 也真是 将军真霸气 有将军在 这些梦想早晚又实现的 朱友荣 中秋还是热血沸腾起来 延后将军做个预算 递到御马舰 朕会拨银子下来 开始港口建设 多谢陛下 陈友荣十分意外 诉说这个计划 只是未来的畅信 让继任照着发展罢了 却没想到 皇帝这么果断 只是听了自己的讲述 就将拨银子过来 着实出乎他的预料 朕 别的没有 就是钱多 自夸了一句后 朱友荣神色不免严肃起来 必须加快海军的建设 大名在海上的敌人 可不少 敌人 这个词的确令神有容 一了 他又明白过来 皇帝所指为何 陛下的目光 比末将更加长远 末将只能看到 门口这一亩三分地 陛下却看到了 画外之地 神有容 叹服一声 这辈子 在海市上 他从未服过谁 哪怕是号称鱼龙的鱼大球 他也不怎么服气 自己也就比对方 生得晚了一些而已 若是同时期而生 那就没有鱼大球什么事了 然而 对于金上的眼光 他却不得不到个福字 这境界 这长远 的确比自己厉害多了 听陛下这么一说 末将倒是觉得 要加快动作了 神有容算是明白 为何皇帝这么急切了 全是未来的不确定 台湾一战 虽然大明赢了 但明显 荷兰人不会善罢甘休 包括西班牙也是如此 他们在南洋 还有庞大的舰队 虽然要维稳 但 担保对方不会北上 朝大明杀来 一旦面对海上袭来的强敌 港口的作用 就非常明显了 而密布在海岸线上的港口 到时候 也将是敌人最大的噩梦 是啊 时间不等人呐 朱尤简点头 然后就看向神有容 苍老的容颜 关切地问道 将军身体如何 可还能主持海军事务啊 海军人才非常的缺乏 除了神有容之外 挑不出几个好苗子 变数上下 也就沈兽虫 联抢和事 不行了 撑不了多久了 神有容摇摇头 将自己的情况 大致说了一下 他是真的撑不了多久了 他感觉 自己最多还能撑两年 两年后 就算自己不死 神志也不清了 无法主持海军事务 竟然如此严重 朱尤简立刻重视起来 将军不行的话 不要硬撑 身体要紧啊 尽管海军缺乏高级人才 但再怎么样 也不能把人 累死在岗位上 太不人道了 无妨 末将就没打算 活着从天津离开 神有容却非常的淡然 他早就看透了生死 对自己也有了个规划 没死就在海军提督的位置上干下去 能将计划落实一点事宜 再说了 将军岂有病死踏上的 末将就打算死在提督位置上 陛下都会不准许吧 说到最后 神有容开玩笑道 老将军 朱尤简看着神有容的笑脸 不免神情凝重 他没想到 对方竟是做着这种打算 然而 面对老将军的执着 他却又不知道从何劝起 捏了捏鼻子 他扬起头问道 将军可有对继任者的贵花呀 用末将的儿子神兽崇拜 全子虽然于开拓方面并无剑术 但守城尚可 与炮剑作战也有心得 经过这段时间的操练 也不会弱于西洋 神有容淡淡地说着 丝毫没有因为 沈兽崇是他儿子而有所顾忌 哦 沈兽崇 真还以为会是郑之龙呢 看你那么看好他 还将他调到运输舰队磨炼 朱尔简有些意外道 他是真的这么以为的 郑之龙是个人才 若是他做提督的话 一定能做得比全子要 神有容毫不避讳地答道 但郑之龙也性难迅 从曹马归顺朝廷 不过才一两年而已 心中野心并未消磨 一旦执掌海军 恐有不测 神有容的话 顿时令朱尤简慎重起来 回顾郑之龙在历史上的表现 可不是如此吗 末将去后 可由全子接掌海军 继续末将的计划 建设海港 将朝鲜和日本 纳入海军巡行范围 神有容继续说道 全子不才 但这些还是能做好的 完成后 若是陛下无意扩张 可用全子为止 建设海军 加强海军战斗力 维护海疆平静 比喻南阳红毛人的侵袭 若是陛下抑郁南阳 则让全子转去二线 让郑之龙接掌海军 想必经过这么长时间打磨 郑之龙当可堪一用 再则 军中有全子看着 就算那郑之龙想翻天 也不怕他了 神有容将自己的安排 一口气说完 随后 他又邪逆了皇帝一眼 继续道 不过 陛下不可没守 本将这套说辞 这只是目前来说 最好的罚子 陛下还应当 加强海军人员建设 全拔人才培养 一旦有优秀人才 废墟二者也可 全拔人才呀 朱有俭苦笑一声 海军人才哪里这么好培养 其培养速度 还真赶不上 沈兽虫和郑之龙的成长 老将军这么说 也不过是安镇之心吧 对于神有容的说辞 朱有俭非常轻 说是可以废除 但却是未来必经之路 海军人才的培养 等到郑之龙干得差不多了 此时才可能积蓄得上 俗话说 百年海军 此时虽然不需要这么久的时间 但十年还是要的 这么久的时间 足够沈兽虫和郑之龙 轮一圈了 说到这儿 两人的话也差不多说到头了 后事都交代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恰好此时 风浪大了起来 波涛汹涌 海浪不断地拍打在礁石岸边 炸得一朵朵洁白的浪花 将军好好休息吧 将军活得越久 是大明之福啊 朱尤兽说了一句 便搀扶着沈友荣往回走 他年轻不要紧 但沈友荣年纪大了 可吹不得太久的海风 末将在海上漂泊了半辈子 这点风浪不算什么 说是这么说 但沈友荣也没谢绝皇帝的好意 慢慢地往回走去 两人重新回到了人群当中 对于皇帝和沈友荣的谈话 众人非常好奇 不明白他们说了这么久 究竟说了什么 不过 到底没人作死去打探 所有人都忍住了自己的好奇心 两人回来 这次的迎接活动算是结束了 皇帝也在天津港口中住了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中 每日都有从京师来到这边的马车 送来各种物资 全都是这次出海要用到的 最后甚至来了好几个胡子花白的御衣 这几个是上次跟着朱尤俭出海的 因此这次还是他们跟来 海军自然有军衣的配备 但皇帝肯定不可能和士兵们待遇一样 肯定要自带医生的 一路遥远 谁都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 在天津等待的日子中 朱尤俭并没有工作 就连近在咫尺的长炉岩厂 他也没去 也没必要去 长炉的一举一动都在他掌握之中 根本不需要他亲临现场 泥远路在镇上做得很好 新的长炉岩厂公司发展很好 不论是岩厂建设还是经岩的输出 都已经走上了正轨 接下来不过是继续扩大产量 支援轩贵们 扩大食岩贩卖区的工作了 而有着义部和海运公司的支持 这一点并不难 三日后 天津港口 一望无际的海洋上 停满了战舰 此时战舰并未升起船帆 就这么站着 在战舰的周围 则是大量扶船 每一艘扶船都非常高大 清一色的两千辽大扶船 最大的甚至在三千辽左右 比最大的战舰还要大 今天是朱友简出发的日子 再配合皇后和元妃 在海棠上玩够了三天后 他们终于要走了 将军真的不考虑一下吗 不过登船前 朱友简却看着神友荣 满脸的无奈 陛下不必劝末将了 这恐怕是末将 这辈子最后一次出海了 就让末将跟着吧 陈友荣满脸灿烂的笑容 当日和陛下大破荷兰人 着实令人畅怀不已 就让末将再跟着陛下出海一次吧 望着眼前倔强的老头 朱友简十分无奈 他劝了将近半个时辰了 还是无法打消 对方要跟着出海的念头 好吧 你跟着就是了 最终他还是无奈地同意 多谢陛下 沈友荣笑了起来 高兴得跟个小孩子一样 哪里有点七十岁老人的样子 让沈友荣登船后 最后的阻碍也没了 很快 朱友简就陪同着皇后和元妃 登上了旗舰 那艘缴获自格兰人 有着七十八门炮的三级战列舰 此行 除了天津这边剩下的战舰之外 还有几十艘浮船 是给他们运送物资和士兵的 到了陆地上 皇帝还是需要护卫 当然 浮船中还有着大量的货物 是四海商行的 转运南北货 也是目前商行的一个巨大利润点 当日海军淘汰的很多船只 除了卖给海运公司外 四海商行也接受了不少 同时他们还自己在民间造船 发展海冒 背靠着皇帝 如今也算是走海的商人之一 声势不小 悠长的牛角号声响起 这是挂帆开船的命令 朱友简站在船头 看着远处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陛下 海风大 当仙身子 田秀英走过来 给她披上了一袭披风 没事 朕不冷 朱友简摇了摇头 不过 却没有推却皇后的好意 任由对方帮自己系上 随后 皇后也没有说话 而是站到皇帝身边 满脸兴奋地看着在码头上 忙碌的水手 尽管 已经在这边玩了多日 但她还是没有声音 看得津津有味 只是忽然 她似乎想起了什么 不安大问道 陛下 咱们就这么离了皇宫 不会出事吧 这次可不同以往 不光是皇帝 就连皇后 乃至原妃都不在宫中 诺大的皇宫 竟然没有一个主人在 而京师中 却还有另外一个姓朱的存在 她的母亲 此刻也在宫中 若是两者理应外合 想到这个 田秀英顿时自责不已 自己不应该贪玩 答应和皇帝出来 而是应该再规劝规劝 若是因为没人在宫中坐镇 出了大事怎么办 有人造反怎么办 不会的 那些人不敢造死的 朱尤简拍了拍皇后肩膀 满脸自信 他这皇帝不是白当的 若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岂敢随意离开京师重地 正当他想说什么的时候 方正化却走了过来 递给他一张密封的奏折 奏折被火器密封着 显然还未开封 看上面的花纹和印记 是锦衣卫的 莫非京中发生了什么事 他拆开奏折 细看起来 等看完后 嘴角不由得微微翘起来 上面没说什么 不过是详细描述了 王体前召开四里剑会议的经过 以及内容 王体前 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 朱尤简将奏折和尚 递给方正化 自己可背着手 看着西边京师的方向 满脸神秘的微笑 这件事完全在他预料之中 对于王体前的用意 一开始朱尤简没明白 但皇后劝解后 她却是醒悟过来 这老太监明显是为着她着想 实际上却想的是 恢复四里剑的盛况 想明白后 朱尤简也没恼怒 干脆顺水催舟地同意了 对于徐光启的举动 她也十分疑惑 不明白对方为何要发难 毕竟之前她不是没有经过内阁 做出决定 当时也是直接通知内阁 拟制票拟就是 也没看徐光启有何不满呢 为何当日会是如此 除了明面上的权威之争外 朱尤简觉得 应该还有些其他的东西 于是她干脆推出四里剑 让对方去试探一样 而自己可跳出去 看看情况 正好台湾现在建设的差不多了 自己去看看 再顺便考察一下上海港 为开海做准备 当然 朱尤简更多的想去打仗 如今 海军实力雄厚 不是如之前一样 只能搞街闲战 海军充足的火力 让她有了扫兴沿海海盗的想法 不论是福建海的李葵棋 还是广东沿海的刘香老 都是她的目标 此战当速清腰分 牛角号声呜呜不断 铁白的船帆挂满 被风力吹得鼓胀起来 迅速地启动 然后朝着海洋深处行驶而去 跟在后面的 则是挂着青灰色硬翻的扶船 有些胖头胖脑的扶船 速度没有多快 但胜在灵活 很快就掉转船头跟了上去 两者保持一个队形 一前一后地跟进着 战舰虽然速度快 但因为时常要在海上 搞战术演练配合的缘故 一天总体路程走下来 并不太多 和扶船差不多 两者并没有脱离开 陛下真的不去朝鲜转一转吗 扶船携带的兵力 足够在海边占据一座城市 作为据点 旗舰上 沈友荣笑着问道 不去了 没有这个必要 看着天边 朱尤简很好地克制了 心中的冲动 那样做意义不当 没有陆军配合 终究无法驱逐女真的 说到这儿 他在心中暗暗加了一句 等这次回来再说 朝鲜终究是大明的蜀国 怎么可能让女真一直占据着 沦陷个一年半载也就够了 太久 面子上过不去 地波的大海上 一艘庞大的舰队航行着 上百艘船只 看起来畏为壮观 十一月的海风吹得人比较冷 这个时候的海水也很冷 雨少了 也就没了海调的乐趣 不过 朱尤俭还是陪着皇后和元妃 三人一起立在船头 看着一成不变的景色 三人的身后 是两个贴身伺候的宫女 这是皇后和元妃分别带来的 连同他们两个 是战舰上仅有的四名女性 毕竟是军队 就算是皇帝 也不好带太多女性上船 而且朱尤俭还是跟他们分开住的 军队中 哪怕她是皇帝 也要注意一下影响 陛下 这样静静地看着风景 真好 田秀英悄悄地看了朱尤俭一眼 然后小心翼翼地 将头枕在她的肩膀上 刚做完这个动作 她的脸就红了 她还是不习惯在外面 露出和皇帝亲近的姿态 只是此时气氛实在太好了 空旷无影的大海上 仿佛天地只有他们二人 无人打扰 无人影响 旁边的元妃看了 也有些羡慕 随即她瞄了一眼皇后 半眯着眼睛的脸庞 再看看皇帝冷峻的五官 也将头微微地枕上去 只是她的高度有点不够 无法放在肩膀上 结果滑了一架 变成贴在胸口 在身后伺候的方正化 无声地说了一句 然后悄然后退 以便给三人 让出更大的空间 甚至她还将两位娘娘 带来的贴身宫女 都给叫开了 感受着肩膀两边 承受的力道 朱尤俭左右一看 微微一笑 任由他们两人如此 她没有揽过二人 怕吓坏了他们 能做出这样的动作 恐怕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 船上的生活颇为无趣 但是两位娘娘 却丝毫没有觉得 能这样天天地陪在皇帝身边 已经是他们之前 不敢想象的了 就算日子平淡一些 也无所谓 当朱尤俭在海上漂泊的时候 远在京市内阁 却召开了一场会议 陛下已经在天津等船出海了 乾隆熙平静地说出了这句话 说话时 她是看着徐光起的 当日的东暖阁 临逼皇帝 完全就是对方牵头 而其他人出于各种目的 却是同意了 但是最终 他们也不知道 徐光起为何这样做 斯里间的 李鸿泉可在斯里间 徐光起 却是没有做任何解释的原因 只是不断地问道 皇帝走了 朝政还要处理 又没有太子监国 因此政务只能委托给内阁 而斯里间就是制衡内阁的 两者 一个票拟 一个批红 共同完成一件 政务的法定程序 皇帝前坐着斯里间 凡是咱们送过去的奏折 他都要审核一遍 然后再批红 说完 雄文灿顿了顿 接着道 这几日 斯里间都是彻夜不眠 灯火从未熄灭 八个饼笔 带着一些隋唐 将陛下积压 并未处理的奏折 全部闪了一遍 不少退了回来 让重新票拟 皇帝前大小事都可立决吗 徐光喜再次问道 小事立决 大事都请 王再进说了一句 然后有些讥讽道 怕王公公还没这么大的权力 能做得了皇公的主 能做主的只有皇帝 尽管皇帝不在 其他人也无法替代 交谈到这 最后回答的王再进 终于忍不住了 他看向徐光喜 问道 首府到底在想什么 当日 我等三人帮了首府 首府总要让我们心里有个数吧 王再进帮他 是不是 像军区按照这么快的流逝 兵部没了军权 他这个专善于此的阁老 岂不是也成了空中楼阁 尤其是接下来的九边改革 兵部将丧失主动权 王再进步干 于是和徐光喜一同行动 希望维持住兵部的权威 而乾隆熙则是从骨子里的不太对付 身为东林一脉的继承者 他和金上本就关系不合顺 只是妥协罢了 但若是能给金上制造麻烦的 他绝对不会放过 至于雄文灿 纯粹是跟着一起行事 他资历最浅 权责最轻 不跟着一起 万一被孤立了怎么办 他终究只是寻抚升上来的 能力格局都要弱一些 我能做什么呀 徐光喜抬起头 看向众人微微一笑 我想做的事情很多 他来不及做 嗯 众人不明白他的话 我这里有封折子 你们都看一看吧 徐光喜没有解释 而是将自己写的东西拿了出来 分发给其他三人 当然远在天边的朱谢园 他也送了一份过去 对方也是内阁大臣 这是惯例 每次内阁做出决议 都会给对方送一份过去 虽然无法参加 但及时得知也是好的 照目前西南边陲的战士来看 怕是年前对方就能回京入阁了 内阁三人有些疑惑 不明白 什么事情需要如此正宗 让首府大人 抄写三份奏折分下来 带着不解的情绪 他们翻开了奏折 然而 刚刚看了个题目 他们脸色 刷了一下就变了 他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 难以置信地 看着徐光喜 雄文灿更是尖叫出来 徐大人 你疯了 藩王的事情也敢碰 没错 徐光喜这份奏折的内容 是关于藩王的 而且非常大的 甚至可以说是不要命 他竟然要削藩 明末的藩王 自然不如明初 但有一样绝对超过明初 那就是人数和土地 几十万人口 十几二十万倾的侵占土地 当真是骇人听闻 不光如此 各地对藩王还疯狂地消耗当地的存粮 大明财政越来越紧张 庞大的藩王体系绝对是原因之一 这些朱元璋的后代 生生用自己的嘴 一点一点将大明给吃掉 徐光喜的削藩 针对的就是如此 凡是郡王以下 全部从财政体系中 剔除出去 自谋生落 再次则是李定和皇帝的血缘关系 凡是出了五福的 爵位仅仅只留存一代 后代不再享有继承 就算是有王决的 也就是亲王和郡王 财政波及也有限制 每年还是明初的标准 亲王一万代 郡王两千代 至于不足的 自己想办法 这是大的方面 里面的政策 还有更加细分的 比如土地分配 屋宅分配等等 但这些都是细枝末节 是在削藩之后 保证那些皇室族人生存的 当然 这些人都要交税 商税 农税 全都要交 这种策略 可谓是疯狂而又大的 堪称不要命 皇帝都不敢动的东西 你区区一届内阁大学士 竟然敢插手 我没疯 面对三人的质问 徐光喜面色柔和地笑了起来 这种笑容 竟然有些圣洁 你还没疯 你没疯 且这些干什么 乾隆熙忍不住骂道 她有些不好的预感 徐光喜 临逼皇帝让步 搞不好 和这些玩意儿就有关 早知道 不和这老神棍一起去了 这次要被她坑死了 乾隆熙没好气地想到 眼神恶狠狠地盯着徐光喜 似乎要吃了她一样 至于王再进和熊文灿 倒是没有这种情绪 他们此刻都是以一种 崇拜福气的眼神 看着徐光喜 怪不得人家是首府 想到的都是这种问题 有魄力 有决心 明年本官要推行光治改革 如同长州府那样的改革 这就需要钱 大量的钱 徐光喜眼皮子都不抬地说道 改革 你要推行改革 这句话又让钱龙熙几乎跳了起来 忽然她明白了 她知道为什么徐光喜要将皇帝逼走了 原因就是她自己要扛起来一切 内阁要将所有责任都扛起来 将所有注意力都吸引过来 而皇帝则可以高居幕后 注视着一切 只享受改革的弘历 而不用承担改革任务 君不见 历史上改革者的下场多有不好 宋代王安石 明代张居正 都没有好下场 这还是以臣子之身 行改革之事 而以皇帝之身改革的下场更惨 不仅身死国灭 就连名声都臭不可闻 古之王莽 随阳帝都是这么一流 他们都是好皇帝 甚至王莽在道德上 都能称得上圣人 但最终的结果呢 想到这儿 乾隆熙的眼神 有些复杂地看向徐光喜 不明白 他为何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说句严重的 他这是替皇帝去赴死的 你不懂 有些事情终究需要人来做 你不做 我不做 大明就要亡了 徐光喜悠悠说道 银上是个好皇帝 有魄力 有能力 更难得有人爱之心 只是年纪太轻 做起事儿来 太过操怯 刚吧 虽然效果好 但却难免有碰壁的时候 树敌更是多 地下还年轻 人生还很长 这些改革前期的阵痛和伤害 就让我承担了吧 说完这句话 徐光喜就沉默下来 内阁的气氛也随着他沉默而开始凝滞 谁都没想到 徐光喜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 一旦未来算起来 他必死无疑 徐公 雄文灿忍不住叫了一声 他想起了和徐光喜相识的那天上午 他们相遇在永定门口 共同等待皇帝召见 无妨 徐光喜摆了摆手 就让我以内阁名义 将这份奏折交上去吧 他扬了扬手中的折子 乾隆西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闭口不言 都到了这个地步 都和皇帝几乎短兵相接了 还能退缩不成 皇帝都离开了皇宫 将司礼监重新放了出来 不就是为了看清一切吗 此时要退下去 不用徐光喜找麻烦 皇帝就能将他给弄死 真以为 灵逼皇帝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吗 无论是王再进还是雄文灿 劝阻的念头 只是想了一想 就立刻抛之脑后 不再出现 多谢诸位 徐光喜起身 将奏折密封 然后命人送我私礼监 这虽然是奏折 但内容却是一个条规 并不是薛帆的策略步骤 不需要审批下来 只要呈上去给皇帝看才是 当然 司礼监肯定是要过目的 趁着司礼监找过来的时间 徐光喜大致讲了讲自己改革的策略 其实他刚才就想讲 但被乾隆西给打断了 徐光喜要做得很简单 大部分都是皇帝曾经说过的 想做的 首要就是官制改革 以内阁 巡抚 支付 县令 相阵 这样的纵向正权体 延伸下去 同时 他要将中央九部框架结构 横向拓展开来 使得官府 在纵向体系上保持一致 如此 双管齐下 才能加强官府 自身的组织能力 对地方的控制能力 同时 督察院要延展开来 大理寺 同样也是如此 分拨地方权力 监督地方 免除地方 伟大不调之隐患 当然 这样一个复杂精密的体系 是需要大量官员的徐光喜 要推行的 就是官吏一体化 将地方的小力 纳入朝廷编制中来 给予他们生前希望 如此 他要足够人手 而人多了 要发俸禄就多 藩王 就是徐光喜要找的 第一个钱袋子 地方藩王之父 不可想象 地方藩王之危害 无法言说 总之 他拿藩王开刀 既能除害 又能有大笔银钱进账 何乐而不为呢 有了起步的钱 有了可用之人 徐光喜 接下来就能推行 世身一体纳粮 和地丁银制度 开辟了这个巨大的财源 他才能继续做下去 在这个基础上 顺便可以解决 为所土地的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 顺便可以解决 为所土地的问题 将土地分给军户 又能多一笔收入 农业税后 就是商税 商税完了 就是关税 至于 收完关税后 等他自己 能活下来再说吧 就在徐光喜说的 口干舌燥之时 奏折终于送到了 司礼监之处 公公 由内阁送来奏折 账面写着 公公亲戚 一个饼笔 将奏折递了过去 咱家亲戚 这徐首府 又搞什么名堂呢 王体前不以为意 大权在握的他 心情格外好 哪怕他成了 皇帝试探内阁的 一把刀 也不在乎 太监不给皇帝挡刀 那要谁挡啊 然而 刚一拆开奏折 看了一下内容 王体前就 啊呀一声 惊地从椅子上 掉了下来 公公 你怎么了 有机灵的小太监 想要过来献殷勤 却被醒过来的 王体前 惊恐地连连阻止 滚 滚开 不准靠近咱家 谁靠近谁死 这要命的东西 可不能让其他人看到 王体前的命令 让小太监茫然无措 但碍于对方威严 他不得不后退 眼睁睁地看着王公公 自己扭着腰 从地上爬起来 徐哥老爷 你这是 想要了咱家的命吗 他爬起来 弯腰捡起走着 拍了拍上面的灰 埋怨道 将奏折 揣入怀中 他就往外走去 随咱家出去 公公 去哪里 去内阁 徐光喜 你个老不死的东西 你这是要害死咱家吗 尖锐的惊叫声 在皇席门内响起 好在 内阁乃是 京中重地 当年 嘉靖皇帝 赐予的那句话 也给搬了过来 无人敢于靠近 这惊悚的一幕 还没让人听到 内阁中 王体前通红着脸 咬牙切齿地 看着徐光喜 他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自己只是想要拿回一点权力而已 结果被这老货坑的 真是坑死了 本来 斯里剑渐渐沉浸 皇帝带着披红拳 逐渐融入内阁 虽然没有权力 但王体前日子还能过得下去 然而 让他这么一逼皇帝 斯里剑再度复出 偏偏 自己傻乎乎地 自以为得了利益 大张旗鼓地在内庭 开始审查 内阁地成的奏折 弄得众所周知 众人皆知 结果倒好 你徐光喜想要削藩 想要处置皇室宗亲 你内阁想要扛着枪去死 为何要拉上斯里剑和我呀 这样的奏折 皇帝必然会批复 而且还是以斯里剑的名义 批红下去 自己如同历朝历代的那些 替皇帝和文臣争夺权力的太爷一样 成了皇帝的白手套 内阁一层 斯里剑一层 两层保护措施 足够将皇帝妥善保护好了 至于其他人 死了也就死了 包括王体杰 也包括徐光喜自己 公公息怒 斯里剑开张 当然是好事 公公怎会来内阁骂街了 徐光喜暴跳如雷地看着王体杰 不免露出了八颗牙齿的笑容 咱家 王体杰看着徐光喜的笑容 却是气得干痛 说不出话来 只是指着对方的手 不断地颤抖着 显得气愤至极 至于内阁的其他三人 却是一点声音都没出 在旁边安静地看着好戏 毕竟斯里剑掌印 大骂内阁首府阴险的戏目 一百年都不一定看得到一次 值得珍惜 值得珍惜呀 公公觉得通不过 回绝了便是 徐光喜笑眯眯地说着 丝毫没有将王体杰的愤怒 放在眼里 他连死都不怕了 还怕王体杰的威胁吗 听到这句话 王体杰刚刚平息下去的怒火 再度蹿升上来 撞得胸口都隐隐作痛 还用以废话 若是咱家能回绝 早就回绝了 斯里剑是有披红权 但那是建立在 皇帝授权的基础上 但就算是皇帝授权了 那种披红也是有限制的 大事是一定要通知皇帝 让皇帝过幕后 才能定下来 而徐光喜的奏折 就是属于大事中的大事 而且特别大 大到让王体杰都隐隐畏惧 咱们走着瞧 别以为将咱家坑进来 你想要做的事 就能顺利地来 王体贤实在是被怼得无话可说 只能甩袖就走 他本以为来这里找人算账的 哪想到被人逼走了 公公啊 到时候事情就由不得你了 徐光喜又一句话飘出 让快要走出门的王体杰一个自恋 险些跌倒 我真是造孽呀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跳出来 跳出来呀 王体杰自怨自意地离开了皇帝门 在王体杰走后 几名信使也离开皇城 从不同渠道追着皇帝而去 这是四拨人 分别是司礼建 内阁 以及东厂锦衣卫派去的 内阁出了这么大的事 这两个组织不知道 那真是白下了这么多年的建设费用 随着信使的离去 内阁安静下来 司礼建也安静得很 就连朝廷也非常安静 边陲之地也是如此 没有一场战事爆发 让人无比舒心 面对这种环境 徐光启丝毫没有心急 他只是慢慢准备着 自己的策略步骤 只要等到皇帝批复回来 就可以开始实施了 虽然要限制清查宗亲 但总要有个理由 而各地王府强占田地 欺凌百姓的无数是事实啊 将是最好的动手之机 云南贵州边陲之地 这里是大明的边疆 到处都是地势险峻的山林 交通不便 语言不便 统治这里的不是官府 而是土司 永宁宣府司 这是奢崇明的地盘 天启三年 奢崇明被击溃逃入山中 当地被改土归流 然而 好景不长 随着辽东战役的爆发和恶化 大明经历被牵扯 奢崇明再次造反 重新占领了这里 在这种情况下 朱谢元临危受命 负责这次围剿 由于有着秦良玉的协助 加上皇帝支持 朱谢元围剿非常顺利 已经将奢崇明和安邦宴的主力 给包围住 纸带慢慢推进 避其功于一役 事业宁静异常 两军对垒处 明军酣睡 毫无动静 而敌军这边 却焦躁不安 战事的恶化 让所有人都无法安定下来 一想到 临日要面临的糟糕局面 奢崇明 就恨不得拿刀 冲进去杀个痛快 然而 就在他疯狂地想要破坏什么东西的时候 随从忽然进来 耳语一番后 他竟然安静下来 点了点头 让随从将人带过来 很快 一个干瘦的皮肤有黑的土人被带进来 他一进来 竟然非常随意地看了一眼奢崇明 然后静止坐下 我和你家主人互为敌手 你来此作何呀 奢崇明 皱眉问道 我不是 来劝降的 非议 我家主人派我过来 是来救将军之命 干瘦土人傲然道 救命 呵呵 奢崇明一脸不信地冷笑 怎么 不信呢 干瘦土人呵呵一笑 若如 明日相军事事便知 只要将军向南突围 就能破了包围而去 届时便可流窜至水东 继而进入水溪 一旦进入水溪 大人相必就安全了 向南 奢崇明还是不相信 我怎么觉得 这是你家主人故意 匡骗于我 好许我向上人头呢 向上人头 土人携腻了奢崇明一眼 道 就算是匡又如何 将军现在有的选择吗 是明日包含希望的尝试 还是就此沉沦 逐渐被大明绞杀 将军杀了明人这么多百姓 若是被抓住了 想必 大明不介意对将军 来一场凌迟吧 说完 干寿土人将杯中酒 一眼而尽 随着扬长而去 竟是无人阻拦 原地的帐篷中 却是留下奢崇明一个人 呆立着不动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朱有俭乘坐的战舰 可以说是大明此时 速度最快的了 因此漂泊在海上 他根本没有收到 任何来自京师的信息 不过 朱有俭也不怕 如今海军陆军 接在他的掌握之中 经营也慢慢被接掌 此时 大明国土上 是没有什么力量 能够反抗他的统治的 尽管 王莽隋阳帝和他 都算得上皇帝中的改革者 但此时 环境不可同日而语 后世史学家 将明清成为 中央封建集权的巅峰 不是没有道理的 地方虽有大族 却无世家 虽有殿农仆 却无不取门将 宪令大权在手 却无军权 如此种种 铸就了大明牢固的江山 若无外敌 以大明的体制 还真不会亡于内乱 故而 朱尤俭虽行改革之举 却从不担心 自己的皇位 甚至 还敢此时出去游玩 畅游大海 是心大 也是自信 舰队渡海漂流 很快就过了 登来和旅顺 这两个地方 其实在天津 被选为海军基地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建设 不过 因为在东方海洋上 没有敌手 速度不快 而是作为一个基地的样子 能补充后勤物资就可以 进度不快 天津距离两地并不远 北方没有海盗 朝鲜和日本 暂时也无力在海洋上 有所作为 不而 神友荣的精力 主要还是放在了南方 尤其是上海和泉州 两个地方 当然 海州 也就是 后市连云港的地方 它也比较重视 这也是海军一个 非常重要的地方 有了这个港口 海军的行动能力 就大大提升 不够 这些地方 却从来没有什么 让朱友简留恋的 都是一片慌张的贪图 毫无景色可言 朱友简只是看了一下 当地的水文条件 便乘船离开 真正让朱友简停留时间较长的 还是上海 不仅是名字 也是因为这个港口的地理位置 热火朝天的港口 吹来一阵海风 让劳碌很久的民工们 带来一阵凉爽 虽然 此时已经是冬季 但南方的冬季 普遍都不是很冷 当然 这只是指平均气温 南方那种 往骨子里钻的湿冷 是北方人无法接受的 不过 只要运动起来的话 这种湿冷却不算什么 在场干活的劳工们 此时基本都只是 穿了一两件单衣 正下着力气 忙碌着 相比前段时间 他们的积极性高了很多 每个人尽管很疲惫 但是脸上却挂满了笑容 做了事 还要看看自己完成的工作成果 关于他们的处理结果 已经出来了 全部留在上海港 成为这里的居民和工作人员 一边建设 一边负责这里的工作 当然 海运公司用不到这么多人 他们招收了一部分人手后 剩下的则归属到了港口名下 一部分人投入转运 剩下的则继续扩建 港口不是一时半会儿 就能修建完的 出油检 也不可能等待所有地方 修建完再使用 都是修建一部分 投入使用后 再继续修建其他地方 当然 目前分得没这么细 海运公司和港口 都是归属沈亭阳管辖 如今 这个当年只是奸生的小人物 却成了执掌一方 二十多万人生计的百里猴了 看着逐渐淋漓而且的房屋和建筑 沈亭阳非常满意 他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有船 而且有人 大人 有船 有船靠近过来 忽然 有人慌张地跑过来 向沈亭阳禀报道 船 什么船 沈亭阳有些奇怪 除了海运公司外 暂时并无其他地方 使用这里的港口 不知道 好像 很多白色的船帆 看样子 像是西洋人的船 来人喘着气道 白色的船帆 像西洋人的船 沈亭阳皱眉寻思着 忽然 他眉头一盏 大致猜到了船 来自何方 海军的船 在这里停过 只是次数不多 港口方面 没有相应的经验 所以才显得慌张 不必慌张 随本宫前去迎接 这是我大明水师的船只 沈亭阳镇定道 他的称呼 还是没有改过来 习惯称海军为水师 很快 他便带着一些管理层的人 站在码头 等着对方靠岸 当然 一同的 还有一些手拿刀剑 恐无有力之人 这是港口附近的团链 是维护秩序的 二十多万人 总要有维护秩序 处置突发事件 很快 在引领船只的带领下 大量战舰开始靠岸 放下船矛 真漂亮啊 看着洁白如云的船帆 沈亭阳身后一些人 不由得称赞起来 能被他提拔起来的 大多都是有出海经验的 完全有眼力 判断一只船只的好坏 是啊 而且还是新船 咱大明可以造西洋人的战船了 这是一个跑过远洋 见识过西洋人战船的 他可是看过西洋人开炮时的情景 那当真是盛世震天 舰队还未靠稳 就已经给港口上的人 造成了难以置信的震撼 随后的大扶船 更是造成了剧烈冲击 走海都是私下里的行为 不能拿到明面上来 因此 多时几艘船一起出海 十几艘都算是多了 他们何时见过上百艘大扶船 聚集在一起啊 这种视觉冲击 比三十多艘的战舰 要来得猛烈 毕竟数量多了好几倍呀 沈亭阳身后的队伍 一下子嗡嗡叫了起来 如同蜜蜂群一般 乖乖 咱这个本家 真是好大的生识 沈亭阳羡慕道 他以为还是驻守台湾的沈兽虫 过来停靠 补充一案 然而 舰队接下来的举动 却让他们充满疑惑 首先下来的是一群 手拿火枪长矛的人 很多 陆陆续续的几艘船都是 沈亭阳大致数了一下 有上千人 他甚至还在其中 看到了一些大炮 古尊炮和一种长长的炮 别人不认识 但家中有走海生意的沈亭阳却知道 那是佛浪 机炮 威力虽然不大 但射速非常快 这些人一出来后 就占据很大一块空间 将周围的人给隔离出去 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防御圈 这种蛮横的态度 让许多在码头等候的人 非常不满 尤其是当沈亭阳都被退开后 更多人都愤怒起来 在他们这些被提拔的人眼中 沈亭阳就是自己的恩人 没有他就没有自己的今天 神气什么呀 有种别靠岸呢 一个人怒骂起来 但很快就被沈亭阳制止住 他察觉到了意思不对 这排场不是本家来了吧 难道是他爹 沈亭阳看着眼前的排场 若是海军提督的话 勉强可以接受 只是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海军提督也差了些 眼前这些人 可不同于前次看到的刀马兵 那些随传登陆作战的刀马兵 明显没有这么好的装备 全身铁甲 火枪 台炮 燕灵刀等等 全副武装下来 不知道要多少钱 总之 看着眼前场景 沈亭阳越来越疑惑 这来的到底是谁 在一个团的士兵下去 形成了一个安全的防御圈后 朱尤俭才脉步 从踏板上走下来 随后 是被侍女搀扶的皇后 和元妃两人 下来后 两女看了一下周围 有些害怕地躲到皇帝身边 一左一右地依偎着 距离考得很近 尽管他们身份高贵 但终究不过是未成年的小女孩 面对陌生的地方 陌生的人群 心有惬意 再正常不过 朱尤俭并未身着龙袍 一丈也没有竖起来 虽然排场很大 但是并没有人认出来 在场唯一的沈亭阳 早就被隔离的老远 根本看不到这里的场景 不过 作为这里的地主 想在这里落脚 都离不开他 很快便有人找了过来 不是海军的书记 而是负责运输舰队的郑之龙 他的船 负责整个舰队的后勤 到地方的接洽的自然也是他 当然 更重的是 郑之龙地位比较低 其他书记参谋 后勤官之类的 吴谢宇和沈亭阳接触 对方职位太低了 不过 尽管如此 沈亭阳依然不知道 所来者是何人 他只是 划定一块区域 给对方驻扎 停靠船只 以及供应生活物资 再多就无从得知了 舰队靠岸 自然不知 住在港口修建的民房当中 而是就地驻扎 这是朱友简规定的 对于这些细致的规定 他一向抓得很严 一直住进民房的军队 绝对不是一支强军 当然 舰队最多的还是水手 他们基本是不上岸的 只有轮修的才上岸 大部分都是在战舰上面 要么做保养 要么在近海训练 所有人都是第一次驾驶盖轮船出战 做再多的训练都不为过 一整支舰队真正在岸上 也不过是刀马兵和朱友简的随身护卫团了 刀马兵负责外围警戒 护卫团则是负责内卫 营地的正中央是三座大小一致的帐篷 这是朱友简三人的 哪怕上了岸 朱友简依然非常注意影响 根本没有和皇后原妃住在一起 哪怕是晚上也不会溜过去 非常自律 就是为了给军中树立一个好榜样 军中可以带女子 但绝不男女混居 营地刚刚立下 朱友简就到帐篷中休息去了 还有点吃不消这么长时间出海 皇后田秀英和原妃也是如此 到头就睡 整片营地也就此陷入到了沉寂当中 当然还有一些人是不休息的 他们下了船 迅速来到当地县城 联络上了组织 将皇帝具体位置发送出去 皇帝的行程是保密的 但也不是完全保密 全看对谁来说 普通百姓自然不可能知道 对于内阁 内庭这样的高层来说 他们必须掌握皇帝位置 最简单的就是 一旦出了大事 他们必须能及时联系上皇帝 将信息传递出去 这些人就完成自己的任务了 重新回到营地 只要皇帝不找他们 他们是不会主动出现的 不过 他们这次的消息 刚刚传出去 就被人重视起来 然后迅速传递到一拨人手中 这些人得到皇帝的位置后 立刻就赶了过去 陛下 尝尝切身熬的鸡汤 皇后田秀英 将一碗散发着浓郁香气的 淡黄色鸡汤端了起来 鸡汤上面 再浮再沉地 飘荡着一些红色的枸杞 看起来甚是诱人 出门在外 虽然不如待在皇宫中舒服 但是田秀英的幸福指数 却直线飙升 皇帝的吃屎 是他掌落的 每日的衣物 是他掌落的 每天都陪在身边 和他说话 聊天 看风景 一起做些有趣的事 这种温馨平淡的日常生活 让田秀英真切地感受到 什么叫夫妻 当然 若是还有个孩子 不更好了 陛下 尝尝切身做的菜 原非也夹了一筷子 放到朱油姐碗中 被皇帝带在身边 只有他们二人 同吃同住 关系也更加亲密 一路上的事情 全都是田秀英和他一起做的 嗯 好啊 好吃 朱油姐吃了一口后 顿觉不错 那种不同于御膳房的虾肠菜风格 让他颇为留恋 就好比后世 很多常年在外大鱼大肉 但最喜欢的 一定是家中老婆 或者母亲做的菜 此时 朱油姐就是这种感觉 两个妃子做的菜 吃得他非常欢喜 陛下喜欢就好 见皇帝这么喜欢 田秀英笑得眼睛都弯了起来 细细长长的 非常好看 正当一家人欢快地吃着 不知道是早餐 还是午餐的饭食时 一个朱油姐 并不想看到的人 出在眼前 方正花 别躲了 朕已经看到你了 望着朵朵藏藏的太监 朱油姐放下手中筷子 盯着一处 露在外面的衣角道 陛下 方正花有些尴尬地 从门口进来 他行了一礼 然后安静地站在旁边 走吧 什么事 朱油姐端坐着 而田秀英和原妃 已经开始收拾餐具了 通常 这个时候 方正花找过来 肯定是有事 需要皇帝过目 而往往这个时候 皇帝需要的 就不是食物 而是一盏相鸣 使经师传来的消息 方正花 变系法一般 拿出四个折子 每个折子都很厚实 拿在手中 很有分量的那种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放下的 哪里发出的消息啊 朱油姐好不惊奇地问道 内阁 内庭 锦衣卫 以及洞察 方正花 他头也不抬地连续说出四个名称 这下 朱油姐真的是惊讶了 就连身体都下意识地坐直起来 能让这四个地方一起发送消息公文的 想必是出了大事 朱油姐直接接过方正花手中的奏折 放在面前按紧上 然后翻开最上面 内阁的那本 飞快 浏览起来 然而 只是一看 他整个人 瞬间僵直起来 好一会儿后 才放松下来 偷偷瞄着皇帝的方正花 十分好奇 这奏折上 写的是什么呀 竟然 让陛下如此震惊 不能自已 恢复过来后 朱油姐没有细看 而是放下内阁的奏折 接着翻下一本 内庭的 粗略地扫了一眼 发现内容大致相同 再看锦衣卫和东厂的 这两本内容也都是差不多的意思 确认这个结果后 朱油姐终于松了苟气 总算不是倒霉事 都挤在一起了 然后 他将其他三本奏折放好 再度拿起内阁那本 细细看了起来 这一看 就是小半个时辰 徐光旗 你这是想干嘛呀 放下奏折后 朱油姐有些迷茫了 内阁 内庭 锦衣卫 东厂 四者送来的奏折 全都是讲述一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的首唱者 就是徐光旗 徐光旗 他想薛帆 薛帆这件事 他也想做 然而 他却没有动手 只是借机收拾了一个福王 至于其他的宗室 他打算暂时搁置 放到最后面来处理 然而 现在 却有一个人 跳出来说 他愿意充当这把刀 去处置宗室问题 面对这个惊人的消息时 朱油姐迷茫了 他不知道 对方为何要这么做 这样做的好处 似乎没有 但坏处 显而易见 各种纷乱的思绪 在脑海中 不断地背舞着 让他的思维 更加混乱起来 脑袋 一时都是懵的 完全无法思考 好办上 朱油姐的理性 再度回归过来 也真正能将事情的 前因后果 给联系起来 用作思考 徐光喜逼迫他的用意 其实很单纯 不过是 想要回主动权罢了 而要回主动权 就是为了推行改革 而薛藩 就是他的第一步 藩王是富有的 藩王同时也是 消耗财政的大头 只要薛藩成功 就能获得很多财富 地方也能提供 更多财政收入 如此一来 钱有了 才能有人 人有了 才能谈推进改革 如此一看 徐光喜的目的 也很简单 就是想将内阁 推到前台来 主导这次改革罢了 他 这是想要保护朕吗 很容易的 朱尤俭就想到了这一点 无他 历史上 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 改革成功了 但改革者却死了 原来 你是想让朕 退居幕后吗 朱尤俭心中 富有的涌起了 淡淡的感动 同时 之前遭受逼迫后的 愤懑恨 报复心里 却是消失得 干干净净 不见一丝一毫 你呀你 朱尤俭摇头失笑起来 他看了看奏折 很想说 自己能完成 但最终 还是没下定决心 宗亲的事 他真的不好处理 再怎么处理 都不会有一个好名声出来 但若是换了外人 就不同了 仇恨 全都被吸引过去 他这个家长 反而没有多少责任 罢了罢了 朕 无论如何 都会保住你的性命的 朱尤俭在心中 立下了承诺 若是徐光起 只想着解决 宗亲的事情 那问题还不大 但关键是 他还想在后面 继续推出改革 一向几个 就是损失一批人的利益 当积累得多了 那将是一股可怕的力量 这些力量前仆后继 就是为了报复 这种情况下 徐光起性命堪忧 于是 朱尤俭便有了这番承诺 朱尤俭是弄明白了 事情的经过 和徐光起的想法 并做出了自己的承诺 然而 他这番表情变化 一加沉默不语 光是傻笑乐呵 却吓坏了方正化 皇帝 别不是傻了吧 陛下 陛下 他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句 心下 却随时准备着 一旦不好 立刻去叫御医过来 什么事 朱尤俭听到叫声 抬头看了过去 神色冷峻 非常正常 陛下 您没事吧 方正化 小心翼翼地问道 朕自然没事 朕在这里能有什么事啊 朱尤俭奇怪不解地看向方正化 不明白他为何有此疑问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方正化拍了拍胸口 快跳到嗓子眼的担心 终于放了下去 莫名其妙 朱尤俭没好气地 摆了一眼自己的贴身太监 然后重新低下头 继续看着徐光启的奏折 奏折内容没什么新意 无非是限制宗亲的方法 但至于最重要的 拿宗亲开刀的计划 徐光启却没写 只是这么含混地带过去 奏折被丢到了暗几上 朱尤俭往后一靠 脑袋搭了在上面 然后用一种 颇为缥缈的语气说道 传信给内阁 就说朕同意了 是陛下 方正化连忙应试 随后朱尤俭又一指 内阁的奏折 除了内阁的奏折 其他的都烧了 然后给内阁的奏折 盖上大印 发回去 是陛下 方正化再次应道 然后他就开始 按照皇帝说的许作 天盖章 办完了宫事后 才拿起其他三份奏折 就着烛火 慢慢地烧了起来 方正化烧得很仔细 他虽然不是一页一页烧的 但绝对烧得很细致 每一个燃烧后残留的灰尘 都被他给弄散了 以检查有没有泄露的消息 烧着烧着 他不免有些好奇 到底是怎样的奏折 能让皇帝这样 看了看近在咫尺的奏折 再看看神色不明 心情不明的皇帝 他果断还是怂了 活着不好吗 非要去找死 云南 你当头公啊 远处的指挥中心上 朱谢元和秦良玉说笑着 由于此战的重要性 他这个文官就亲临战线了 就是为了第一时间制造战果 没有总督大人的主持 末将也无法打赢这场战争 秦良玉并不贪功 只是淡淡地说着 夫人谦逊了 朱谢元看着眼前的妇人 眼中当真是充满佩服 在国朝 一介女流能做到这种地步 当真是不容易 整个封建历史上 能和秦良玉相提并美的并不多 无外乎 富豪 花木兰之类的名字 战事的顺利 让这里的气氛很好 众人有说有笑 而将气氛推到高潮的 则是一声很小 但却很嘈杂 有很多混杂起来的欢呼声 欢呼很远 听起来很小 呵呵 诸位 战事平定矣 朱谢元大笑起来 其他人 也纷纷兴奋地说着 祝福的词语 然而 一阵急匆匆脚步声突然出现 一个人满头大汗 神情惶恐冲进来 打断了朱谢元的谈笑说话 大人 不好了 蛇冲鸣突围了 你说什么 欢快的声音 戛然而止 朱谢元不可置信地 看着报信之人 在大军破城的时候 摄冲鸣就已经不在城中 他带着三千人 从西南阵地突围而出 如今已经不知去向了 报信人虽然害怕 但还是将信息全部说出来 西南阵地 那是谁的阵地 朱谢元回首 脸色苍白地看向众人问道 阿弥洲吐司 浦鸣声 回答他的是 秦良玉清朗的声音 浦鸣声 好得很 朱谢元咬牙道 随后一骑快马奔驰而出 直奔惊势而去 沈亭阳跟在朱友简后面 心情十分忐忑不安 前面带着并排而行的三人 是什么人 但却知道一定是大人物 想起之前召见自己的人 阴阴叮嘱 他的心头顿时砰砰直跳起来 一个隐约模糊的想法 在他脑海中呈现出来 想想市井中 关于内卫的各种传言 突然等船出海 出现在这里 也不是不可能 有了这种猜测 沈亭阳更加恭敬起来 眼睛也目不斜视 只是看着地面和前面一尺之地 根本不敢乱看 生怕犯了忌讳 你叫沈亭阳 朱友简慢慢地走着 感受着身后越来越拘谨的脚步 嘴角微微勾起 看来也是个脑袋凌厉之人 不错 可堪造就 是的 大人 在下就是沈亭阳 周山人家中做了点小生意 沈亭阳毕恭毕敬回答道 小生意 你家生意可不小 朱友简忽然转过身来说道 让沈亭阳心扑通地跳了一下 差点惊叫起来 不过 好在他这些时日 管理几十万人历练出来 身体依然稳稳当当的 尽管心脏已经扑通地 狂乱跳起来 只要一靠近就能听见 的确只是小生意而已 不过是每年两艘船出海 和最近崛起的四海商行相比 不值一提 沈亭阳试探地说道 四海商行的背景 只要是走海人都知道 妥妥的黄商 你倒是聪明 没有隐瞒 朱友简不承认 也不否认 继续说道 最近 从上海港有船只 发往天津港 压舱底的是粮食 其他船舱却多有货物 北货南运 南货北运 获利不少吧 的确利润丰厚 不过是几趟 国家声势便大涨起来 沈亭阳也不隐瞒 而是直接承认 坦荡的态度 让朱友简有些错愕 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说些什么 黄 见此 沈亭阳想要说些什么 只是称呼 刚吐一个字 他忽然意识到不妥 对面这位 既然要隐藏身份 自己揭穿了 绝对没有好处 他停顿了一下 立刻改口 说道 大人 关于这海运公司 小的有一些浅见 不知道 大人可愿听听 哦 你说吧 朱友简找沈亭阳过来 就是要听听 海运公司的近况 既然 对方有些心得 不妨听听 是这样的大人 沈亭阳顿了顿后 用一种大意凌然的语气 说道 海运公司 光是用来转运草粮 乃是大大的浪费 就如草民之家 所做的那样 利用草粮运输之际 夹带货物 沟通南北 所获值利润 极为可观 如今船少 且多是小船 运载量不多 但跑一趟 其利润不下草粮所值 怎么 你说可以用海船经商 贩运货物 朱油简不致可否当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其他人没有渠道 但四海商行却有 购买了海军不少淘汰船只的商座间 就打算开通这样的渠道 贩运南北货物 到时候光是交通南北 没有这么大的利润 不 不是贩卖货物 而是搞运输 然而沈亭阳的回答 却出乎朱油简的预料 不贩卖货物 搞运输 朱油简疑惑地问道 一时间 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民国时期的画面 无数人在轮船码头上生离死别 那时候火车不发达 轮船才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没错 沈亭阳非常肯定道 上海港已经建成 而且还在继续扩建当中 诺大的港口 不可能仅仅只是给军舰和操粮船之用 绝对会开放给民舰用 到时候 大量船只涌现 南北货贩卖的利润就会下降啊 不过 在初期 海运公司大量船只将会具备绝对优势 趁着这个机会 放弃南北货贩卖 而是主攻运输领域 就能一举占领这个市场 其他没有能力购买船只的商家 就会使用我们的船只 他们可以节省成本 我们能赚取运费 一举两得吧 等规模大了 除了运货 还可以展开客运 从上海港出发 到山东 到京师 到广东 绝对 人流很大 整个大明土地 被黄河和长江两条水系给贯穿 再加上大运河 大部分地区都能直接通向海洋 这就非常方便 顺着河流来到港口 再顺着海洋去往自己想要的地方 将会无比的方便和轻松 由此带来的运载力提升 将会促进商业的大发展 沈亭阳的描述虽然没有触及到这一点 但无疑背后隐藏的影响却远不止这些 交通工具的变革将会带来整个国家的飞跃 你说的这些和一个人的描述很像啊 看着侃侃而谈的沈亭阳 朱有简不由得想起了前段时间的平台赵队 当时温体人也是这么说的 利用游轨马车构建陆路交通运输体系 先拉货后运人 两者思路如出一辙 就是工具不同 谁 沈亭阳有些愕然地问道 秦任义不上书 温体人 朱有简轻轻说道 这句话顿时让沈亭阳松了口气 然后转瞬又开心起来 看来咱的眼光也不差呀 和二品大员一样 不错不错 无怪乎他这么想 沈亭阳崛起时间还短 内心深处依然没有摆脱自己是艰生出身的阴影 所以总是显得不自信 看着沈亭阳 出油简也十分在意 后市发达的铁路航空体系让客轮十分稀少 人们呢 出行也不会选择船只 大多是货物才会用船运输 然而在历史上某段时间船运才是绝对的主流 占据了世界客运货运的百分之八十 曾经的思维让他压根没想到可以用船只来展开交通体系的建设 只是单纯的用作朝廷方面的运输 而没想到去发展商业运输 沈亭阳的建议倒是提醒了他 看来 朕此前对海运公司的处置还是有些疏忽啊 朱油简轻轻叹了口气 朕 沈亭阳被这突如其来的称呼给砸晕了 什么人才能自称朕的 唯有大明天子 眼前那真的是金商 我没做梦吧 沈亭阳狠狠掐了下自己 痛得他眼泪直流 以至于都没听到皇帝后面说的话 陛下 陛下 沈亭阳慌乱地叫道 虽然他刚才有所猜测 但当猜测被证实时 他依然无法冷静地接受这个事实 胡乱地叫了几声后 他才忽然想起 自己好像还没行李 于是慌地赶忙趴下来大声道 微臣沈亭阳参见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了 起来吧 朕是微服出访 并不希望太多人知道 你既然知道了 就替朕保守秘密 朱油简好笑地说道 微臣明白 微臣明白 沈亭阳从地上爬起来 连连应试 朕说的处置方案 你觉得怎么样啊 朱油简继续问道 这 沈亭阳顿时尴尬起来 刚才皇帝好像是说了什么 但他因为震惊和不可思议 神志陷入混乱 根本没听清 此时如何作答呀 朕 现在对你有两个处置方案 一是留在上海港 经营这座港口 将其不断壮大 另一个则是带着海运公司 直接并入义部 成为其中一份子 你则为义部员外郎 专门管理海运体系筹建 你如何选择呀 朱油简好笑又无奈地再次说了一遍 这是他新弄出来的方案 和以前成立一个海运公司后 就不管完全相反 他将这些人和机构 全部转成政府机构 打算建立一个完善的 囊括海陆的交通通信体系 他的脑海中隐约浮现了 后世的立体交通网络 那是一张囊括整个国土 深入到每一个地方 每一处村庄的命外网络 微臣选择去一步 几乎是毫不犹豫 沈亭阳就做出选择 他熟悉的是海洋 而不是港口 他喜欢的是船只 而不是陆地 而这种选择根本就不用摆在他面前 好 朱游简移了 看着沈亭阳毫不做作的表情 他立刻笑了起来 倒是朕想错了 海星是一名纯臣哪 纯臣 沈亭阳不太明白 皇帝为何这么说 不过依然听得出来 皇帝非常欣赏他 立刻呵呵地笑了起来 其实 朱游简之所以给出第二个选择 就是想看看沈亭阳这个人 上海港可是距离舟山非常近 两者都在长江入海口 若是能成为上海港的主掌者 这对他家族的发展 简直不可估量 不过 对方明显没想这么多 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喜好 做出选择 所以 朱游简才说对方是纯臣 没有太多复杂的心思 恭喜陛下 又收获一元干将 件事情谈完了 而且 皇帝心情也很不错 浅秀英立刻过来恭喜他 嬴儿这眼光不错呀 假以时日 沈亚青 绝对能成为朕的左膀右臂 朱游简哈哈大笑 走过海的人 其眼光和心胸 和常年在陆地上的人 是不同的 气度格局 甚至思考方式都大相径听 陛下谬赞了 沈亭阳被夸得不好意思 脸都有些红了 朱游简没有说话 而是继续迈步 朝前走去 田秀英和袁飞在两旁 沈亭阳笑了一会儿 整个人终于冷静下来 而这个时候 朱游简又做起了安排 港口你和海军交接清楚 这里交给他们来管理 你则整理海运公司的人员和船只 然后安排副手 暂时负责 你则带着这些资料去京师 找一部上述温体人 朕会通知他那边 你们商谈合并的事宜 距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 朕希望在年前能办完这件事 怎么样 有信心吗 朱游简瞥了一眼沈亭阳 请陛下放心 微臣不吃不喝 也要完成这件任务 沈亭阳大声下着决心 你有这个决心就够了 尽快办好这件事 明年 曹婷恐怕有些动荡啊 朕游简抬头看了天空 徐光喜如此给力 自己也不能脱了后腿 是陛下 沈亭阳强忍心头好奇 低头应试 至于后续发展 你不用操心 天忙合并的事宜 之后你再以义不不悟的名义 上个折子到内阁 到时候会披肤下来的 朱游简背着手 站定下来不再往前走 微臣遵旨 沈亭阳恭敬道 话谈到这里 已经接近尾声 后面 朱游简又询问了他 一些走海时的事情 以及 马尼拉和巴达维亚的事情后 便让他退下了 陛下 明年 又要出征吗 田秀英靠过来 小心地问道 他也听到了 明年朝廷 有些动荡的话语 不是 是内阁 到时候 会有些调整 这种调整 恐怕会影响 整个大明的朝局啊 朱游简大概说了一下 看田秀英 懵懵懂懂的样子 忍不住停了下来 用手刮了刮他的穹笔 爱连道 婴儿 你不用担心 朕 会处理好一切的 嗯 陛下最厉害了 田秀英 忍不住地靠了过去 依偎到皇帝身边 只是 陛下要好好安息身体 千万不要逞强 奴家和姐姐 都要依靠陛下呢 袁飞也靠了过来 放心 朕会小心的 朱游简温馨一笑 两女的关心 让她有了种家的感觉 接下来的时间 朱游简都待在港口内 最远的地方 也不过是去了上海县城 原本小小的县城 如今却充满了人气 南来北往的商贩 纷纷在这里停留 这里旺盛的人气 带来了大量的商机 从而带动了周边地段的发展 此时港口已经聚集了超过三十万人 多出来的人口都是那些曹公的家属 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这些家属的迁徙 忽然让朝廷有了巨大的负担 但其中蕴藏的商机和潜力 却是极大的 当然 巨大的人口 让上海县衙 对这里失去了掌控能力 他们根本无力 对这些人进行管理 好在 那些曹公都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军管 有着相应的秩序 人人有活干 有饭吃 秩序不算太乱 就是治安有些差 不过随着港口被交接到海军手上 治安迅速豪转起来 这次跟着皇帝 海军可谓精锐进出 光是刀马兵就不下五千 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整个舰队上下将近三万人 管理一个港口还是轻而易举的 尽管这个港口人数有点多 随着沈天阳的整理资料 编制定册 海运公司和港口逐渐分离开来 人口 财产 全属 统统交给了一心二主 等到11月下旬 一切都分割完毕 沈亭阳将海运公司 暂时交给几个人管理 自己则带着大量资料 前往京师 而上海港 也正式专为军港 暂时有海军管理 这个结果出来后 让上海县中很多停留在此的人失望离去 在这些人离开后 朱尤简也乘船离开 尽管他很想召见这些人开个会 但他还是忍住了 此时不是谈开海的事宜 先剿灭海盗为重 只有海盗剿灭了 开海才能提上日程 台湾 台湾的地形是东部多山 然后沿着山脉到海洋 逐渐平缓的土地 因为降水丰富 这里有非常多的河流 流经基隆的河流 就叫做基隆河 基隆原本不是这个名字 而是基隆 盖音为占据这里的大基隆社 社是当地土著的组织名称 统治了几十个村子 算是一方霸主了 除了大基隆社之外 这里还有另一个社 叫做金包里社 基隆这块地方 原本是被西班牙夺取的 他们建了个城 改了个西方的名字 至于名字是什么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这座城池已经属于大名了 红城筹来到此地后 便改基隆为基隆 取义基地昌龙之一 于是这座城市 有了正式的名字 基隆 此时陕西灾民迁徙过半 五十万人员分布在基隆 笨岗 大云岗三处地方 光而位于东北部的基隆 就有着十五六万的人口 聚集在这里 大量的人口需要大量土地 他们不断开发开垦山林 毁坏树木 开辟粮田 而这种行为就和当地的金包里舍 和大鸡龙舍产生冲突 只是两个部落非常原始落后 根本不是有着源源不断后援的 红城筹的对手 他们不断溃退 然而 地势陡峭起来 植被更加密集 越发的难以开垦 需要投入大量精力 才能将这些密林改为良田 此时又不是后世人口大爆炸的情况 没有土地开垦 当遇到入不敷出的结果后 红城筹立刻停止行动 转而打算开辟第二个北部聚集地 很快 距离基隆不远的淡水 映入他的眼帘 淡水 是台湾北部的主要粮食产地 当时 西班牙占据基隆 没有补给后 便是想占据淡水的龟柔社 购买粮食 当然 西班牙人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们也看上了龟柔社的土地 就在去年呢 想要试图进攻龟柔社 只是 这个想法还没付诸行动 基隆就被大明给攻陷了 城里的所有人都成了俘虏 基隆落入大明手中 这种供给关系自然中断 红城筹有着福建 以及皇帝源源不断的支持 根本不少物资 自然看不上龟柔社那点供给 他需要的是 能否安置百姓的土地 当基隆的土地 在最简陋的条件下 开垦到了极限 没了发展方向后 红城筹的目光 就落到了淡水 这里 有着远比基隆还要平坦的土地 以及更加充沛的水资源 土地 也被当地土著 开开了一部分 有着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 只要赶走了当地土著 迁徙一些灾民过去 这里立刻就会兴旺发达起来 基隆老城的会议室内 情况就是这样了 目前基隆只种植了一季水稻 由于不熟悉气候和水土原因 暂时无法满足所有人口粮 只能满足一半 但这也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了 雨季到了明年 一季水稻收获之后 基隆不再有粮食优惯 所以 现在是时候考虑 开拓淡水的事宜了 红城仇坐在首位 冲着几十名官吏说着话 这些官吏中 黄信赫然在列 而且 他的位置还非常靠前 他们虽然有官身 但大多是临时的 红城仇 也只是定了个 台湾巡抚的名义 却连头衔都没有 也就是说 没有品级 但所有人都没有灰心丧气 反而信心满满 他们知道 只要安置完了 陕西百万灾民 必让他们 在台湾上 安居乐业下去 到时候 台湾开府建崖 绝对会有自己的一份 此时 自己有多努力 未来的回报 就有多丰厚 因此 本官打算 亲自带领基隆的 一杆精锐 前往淡水 驱逐当地归柔社 占据淡水 后续的灾民 就不需要往大原奔岗送来 而是送到淡水来 这里的土地更加辽阔 与其能容纳人口 废于基隆 随着红城筹的讲述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 非常赞同长官说法 很好 既然大家没有疑问了 那我就开始来布置任务 说完 红城筹顿了顿 点了一个人的名字 黄信 你随本官出发 征讨归柔社 其他人按照座次 留守济隆 管理具体事务 是大人 被点名的黄信 丝毫不觉得惊讶 而是站起来答应的 其他人也跟着齐声答应 很快 忙碌 准备工作就开始了 大量物资和士兵 被送到船只上 装运进来 虽然 红城筹对于基隆河 有较深的探索 但对淡水流域 却没有多少了解 山高临密之下 陆路上 并无去往淡水的道路 只能走海路 好在 他们居住在基隆 也建造了一个小型造船厂 船是不缺的 很快准备工作做好了 红城筹和黄信 踏上舰船 迅速出海 诶 沈将军不在 又是去巡海了吗 出发时 红城筹环顾了一下港口 惊讶地发现 沈兽崇的舰队 竟然没有停留在港口 整个港口空荡荡的 只有一些小型的牵引船只在 可是不对啊 前天沈将军不是刚巡海回来吗 拳击 红城筹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算了 不管了 就算没有沈将军炮舰支援 对柔舍也不是本官的对手 区区几百士兵的部族 不堪一击 没有获得炮击支援的红城筹 自我安慰了一下 迅速离开海港 朝着几十海里外的淡水而去 在他离开后一刻中 基隆港的视野内 却突然冒出了大片的白色船帆 这些帆船不断前进 很快就露出了船身 并逐渐接近 变大 他们竟然是直接朝着 基隆港航行而来 有大量船只靠近 警戒 瞭望塔上的士兵立刻发出信号 整个港口顿时忙碌袭来 达到巅峰戒备 不过 随后一阵奇雨交流后 戒备解除 这些船只竟是沈兽崇将军引领回来的 是海军本部的舰艇 松了口气的同时 港口的士兵又纷纷讨论起来 来了这么多船只 难道是运输补给的 当然 也有不同的猜测 顿时 寂寞的士兵们 因为这件事 纷纷开启了赌局 赌船只运送的是什么东西 至于赌注 则是跑圈 谁输了 谁二十圈 在朱友简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就成了其他人 开赌局的谈资 好舒服的天气 站在船头上 田秀英享受着冬日的阳光 从寒冷的北方跨越而来 他第一感觉就是 冬天的太阳好舒服啊 这种感觉 是他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他竟不知道 大明国土上 还有冬天如此舒服的地方 陛下 以后我们冬天都来海上过好不好 田秀英兴奋地摇着朱友简的手臂 对于他这样喜欢活动 喜欢运动的美女来说 冬日能够穿得更少的衣服 做各种有趣的活动 那是最好不过的 可惜啊 北方连绵的大雪和低下的气温 扼杀了他非常多的兴趣 好啊 只要朕有空 以后都会陪婴儿来台湾过冬 朱友简拍了拍田秀英的手 宠溺地笑了 原非没有说话 只是微笑地贴在朱友简身边 他本身也不是爱线的性子 就像一本书一样 安静地放在那里 等着人来阅读 也正是因为这种性子 田秀英才没有将原非 视为头号大敌 而是一路扶持姐妹相称 没有什么野心的原非 也乐得如此 陛下 沈将军说该回仓内了 马上要靠岸了 方正化走过来 第一眉说道 好 朱友简看着越来越近的马头 带着梁女转身往船舱内走去 战船靠岸一向比较混乱 这样的场景下最容易出事 虽然不见得就有人想要行刺 但小心为上 皇帝进入舱内 有了可以抓握的固定地方 负责指挥整支舰队的沈兽虫 送了口信 皇帝不在场 他指挥得更加轻松 贤苏 杨帆 好安 他大声下达命令 然后通过其余传递到其他舰长 以及港口处 在基隆港待了一年多的时间 沈兽虫对于这里的水文条件 非常熟悉 基本 闭着眼睛也能停靠 这次这么小心 不过是因为皇帝在船上而已 此时再多的小心都不为过 静静地待在船舱中 朱油简坐着 然后抓好扶手 田秀英和袁非也是如此 这里的椅子都是固定在地面的 就是为了靠岸方便抓握 一声闷响 船体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 浑身一震 然后骤然停了下来 朱油简知道船停了 不过他没有立刻出去 而是安静地坐着 只是浑身放松下来 若是能够出去了 方正化会来通知的 陛下可以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 方正化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朕知道了 朱油简轻声道 然后率先站起来 将田秀英和袁非拉起来 亲密的动作 换了两女大大的笑脸 她们就是喜欢这种 平时小事情的关怀感 这会让她们有一种 被重视被尊重的感觉 陛下 但娘娘真好 三人当下先出去后 田秀英的贴身侍女 还轻声羡慕地说道 说完 她们两个也不敢多停留 立刻跟了出去 在两位娘娘的身后站好 出来后 朱油简又看到了熟悉 而有陌生的港口 熟悉是因为港口地势地形 水文景色基本没变 而陌生则是因为港口多了 很多人工建筑 山崖上的炮台 岸边的仓库 军营 更多的码头和忙碌的水手 整个场景忙碌而有序 就连远处的陈旧的城墙 也透露出更多的活力出来 这是一座有朝气的城市 而朱油简莫名地有这种感觉 陛下 咱们下去吧 方正化悄然走过来说道 朱油简抬头 朝岸边望过去 无声无息间 陆军士兵已经在形成一个完美的封闭式防御圈了 这些都是步兵医师抽调出来的精锐士兵 有战场上立功的 也有新兵训练中特别突出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能被抽调出来 组成一个团 就近护卫皇帝安危 朱儿 这是哪里啊 李过笔挺地站着 身上还穿着盔甲 他身形虽然挑不出丝毫毛病 但眼神却有些散乱 精神也有些萎靡 他还没有从晕船的后遗症中恢复过来 这里好像是个大岛 叫台湾 三山美不少乡亲都迁徙到这边来了 有机会出去的话 你跟我去找找看吧 我印象中有不少人都过来了 部门在外 既然来了总要拜访一下呀 李自成第一声说道 这就是旧社会的乡徒人情关系 世代积累下来 很多人都是认识的 而认识人的多寡 也代表着这个人在乡间的地位 李自成 别看是一族 但走南闯北 家中小时候也较为富庶 认识的人极多 有些认识的被迁徙到台湾来 也再正常不过了 好 说 李过说了一句 就不愿意再说了 他还没恢复过来 不想说话 李自成也不再说话 而是认真的看着周围 不让可疑人员靠近 尽管他一路上跟着皇帝 从京师出发 还没遇到一个立刺杀行为 他也依然尽职尽责 这是他参军后养成的习惯 很快 随着上级军官的命令 他们开始移动起来 李自成知道 皇帝安全登陆了 现在要去驻壁的地方 基隆是个狠心的城市 这里并没有什么关崖之类的 就连红城丑 也是住在有些凌乱的新城区 至于老城 也就是西班牙人留下来的城市 则是属于舰队的 老城区靠海 就在基隆港口后面不远 非常适合军事方面的作用 出游检停留的地方 就是沈寿崇在这里的将军府 到了这里以后 防御工作可以轻松一些 大部分警戒任务 可以交由舰队去做 护卫团只需要做好 尽身保护就行 因此进入将军府后 所有人都轻松下来 等到一切安排妥当 皇帝去休息后 护卫团也开始轮休 趁着机会 李自成拉着李过 和上级告了个假 便离开了老城区 前往新城区寻找老乡 护卫团中 有陕北背景的士兵不少 进入基隆港前 就有类似的会议召开 讨论过这个问题 最终得出的结论呢 是准许士兵前去探亲 结果还报给了朱尤俭 知道得到了审批 不然李自成 没可能这么轻易地离开 朱尤俭休息了一晚上 恢复了精力 立刻开始召集人马开会 他来到台湾 可不是真的来过冬的 而是来剿灭海盗的 很快大量海军军官 从四面八方赶来 全部聚集在厅堂内 末将参见陛下 陈友荣带着其他将领 对皇帝行礼如仪 军中行的是军礼 也就是单膝跪地的礼节 素日海军不需要穿盔甲 但依然是如此 不必行礼 嗯 走起来吧 朱尤俭坐在主位上 中气很足 休息了一个晚上 他所有疲劳都恢复过来 在他旁边 站着的是方正化 对方拖着浮沉 一脸笑容的样子 看起来很和蔼 每个皇帝对太监 都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朱尤俭就喜欢身边的太监代孝 因此不论是从前的王承恩 还是刘若瑜 亦或者现在的方正化 脸上都堆着笑容 多谢陛下 沈友荣带着人起来 然后所有人根据各自职位 开始落座 守卫的自然是海军提督 沈友荣 而后则是书记陈奇 接下来就是参谋官 后秦官 之后是沈寿崇 至于郑之龙 只是坐在了中间的位置 他的地位并不高 要不是当初带来的船只和手下 达到了一定人数 还不一定有现在的位置 反而是郑之凤 也就是郑洪魁 因为跟着沈寿崇屡立战功 头脑也灵活 啃下功夫学 在海军中 地位反而要比郑之龙高了 至于其他的郑之虎 郑之暴之类的满汉 连个船长都没混到 他们粗鲁的性子 实在是不适合 炮舰的指挥风格 就算当初侥幸升任了 也在后来淘汰扶船 增加炮舰的过程中 慢慢被划分到了 运输舰队当中 因为地位的提高 尽管郑洪魁和郑之龙 非常亲近 但往日的交谈中和来往中 态度和语气已然不自觉地变化了 他将两人放在了更加平等的位置上 完全不是如以往对待龙头老大的模样 这种变化 时常惹得郑之虎郑之暴怒骂叛徒 但郑洪魁却认为是他们狭隘 既然到了海军 成了皇帝麾下将领 还抱着以前海盗的那一套不放 迟早会吃亏 后来的机遇发展 也抓紧验证了他的说法 除了郑之龙 靠着自己强大的天赋 和海洋远洋能力 面前保住了地位之外 其他人无不是边缘化 他们甚至连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都没有 环顾四周 几十号人 全部都是战舰的舰长 其中没有一个 是从跟着自己的那帮老兄弟中走出来的 他有时候也会冒出怨言来 是皇帝打压自己 但仔细想想 却不免可笑 高高在上的皇帝 怎会注意到自己一个归顺的小海盗呢 今天再看看坐次 还在自己前面已经改名的郑洪魁 郑之龙心中 突然升起一阵迷雾 自己的各种想法和野心 以及海盗的那一套形式 都已经落后了 自己要是再不改变思维方法 怕是现在的地位都保不住了 想到这儿 郑之龙不由得正金威坐起来 这次来到福建沿海 剿灭海盗就是自己最佳的机会 更何况 要剿灭的海盗 还是自己的仇人李奎奇 若不是这家伙 自己当初怎么可能被皇帝强行收编 都到齐了吧 朱友简看了一圈人 然后朝沈友荣问道 他并不知道海军有多少人 只能问老将军 都到齐了 沈友荣看了一圈后 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他虽然年老体弱 出海不大方便 但海军中的事情 没能瞒过他的 更不要说舰长这样的职务了 每一名都是他亲自选拔的 每一个都认识 而且非常熟悉 那就好 刚说了三个字 朱友简就停了下来 皱起眉头 仔细看了一遍后 疑惑地问道 怎么台湾巡抚 红城仇没来呀 作为海军最重要的海外基地 台湾巡抚红城仇的作用 非常重要 目前台湾只是在初步建设阶段 还看不出什么来 但一旦等到台湾走上正轨 对海军的意义非同反响 各种后勤 人员 物资的补充 将会得到最有利的支援 这种支援 甚至远远大过 不见一声 红城仇 沈友荣一愣 随后才想起了这个人 然后望向了自己儿子 沈寿崇 启禀陛下 红大人带着一千精兵 前往淡水 准备驱逐 占据那里的归柔社 好开拓下一块移民聚集地 沈寿崇站起来禀报道 尽管他参与台湾的开发 和灾民迁徙 但平常聊天中都能听到红城仇说这些 时日久了 自然对台湾的事儿有了个全面的了解 也许不够细致 但用来回答皇帝问话却是足够了 淡水 这个熟悉的名字让朱尤俭再次恍惚起来 回禀陛下 淡水就是距离基隆港几十公里的地方 地理位置优越 有优良的港口 同时大量的农田资源远比基隆这边要好 沈寿崇大致地说了一下 嗯 既然红城仇不在 那就不等他了 朱尤俭点头 示意自己了解情况 现在会议开始吧 就由小沈将军讲一讲 如今大洋上面的海盗情况 末将遵命 沈寿崇站了起来 他常年在台湾青角海盗 虽然成果不怎么样 但却情况掌握得足够详细 江南商人走海 大致有两条路线 从江浙一带出发的话 都是要经过台湾的 无论是台湾内海还是台湾外海 总是要走一条道的 而且大多数都是走台湾内海 也就是台湾海峡 因为这里风平浪静 没有太多波兰 出现事故的几率也更少 因此尽管福建走海不发达 商贸也不发达 但海盗却极多 而其中最大股的 占据统治地位的 就是当初败走的李葵琪 除了福建海外 还有一个地方海盗多的 就是广东海 那边也有很多人走海 在越南 葡萄牙人建立了一个商贸港口 叫做废福港 由于距离近 广东这边有很多人 都是将货物送往那边的 频繁的海上贸易 于是滋生了大量海盗 而其中 佼佼者那是刘湘老 刘湘老也是当初的 十八支的一员 不过 随着郑之龙的地位 他放弃了福建海 转而来到了广东海 并成了这里的霸主 废福港 马尼拉 巴达维亚 是西方殖民者在南洋的三大港口城市 他们占据这三个地方 纠建港口 派遣驻军 接受大明走私船只送来的货物 然后转运回欧洲 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 其中 废福港是葡萄牙的 马尼拉是西班牙的 巴达维亚是荷兰的 这三个国家 基本瓜分了南洋的势力 至于 后世的欧洲强国 此刻在南洋的影响 还非常弱小 尽管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失败了 但英国却未取得统治地位 更不要说 在这个时候 荷兰崛起 有了响彻全球的海上马车夫的称号 这两个国家 才是此时的海上霸主 他们垄断了那样的绝大部分利润 而其中 葡萄牙靠着澳门的特殊优势 能够和大明商人 有着地理上的联系 也再次分了一杯羹 然而 就算如此 葡萄牙也无法插手南洋 只能另辟蹊径 在安南的国土上 租借了一个港口 也就是此时的肺腑港 后世的 慧安港 而中国海盗的兴盛 也是建立在这种情况下的 情况大致是这样了 我们将要面对的是 李奎奇和刘湘老 只要打掉了这两个海盗势力 那么 西本 大明沿海 海军将再无敌手 沈兽崇 斩钉截铁道 他持续的围剿 虽然效果不大 但却造成了链鱼效应 李奎奇和刘湘老 深感自己实力不足 疯狂兼并 小型海盗势力 以至于 那些杂鱼 基本消失 能留下来的 手头都有不错的船只和人手 李奎奇和刘湘老 无法兼并对方 却也能大致地联系 进行小小的约束 一旦海军向这两个势力开战 他们绝对会召集这些小海盗 届时就可避其功于一翼 一战而定 到时候 就真能实现七少宝的 封侯非我愿 但愿海拨平的梦想 海盗 不好找吧 你怎么能肯定 让他们聚集起来呢 难道你掌握了李奎奇 和刘湘老的老巢了 朱尤简摸索着下巴问道 他虽然不懂炮剑指挥 但大的方面还是知道的 海上决战 最关键的 就是找到地方的主力 或者停住的老巢也行 两者无论哪一个 都能逼对方决战 但显然 海军并不具备其中之一 他们的老巢藏得非常隐秘 直到现在 碑指也没有查到 沈兽崇有些羞愧 不过 他接着又迟疑道 只是 最近 我们听闻了一些 非常隐秘的风声 也不知道真假 什么风声啊 朱尤简立刻又问道 据说 李奎奇和荷兰人方面 交流越发密切 有联手的迹象 说到这儿 他偷偷看了一眼 郑之龙 而这时 朱尤简也看向后者 他想起来 郑之龙的发迹过程 似乎就得到了 荷兰人的帮助 十八只 可以说是 荷兰人联系 非常紧密的海盗团体了 郑之龙忽然有些奇怪 怎么气氛突然安静起来 他抬起头 却发现 厅堂内 所有人都在看着他 陛下 郑之龙恭敬地站起身来 看着皇帝 肯定地点了点头 说道 当初十八只 还没有散伙的时候 的确和荷兰人有联系 末将 曾经做过荷兰人的通议 而李奎奇 也有帮助荷兰人 打工的经历 若是说勾结荷兰人 他熟门熟路啊 当然 若是我还在海洋上纵横 勾结荷兰人 也比较熟悉 郑之龙自己默默地 补充了这句话 这样啊 那刘湘老呢 他也是十八只之一 也有和荷兰人联系吗 朱尤简再次问道 不过 这次给出的回答的 却不是郑之龙 而是神兽虫 陛下 刘湘老勾结的 不是荷兰人 而是西班牙人 他远走广东海 就是当初是十八只 分赃不均造成的 十八只联系荷兰人 他自然不可能再去联系 西班牙人 朱尤简眉头照下来 脸色十分不好看 区区两个沁海海盗 背后却勾连了 两个南洋霸主 这种事情实在棘手 他可不认为 新生的海军舰队 能够打得过两个霸主 布置在南洋的舰队 你的消息从何得知的 能否确定 他们联络得怎么样了 朱尤简再次问道 这种捕风捉影的事 实在令人烦补胜烦 不理吧 又怕出意外 导致功亏一联 甚至战败 若是理会的话 又不知道应当做到何种地步 情报 我需要情报啊 陛下 末将也是道听图书而已 是上次末将和许欣素吃饭时 听他说的 而他也是听一些商人之间传递的消息 其来源是帮助海盗 萧赃的商人 至于真假 实在无从辩驳呀 沈兽虫尴尬尴尬道 萧赃的商人 朱尤简有些失望 这些人藏得非常深 哪怕是以锦衣卫的能力 也无法翻出来 若翻出来了 朱尤简哪里还会发愁情报的事 锦衣卫早就借着这条线 将眼线打入海盗内部了 陛下 末将以为可以不用考虑西班牙和荷兰人的舰队 沈兽虫说着自己的建议 他在台湾待了一年多 对南洋已经有个感性的认识了 知道了两个国家正确的称呼 也有些自己的看法 哦 说说看 朱尤简鼓励道 这方面他是真的一点资料储备都没有 只能和大明人一样 两眼摸黑 凭借着现有的情报做出判断 陛下 海军占据台湾后 两者在大明近海 已经没有舰队驻地 他们是不可能将位于南洋的舰队 深入大明的 南洋的势力可不少 除了这两个国家占据优势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国家 他们无不对香料群岛普视眈眈 一旦知道 马尼拉和巴达维亚空缺 绝对会发动战争 占据两地 法国 英国 虽然在南洋势力很小 但却一直觊觎这块香料产地 哪怕是葡萄牙也是如此 能占据马尼拉和巴达维亚 谁会去修建肺腑港啊 那两地才是高瑜之地 而且 若末将士李回奇和刘香老两人 也不会放任两国舰队大批进入 这些人的船只只能停荡在他们的老巢 一旦红毛人心有叵测 他们基业岂不是为他人占据 沈寿崇分析得非常合理 让朱友简不自觉地点头 旁边的沈友荣也非常欣慰 一年多的独立行动 独掌一面算是将沈寿崇给锻炼出来 正当四十岁的他正是年富力强 干劲十足的时候 不过沈寿崇的分析还未完 他还有话要说 在场的人都微笑地看着他 没人跳出来质疑 也没人提出异议 任由他发挥 沈友荣在海军中威望非常高 这里的所有人基本都是他教出来的 要么就是曾经登来水师的老部下 如今看着老上司的儿子有出息 自然高兴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沈友荣身体不行了 撑不了几年了 此时沈寿崇表现越优秀 在沈友荣去后接掌海军的机会就越大 到时候他们这些老人 虽然没有什么水涨船高之类的好处 但起码现在的地位却能有保证 末将还有一个方向 他们也许可以探查到 荷兰和西班牙人的消息 只是末将不好去接触 需要陛下或者官府出面 哦 什么势力 朱友简感兴趣地问道 看着沈寿崇的表现 他倒是颇感欣慰 看来沈寿崇的成长的确不错 如今分析一场大的战事来 头头是道 澳门 占据澳门的葡萄牙 也就是小弗朗基人 肯定能知道这些消息 毕竟他们和大佛朗基曾经是一个国家 葡萄牙人 他们也许的确知道一些消息 朱友简若有所思地想着 毕竟人种不同 仅一位派遣的人员想要去窃取情报 不仅要过语言观 还要过人种观 但是葡萄牙人却不同了 作为欧洲的殖民大国 他们和其他国家交流联系非常紧密 而且欧洲很多国家 皇室都是有殷亲关系的 下面人打得狗脑子都出来了 但上层人却关系不错 若是能联系到葡萄牙的皇室 不 澳门距离葡萄牙太远了 时间上来不及 应该通过传教士 倘若望他们 就是通过澳门进入大明的 想到这里 朱友简忽然想到了 后世香港和澳门 真正坐到了皇帝这个位置 有了天下的眼光后 她才明白过来 后世改革初期 为什么要放任着澳门和香港 有时会多一个渠道 真的能了解很多不同的东西 此时大明若是没有澳门的话 又怎么能和葡萄牙 较为上层的人联系呢 澳门总督 葡萄牙的殖民体系中的地位 算是比较高了 能知道不少东西 有了这种觉悟 朱友简渐渐吸了 收回澳门的想法 不过必要的管理 介入管理还是要的 等以后有了和西方沟通的渠道 再把澳门收回来 朕会命令香山直线 和澳门的葡萄牙人进行接触 试探一样 不过 能不能得到消息 就不太能保证了 朱友简周梅说道 说完 他扭过头 冲着身边站着的方正化道 你去一趟香山 办理这件事 尽量从葡萄牙人口中 泡点有用的东西 若是 格兰人和西班牙人 和李逵席 刘湘老友接触 作为竞争对手 葡萄牙人 不可能不知道 是 陛下 方正化公信道 让他去 意味着 可以动用当地的东厂和锦衣卫 如今 锦衣卫虽然不受东厂管辖 但借用的话 还是可以的 而且 太监借用 比文官借用 效果要更好 除了澳门之外 你们对坐地 销赃的商人 也要加大排查 若是能从他们口中 得知李逵起和刘湘老的消息 就更好了 朱友简继续吩咐道 葡萄牙人 可能知道些什么 但太不确定了 谁也不知道 究竟能不能弄到消息 不能将希望 全部放在那上面 陛下 末将以为 除了指导黄龙之外 还可以 引蛇出洞 这时候 神有容说话了 引蛇出洞 可以啊 朱友简不解地问道 成语 他知道什么意思 但如何做到 引蛇出洞 海盗最难围剿的地方 就是他们 飘忽不定的行踪 和神秘莫测的老巢 一旦失去这两点 海盗可就 没什么可怕的了 沈兽虫的方法 就是主动出击 尽可能获得 获取海盗的消息 或是老巢 或是行踪 然后抓住 他们的尾巴 一举击溃 陛下 海盗贪婪成性 若是有一大批 商船走海 那么 会不会如同 鲨鱼一般 闻着味儿就过来了呢 神有容老狐狸一般的 笑起来 你是说 朱友简有些明白过来 没错 咱们自己组织一次 大型的商队 前往 马尼拉贸易 巨大的利益之下 李奎琪和刘湘老 如何能忍住啊 只要船队数量够多 他们一家吃不下 定然要相互联合起来 届时 自可一网打尽 神有容开始将自己的打算 慢慢讲出来 按照他的说法 要组织一次船队 数量起码一两千的商队 不如此 不足以吸引两家海盗联合 李奎琪实力不弱 手下数量很多 不论单舰的实力 光是数量的话 也是有上千的 不超过这个数量 他恐怕不会舰的和刘湘老联手 如此巨大数量 海军舰队几十艘炮舰混杂其中 根本不算什么 非常不显眼 然而 海军炮舰行之特殊 只用软番 一眼就能看出来 如何隐藏啊 初有简不解地问道 陛下 李奎琪和刘湘老联手后 未必会畏惧炮舰 他们两家势力强大 也见过西洋人舰队 可有过畏惧和不敌啊 海军可没和他们真正交过手 他们未必会怕了 只有几十艘占据的海军 陈友荣慢慢道 这 朱尤简想一想 这的确有道理啊 爷说海军此时刚刚补满舰船 水手都是新训练的 就算是老牌子舰队 面对数量众多的浮船围攻 也不一定能打赢 此时 盖伦船炮舰对浮船的确有优势 但数量却足以抹平这些 明末 西洋人屡次寄予澎湖等沿海岛屿 却有屡次失败 最后台湾都失去了 就是这种代差不明显所带来的 有着上千条船 比回其未必怕了海军舰队 不 应该会说绝对不会怕 或许在他眼中 海军大肆淘汰浮船 用什么西洋人的舰船 才是真的脑壳坏掉了呢 然而 想到这儿 朱尤简脑袋中 忽然冒出了个念头 若是海军三十多艘炮舰 真的不抵李回奇的浮船呢 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若是三十多艘战舰 都是三级战略舰 朱尤简绝对不担心 但里面只有十一艘 剩下的不是武装商船 就是五级战略舰 还真未必能打得赢李回奇 之前 大明舰队和河南人 进行大远海战 就是最好的证据 虽然 海军舰队实力更强 但水手训练 不如河南人 一旦被团团围住 下场并不会太好 老将军 若是海军舰队被围困住了的话 怎么样 毕竟数量差距太大了 有战败的隐忧啊 朱尤简担心地将这句话问出来 这句话一出 满是接近 就连沈友荣都为之一愣 若是其他人质疑海军的战斗力 沈友荣或者那些舰长 绝对会让他们明白 什么叫做海军汉子 然而 面对皇帝 这些批波展浪的汉子 只是看了一眼 然后跟没事人似的 低下头 装作没听到的样子 皇帝嘛 他嘴大 能有什么办法呀 只能忍了 愣了一下后 沈友荣没有解释海军 做过类似的训练 也有针对这种情况的指挥和模拟 皇帝虽然知道 炮箭优于扶船 并大力推广转型 但是 面对海军的指挥和了解 还真不一定有神有荣清楚 说这些是没用的 陛下 海军炮箭少 但还有运输舰队啊 这些船 可是可以冲作商船 混在船队里面的 到时候 不装货物 装人就是 不是末将自夸 这些大浮船 放在李奎奇手下 那也是主力中的主力 李奎奇手中的大浮船 不一定有我们多呢 而且 陛下不要小看了那些走海家族 他们的走海船队 不一定怕了海盗 以往是偷偷摸摸地做 规模不大 还让海盗们 以多欺少 经常给劫掠了 此次数量多到这种地步 他们自己 或许就能应付得来 这下子 朱友姐终于放下心了 看来 江还是老的辣呀 陈友荣作为老牌水师将领 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难怪 要将所有运输舰队都带上 原来 必要时候 也是能参战的 皇帝笑了起来 厅堂中的气氛 顿时活跃起来 而在座的炮舰舰长 都憋着一口气 想要到时候 打个漂亮的战果出来 让皇帝好好看看 他们虽然数量少 但战斗力却强悍 大的战略方向确定下来 接下来 就是具体战术制定了 这就是参谋官的职责了 战术有两种 引蛇出洞和指导黄龙 两者并不对立 而是相辅相成 掌握到海盗踪迹后 引蛇出洞的效果 更好 若能确定海盗老巢 自然一波流 若不行 就将他们引出来 再来一波 当然 前提是 荷兰人和西班牙人 不会派遣战舰参战 不然 到时候 配一波的 就是海军舰队了 到了这一步 其实已经没有 朱油简什么事了 他对海军战术 并不精通 也不知道其余体系 更不知道如何配合 操炮等等 他能做的就是后勤保障 以及联络地方 控制内阁 让商部尚书周延如来这边 筹备开海事宜 朱油简思索了一下后 干脆将开海和剿灭海盗 合并在一起来办 至于开海的事情 他打算交给商部来办 让周延如过来 同时成立商部的 第一个下属机构 士博司 士博司是很早就有的机构 管理的就是对外贸易 在明初的时候 还设立过 朱油简也就没改 直接拿来用 士陛下 方正话低声应试 他还没走 正好将皇帝身边的 一些琐事处理完 对了 让彼此言派人过来 商讨关税征收 最好 让管理税务总局的侍郎过来 或者他自己过来 朱油简又加了一句 士博司是做管理的 至于征税 还是交给金部吧 让金部和商部洽谈 让税务总局的人 在士博司中征收关税 士陛下 方正话再次应当 不过他还没走 皇帝每次 都有很多想法和命令 通常一次都说不完 需要不停地思考 最后才能做出决定 朱油简的确在思考 他在想 该怎么利用开海 来诱使李奎奇和刘香老上钩啊 消息的传递 他不担心 只要宣布了 自然而然就会传到他们耳朵中 真正关键的是 怎么让他们对这些商船产生兴趣 并让他们发起进攻呢 真正能联系到这海盗的 除了他们自己之外 就知道陆地上的作商了 他们负责为海盗销赃 同时给他们筹集需要的物资 对海盗来说极其重要 这些作商 说不定自己本身就在经营海茂生意 消息可谓非常灵通 只是 朱油简也无法锁定目标 我是不太方便出面的 害见也不行 得找一个和江南商人熟悉的 能将一些看起来隐秘的消息 散布出去的 朱油简慢慢想着 他知道江南之地 一直都有人和他不对付 若是 价格这次开海形容的极其重要 并将一些要点点名 说不定那些人会干一些 胆大包天的事情 不知怎的 想到这种散布错误信息的时候 他的脑海中 突然冒出了一个人来 钱千亿 上次就是这家伙散布了一些信息 推动某些事情 虽然最后没成功 线索也断了 张普也被人暗杀 但最终拿捏住了福王 收获可谓大大的 这样的成果 怎么能让朱油简忘记呢 正好前千亿是侍郎级别 让他来管理士博司总署 负责筹建管理所有士博司 一部上书管理某个方面行业的所有事情 而侍郎则具体同管某个事务 比如税务总局 比如士博司总署等等 侍郎也不限制数量 根据业务多少 可以设立多个 分管上书的业务 正好可以试一试啊 朱油简倾笑一声 然后命令他 周延如带着钱千亿一起过来 成立士博司后 相关事宜由他管理 成立士博司总署 今后 天下所有士博司 皆由总署管理 是 侍郎 方正化再次低声 随后 他看了眼皇帝状态 便放心地出去 皇帝笑了 说明问题已经没有了 自己可以去通传消息了 很快 一艘快船从基隆港出发 朝着最近的泉州而去 等到了那边 便有东厂和锦衣卫的人 将消息传递回去 再由王体贤 提交给内阁 自从有了上一次事件之后 尽管知道了徐宽秦的真正目的 出游潜依然还是将内阁的地位提高了几分 自己终究只是凡人 至多有些后事带来的现金消息和事业 至多有些后事带来的先进消息和事业 其他和大明人并无二致 甚至有的方面都不如 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要将自己拔得太高 自己不是真正的雄主 比之前皇汉武要差得多了 有些规矩该遵守还是要遵守的 尤其是政治游戏 正是基于这种觉悟 朱尤简这次没能亲自上阵 而是让商部尚属周延如出来主持工作 自己充当幕后就行 有了这层遮羞布 内阁脸上好看多了 而自己的目的也能达到 岂不是两全其美 淡水 西班牙人是在荷兰人占据了大园后 才惊觉这可能会切断自己的贸易路线 于是才占据这里 建造一座城市 也就是现在红城筹发展的基隆 此时不过才贤胜二年 而西班牙占据基隆也不过是三年前 也就是天启六年的事情 他们虽然了解了淡水 但却从未探索这里 如今红城筹算是第一批踏上这里的外人 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不太友好的龟柔社 冲突便爆发了 而解决冲突的办法不过于战争 何况红城筹本就是带着战争而来的 红城筹和杨鹤一样 都是较为纯粹的读书人 他也拥有和杨鹤一样 对在外族的酷略之心 所谓蛮夷未威而不怀德 所谓非我族也齐心弼意 都是听读书人讲的 当然也有些迂腐的人说要教化 那都是读书读坏脑袋的 红城筹不屑于和这样的人接触 杨鹤就是他比较欣赏的一位上司 虽然能力差了一些 性格软了一些 政治敏感也不好 但对那种一族的铁血作风 颇为切合他的心意 只可惜的是 他并未和对方合作多久 就奉命来到台湾 虽然台湾很坚固 但红城筹却很喜欢 在这里自己是老大 所有事情都可以做主 不用看别人脸色 这样的环境就算在乎 红城筹也是不怕的 至于那成天骚扰的义族 他根本没放在眼中 以前只要安顿好移民 只要赶走了事 现在移民的事大多尽如正轨 只要按部就班即可 他的心思终于放到了 那漫山遍野都是的土著人身上 而第一个被他开刀的 便是占据了淡水入海口的 灰柔舍 谁让这里土地最为肥沃 还有不少开垢好了的地呢 汉人骨子里 从来就不缺乏开拓的精神 至于开拓中的杀戮 更是从来都没有少过 那一个个被历史所淹没的 种族名字 就是最好的证明 好点的还能占据 不少的历史篇幅 不好的 那就只能留下个 空壳一般的名字 除此之外 什么也没有 龟柔舍只是一个落后的土著不足 连炼铁都不会 最好的武器 也不过是绑着陆金的弓 这种简陋的武器 怎么可能是红成仇 精心训练的一干士兵的对手 哪怕他没有火器 只有冷兵器 也杀得这些人溃败逃走 四散的龟柔舍族人沿着淡水河谷逃入蜜林当中 见此 红成仇也没有过多追击 这些土著都是属兔子的 只要往密林中一钻 立刻消失不见 找都找不到 赶来时 他还费心思去找 但吃了不少亏后 下次就懒得去搭理了 还是先清理这些茂密的树林要紧 只要这些树林被清理光了 开垦从农田 这些土著根本没地方躲 对于龟柔舍简陋的去居地 红成仇是看不上的 里面的物资更是提都不用提 倒是那些房子和农田 让他比较有兴趣 真是不错的土地啊 捏了一把黑褐色的土壤 任由他们从指缝中落下去 红成仇的心形突然变得十分好 淡水距离基隆不远 不过百多里的样子 目前还没有发现陆地上的通道 只能从海上走 不过大致查看地形后 红成仇就确认 两地之间肯定是可以连通的 只不过是被茂密的树林给挡住了 没关系 把树都给砍了 开垦成农田 中间的道路自然就会出现 红成仇甚至懒得 如同历史上的西班牙人那样 派人沿着基隆河和淡水 溯源而上 再寻找道路 有着充足人力的他 打算来瞒的 直接推平树林 显出道路 有着十多万青壮可以动用的他 只需要花费三个月的时间即可 等过完了年 基隆和淡水就可以连成一片 形成一个硕大的聚集地 到时候就能真正走成正轨 然后就可以考虑打通和奔岗以及大圆的陆路交通了 红成仇想到 他可没忘记 那两个地方也是会他管辖 台湾地广人心 岛屿西部有着广阔平原 若是将这些平原全部开开 哪怕是大明士气的农业技术 容纳千万人也不成问题 百多万的移民 虽然沿海都添不完 但勉强可以在台湾掀起一朵浪花 如今陕西灾民正不断地以三个聚集地为出发点 向着周围不断开垦土地拓展生态圈 红成仇 武力占据淡水 只能算是多个行动中之一 然而影响却很大 自此之后 汉人开始了和当地土著的杀戮 鲜血随着汉人的脚步不断绽放着 却从来没有人为之停下脚步或者哀叹过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 当地土著不断收缩 从广阔的平原跑入山区 一次又一次地被迫缩减活动区域 等到几十年后 思潮泛起 这些土著终于被人重视起来 他们的人口 已经从巅峰时期的百万之中 沦落到只有几万了 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 绝大部分人口都死于 由红城仇掀起的武力开发热潮 当然 那个时候的红城仇是拒绝承认的 占据淡水根本没有花费多少时间 整场战事从船只靠岸登陆 到最后击溃龟柔社 驱赶他们逃亡逆临 也不过花了半天时间 就这还包括从基隆赶过来的时间 剩下的大部分时间 就是整理归柔社的聚集地 以及对周围环境的探索 第一次踏入这里 人生地不熟的 着实花费不少时间 等到摸清了周围十多里的情况后 已经是三天了 在淡水留下了足够的守卫士兵 他便带着人前往基隆 他已经等不及 下一批移民的到来了 他要从基隆迁移人口过来 开发淡水 如此肥沃的土地 晚一天开发 他就损失一天 不过 回到基隆后 他才发现 港口中竟然多了非常多的船只 就连沈将军刚刚带回来 熟悉的炮舰 都有几十艘之多 高耸的桅杆 看起来极为壮观 而全部都是在两千辆以上的大浮船 更是令他几乎流下了口水 只要用这些船运送一天 就能满足淡水开坑的需要啊 这是谁的船 这么多 红成筹拉住了一个巡逻的士兵问道 是陛下带来的船 怎么 红大人不知道吗 士兵反问道 什么 陛下来了 红成筹大张着嘴 满脸的难以置信 皇帝竟然来到了 台湾这个鸡脚嘎啦的偏僻之地 这在文臣的观念中 是不可想象的 但想想 金上登基后的经历 却并不习惯 除了刚登基的天启 新年下半年 老老实实地待在皇宫中外 其他时候 有一大半的时间 都是在外面 前圣元年 奔赴陕西 平叛流贼 回来的途中 追着喀啦信残部 去了草原 将对方 从祖地 被驱逐了 前圣二年 在永平府顺天府 和入侵的女真 大战三个月 之后 有千里奔袭 杀败林丹寒 占据归化城 到了年底 又来到台湾 想想以上经历 对于皇帝 出现在这里 红城仇 似乎觉得 也能接受 不过 皇帝来了 他这个主官不在 却是有些不合适了 尽管是事出有因 但若是 有人谗言之下 自己也不好受啊 顾不得收拾 红城仇 带着黄信等人 直奔港口 朝着自己的雅蜀 所在地奔去 皇帝来了这里 不可能不看看移民 只要来看 那么到了雅蜀中 自己就能收到消息 说是雅蜀 其实就是一片木头房子 非常原始的木料 连皮都没有去干净 就这么并排助力着 形成一个个房屋 连成一片 这就是红城仇的工作地点 也是整个台湾移民工作的中心 红城仇的命令 从这里发出 传递到泵港和大园 当然 泵港和大园的条件 比这里要好多了 起码 像样的房子和坚固的堡垒 但红城仇依然固执地 将自己的办公地点 放在了基隆 或者说是北方 即是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 也是因为这里条件最艰苦 基础最差 需要他亲自坐镇指挥 雅蜀中一片忙碌 十几万人的聚集地 每天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 物资的协调 土地的开垦 突发事件 恶行事件 乃至治安等等 事情非常繁琐 不过 红城仇看了一眼后 就没再理会 忙归忙 但他堂堂一个巡抚 是不可能亲自去处理这些事的 陛下在哪里 回来后 他也顾不得其他人的寒暄 抓住自己委托镇守的人就问道 陛下 那人脸色有些怪异 怎么大人在淡水也听说陛下过来了吗 到了台湾后 尽管朱友简没有主动暴露身份 但是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了 百姓或许不太清楚 但官场上人尽皆知 本官知道个屁 还不是回来后听人说的 就在本官走的那天 陛下上岛了 红城仇暗骂了一句 若是知道皇帝要来 他怎么也要留下呀 和陛下说一说移民的情况 顺便诉诉苦 怎么着也要捞点经费出来呀 没有钱 全靠百姓开垦和积累 台湾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发展起来 爷妹官子 快告诉本官陛下在哪 红城仇不耐烦的 他现在可没时间和他们掰扯 陛下在东边巡视呢 查看百姓安居情况 那人见长官有些发怒 麻利地说出自己知道的消息 黄信你跟我来 红城仇看了一圈后 最终还是点上了黄信 跟自己一起去 据这家伙说 他和皇帝见过一面 那时他还在黄庄 有过一面之缘 指不定有点香火情分呢 红城仇骑上马和黄信 匆匆往东边赶了过去 那边是新开辟出来的聚集地 有种田的 也有渔民 同样有砍树 进山打猎的 在开垦聚集地的时候 红城仇一般都会组织人 上山搜一遍 将土著杀掉 或者驱赶走 因此 这要不是深入几十里的密林 安全还是有保证的 来到这儿后 红城仇找了一下 一下子就发现了 一对疑似的人物 他其实没看到皇帝 但是看到了一对正规的士兵 棉甲 燕灵刀 长矛 火枪 全副武装的士兵 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土的 这是一个靠海的聚集地 有着上百户人家住在这里 房子非常简陋 都是茅草搭建的 好在台湾气候不冷 这么住着也没有问题 这些人 以前在陕北都是沿河打鱼的 如今到了台湾 就开始重操旧业 虽然海上打鱼和河里打鱼 差距有点大 但只要适应适应 还是能很快转型的 来者直播 不能两人靠近 警戒的士兵立刻大喝起来 很快火枪就对准他们 鱼 红城仇停住马匹 翻身向马 抱拳通报道 军爷 我是本地巡抚红城仇 还请军爷通报一下 本地巡抚 士兵看了一下红城仇的样子 眼中满是怀疑 关键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邋遢的巡抚 淡水那边什么都没有 红城仇自然也就谈不上书系 刚从战场上下来 尽管是低烈度战争 但身上带着的味道也不好闻 形象更谈不上有多好 完全和巡抚这个名字站不上边 不过对方能准确地找过来 尽管没提到皇帝 但想来也是不太确认 在台湾这个闭塞的岛屿上 也就只有官府中人 士兵犹豫了下 还是转身到小渔村中去通报 很快士兵就跑了出来 满脸惊讶地看着红城仇 道 陛下让我带你过去 没想到 这还竟然真是台湾岛的巡抚 这也太夸张了 士兵转身之际 在心中提过了一下 多谢军爷 对于这些皇帝身边的禁军 红城仇也不拿大 满脸笑容地道谢了一句 然后跟在后面房里走去 等走到里面的时候 皇帝已经不在村子里了 而是来到了海岸边查看 他的身边 有几个年纪较大的中年汉子 小心翼翼地陪伴着 这个村子临海而居 海边有一道简单的堤坝 堤坝纯粹是土石堆积而成 也不牢固 可以明显看到一些裂痕 也不知道有没有作用 堤坝是拦在一块滩土上的 而滩土周边则是高高低低的山崖 怪石临巡的样子 看起来有些恐怖 这是最为常见的海岸交界处了 小沙滩 怪石断崖 看起来黑乎乎的海水 堤坝开了个噱口 那里有一个简易的码头 码头处还拴着几艘渔船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推上来的 这些愚蠢正搁浅在沙滩之上 红成筹扫了一眼周围环境 然后快步走去 来到跟前 跪地就磕头 高声道 微臣红成筹参见陛下 黄信也跟在他身后 齐声喊道 他们俩跪下去后 朱尤简还没什么反应 那三个中年汉子却是浑身腻倒 脸色瞬间苍白 泰然地看着朱尤简 陛下 几人一下子不是跪下去的 而是软下去的 软倒在地后 他们觉得不妥 赶忙用手称帝 摆了个扭扭歪歪的姿势 颤颤巍巍地喊道 草民 参见 参 结果说了半声 却因为紧张的原因 后面的话根本说不出来 急得三人满头大汗 生怕皇帝怪罪 无妨 你们下去吧 看了眼紧张的三人 朱尤简安慰了一下 静止让他们退下 让他们三个普通百姓 和自己待在一起 的确是一种折磨 多谢陛下 三人这一下 倒完整地说出来了 只是之后的动作 却让朱尤简有些忍俊不禁 他们往后退了几步 竟然转身就跑 搞得身后有吃人的老虎一样 这表现让红成绸 有些脸红了 他连忙道 小民见识少 受不得陛下天位 故而只想着快点离去 好了 朕不会怪罪的 朱尤简笑着打断了 红成绸的解释 然后他端详了一下对方 问道 听说你去打淡水了 结果怎么样啊 他知道 红成绸有很好的军事天赋 只是 毕竟是历史记载 他没有亲眼见证过 虽然有些底 但没有实践 终究不是那么肯定 手道擒来 红成绸毫不在乎地说道 辉柔社只是一个小部族 轻壮不过两百 很轻易地就杀败驱逐了他们 如今 已经占据了淡水河口 随时可以迁徙民众过去 辉尘打算先从基隆 迁一些百姓过去 做一些掀起准备 以便后面移民过来 可以迅速安居 嗯 朱有俭点点头 没有说什么 对于这些 他不熟 不发表意见 见皇帝不接话茬 红成绸有些无奈 咬了咬牙 他决定自己说出来 陛下 移民事务开展至今 消耗甚大 除了粮食之外 还需要陛下其他物资支援 台湾的物资 基本都是皇帝提供的 包括从陕北路上出来的消耗 以及海运途中和台湾的开垦 全部都是 至于朝廷 根本出不起这个前来 也因此 内阁上下都对这个地方 不闻不问 任由皇帝折腾 不过 皇帝的支持 也只是限于粮食方面 保证移民生存 其他方面 除了开始时有一些外 其他的就没了 什么东西都要红成绸 自己想办法 虽然并不影响灾民安置 但是速度太慢了 到现在 灾民依然处于消耗状态 而无产出 虽然当前好了一点 但剩下的50万灾民 在过来时 又会打回原形 这种情况 是红成绸不愿意看到的 若一直如此 自己和其他官员 有何不同 又如何能显出 自己的本事来呢 其他物资之人 朱尤俭看了眼 狮子大张口的红成绸 这家伙 以为自己的钱 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为了陕西灾民 他已经消耗了 两百万两白银 还要他更多职员 怎么可能有 职员是不可能职员的 镇的钱也不多了 他的钱 他要养军户 海军陆军 哪一样都是吃钱大户 至于台湾 他本来是打算当个试点 改革官职 然而移民太多 速度太慢 长州府心的官制 都实行不下去了 这边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头 他已经打算放弃了 如今 徐光启领着内阁 似乎打算雄起 让朱尤俭想着 是不是干脆将台湾 让出去算了 懒得霸占着 一点好处都没有 陛下 红城筹有些不可思议 皇帝怎么拒绝得这么干脆 这可和之前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 是发生了什么 自己不知道的变故吗 台湾示好 就是太偏僻了 尽管没有人干涉自己 能够大展拳脚 但却远离政治 搞得一些事情 已经发生了 人尽皆知了 自己还不知道 支援是没有 不过 朕可以教你一招 朱尤俭撇得眼红城筹 随意说道 这本来就是自己 想和他谈的事情 只是没想到 他自己就将话题 往这方面引 请陛下示下 红城筹恭敬道 没有支援 有支招也不错呀 你可以 搞招商隐私啊 朱尤俭说了 一个对于红城筹来说 很陌生的名词 招商隐私 红城筹咀嚼着这个词语 汉语的好处就是 哪怕你是第一次 见到这个词 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光从字面上 组成字来看 便能猜到不少 招商隐私吗 肯定就是招来商人 引来资金 只是 引来之后干什么呢 莫非 黄帝是让我收商税 可台湾人民太穷了 光靠陛下的接济 才没有饿死啊 商人来这里开店 岂不是要亏死 当然 这些都是他的心理活动 面子上 红城筹依然恭敬地 等着皇帝讲解 身为一名官员 这点诚服 他还是有的 台湾是一块宝地呀 这里土地 一年三熟 所以你不用急 只要慢慢等 土地开垦出来 就能产出很多粮食 成为一个产粮之地 这一点 红城筹也知道 只是 他就是不想等 土地开垦出来 还要耕作 才能成为熟地 还要有良好的水利设施 还要各种工具 这都是要慢慢攒起来的 如此 光靠时间磨 需要多久 红城筹 没这个时间 在这里消磨 他要的是快速 当然 这样一来 时间有点久 不过 这些是必须做的 所谓 无浓不稳 就是这个道理呀 朱尤俭强调了一下道 这是为了后面的话 做了个铺垫 在稳固了农业的基础上 就可以从其他方面 来适当地加快台湾发展了 说到这儿 朱尤俭顿了一下 看向四周 首先指着 这里是海岛 可以打鱼 既能满足本地人的吃用 也能晒成鱼竿 销往其他地方 战里有矿 可以开采 有高大树木 可以砍伐 有成群的野鹿 可以射杀 这些都能带来丰厚利益 当然 这些都是要有前期投资的 渔船啊 杂木工具 挖矿工等等 没有前期投资 也搞不起来 前面 皇帝点出台湾各个优点的时候 红尘筹听得蛮搞笑 然后后面一听前期投资 脸色立刻垮了下来 我要是有前期投资 也就不会找上门要钱了 红尘筹在心中郁闷地想着 行了 别垮了 这就是朕要你招商引资的原因啊 朱尤俭乐呵呵地说道 看红尘筹脸色来回变欢的样子 还是挺有趣的 你没钱不要紧 商人有钱啊 把他们吸引过来就行了 听到这话 红尘筹似乎明白了什么 但又有点摸不透的样子 似乎中间隔着一张纸 怎么都想不透 陛下 他眼巴巴地看着皇帝 眼神可怜兮兮的 配合着一身衣服 看起来的确很惨 为了升官 为了政绩 也为了在皇帝心中 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他真是拼了 说什么也要让皇帝指教一样 你看这山 地势广阔连绵 而且高大险峻 如此大的山脉 里面的矿藏肯定很多 说不定有金矿 你派人前去探查 一旦有所发现 公布出去 一定会有商人感兴趣 到时候 颁布一个采矿许可证 那些商人不就带着钱 批点批点地就过来了吗 朱尤简指着东部的山脉道 采矿许可证 红成筹很聪明 一下子抓到了关键点 他念叨了这个词一遍 然后看向皇帝 这玩意儿 听着像是矿间的变种 不过 他只是心里想了想 却没有说出来 皇帝说得简单 但里面涉及的方方面面 就极其复杂了 还有 除了种植水稻之外 你还可以种植经济作物 譬如桑树之类的 开展养餐 纺丝 而且这里气候炎热 适合甘蔗的生长 农作间可是有着榨糖技术 你可以和崔成秀 打声合作 种甘蔗卖呀 这最后一个提议 瞬间让红成筹精神起来 他不知道什么 种甘蔗榨糖 但崔成秀 他是知道的 这时候 皇帝提出来 明显有想法 陛下 如何合作呀 红成筹问道 具体的内容 不用说 但政策方面的东西 一定要问清 合作 很简单啊 初尤简接下来 便以甘蔗为例 好好给红成筹上了一课 教他如何吸引商人 过来投资 台湾土地都是贵官署的 不卖 只租 哪怕分给百姓众 也是如此 既然这样 崔成秀需要甘蔗 是不要土地的 土地是要租金的 这是第一笔收入 甘蔗是经济作物 种植就是商业行为 那就可以收税 这是第二笔收入 崔成秀买甘蔗 甘蔗太大 不好运输 让崔成秀在台湾设厂 诈堂后再运输 省事 既然设了厂 是不是可以收收税呀 这是第三笔收入 皇帝简简单单的一二三 仿佛给红成筹 揭示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原来简简单单的一个诈堂 竟然能玩出这么多花样来 还有 台湾靠海 拥有平坦的贪图 可以晒岩呢 岩叶虽然是官营 但是既然是在你的地界上 那也可以收税呀 你没人可以弄 可以和长路演场合作 你远路若是听到这个消息 还不高兴地疯了呀 又是一条明路 只在眼前 而且也是官营机构 尽管商税这个东西 红成筹不太愿意碰 但是一个是皇帝的生意 一个是朝廷的 这两个地方肯定不会偷税漏税 只要自己收就能收上来 面对这种诱惑 红成筹心中只是犹豫了一下 很快就抛弃了那点情绪 立刻决定就这么做 为了自己的政绩 其他的顾不得了 你看是不是很简单呢 并不需要你自己去进行商业投资 只需要将类似的商人拉拢过来就好 让他们去干 自己在后面收受伤税就行 一点都不费力 说着 朱尤简转过身 不再看向海洋 而是面向整个台湾岛的陆地 做出了拥抱的姿势 旷山可以这样 养蚕可以这样 伐木也可以这样 还有造船厂 港口等等 只要经营好了 来钱还不快呀 红尘筹被皇帝描述的东西给刺激的热血沸腾 他看向大山 双眼几乎都散发着金光 没想到 在皇帝的描述下 自己苦思而不得的事情 竟然这么轻易地解决了 实在是太不可置信了 难怪朝野上下 皆称金上为雄主 才智果真深不可测 感慨到这 他忽然想起一则传闻 说皇帝的那一帛上 有成千上万两白银的储备 皇帝的富裕程度 那是朝廷好几年的收入 刚听到时 红尘筹嗤之以鼻 根本不信 然而 现在看来 皇帝随随便便 就能倒过出 几条赚钱的生意 搞不好 真有这么多钱 不过 陛下 微臣只是一介巡抚 还是没有名头的巡抚 这里面有些事情 怕是微臣难以解决的 红尘筹老于官场 很快就发现了关键点 朕知道 所谓名不正 则言不顺 如今 台湾还未开府建崖 凡事做起来都不顺心 朱尤简看向他 朕找你就是想谈这件事 既然朕在这里 不如就将规制给建立起来 请陛下 红尘筹立刻严肃起来 官爵号称名气 不可轻易授予其人 如今要立名气 这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事 台湾立一个巡抚 执掌全岛的事情 旗下设左右不正使 左右参政 左右参议 共六人 从三品 旗下舍利 公 金 等曹 一一对应中央 如此 巡抚衙门即可建立 你有所疑问 皆可迎刃而解 朱尤简轻松道 这些东西 在他心中 早就来回斟酌很多遍 此时 一口气说出来 都不带卡壳的 至于 台湾面积不大 但却立为行省一级 它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台湾 不仅仅是本身这个大岛 周围 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岛屿 例如 澎湖 例如琉球 再例如 靠近日本周边的岛屿 以及通往旅宋海域上的岛屿 未来 这些岛屿 都可以纳入台湾的官辖范围 此时将规格升起来 正是未与筹谋之举 有了正式的巡抚名头 事情就好做了 就算有些事无法做决定 但可以名正言顺地上书内阁 请内阁裁定 朱尤简拍了拍 红尘筹的肩膀 尽快将奏折整理出来 抱去内阁吧 巡抚衙门建立 所有事情都可以快速展开 说完 朱尤简扬长而去 原地只留下了呆立的红尘筹 他眨了一下眼睛 就这么着 自己就成了正三品的巡抚了 自从皇帝离开京师后 京师倒是颇为平静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今年虽然战乱频繁 甚至被女真兵临城下 但并不妨碍京师百姓的安居乐业 毕竟女真什么的又没有工程 船的再凶 这些人也没见识过 等时间过去了 自然该是什么样 还是什么样 反而因为陕西灾民从这里路过 将整个城池给修缮了一番 下水道 街道之类的东西都是崭新的 生活质量反而更高了 要说 今年京师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 也不知怎的 那些从外面进城的土老帽 当真是有钱 银元什么的 随随便便都能拿出好几个来 看他们身形打扮 那都是种田的 这么有钱 让很多四九城内的居民 百思不得其解 也有好奇的父女 拉扯地问了一下 有说是做衣服赚的 有说是修水利做成功赚的 还有说 家里有人当兵 儿子给的 种种说法 让那些打探的人 目瞪口呆 说法太多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相信谁 话说 这年头钱有这么好赚吗 我在城内 一年到头 也攒不下几个银元呢 尽管四九城的人 心中羡慕嫉妒 这些进城见世面的人 但笑脸相迎的时候 笑脸相迎 毕竟人家有钱 而且因为多了这么多人 消费的原因 各个商铺都收获颇风 因此对着这些人 四九城的爷们们 又是又爱又恨 时间又到了十一月 大雪纷飞 京师一片银庄素果 到了这个时候 界面上做生意的少了 行人也少了 大家都窝在家里过冬 不出来 当然 更多是因为这个时代 冬天很少有工作的机会 百姓没办法 只能窝在家中 哪儿也不去 不过 民间平静 朝堂却热闹非凡 自皇帝离开后 内阁当家做主 虽有四里剑插手其中 然而 博弈了一番后 四里剑竟然不是内阁之对手 以徐光启为首的内阁 各种政策方案屡屡通过 王体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这番情景 让等着看好戏的人大跌眼镜 就连徐光启也是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不过想想 有如此情景也毫不意外 太监只是一株藤蔓 是需要依靠的 王体前作为四里剑掌印 在以前是能提管着东厂 而东厂挟制己一位 如今两大特务机构为他所有 还能凭借着带皇帝批红的权力 而插手朝政 如今 玉玛兼改制 江座兼独立 农座兼 商座兼等等 都将太监的力量给分走了大半 锦衣卫和东厂更是从内庭系统中割裂出去 独立运作 只受皇帝管辖 这种情况下 四里剑还有什么力量啊 没了东厂的四里剑 就跟没了牙的老虎一样 毫无威胁 而另一点 皇帝的信任也是消失的一干二净 皇帝都不在宫中和谈信任 没有皇帝的支持 内庭的太监如何绕过内阁 插手各部门事务 在崇祯朝的历史上 后期 方正化在崇祯支持下成了户部总理 自己在京师中另立一个衙门 户工总理 全权管辖户部和工部两个部门 内阁都无法插手啊 凭借的是什么呀 凭借的就是皇帝的信任 至于护工两部敢有不从的 通常就会教他做人 而现在 私里间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这种极度恶劣的情况下 王体前想要在内阁议政中和文臣掰手腕子 简直太高看自己了 内阁其他人都没出手 光是乾隆锡一人就将王体前耍得团团转 内阁上一道折子 好 你不批 再上一道 好 你还是不批 磕着 第二天 磕到质问折子就来了 内阁再次请示 批不批 这件事是皇帝交代办的 要这么办 这件事关系到千家万户 关系到御马剑麾下 士兵补给 你到底同不同意 三天两头下来 王体前几乎都快疯了 当太监见不到皇帝 自己对朝政的理解 又没有文臣精通时 便对内阁的奏折攻势 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他此时才发现 当文臣冠以皇帝交办的 国之大师 必须尽快决议等等名头时 简直可怕 那种拖延一点时间 就有极大的后果 和严重影响的压力 几乎让人崩溃 皇帝或许不在意 可以接受 因为在大家观念中 这本就是他老朱家的江山 怎么败家都可以 但太监却不同 一群家奴 敢败了主人家吗 一连串的交锋下来 王体前一败涂地 内阁轻而易举地取得了主导权 这种结果和王体前所设想的 完全两样 哎 我真傻呀 哎 真的太傻了 有好日子不过 为什么非要去争权夺利呢 活着不好吗 王体前两眼无神地游荡着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只知道就这么胡乱地走着 下意识地 他来到了梅山东路 一棵歪脖子树前面 抬头看向歪脖子树 王体前一脸痛苦和后悔 痛苦自己的失败 后悔自己的轻举妄动 为什么要沉不住要跳出来 去和内阁争夺呢 若是再等等 或许结果就不一样 只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若是自己能够压制内阁 和徐光旗等人分庭抗礼 皇帝说不定会高看自己一眼 不会计较自己的小动作 但自己失败了 失败者是没有人权的 过往的任何小动作和黑点 都会无限制地放大 别看自己现在是 威风凛凛大内总管 但只要皇帝一回来 自己就死定了 死吧 死了也好 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了 皇帝前惨笑一声 自己算计了一辈子 原以为抓住了新皇登基的时机 将魏忠贤给踩下去 但终究也笑不了多久 算算时间 自己也不过是烦死一年而已 他脱下自己的腰带 撑着身体 爬到了歪脖子树上 将腰带拴好 打了个死结 等下只要脑袋套进去 往下一跳 人就会吊死在这里 捧着绳套 房体前颇为留恋地 看了眼眉山脚下的一处 飞檐陡壁 那是养妓院所在地 原以为 自己能在里面度过余生呢 结果还是走上了前辈们的道路 我不想死啊 最后 留下一声叹息 往体前将绳套往脖子上一挂 纵身一跃 歪脖子树的枝压一弯 终究是没有断裂 上面 一根腰带挂着一个人 随着寒风飘荡着 内阁 徐光启静静地在自己位置上坐着 廊内空荡荡的 只有他们四人在办公 这里除了他们之外 就只有皇帝 以及某些太监能进来 其他人根本无法进入 就连伺候的疏力 也是在门外 旁边的屋子里厚着 如此规矩 倒也将内阁地位凸显出来 前面几朝内阁 虽然地位逐渐上升 有了宰相之名 但如前圣朝这般尊崇的 倒也不多见 正当己人认真处理公务 拟定政策时 刘若瑜抱着一些东西 踏入这里 他是少数能进来的太监之一 岂未阁老正忙着呢 刘若瑜看了内阁中的情形 笑眯眯道 原来是东厂都主啊 不知都主所来有何贵干 徐光启看了眼刘若瑜 有些意外 东厂都主来这里 可是很少见的事情 没什么大事 就是来给诸位送些东西 刘若瑜说着 将自己手中的东西 放在暗机上 拍了拍到 内阁这里可是机密之地 其他人不方便进来 再说 这些消息也比较秘密 故而咱家只好亲自来跑一趟了 哦 是何等重要的消息啊 需要督主亲自送来 徐光启好奇问道 这些啊 都是陛下传来的指令 里面不乏机密 咱家倒是想看看 可惜啊 陛下有令 必须内阁亲戚 咱家可不乱翻 刘若瑜指着贴了封条的奏折道 以下的指令 徐光启一愣随即恢复正常 皇帝在外 有什么指示送回来才是正常的 毕竟皇帝才是政治活动的中心 什么事情都绕不过去 不过 就在徐光启拿过这些奏折后 想要开启时候 忽然一个中年太监 慌慌地从大门口冲了进来 边跑边喊道 不好了 督主 大事不好了 然而 他还没反应过来 刘若瑜就抱贺一声 生生将其贺止 混账东西 谁让你进来的 还不快滚出去 暴怒的刘若瑜 让来人一呆 随即 屁滚尿流地跑出去 半点犹豫都没有 不过 从内阁滚出去后 他并没有离开 还是在外面候着 说吧 发生什么事了 刘若瑜平复了一下气息 慢慢问道 大人 王体前死了 什么 刘若瑜大惊 就连原本在旁边 看着好戏的内阁阁老 也豁然站了起来 惊讶地布满了脸庞 好端端的 王体前怎么会死了呢 王体前的死 在宫内刮起一阵旋风 引起所有人震动 而当他的死音传出来后 更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 竟然是自杀 这种结果 不要说徐光启 任何一个人都想不到 如今 当怎么办 徐光启坐在内阁上 询问道 别看 王体前被打得一败涂地 就以为 司理监任何作用都没有了 起码监督权还是有的 没有司理监披红 内阁也无法处理公务 王体前的死 虽然很震动 但那是因为 他坐的位置 至于他本身 却并不会引起太多关注 知晓了这么一个结果后 内阁一个开始商讨 后续影响 然而 面对这种棘手的问题 他们四人却有些束手无策 只是 内阴的事情 内阁无法插手 也插不进手 但不关注又不行 一旦司理监无人主持 批红停止 整个国家都将陷入停顿状态 后果极其严重 不如 先看看陛下传回来的指示吧 最终 还是王在晋建议的 好吧 先看看这些奏书吧 徐光启也只能这样点头 皇帝指示比较多 也比较繁琐 但真正的大事却只有几件 一个是海运公司并入异部 异部开始组建全国性的交通运输体系 另一个则是让周延如赶往松江府上海线 主持开海事宜和士博司的事情 当然 士博司总署也顺势成立 最后一件事 则是在台湾开府建崖的事情 其中受任巡抚 就是红城筹 在台湾这里 巡抚作为一个固定官职 得树立起来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几人多得崖花都疼 皇帝这是怎么了 又想亲自冲锋献阵 徐光起有些无奈地想到 不过 看皇帝一连串的动作 倒是知趣多了 知道在前面立个傀儡 自己隐藏在幕后 操纵事态发展 看过皇帝指示 众人也没了最后的念想 将事情处理一下 报陛下批吧 包括王提前的事情 徐光起说道 也罢 只能如此了 在得到皇帝消息之前 赞罢朝政吧 若是急切事情 依旧照旧处理 若是不急 就先等等 也只能如此了 其他人点头 对了 本官上过去的折子 陛下已经同意了 罢朝这几天 诸位回去好好想想 该如何进行 临走前 徐光起又下了一个任务 让其他三人有些无奈 好不容易休息一下 丑府又不让了 知道了 三人有气无力地点头 只是 好事毕竟多磨 在他们还未离开时 忽然一名书吏 在外面大喊着 军报军报 西南紧急军报 这人在门口张望着 却就是不敢进来 生怕擅闯内阁机密之地 西南发生什么事了 作为首府 徐光起来到门口 紧紧盯着书吏问道 军报在此 书吏递过去后 自己退开一步 这封举报 是朱梟园上的 大致阐述了战场情况 徐光起原以为是来报好消息的 说是战争已经结束 然后看了后 才惊愕地发现 这哪里是结束啊 奢崇明没死 还让他逃了出去 岂不是平天很多祸乱 西南战事又要拖好几年呐 徐光起转过身来问道 原因呢 王在金皱眉问道 写得不是很详细 但其中提到一个人 阿弥洲吐司 普名声 怀疑 车重名套座 和其有所短暂的接触 徐光起复述了一遍 算了 我们做不了主 报陛下吧 王在金摇了摇头道 这次 可别千万来个不靠谱的掌印啊 别吧 一起报过去吧 关于内阁的举措和施政策略 统统都报过去 王提前竟然死了 朱尤简看着内阁传递回来的答复 满脸惊讶 他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竟然自杀了 说真的 他是想过回去要撤掉王提前 毕竟犯了错就要挨打 但可没想过要杀了对方啊 罪不济也就是赶到养妓院中度过余生啊 只能说对方想的太多了 被过往的政治斗争经验所蒙蔽而做出错误选择 你这老货 死了不要紧 现在怎么让朕选出一个替代之人来啊 朱尤简平白叹息道 说他自己在京师还不要紧 死了就死了 死里间没有掌印也能过 但现在却不行 自己不在必须有一个带行批红拳的人 不然每次内阁做好意见后 然后花费大量时间将奏折送到自己这里 然后又送回去 那样事情也就不用干了 等着崩溃吧 所以死里间掌印必须认命 哪怕就是当个橡皮图章也行 起码还有点监督能力在 该选谁呢 朱尤简有动着脖子 开始在脑海中思索人选 一个个太监的面孔呈现出来 然后又被他否决 他所罗列的人选 要么是资历不够 要么是关系不够 要么就是无法信任 最终他过滤的就剩下一个人了 目前执掌大明皇家银行的曹化淳 此人无论资历 威望还是能力 对方都不缺 缺的就是皇帝信任 也罢 既然碰到了好时机 朕就给你个机会 朱尤简最终下定决心 让曹化淳接掌私立舰掌印之位 和内阁共同处理朝政 随后他就做出批复 然后放到一边 等一下寄回去 等看到下面的东西时 朱尤简坚实一乐 最后奇怪地笑了起来 这徐光启也是会变通的吗 他知道皇帝紧急 因此也就将内阁票 你付签过的奏折直接发了过来 只要皇帝批红盖章就可生效 至于在内阁流转的过程 之后再补就是了 这样一来 的确省事 红成筹从即刻起 就是台湾巡抚 负责阻戒巡抚衙门 并划分俯现规制 不过除了这个好事之外 下面的事情 却让朱尤简原本阳光的心情 瞬间弄得跟阴云密布一样 西南的战士又一次功败垂成 奢崇明再次逃跑 离开了包围圈后 凭借着家中优势 他再度积累起一些兵马 和朝廷对着干 阿比州吐司普名声 这奢崇明和安邦彦都没抓住呢 又冒出来一个吐司 这些人都是不想过日子了吗 朱尤简有些愤怒地想到 只是尽管初起的愤怒 朱尤简还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只能披肤 安抚浦明声 以剿灭奢安之乱为重 看来朱解园又不能找回内阁了 朱尤简有些郁闷 他本来想要朱解园回去制衡一下内阁 不让其得意忘形 但此刻看来这条路行不通了 想要让内阁不是那么一块 就必须增加内阁人数 按照他自己设计 还需要四人 然而这四个人从哪里来呢 朱尤简手头是真的没有多少 能单纲的大臣了 新生代又没成长起来 他真的没有人选 往内阁中填补 烦哪 真的很烦 匆匆事物处理完后 朱尤简只一刻都不想再看见这些家伙 他要好好地度假 各种处理结果 从朱尤简手中飞出 传达到各个地方 造成了各自的影响 经时曹化纯执掌四立剑 代行披红旋 内阁可以正常运转 随后 徐光旗开始自己的行动计划 首当其冲的就是帝国日报 关于藩王的报道越来越多 而且大多是负面的 一些关于他们的讨论 也慢慢展开深入起来 台湾 红昌筹开始自己的拳道巡回 他在挑选人手 物色手下 准备组建自己的班底 好建立衙门 大干一场 松江 杨四昌刚刚到任 他匆匆浏览了一遍 疏松两地情况后 又来到了长州府 这个如今改制最完美的州府 打算考核这里的制度 上海县港口 军营 徐红基坐在营帐中 正在招待客人 徐掌印 乃是为国公爷送银子来的 许新宿哈哈大笑道 哦 送银子 这句话本国公可就不敢苟同了 徐红基微微一笑道 说真的 银子之类的 他以前或许会缺 但现在真的不缺了 如今 军贵联手 横扫北方诸省 有人出人 有钱出钱 有关系出关系 各地延宵 几乎无人能打 整个北地 五省的石研市场 全部被他们所占据 有了市场后 这银子还不是花花的就过来了 他 徐红基 为国公不缺钱 端起茶 徐红基优雅地喝了一口 慢慢地等对方说出来意 毕竟是皇帝跟前的人 找过来肯定有深意 在下知道 有泥原路的长炉延长 国公爷肯定不缺钱花 但是 想必很缺另一样白花花的东西吧 许新宿亦有所指道 嗯 徐红基赶起兴趣了 怎么 掌印大人也知道 哼 国公爷坐镇在此 一直不成还兵归巢 不就是想让长炉延长 不就是想让长炉延永过淮河吗 许新宿哈哈笑道 背靠长炉后 熏贵很快就盯上了南方的市场 毕竟那边才是大头 人多 有钱人也多 吃盐也吃得凶猛 然而 在这里 他们遇到了凶猛的阻击 当地的延伸 不惜工本地降价 生生抵挡了他们的廉价延 那些家伙挡不住的 过段时间自然就会垮掉 徐红基冷哼一声 而且 泥源路那边的延厂扩建 就将完成 等过完年 召开议政大会时 陛下自然会看到 改制后延厂的效应 有了事实在眼前 两怀延厂 必将溢住 话虽如此没错 但这两怀延厂 大人可不一定吃得到啊 那么多延伤凶猛 那么多世神胡适丹丹 大人可不一定抵挡得住 许新宿 第一声笑道 徐红基脸色有些不好看 但却没有反驳 这是实情 哪怕熏贵联手 也不可能将所有东西都吃下去 除非皇帝支持 不 皇帝不会支持的 他用长路延厂拉拢熏贵 一定会再用两怀延厂 拉拢一批人的 这是必然的 国公爷想必明白 两怀延厂不一定有份 但是其他地方呢 若是能新开辟一个延厂 倒是份额不都是大人的吗 取新宿忽然道 新开辟延厂 徐红基猛然抬头 不光灼灼的 怎么说 陛下到了台湾 国公爷知道吗 取新宿问了一个不太相干的问题 略有耳闻 徐红基喊手道 皇帝路过上海港 并停留了一段时间的事 他是知道的 当初还递了折子 想要求见 只不过 皇帝没有召见他 皇帝见了不少人 但是能算得上官员的 也就只有沈亭阳一人 事后 沈亭阳直接去了异部 看那架势 若不是此时对方关节比较低 资历尚浅 学历也不够 说不定 直接就是侍郎起步了 这种青睐 让松江府地区 几乎所有人都羡慕嫉妒恨 至于 原先骚扰和家中的怪话 此刻一点都不见了 在上海港停留一段时间 完成了港口交接后 皇帝就离开了 去了台湾 之后的事情 徐鸿基就不知道了 他的人脉关系 还没到那种地步 最近的底报看了吗 许新素再问 看了 徐鸿基点头 认真的回答对方问题 并没有丝毫不耐烦 底报上说 正式任命红城筹 为台湾巡抚 并建立巡抚衙门 然后对整个台湾岛 进行俯线规划 许新素大致说了一下 其实这个底报 非常的繁琐详细 发出单位是力部 其中包括很多 当然 真正值得官场老油条注意的 只有两点 一 是红城筹的官阶 只有巡抚的头衔 其他任何都没有 巡抚正式作为一个官职 出现在大明官场上 除了巡抚作为一个正式的官职 出现在大明官场上之外 最引人关注的 便是整个巡抚衙门的设例 这是省一级的衙门 其轰动性 远超之前长周府 左右部正式 左右参政 左右参议 六个从三品职位 和正三品的巡抚 构成了整个行省的中枢核心 加上 此前的府衙和县衙 云感人很轻易地 就能发现皇帝思路 似乎将内阁那套 直接搬到了衙门当中 除了没有皇帝之外 几乎毫无二致 再加上下方的督察院 以及传闻圣销城上的 大理寺改革 一幅隐约的政治画面 呈现在所有人眼前 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却直觉到希望蕴藏其中 可是 这和我们所交谈的 有什么关系吗 不过 徐鸿基的政治敏锐度 没有到这个程度 他只是关注了这件事 并持续关注 这与后事影响 他察觉不出来 国公爷怕是没怎么关注 巡抚衙门的下属机构吧 看到对方这副样子 许新素毫不意外地笑了起来 若是没有人点醒自己 恐怕自己此时 也和徐鸿基一样吧 下属机构 不是和朝廷中书一样吗 徐鸿基恶然问道 他大致看了一下 和中书没有什么区别 中书有的 台湾行省也有 是一样 朝廷有商部 台湾行省也有商曹 许新素着重点了一下 某个部门 这不是应该的 等等 商部 徐鸿基猛然一愣 似乎想起了什么 商部这么一个大部门成立 他自然知道 也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 管理商业行为 核准商业行为 甚至他还听说 一部名为公司法的律法 都制定出来了 只是没有颁布而已 商部尚书周延如 今日来南京 准备开海事宜 徐鸿基说出了一个消息 而商部尚书 是皇帝一手提拔起来的 听闻 为此还和内阁闹出不小事情 种种消息交织一起 在徐鸿基脑海中勾勒出一幅 复杂的服饰会 然后偏偏他就是想不通 这里蕴含的东西 但直觉告诉他 这里面的东西很重要 非常重要 请掌印大人解惑 徐鸿基头痛道 他又不是文官 对这些东西真的很难分析出来 干脆交给专业人士 既然徐鸿基找过来 又主动谈起这个问题 想必是有所研究的 不敢当 不敢当 徐鸿基谦虚道 但还是给徐鸿基讲解清楚 当天 他自己不是多厉害 而是内幕消息太多了 方正华南下澳门时 没有直接走 而是绕路来到一趟上海线 和他交谈了一晚上而已 国公也请看 商部就是主管商业行为 长卢研厂 如今可是叫长卢研业公司的 正合了这商部制定的公司法 既然商部尚书在南京 台湾省也有商曹 如此 一些行为 不就是正规的商业行为吗 我们没必要盯着两华研厂 那里太复杂 不好处置 就算一头栽进去 也吃不到多少好处 不如在台湾开一匹新研厂 如此一来 长卢研业的尼大人有了政绩 国公爷也有了新的裁员 到时候 一举击溃两华研厂 让他们的研卖不出去 不得不接受改革 想必 国公爷在陛下面前 也是极有面子的 许新宿 一口气说出许许多多的 都是为对方想着的话来 听得徐鸿基两眼 大放光彩 这是一番极有道理的话 而且很容易实践 不论是周延如 红城愁 还是泥原路 三人都处于草创阶段 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政绩 一旦他们找上去 所说的几乎肯定会实现 如许新宿所说 这是一个三营策略 只是 他徐鸿基终究年纪大了 不是小年轻 被人一忽悠 就热血上涌地嗷嗷叫 长印大人 是说的我们都得力 却不知道 长印大人有何好处 如此积极地游说呀 徐鸿基似笑非笑地 看着续新宿 国公也会演 在下也就不瞒着了 我商作间 此次之所以如此积极 不过是 想要拉上一些盟友罢了 省得势单力孤 被那些文官给盯上 一个劲地喷 尽管不去 但面子上不好看 一旦多了 真出了事 陛下也保不住在下呀 许新宿非常诚恳说道 作为皇帝裁员之一 商作间 前身四海商行 早就被很多人给盯上了 不光是朝堂上 就连民间也阻力重重 不然 直到现在 也只是在北直立 涉足了粮食产业 其他方面 进展都不大 每年提供的利润 还没有农作兼高 若不是参与到了 走海当中 去马尼拉 赚取了不少白银 他都没脸见皇帝 此刻 既然有了机会 当然要多拉上 几个盟友 打开局面 台湾可是一块 空白的宝地 有这百万灾民打底 再怎么样 也不会差 盟友 好一个盟友 徐鸿基听了后 突然哈哈大笑 伸出右掌 本国公就认了你 这个盟友 曲新素也伸出右手 和徐鸿基 来了一个机掌而盟 京师 石王府 这里以前是 未旧藩的藩王居住地 曾经 朱友简还是信王时 就住在这里 等到登基为地后 这里就空了 而现在 福王被软禁在其中 一座府邸 上面也挂了个牌匾 福王府 京师的福王府 比洛阳的福王府 要小一些 但是 里面东西并不差 都是福王从洛阳带过来的 就连身边伺候的人手也是 都是他从小用熟了的 他的一些 卑贫 姬妾 子嗣也都没事 和他生活在一起 当然 里面伺候的下人 换了一波 至于里面 到底有多少东厂 和锦衣卫的眼线 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尽管地方小了点 但生活变化不大 依然 哪里都不能去 只能在王府中活动 这样的生活 福王早就习惯了 倒也没什么不好 反而 因为身在京师了 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看报纸 京师乃天下之要地 也是帝国日报 编辑部所在地 最新的 最全的报纸 都在这里 每日 天下政要文章 都在这里汇聚 无数想要扬名立万之人 纷纷来这里 就是为了 在上面能发表 有了帝国日报后 京师的百姓 更是直接化身内阁载府 对任何一条朝政 都说得头头是道 古得外来人 一愣一愣的 建盘政治家 这种东西 似乎提早就出现了迹象 端坐在暖阁之中 福王安安静静地拿着报纸看 旁边是一盏乡明 鸟鸟的雾气 阿挪多姿 然而福王却根本没有看乡明一眼 两只眼睛全都盯着报纸 神色随着内容不断变换 此刻 他正在看的是一篇名为 《论藩王书》的社论 这是一篇专门评判藩王功过的文章 从大明立国起到金上前圣朝 总共两百多年的时间 将藩王给一一点了一遍 最后更是罗列各地藩王的劣迹 一笔笔一幕幕 当真是沉渊未雪 大道难深 就算福王自己 看着那些藩王的所作所为 也是吓得一身冷汗 太多了 实在是太多了 以往没人统计 藩王又分散在各地 所有人都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但是 当这些都化作一个个数据时 凡是观看的人 全都惊然而怂 哪怕是主动推起波兰的徐光旗等人 也是冷汗连连 几十万的宗室子弟 就是趴在大明身上的 吸血鬼呀 最近这样的文章多了起来 将报纸放下 福王一脸沉思 沉思中还带着些后怕和警醒 从进入十一月份开始 报纸上关于藩王 关于宗室的文章就多了起来 你一笔我一笔地 不断指出藩王的过失 以及各种草劫人命 虽然稀少 但成燎原之势 随着不断发酵 到现在几乎是人人喊打的局面 尽管 不断有人辩驳 但根本无济于事 往往 辩驳的文章一出来 第二天 就会出十几篇 针对性的贬斥文章 而且都是报纸面试以来 在上面成名的大喷子 其言辞犀利 几乎让人泪目 莫非是皇帝出手了 福王想到 当初 郑贵妃来醒亲时 就和他谈过 皇帝希望他在削减宗室的问题上 支持自己 起到带头作用 这也是他如今还能活得比较滋润的原因 只是 这情况有些不对呀 皇帝都不在京师 这怎么出手啊 福王有些想不明白 现在京师的情势 似乎有些不对劲 皇帝不在 依然在推波助澜 我到底要不要出手呢 福王望着窗外飘雪 有些拿捏不定 虽说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但他心中 终究有些不敢 不想就这么屈服下去 该死 最近 为什么都没来联系本王 皇帝不是不在京师吗 暗地里咒骂一声 福王转身回了书房 南阳 唐王府 朱玉剑拿着一张报纸 哈哈大笑着 去死吧 都去死吧 义群注重 统统都该死 说完 他竟然服岸痛哭 他是唐王世子 朱玉剑 就在今年 他的父亲 被自己亲弟弟毒死 就是为了 唐王世子的位置 不过 就在他爷爷 想要立他叔父的时候 当地的地方官 过来吊唐王世子时 警告说 贸然更以世子 朝廷会追究 这样 朱玉剑在父亲死后 还保住了世子的位置 随后 几个月后 他爷爷也去世了 如此一来 他这个世子 自当继位 只是 因为他两个叔父的原因 这事 还有些波折 少不了 千言些时间 就算自己 最后能继位 那两个小妾生畜生 也会 获得不少好处 起码 郡王之爵 是有的 这让朱玉剑 气愤异常啊 这样的畜生 也配获得爵位吗 然而 就在今日 朱玉剑 却看到了一张报纸 抖大的 几个论藩王书 一下子 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让他全神贯注地看着 等看完后 朱玉剑笑惨了 文章上说的 还是清了 所有藩王 全都是畜生 畜生都不如的东西 老唐王偏爱 小妾生的弟弟 想要让其 继承世子位置 就将 当时很小的 朱玉剑 和父亲 一起锁在牢中 不给饭食 想要饿死他们 幸得 一个小官救济 日日送些糙米饭 他们才没有饿死 然而 十几年后 朱玉剑的父亲 终究 还是没有逃过一劫 被自己弟弟毒死 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朱玉剑 怎么可能对藩王会有好感 甚至一度 他对金上心中都充满了愤恨 好在 随着耳目出了唐王府 他对金上加深了了解 这种愤恨才消失 不过 如今 报纸上的文章 却是一个机会 一个能让那两个畜生 一无所有的机会 朱玉剑很聪明 在苦难中 又读了很多书 不难看出 报纸上鼓吹的风向 现在 只是外人鼓吹 还欠缺了一些火候 但是一旦自己 这种局内人 也鼓吹起来 那当真就是 燎原火起 大事已成了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朱玉剑提起笔 看是一笔一笔的认真写字 这些不仅仅是文字 更是他的武器 杀死这两个畜生的武器 历史上 刚硬的朱玉剑 也是这么做的 继承唐王爵位后 他杖杀了 毒害自己父亲的两个叔父 福山王朱契爽 和安阳王朱契君 只是 安阳王较为幸运 并未当场死亡 后来 又被救了回来 钱千亿最近有些得意 走路都有些轻飘飘的 那都是带风的 老钱不能不得意啊 他可是被皇帝点名的人 命令他跟着商部尚书 周延如前往南京 共同开往 开海的事务筹备 这次开海之后 出海贸易将成为常态 而主管出海事务的 就是士博司 或者说士博司总署 管理总署的 可是刚刚调任商部侍郎的 钱千亿 虽然还是侍郎 但却能够独自管理一个部门 等同于半独立 除了上书之外 没人能对他指手画脚 在士博司总署内 自己就是老大 这种待遇 让他极为满意 不过 就是有一点他不太爽 自己的顶头上子 貌似才三十多岁 比自己年轻了将近两轮 真是弃杀人也 看看自己已经有些白色出现的头发 再看看前头乌黑发亮的周延如 哪怕这次坐的是江坐监最新式的 简镇马车 他也开心不起来 他们走的依然是海路 自从天津港口建立后 朝廷一般都是从这里出发 没办法 实在太快了 走陆路到南边 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而坐船却只要十来天 节省了三分之二的时间 只要不是傻子 都会选择 他们出发时是十一月中旬 而等到了上海港 已经到了十一月下旬了 时间还未走出十一月份 时间还未走出十一月份 这种速度 让曾经从南方走到京师的钱千亿惊叹不已 若是这些船只能用于商业运输 将会有何等生意 大人 钱千亿有些别扭地叫着 咱商部主管商业 若是能成立一个商行 购买船只 运营这种南北海运之事 是否可行 海运 周延如有些怪异地看了他一眼 你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 前心一疑了 原本负责运送草粮的海运公司 已经并入义部 原本负责海运公司的沈亭阳 成了义部的主事 也就是负责筹备海上运输的 到时候 义部 在运送草粮之余 还会招揽行人和货商 周延如解释了一下 啊 已经在做了呀 钱千亿扎巴了一下嘴 有些可惜到 海运这种事 市场没多大 朝廷既然已经出手 那肯定容不下其他人再进入了 没了就没了 钱千亿也没有多难过 这只是他的一个突发奇想而已 只要这次开海事情筹备好了 自己肯定能发财 而且还是光明正大的 如此大规模的开海行船 还有海军舰队随心护卫 赚钱是肯定的 自己只要投入进去 稳赚不赔 没看执掌商坐监的许新宿 都到了南方去了 不就是为了这次开海吗 那是皇帝的御用商人 皇帝都参与了 怎么可能亏钱呢 贴了眼身后傻乐的钱千亿 周延如有些不解 皇帝怎么会叫这老货来 负责士博司呢 士博司是管理开海事务的 但同时还要负责关税征收 虽说在征收关税是税务局的事 但士博司肯定也要协助 就身后这老货能干得了这些事情 这也到时候又跑到南京 十里秦淮去鬼混了 对于钱千亿 他是看不起的 尽管这老货 有江南文坛盟主的称呼 但身为状元郎的周延如 并不需对方多少 而这段时间的接触 更能让他看清了 这老货的真面目 不过是一个贪生怕死 荣华富贵的草包罢了 这样的人如何能主持新生的士博司呢 等南下见了陛下后 本官定要劝谨一二 周延如暗自想到 身为商部尚书的他 他大略知道自己此次南下 最主要的就是充当陛下的白手套 面见圣言什么的 那是肯定的 田千亿并不知道 自己上司正在想着打自己小报告 要撤销自己 他下了船 看着熟悉的陆地 不由地露出笑容 回到熟悉的地界 让他心情舒畅 有一种回到了主场的感觉 大人 葱江府我熟悉 大人初次前来 不如由我坐东 为大人接风洗尘 再一次喊起大人来 田千亿却没了那种别扭的感觉 一路来他已经习惯了 就像是历史上水太凉之后 他照样做了满清的高官 不必 本官还有要事 周延如立刻拒绝 他还要想办法去台湾见皇帝呢 可没时间和田千亿风花血月 关于这次开海事情 他有太多需要询问的了 作为这次事件的主持者 他到现在也不过是 才知道了一个名字而已 连具体经过 时间等都不知晓 看起来糊涂得很呢 不过 周延如的话还未说完 就有一个人笑着过来 打断了他 前方可是商不上书 周延如大人 一名男子笑着走了过来 他冤枉四十曲 皮肤有黑 个子不高 婚话中 还有难以解释的闽南口音 在他身后 还跟着几个人 看起来脱不寻常 不知阁下是 面对来人 周延如非常谨慎 小心翼翼地问道 敢用这种语气 和自己打招呼的人 其背景绝对不差 年纪轻 资历浅 尚未 有些侥幸的周延如 并不愿意轻易得罪人 在下 商作间长印 许新素 许新素 自我介绍了一句 然后 不等周延如说什么 又介绍了 一起随他而来的 其他几人 这位 是魏国公 徐洪基 徐公也 这位 是苏松巡抚 杨四昌 杨大人 这位 是长炉炎业 尼元路 尼大人 魏国公 周延如 悚然一惊 对于其他两人 他还不在意 但独独对徐洪基 有些惊到了他 他可是知道 皇帝和薰贵之间 发生的事情 实在没想到 现在在上海港的港口 竟然还能看到一位 其位 不知有何贵干 周延如再次问道 眼前的怪异组合 让他有些警惕 并不想干什么 只是 想和上书大人 一起登船出发 有人想见我们 许新宿淡淡道 他看出来 对方的戒备了 我们才刚下船 还被休息 又要登船 这是何道理啊 周延如还未说什么 前前义 却突然叫起了 撞天驱来 是谁要见我们啊 让他自己过来 听到这话 许新宿 面无表情地 看了过去 然后轻轻地 吐出一句话 是陛下要见我们 说完 他也不理 这个似乎是傻了的侍郎 静止朝着一艘 刚刚停靠过来的船只走去 身后 是听见一声 扑通一下的摔倒声 以及徐鸿基等人 痴痴的笑声 明朝的吐司制度 适用范围非常广泛 而且远远流长 是从宋朝的 基迷制度发展起来的 在明王朝早期 吐司制度 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随着发展 却是越来越伟大不掉 从明朝中叶开始 有志之士就开始了 改土归流的尝试 抓住吐司绝寺 叛乱被平定 或者爆发战争的时机 派遣留官进入管理 这种手段比较温和 但是见效很慢 实行了七八十年 也没有撤掉多少吐司 而吐司制度 最终酿成的罪果 就是直到现在 还未平定的奢安之乱 因为地形 交通 气候 乃至民族环境 等种种原因 奢安之乱的匪首 奢崇明和安邦宴 直到现在 都没有被擒获 这就导致了 叛乱始终无法平定 大明在西南的统治 从天启元年开始 一直陷入击溃 逃窜 积蓄 再叛乱 再击溃的怪圈 直到 朱友简登基后 再次启用了朱谢元 战事还得以控制 九月 朱谢元大军 击败安邦宴 就地将其斩杀 随后 朱谢元 团团围住了 奢崇明的最后兵力 意图围剿 然而 这个时候 事情发生的 出人意料的变化 平叛有功的 阿弥洲 吐司首领 朴铭声 防线出现漏洞 致使 奢崇明 再度逃窜 平叛之乱 再起波澜 站在港口高处 朱友简 盼着手中 关于西南的 最新战报 心中 有些疑惑 这个反转 似乎也太快了 他手中 是一封 报纪文书 是西南 平叛战争的 最新消息 这是锦衣卫 从四川传过来的 至于 正式的文书 还要过段时间 才会传来 不过 锦衣卫的消息 才能让朱友简 亏欠这里面 更多的诡异事情 车重明 再次逃窜 进入永宁后 事情 并没有向最坏的 地方发展 土名声 没有叛乱 而是一路 坠着蛇重明 攻入永宁 最终将之斩杀 首级 朱谢元 已经验名正身 的确是蛇重明 加上 九月份 已经被就地 斩杀的安邦夜 这场持续了 九年的叛乱 终于落下帷幕 现在 残余的敌人 只有留守 水溪 轩辅斯安慰了 水溪 轩辅斯的首领 其实是安慰 安邦夜 只是其叔叔 只是安慰年幼 正是由安邦夜 掌管 安邦夜寄去 安慰 不过是借赖之患 无足轻重 有朱谢元在 剩下的战事 不过是时间问题 叛乱被平定 朱友简 应当高兴 朱友简 应当高兴 但是此战 内幕重重 他实在是高兴不起来 通过锦衣卫侦查 已经确认了 当时奢崇明逃走 并不是因为什么漏洞 实际 真相就是 普明生 将奢崇明放出去的 而后 却不知发生了什么原因 普明生 却再次对安邦夜 展开追杀 并将之杀死 这个普明生 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朱友简暗自思索着 是想要叛乱 却没有胆子 还是因为 某种准备 没有做好 暂时按纳住了想法 不知为何 朱友简心中 已经认定 普明生 就是想要造反叛乱 由着这个猜测 就带来了 另一个问题 怎么奉上普明生 在朱谢元的战暴中 普明生的功劳 十分大 多次起到了关键作用 更不要说 最后抢人头的举动 有如此有功之臣 不奉上 实在是说不过去 可封赏的话 朱友简心中又别扭 若是日后对方 一旦叛乱 现在的封赏 就是资敌呀 算了 留给内阁去投痛吧 结束了令人头痛的思索 朱友简忽然发现 张国元 不知道什么时候 回来了 张国元 也是这次出来 跟随的太监之一 在方正化出去办差后 暂时顶替其位置 贴身伺候 怎么 徐红西 周延如 他们都来了 朱友简随口问道 是的陛下 所有人都到了 张国元 恭敬回荡 态度一丝不苟 做得非常到位 他十分珍惜 这次贴身伺候的机会 说不定 自己的发达 从此开始 让他们过来吧 朱友简点头 然后又看向了 手中的战报消息 在他来回反复观看时 脚步声再次响起 他也没回头 直接问道 其难之吐司 若何 后面的脚步声 听到这突兀的问题 猛然间一愣 声音顿时消失 声音顿时消失 这时候 朱友简才转过身 看着眼前恶然的几个人 当头的是魏国公徐鸿基 后面依次是 商部尚书周延如 以及许新宿 钱千亿 杨四昌 尼元路 此刻 这些人脸上 都是错愕的表情 他们可没想到 当头过来 就是皇帝 劈头盖脸的问话 西南吐司如何 是和西南战事有关吗 听说 上次又让奢崇明给跑了 而且还是因为当地 有人使绊子才跑的 陈等参见陛下 魏国公徐鸿基 是最先反应过来的 他也不回答问题 这些东西 他也不太懂 没这个眼光 而是直接建立 毕竟 这么呆呆地望着皇帝 怎么说 都算得上失礼了 其他几人也才反应过来 连忙跟着弯腰行李 平身吧 朱尤俭看了一眼 徐鸿基 暗骂了一声老花头 然后将自己手中的情报 递给张国元 让其给在场几个大臣看看 除了徐鸿基之外 这些人都是他比较看好的 此刻考教一番 也能试试成色 徐鸿基倒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没有去看这份奏报 而是自己让开位置 让皇帝能更好地 看到他身后几人 周延如首先观看 匆匆浏览完了后 他的脸色极其怪异 似乎没想到 竟然会出现这样的变故 当初在朝中时 他也看了朱谢元的战报 上面可是着重描述了 阿弥洲土司首领 普鸣生啊 说起了一心图谋不轨 结果 现在从最新的战报来看 似乎并不是如此 然而 这份不知从何而来的情报 却又说 之前奢重鸣 的确是普鸣生放走的 这中间来回曲折 看得让人费解至极 看完后 周延如将情报 递给其他人 他们看完后 也是表情各异 有的是怀疑 有的是思索 有的则是理所当然 陛下 微臣以为 此实属正常 普鸣生 许氏和奢重鸣有所勾结 将其放走 事后又畏惧大名天位 自觉无法对抗 便又攻杀奢重鸣 戴罪立功 前千亿一副 士大夫高高在上的 天朝上国姿态说道 还别说 尽管他浑身骄傲 但这解释 似乎的确说得通 周延如刚想吃笑几句 却又猛然顿住 这番话 看似漏洞百出 但偏偏和情和理 大名 难道不是天朝上国吗 蛮夷畏惧大名 难道不应该吗 典型的士大夫思路 却又无法反驳 贵州 贵阳 在神奇的转折 覆灭逃窜到 永宁的奢重鸣之后 朱谢元大军便遗失到死 略作休整 以便接下来进攻 水溪宣府寺的战士 不过到了这个地步 所有人都没有将 吟幼的安慰放在心上 安邦宴的大败 让水溪的士兵几乎丧尽 尽管此刻安慰并不投降 也没有能力对抗 水溪是荒僻难攻 但也要看在谁手中 是什么人助手 没人觉得朱谢元 拿一个势单力孤的水溪 没办法 于是到了贵阳第一天 贵州巡抚就开始 给大军庆功 各种靠军物资 不要钱的送过来 酒肉管够 让秦良玉带来的 石柱吐司狼兵 眉开眼笑 大呼过眼 一直生活穷困的他们 从未这样开怀畅饮过 而其中 以阁老身份 督战西南的朱谢元 自然成了酒宴上的主角 巡抚 总兵 督察院 各级官员纷纷前来混个脸熟 作为斩杀 蛇重鸣的普名声 也是名声斐然 加上 他在前期各种战功 迅速被文官们 吹捧为 平叛第一功 至于 之前的诡异行动 除了给朝廷的战报之外 朱谢元 没有主动 向外宣传 毕竟是不光彩的事情 而后来 蛇重鸣身死 更是毫无必要 庆功宴持续了三天才结束 之后 普名声便带着自己的士兵 回到了阿弥州 回到了自己的居所后 普名声 见到了自己的发妻 万事 他主动 说起了这次战事 并将其中的转折 也讲了出来 老爷 为何要先放了蛇重鸣 而后再度斩杀 岂不是预盖弥彰 让明廷怀疑 老爷用心 以明廷仅一味之精锐 想必是能查出来 老爷 是有意放蛇重鸣走的 万事有些担忧地问道 是我一时想岔了呀 普名声也略微 有些懊悔地说道 我是见那蛇重鸣 就此身死 有些兔死湖北 便想着 干脆让他走脱 也能牵制明廷 我好 从中余力 朱谢元太过厉害呀 若他留在西南 我若举世 空无幸免 不如让蛇重鸣活着 以此分担 他的这番担忧 是有道理的 历史上 朱谢元平叛后 便留在四川 担任巡抚 抚证西南 直到因病去世 对于朱谢元的厉害 普名声是真切地感受到的 他可不认为 自己举世 就一定能抗住 对方的围攻 只是 我后来才得知消息 这朱谢元 早就被皇帝提拔为 内阁大学士 只待战事平定 便要回京任职 不会留在西南 如此一来 我留着蛇重鸣 岂不是碍事 唉 普名声郁闷地说出原因来 如此挽救 倒也是正理 老爷毕竟很多准备 都没做完全 不如杀了蛇重鸣 拿了奖赏 以图后事 过个两三年 等到时机成熟 再反了鸣亭不迟 万事安慰到 不能说普名声 做了个决定 每个决定都是对的 只不过 因为情报原因 导致某些举措 在后来 看起来是错的 事事 老爷举动 还是粗糙了些 蛇重鸣杀得太快 不然 多留些时日 当日的首尾 也能扫干净 不至于现在看来 充满了诡异 万事再次说道 他每句话 都说到了 普名声的心坎上 难怪连这种大事 普名声都和发戏说 的确有两把刷子呀 是啊 越来越诡异 越是诡异的事情 又越会引起人们注意 我当时也是急昏了头 仓促做出的决定 普名声无奈道 若是多些时日 放走蛇重鸣的事 就会淡化 到时候 再杀 就不会如现在这样 看起来很突兀了 海奇 不知可有补救之道 说完 普名声充满期待地 看着自己的发妻 万事 说实在的 普名声非常佩服他 见识渊博 见识明晰 更难得眼光长远 比自己聪明多了 若不是有他指点 普名声是抓不住 朝廷评判 蛇重鸣的战士 来壮大自己的 可以说 他能发展到现在 朱谢元 都要以重的地步 他老婆万事 鞠躬至尾 有倒是有 万事想了想后 忽然笑道 汉人 高傲自大 视我等为蛮夷 认为 我等臣服畏惧 乃是天经地义之事 如今 老爷既然漏了形状 不如 就此承认下来 说的确是鬼迷心窍 被奢重鸣 所诱惑 才做下这等错事 只是 之后回想 越觉得不安 害怕大明圣皇责罚 懊悔自责之下 便想着将功补过 于是奋力进兵 杀了蛇重鸣 比你补过错 万事条理清洗 将汉人 士大夫高傲的姿态 分析得淋漓尽之 看得普名声 佩服不已 太奇真是前惠呀 普名声一把将发气抱起来 原地转了个圈 老爷 万事一脸羞红 小拳头不断地捶打着普名声 哎 士太郎 普名声将老婆放下来 他真的很庆幸 自己能取到万事 不然 他早就栽了 老爷 这个主意 只能是让老爷 有个躺塞过去 说得出口的理由 能蒙这些读书 读傻了的呆子 但是 对于庙堂之上的大老爷们 确实是满不过去的 万事理了礼衣服后 重新恢复了端状的样子 哦 那还有什么配套的方法吗 普名声毫不意外的 万事就是如此 每次出主意都是环环相套的 有的 万事果不其然地点了点头 幼之以利 聪明人 都喜欢利益交换 就算那些聪明人 对老爷有所怀疑 但只要有足够的利益 他们 也会视而不见 只要老爷支持朝廷的流关政策 让朝廷废除宣府司 派遣流关 管理土地人民 朝廷 必然不会再追究老爷的责任 反而会大家奖赏 正好 几个以往和老爷不对付的土司 遭了兵灾 不少继承人身死 内部陷入了争券夺利之中 老爷不妨将他们推出去 让明廷废除 如此 既除掉了敌人 也卖好朝廷 岂不是 两全其美 说完后 万事 缓缓一笑 半老徐娘的年纪 竟还充满了万种风行 哈 得气如此 富富何求啊 土鸣声 鲜花怒放地抱起万事 大踏步地走向了一间 房间内 剩下的都是万事 羞怯的尖叫声 看着钱千亿 朱友姐满肚子的话 都说不出来 声声憋了回去 钱千亿说的有错吗 没错 的确很有道理 而且这样的事 在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 尤其是汉唐 这样的事 更是时有发生 但是 大明是汉唐吗 尽管从各方面来讲 大明号称 智龙唐宋 远迈汉唐 从国际民生和制度方面来讲 的确如此 但真正论到对外族 对后世的影响 不如汉唐 这一点 从汉族唐人街 这两个词汇 就能看得出来 况且 到了明末 大明已经开始落后世界了 以朱友简的眼光来看 钱千亿等典型的士大夫 依然抱着天朝上国的姿态 十分可笑 然而 这却是很多人看法 甚至是民间普遍的看法 没看 就连周延如 泥园路等人 虽然满脸疑惑 但也许 有些颇为赞同的表情 至于反驳 更是没人提出了 当然 这里的民间普遍看法 指的是读书人 至于普通百姓 饭都吃不饱 可没空关注这些 在他们看来 什么天朝上国不上国的 一点都没有肚子重要 所谓 衣食足 而知荣辱 一个国家 只有全民吃饱了 才能再谈其他 什么梦想 理想 企图姿态 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算了 暗自叹了口气 看着他们的神情 朱友简 心中原本想要考究的心思 都没了 一个八股状元 一个江南文坛盟主 一个东林标题党余孽 转头过来的 全都是典型的士大夫思路 和他们讲这些 也没用 至于 西南云贵川的治理政策 还是沿用从中叶兴起的 改土归流 这块区域 土司众多 少民众多 交通又不发达 良田也少 历来都是中枢难达之地 治理困难 哪怕是在后世 这里的治理也是一个难题 更不用说 在科技不发达的明朝了 能维持安稳的统治就不错了 开发改变什么的 就算了吧 先开发地理位置优越 人口众多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吧 正当朱友简打算放弃时 一直落在后面 沉默不语的杨四昌 却突然说话了 陛下 非臣都是以为 当小心 普名声 心思诡诈 哦 怎么说 朱友简感兴趣地问道 难得遇到个有所见地的 普名声 前功后续 前后态度不一 定是有什么事情导致的 微臣觉得 他原本心思叵测 想要造反声势 于是便放跑了奢充营 但后来 发现内部可能不稳 或者有准备还未做好 便改变了策略 这个事情可能是仓促之间发生的 因此 导致普名声动作粗糙 看起来漏洞百出 若是陛下想永绝后患 此时 当问责普名声 发兵攻打 杨四昌 大胆建议 发兵攻打 朱友简不禁意外地 看了眼对方 这家伙倒是和他老子完全不一样 充满暴力 看起来跟个莽夫一样 不过 朱友简喜欢 有句话不是说吗 我解决不了问题 但我可以解决出问题的你 能从肉体上消灭的敌人 那就不要绕弯子 直接干就是了 其他几人倒是被他这个提议 吓了一大跳 尤其是泥原路 更是看疯子一样的眼神 看着杨四昌 大喊道 杨文若 你是疯了吗 如今战事刚刚平定 你又要重新挑起来 是何居心呢 蛇安两人 祸乱西南边陲 让云鬼川三省 千窗百口 其他周边身份支援的 钱亮子 不计其数 如今再战 周边五省 可有余力呀 泥原路能不急吗 因为战乱的原因 景岩的开采都不顺利 盐睡基本泡汤 如今 他正好想借着长炉盐厂和台湾的风势 席卷天下盐业 囊阔归一 这杨四昌又想挑起战争 一旦西南再开战 他还有机会将景岩收归囊中吗 他泥原路的仕途 如今就和盐业绑在了一起 祖人前途如杀人父母 泥原路怎能不急 尽管 泥原路是出于私心而猛烈反对 但他却说得句句在理 为了平定这场战乱 大明迁徙良久 甚至部分疗想都投入进去 西南边陲持续不断的战乱 就像是一把割肉的刀子不断给大明放弃 伤口未好 朱尤俭再怎么挽救 再怎么给大明续命也是徒劳的 此时大明最需要的就是内部平稳 在和平中谋求发展和崛起 至于女真 这个是外敌 无法从长城入关的话 其危害的确无法和爆发在附体的奢安之乱相比 你爱兴所言不得不考虑 杨爱兴可有其他策略 最终朱尤俭思索良久 也放弃了杨四昌所说的 开战一绝后患的建议 也有一策 杨四昌没有气馁 他说出这条建议的时候 就做好了被否决的准备 因此他在心中又准备了第二条 朝廷当大声责问普名声 为何放暴奢出名啊 致使围剿功亏一篑 责问的声势越大越好 最好弄得人尽皆知 这是为何 朱尤俭有些不解 其他人也是如此 他们纷纷盯着杨四昌 等着对方解答 朝廷历来有罢免有罪吐司 派遣留官官里的行径 一旦普名声罪名坐实 很有可能被罢名 哪怕可能性很小 普名声也不愿意冒险 到时候就算不想反 也得反了 为了稀释宁人 普名声在争辩之余 肯定还会输出很多利益 支持朝廷决策 涉案之乱中 遭待的吐司众多 绝似内乱的也不少 这时候就可以 接着普名声的支持 将这些吐司废除 改革留官治理 西南之地吐司越少 其地就越安稳 朝廷根基也就越深厚 到时纵然普名声不轨 也不会有如今奢安之声势 杨四昌侃侃而谈 将自己的思路 讲述非常清楚 好 果然有见地 难怪杨继九 时常铠探而炫耀 我家有一匹千里居 朱尤俭拍手 大声称赞道 杨四昌有两条决策 当真是出乎他的预料 既有着着眼未来的 也有切合实际的 无论哪一条 可行性都非常高 而且操作不难 当真是国之干财 陛下谬赞了 杨四昌谦虚道 你写个折子 逼到内阁吧 朱尤俭笑了笑 收敛了自己的夸赞 英才需要的不是赞誉 而是磨练 太多赞誉 只会毁了他 好了 杨爱卿的策略 很精聘 不过 不是今天主题 今日 朕 和你们说说 这台湾岛和走海的事 江西南的事 放在一边 朱尤俭 终于进入了主题 几名大臣 纷纷打起精神 认真看向皇帝 他们这才知道 皇帝召见他们的原因 是要面授机遗 如何开展工作 关于远洋贸易 朱尤俭也没什么经验 组织商业活动之类的 更是不知从何抓起 因此 就算是面授机遗 也只是泛泛而谈 当然 就这个时代来说 也谈不上什么 真正的远洋贸易 最多 不过是一群商人 乘船出海 将国内货物 运送到马尼拉卖出去 然后 运回大批白银 买房置地 整个过程 基本就这样 对于这种事 许心素门清 朱尤俭要说的 也不是这个 而是一种 以走海开始的联动 以朝廷的名义 召集一批商人 在周延如的带领下 前往马尼拉 和马尼拉当局进行交易 并达成一定合作来往协议 西班牙更早在南洋展开殖民 其势力更大更深的加深蒂固 距离大明也近 是初步拟定和西班牙交易 当然 这只是明面上的策略 暗地里 则是以大商队为诱饵 来诱杀李亏奇和刘相老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走海的路线 都是宣策台湾海峡 从这里经过 然后路过广东海域 再抵达旅宋 当然 这个暗地里的目的 自然不必公之于众 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 姬氏不密则害人 这个道理 朱有俭还是懂的 尽管是对着诸位朝中高管 但他还是 每将隐藏的目的说出来 大的方略就是这样 具体的细节 你们两个去补充完整 将想法讲了一遍后 朱有俭冲着周延如 和钱千亿两人说道 这件事 具体的操办者 还是他们俩 到时候 他们都要一起 前往马尼拉商谈签订协议 我也要 跟船出海 前往马尼拉 听了皇帝的设想 周延如顿时胆战心惊起来 这个时代 出海的事故率还是很高的 一般人家 不是日子无法过下去了 根本不会出海 谁都不知道 这次出去了 还能不能回来 也正因此 沿海地带 八祖信仰非常盛行 就是因为 每次出海 都是生死未卜 陛下 微臣必须去吗 周延如刚问出这个问题 就立刻后悔了 这不是 在皇帝面前 说明自己是一个 贪生怕死之辈吗 和马尼拉的 大弗浪基人谈判 必须要有一个地位够高的人 你为商不尚书 不论是地位 还是管辖领域 正好合适啊 朱友简看着周延如 略为苍白的脸庞 完美地问道 怎么 你不愿意啊 微臣 微臣 周延如 犹豫半上 也没做出决定 你若平安归来 朕保你十年之内入阁 朱友简 没有因为周延如的 犹豫而生气 生死间有大恐怖 面对生死之旅 畏惧是正常的 他只是做出了自己的许诺 就看周延如 敢不敢为了仕途拼一把了 十年之内入阁 果然 听了皇帝许诺 周延如顿时眼睛一亮 他可是知道 雄文灿是如何入阁的 不就是 说详了郑志龙吗 并为皇帝收详郑志龙 奠定了基础吗 雄文灿可以 我也可 臣干了 他一咬牙道 为了试图拼了 尽管以他的年纪来说 入阁的概率非常大 甚至成为首府 都是有一定几率的 但是官场这种东西 总是变幻莫测的 几率大 却并不代表 一定会变成现实 相比缥缈的未来 他更愿意 请愿抓住眼前机会 很好 朱幽杰满意点头 这才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才应该有的冒险精神 只是陛下 微臣对于选择 何种货物 不太清楚啊 答应下来后 周延如也不再紧张 立刻投入工作 既然将自己的命 给赌上去 那这一趟 就要做到尽善尽美 这个 你和许心素商量 对于这方面 他很有心得 这次江左监 也会参与其中的 朱幽杰点了点 旁边站着的许心素到 其次 义部沈亭阳那边 也会一定程度的参与进来 至于 民间商人的选择 已有远洋船只 和有经验的商家为先 其次 他们也缴纳一定费用 不想交钱的 全部踢出去 朱幽杰定下两条规矩 这次 虽然是用他们充当诱饵 但却有着海军舰队 充当护航 很大概率 不会遭到人为方面损失 这些搭顺风车的商人 自然要缴纳保护费的 当然 这也不必说明 以免周延如听闻后 更加害怕 不愿意去了 微臣懂得了 周延如点头 紧张害怕过去后 就是高兴了 他家自然也是有生意的 只是 没有这个能力走海 不过 如今既然自己主持这件事 那自家肯定要得意 反正皇帝也不关心哪家入选 只要有船交钱就行 大福船和船厂肯定兴盛 这方面可以注意一下 想到得意出 周延如不禁眼角戴笑 一扫刚才惶恐的样子 朱尤简微微瞥了眼 差不多就猜出了 他心中的想法 朱尤简也没管 甚至乐得如此 这本就是他想要的结果 培养一批新生代 有眼光 关注海洋和工业的实力阶层 当这个阶层逐渐壮大时 自己想要做事情 就不会如现在这么艰难了 身后的潜潜意笑得更高兴了 自己不仅能参与其中 而且还不用跟着出海 真是享受便利 又不用冒风险 他为江南文人 当听到朝廷集体开海的消息后 顿时笑疯了 走海中的利益有多大 他比谁都清楚 自己这次能参与 甚至一定程度主导 简直赚大发了 此刻他不禁为自己 果断投靠皇帝而得意 不然哪有现在这个机会啊 走海之事大致就是这样 你等二人负责筹备货物 传之即可 其他的不用操心 朱尤简冲着周延如两人点点头 然后另起话题接着道 接下来 朕说手脚下这个岛屿 说着 他用力跺了跺脚 扫湿了一圈后 说道 这件事啊 和你们各方面都有干系 台湾是个宝岛 这是毋庸置疑的 除了其绝佳的地理位置之外 岛上各种资源非常多 造船要的主干 野路群等等 都是能立即用得上的 而一些不能用上的 只要少做开发 那也是宝地 比如广阔的贪图 只要开辟成岩池 那简直坐着收钱 当说到岩池时 宁元路和徐鸿基 立刻两眼放光 他们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有了台湾岩厂 他们就有把握击溃两怀岩厂 将廉价岩 行销江南 占据江南的时长 那离席卷全国 也就不远了 自己的事业 就要从此腾飞 尼元路顿时非常上心 聚精会神地 听着皇帝的 泛泛而谈的话语 当然 想要开发台湾资源 肯定是要有一定程序和手续的 不可能说开发就开发 没那么回事 台湾现在也升格为一个行省 其巡抚也是正三品 和内陆省份一样 想干任何事都要走程序 皇帝和周延如等人 商量的就是这个程序问题 毕竟这些事都归咎为商业了 自然商部主管 等商部有了具体规程后 下发台湾行省巡抚衙门 由衙门照章执行 到时候 长途盐业公司 就可以和台湾巡抚衙门 申请审批了 只要长途盐业拿下批文 开始在台湾盐厂修建 后面的事情就好说多了 照着办就是 当下 几人以公司法为核心 不断商谈建议 梳理整个程序 包括公司的申请 管理 纳税等等 都得到了解决 台湾行省 是大明第一个固定了巡抚 建立了巡抚衙门的行省 虽然是一穷二白 但也是块白纸 可以任由几人随意涂抹 在这样没有限制的地图上随意画着 周延如这个第一任商部上书 只感觉惬意之际 一种大权在握的爽快感 让他兴奋不已 大致程序就是这样了 到时候 一个折子 由商部迁发即可 有皇帝在这 周延如的自主权就大很多 不必受到内阁拘束 至于开发项目 除了延长之外 还可以有树木 残桑仿制 不匹 造船 渔业等等 就看你们自己的目光了 朱尤简揉了揉额头 说道 这一番讨论 当真费脑细胞啊 是 陛下 周延如己人 也是松了口气 终于商量完了 若是吴氏 臣等就告退了 徐鸿基看了眼 疲惫的皇帝 知趣地说道 嗯 你们退下吧 浅倩义和杨自昌留下来 嗯 众人抬起头 心中顿时泛起惊讶情绪 皇帝单独留下 这两人干什么 只是 尽管心中好奇 但却没人敢将这丝情绪 表现在脸上 他们全都神色如常 跟没听到一样 齐声应道 遵命 陛下 随后 几人躬身退下去 这段港口的城墙上 就只剩下 皇帝和杨自昌 钱千亿三个人 杨自昌依然脸色如常 显示出强大的城府 倒是钱千亿 一大把年纪 此刻 却神色不断变换 心中不停想着 陛下 为何将自己留下 亲爱情 朕听闻 以号称江南文坛盟主 朱尤俭先看向钱千亿 一脸温和笑容 只是 这笑容 怎么看都像是黄鼠狼 给击败你呢 以下谬赞了 都是朋友台案 虚名而已 虚名而已 不值一提 钱千千亿和快乐 天天一连连连 232 天天一连连谦虚道 但是 看他脸上 掩饰不住的笑意 怎么看 都不像是 虚名的样子 反而 微翘的嘴角 显示出 他心中 颇为得意 朋友抬爱就能抬爱出一个江南文坛盟主的名声 千爱卿认识的人很多很广啊 朱友简意味深长地说道 也就一般般 钱千一说道着 再也忍不住心中得意 略微夸张道 也不过是南直立每个州府都有些朋友 这民等地有人接待 无广江西不愁吃喝而已 钱爱卿果然交友广阔呀 朱友简满意地笑了笑 然后道 看来朕这个任务也只有钱爱卿最合适了 钱千一一脸懵地抬起头 茫然地看向皇帝 怎么突然就要交给我任务呢 不是还在谈我交友广阔的事情吗 蒙了一会儿 钱千一突然反应过来 脸色顿时一阵青一阵红 他突然想到了上次的任务 接近张谱 说一些怂恿的话 这次的任务不会又是这样的吧 不不不肯定更难 上次只是私里见的太监过来接触我 这次却是皇帝 级别不知道高了多少 肯定难如登天 想到这儿 钱千一的脸色顿时苍白 心中惊慌惧怕 就连两条腿都抖了起来 毕 陛下 钱千一哭着脸应道 是 是什么任务啊 他是真的很想拒绝 但看看皇帝温和的笑容 那拒绝的话 怎么都说不出来 亲爱情不必惊慌 朕要交给你的 也不是什么难得的任务 说着 朱有俭收起笑容 脸色平静下来 不过 爱情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 多谢陛下太爱 钱千一的脸色再苦了三分 说再多的好听话有什么用 还不是让自己去冒险呢 这次朝廷组织船队开海 除了是为了开放园外 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 隐忧福建广东的两大海寇出手 以图全街 朱有俭脸色愈发平静 钱千一一听这话 实在忍不住 顿时惊叫起来 怎么也没想到 皇帝手笔这么大 费心费力 组织一次大规模开海 就是为了隐忧两个海盗 就连一直非常深沉 不动声色的杨四昌 也忍不住惊讶起来 满脸惊荣地看着皇帝 福建广东最有名的海盗是谁呀 钱千一努力回想着 到底是谁 只得皇帝如此对待 然而 想了半天 钱千一也没想出来 陛下 这 钱千一张了张嘴 最终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必多言 朕一一决 朱尤俭平静道 朕要提醒你们两个 这个决策 目前为止 只有海军中高级将领知道 军队之外 只有你们两个人 军队的保密 朕不担心 唯独你们两人 说完 朱尤俭看着两人 警告道 若是 让朕在军队之外 听到有关 浮沙海盗的消息 朕 唯你们试问 微臣明白 杨四昌 慎重点头 钱千一脸上的苦涩 更加深刻 陛下 福建广东海盗 是谁 我是 微臣的任务 是什么呀 钱千一被吓得 有些语无伦次了 他在心中 连连呸了几声 这两个地方 海盗是什么 管他什么事 皇帝又不可能 让他去接触 这些海盗 海盗行踪莫测 朕无法保证 他们被商队引诱出来 江南之地 商贸发达 定然有为 这些海盗销赃之人 只是 这些人隐藏太深 朕的锦衣卫 也无法找出来呀 故而 只能靠你这位 江南文坛盟主 将商队的消息 散发出去 引诱出这些海盗来 朱妖剑 将自己的想法 完整地说出来 啊 钱千亿顿时在风中 凌乱起来 这算不算是 和海盗接触啊 不算吧 至多只能是 间接接触 钱千亿满脸呆愣地 离开了城墙 他甚至不知道 自己怎么离开的 等到回过神来后 自己已经到了住处 周延如和钱千亿 自然不可能独自前来 身边都带着 商部的精干人员 此刻 见主官回来 手下顿时 欣喜迎接 大人 手下满脸笑容地笑道 恭喜大人 得陛下青睐 飞黄腾达 指日可待呀 在旁人看来 可不就是这样吗 就连商部尚书 也没有被皇帝 单独留下 唯独留了 钱千亿这个侍郎 这不是说明 在皇帝心中 钱千亿比周延如 更得青睐吗 是啊 本官要飞黄腾达了 钱千亿傻笑一声 然后整个人脸色一暗 几乎是哭出来的表情 看都不看几个手下 哼的一声 进入了房间 他当然是要飞黄腾达了 前提是 他能办成这件事 办成了 皇帝许诺他 一部尚书职位 办不成 回江南 当他的文坛盟主去吧 大人这是怎么了 一个手下 不知所措地问道 不知道 可能是高兴傻了吧 另一个手下 不确定地猜测道 钱千亿离开 城墙上的谈话 还在继续 几人中 真正得朱友简看重的 除了周延如之外 就是杨四昌了 甚至 杨四昌在他心中的地位 比周延如更重 周延如在历史上 毕竟有个不好的名声 虽然更年轻有为 但朱友简 依然倾向于杨四昌 杨四昌没说话 除了刚才在皇帝 说出走海商队 还有一层诱饵的寒意时 惊讶了一下 后来还一直保持着平静 就算皇帝说出 钱千亿的任务 也是如此 钱千亿都不知道福建 广东两地海盗是谁 可见 两者只是借来之换 并不足以威胁大明州府 那你知道 朕为何执意清楚这两人吗 朱友简考骄地问道 杨四昌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略做思索 其实 刚才他就想过这个问题 心中隐约有个猜测 现在只是想着 怎么用合适的语言 将之说出来 陛下开海 是为了关税 二是为伤税 总的来说 是为了开源 杨四昌起手一句 很有总结性的句子 有意思 继续说 朱友简略有些意外 说出关税很正常 但能说出伤税来 可是见到 这些东西背后的关联 是 杨四昌一拱手接着道 福建海盗著名者为李回齐 广东海盗著名者为刘香老 两者也有大小战船上千艘 围获两地居民 虽不能威胁州府 但却影响恶劣 若放任不管 则会愈演愈烈 而海盗 对海商危害尤其大 若是船队规模巨大 倒是不足委屈 但开海后 势必以小股商人为主 他们船只不多 只有几艘或者十几艘 根本无法抵御 海盗若不清剿干净 地下之开海 终究不过是空中阁楼 昙花一现罢了 说完 杨思昌露齿一笑 不好意思的 灰尘一得之语 让陛下见笑了 不 你说得很好 起码比千千艺 有眼光多了 朱友简哈哈一笑 杨思昌的眼光的确不错 能看到这些 已经是这个时代人的极限了 当然 不是说杨思昌能力 比千千艺这些人强了几倍 而是眼界 有见识决定 大明人 由于时代局限性 再有能力的人 也不过是 如杨思昌所言 再远就不可能了 而这 正是朱友简高兴的原因 杨思昌的能力 已经触碰到了 这个时代的天花板 只要见识上去了 能力必将大有长进 就前例而言 比千千艺 是要大得多 甚至 比周延如还要大 这是一只 还有前途的潜力 朱友简 决定好好栽培他 你能看到这些 朕已经很满意了 不过 胡杀李贵妻和刘香老的意义 不仅仅如此 朱友简转身 跳往远处的大海道 杨思昌惊讶地挑了挑眉 他虽然谦虚 但却对自己的见解 很自负 自认为看透了皇帝 所有的安排 但现在看来 似乎并非如此 请陛下明示 杨思昌问道 朕不仅仅是因为 开海贸易 贵的更是这片海洋本身 说着 朱友简又转过身来 看着杨思昌 用一种深邃的语气说道 你知道吗 海洋啊 本身就是一个巨大宝藏 谁掌握海洋 谁就将成就霸业 回阵四方 霸业 杨思昌非常不解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词 除了在春秋时期 频繁提起之外 后面时代 很少有人用 更不要说 这个词 从一个皇帝口中说出来 看着杨思昌不解的眼神 朱友简恶趣味地笑了笑 也不解释 而是卖关子 太学知道吧 就是你父亲 担任祭酒的地方 太学知道吧 就是你父亲 担任祭酒的地方 由国子监改过来的 里面开了一门课 叫做世界地理 是由钦天监政 倘若望授课 有空你可以去听一听 你听懂了这门课 就能理解朕 更深层的战略意义了 有时候啊 海盗不仅仅是海盗 它所代表的东西 更多 更广 最后 朱友简意味深长地说道 对于皇帝的卖关子 杨自昌很想翻个白眼 来谴责一下 只是 听到最后一句 它顿时陷入深思 不由自主地思索起来 好了 不要想太多了 见事没到之前 你再怎么想 也想不出来 见杨自昌 眉头紧锁 朱友简 直接打断了他 是 陛下 杨自昌顺从道 也没用固执地 要去想 他本身 就是这么个性子 知道朕为什么任命你为苏松巡抚 监管长州吗 朱友简再次问道 微臣不知 杨自昌摇摇头 朕是要你对比一下 朱友简早有所料到 随着开海 上海县 必将繁华无比 到时候 整个东南工商 都将汇聚在此 长州 苏州 松江 将会首当其冲 朕 任命你为三地巡抚 就是要你对比一下 长州府和苏州 松江两地 在管控和引导方面的差距 引导和管控 杨自昌难难道 对 就是引导和管控 商人如大河呀 住以堤坝 便能灌溉良田 若不然 只能 危害人间 朱友简 满含深意地说道 长州和苏松 制度不同 等商人流动起来 便当体会出 这种不同的好处 南芝利 还缺个巡抚 一个红橙筹 一般的巡抚 朕 很看好你呀 说完这句话 朱友简 拍了拍杨自昌的肩膀 便飘然离去 徒子 留下杨自昌一个人 面对着大海 呆愣深思 所有事情都交代下去 朱友简就彻底放松下来 不再理会朝政 他毕竟只是一个人 不可能势必轻功 具体事物 得依靠下面人去办 而下面人办事 已经不是他能掌控得了的 这时候再怎么担心关注 也没用 只能等待结果出现 既然如此 还不如放下一切负担 愉快地等待 带了皇后和原妃出来 那就好好地陪一下他们 台湾虽然还未开发 但很多自然风景 已经形成 美丽的沙滩 峨谷 潭水等等 都能去看一看 岛上腻了 就去海上转一圈 转完了 还可以去福建 等陆地上游玩 皇帝万事不管 但周延如等人 却忙碌异常 他们哪里也没去 就待在基隆 处置政务 宜元路 徐鸿基都是如此 倒是杨四昌和钱千亿 回到了江南 一个是苏松巡抚 又不涉及大商队 和台湾开发 自然不会留下来 至于钱千亿 则去上海港 一 是选定上海市博司的地址 二 则是将消息放出去 让那些有实力的商人 有足够时间询问和准备 商部是新组建的 其核心就是周延如 作为新的部门 并没有那么多的资料 文书 只要带上上书的官印 周延如在哪里 商部就在哪里 在基隆占据一个房间 将桌子架起来 商部的招牌就竖了起来 红城筹的巡抚衙门也是如此 其他部正时等官职还空着 目前衙门以他为主 他在哪里 巡抚衙门就在哪里 两个机构非常精简 政策交流起来就非常简单 商部制定好了政策 立即就能下发到台湾巡抚衙门 而衙门也能很快落实执行 并反馈回去 而泥原路和徐鸿基两人 就在这里等着 一旦巡抚衙门和商部交流完毕 政策流程公布 他们就立即以长卢研业公司的 名义申请 商部也宣布 公司法开始实行 当然 现在主要是在台湾境内施行 至于其他地方 还需要周延如续推广 长卢研业公司 在过去几个月内 可谓是日进陡进 每天都有大量马车排队 等着拉延 一车银员 一车京员 能让薰贵们获得行销权 就是天大的恩赐了 怎么还可能让他们赦账呢 长卢研业公司很有钱 只是这个钱却不能乱用 大规模用钱需要审批 不过 类似的公司没有明确的归属 说是归内阁管理 但也只是提议 并没有明确规定 不过 皇帝在台湾宝岛 这件事就很简单 皇帝首肯即可 这也是泥原路留下来的原因 将所有事情敲定 然后再回长卢 组织人手和物资 前来台湾建设延长 在三个部门 于基隆忙碌异常的时候 钱千亿回到了上海港 他在港口内 寻了一处房子 作为临时办公地点 大商队的消息 由他个人来说 并无多少可信度 谁都不会相信 一直进海的朝廷 会组织人手 前往马尼拉贸易 这件事 只能有朝廷下发文件 才能取信于人 这个方法 钱千亿早就和皇帝说了 陛下也同意 到时候 底报 以及帝国日报 都会刊登公布 表面上的消息流传 是不需要他担心的 他真正要操心的 反而是暗地里的船舶 首先 要确保这些海盗 能收到消息 其次 就是这些海盗会动心 前来抢掠商队 理回奇异和流香老吗 钱千亿望着两人资料 陷入沉思 钱千亿望着两人资料 陷入沉思 以他的人脉 想要弄清纵横福建 和广东两海的大海盗是谁 是轻而易举的 很快 就有人将消息摆在桌面上 甚至一些极其隐秘的事 他也知道 比如 在松江府 就有李奎奇的一个补给港口 这个港口不大 也非常隐秘 平常很少有人用 只在李奎奇卸货 和补充生活物资时起用 毫无疑问 松江府就有窝伤 负责替海盗销赃 若是在其他地方 钱千亿不好确认 但是在松江府 当通过隐秘渠道 得到这个消息后 他几乎瞬间就想到了一个家族 松江徐家 这个徐家 不是徐光喜出身的徐家 而是前朝首府 徐阶的徐家 徐家在徐阶当首府时 几乎将整个松江府的土地 都给兼并了 数量多达四十多万亩 而在后来 更是变本加厉 不断发展 因为徐阶提拔了张居正的原因 多少有一份香火情 在这个便利下 徐家已经将触手 伸到了其他州府 就连长州府 都有徐家的地 其土地之多 堪称一大怪物 而其中 松江府更是徐家的大本营 其经营之身 令人扎舌 就算是徐光喜 也很难说 和徐家没有半点关系 这样的家族 若是说自己的地面上 出现一个隐秘私港 而丝毫不知的话 钱千亿第一个不信 带着这样的想法 钱千亿来到了华亭县 这个松江府府补衙 所在地的县城 华亭县是松江府 最为热闹繁华之地 甚至因为太过繁华 还在旁边新分出来了一个县 作为松江府第一的家族 徐家的府邸非常庞大 那高大的门楣 饶是钱千亿见多识广 也不禁为之震撼 木宅先生里面请 老爷已经在书房等待了 门房恭敬地将钱千亿请了进来 其语言 姿态 礼仪等 都无可挑剔 不愧是徐文真公的后裔啊 就连门房都如此知书打理 钱千亿赞叹了一声 便走了进去 渠幅很大 里面陈设都是典型的江南园林风格 廊桥 假山 小湖通通都有 堪称 一步一风景 十步一惊喜 钱千亿也不及 跟着引路的管家 慢慢往里面走去 一边走 还一边点评着园林修建的风格和妙处来 那管家也是有功名在身 若是说起文章八股 是不可能和钱千亿放对 但若是自家的园林妙处 他再清楚不过 因此 一路上尽管比较长 但钱千亿却丝毫不觉得枯燥 欣赏欣赏风景 再和管家聊聊天 路程 很快就过去了 老爷就在里面等着 木宅先生进去就是了 管家指了指书房 便自行离去 钱千亿正了正一关 然后行礼道 可是徐本高先生当面 来之前 钱千亿打听了一部分消息 徐家当代家主是徐本高 其祖父是徐元春 而徐元春的祖父就是徐杰 尽管徐家借着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 发展迅速 家族也成了一个庞然大物 但是作为徐杰的后裔 徐家嫡系在仕途上的发展 却不尽人意 当代家主徐本高 连近视都不是 只是一个举人 也正是因此 他干脆没去走官场 而是印了一个锦衣卫 签户的职务 当然 在徐显纯清理锦衣卫的时候 徐本高被贴了出来 他这种典型的文官背景 正是大力查处的对象 如今 徐本高身上一官半职都没有 而且 以举人的功名 钱千亿称之为先生 简直是将姿态放到了最低 当然 这是没算上徐家潜在的势力 钱千亿正是考虑到了 对方是当地的地头蛇 又是名幻之后 才如此放低姿态 正是后学莫信 在木斋先生面前 在下可不敢妄称先生 在下可当不起 当不起啊 里面 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 随后 书房的门嘎吱一声 就被打开了 徐文真公之后 当得得起 在下一声先生之称 当时 若无需文真公提拔张江陵 也就不会有后来的 万利三大征了 钱千亿高帽子戴得飞起 不过 他心下却暗自呸了一声 你若当真觉得当不起 就不会在这里等着了 而是到门口亲自迎接 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木斋先生还替他作甚 徐本高哈哈大笑着 嘴上说着不要提 脸色却显出得意之情 将钱千亿热情地 请到了书房中 徐家自徐阶而开始辉煌 对于这位老祖的各种事迹 自然最为自豪 而其中 有两件便是被他们一直称到 一个是弄到了严松 一个是提拔了张居正 如今 钱千亿提起其中一件 他怎能不热情啊 书房中茶水点心早就准备好了 两人相互建立后 便坐下来喝茶闲聊 一个问官场去世 一个问当地风土 倒是相谈甚欢 就这么含暄了一刻钟后 终于进入了正题 木斋先生如今已贵为一部侍郎 为何不在京中办公 却来华庭荒僻之地呢 说到侍郎时 徐本高 露出一抹鲜艳之色 正三品的官职 是他做梦都得不到的职位 还不是因为公干呢 钱千亿放下茶杯 一脸国事当头的样子 如之奈何的表情说道 此次本官随商部尚书周延如来到上海港 便是要再次组织开海事宜 为朝廷行开源之举 开海 听到这个词 徐本高突然瞪大眼睛 一脸震惊 朝廷要开海 这怎么可能 为何一点风声都没有 就这非常突兀的要开海了 是啊 要开海了 不过 这次还有些不同 陛下要商部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商队远航 赶往马尼拉卖掉 蛋头一口汤 一切燃眉之计 目前 商部尚书正在和海军舰队 洽谈海上护航之事 而本官 可负责组织商队和货物 钱千亿解释了一下 一些消息就在他的交谈中被传递出去 这是朝廷机密吧 钱大人告知在下 不太妥当吧 徐本高还是有些怀疑 无他 实在是这个消息来得太过突兀了 没有任何征兆就要开海 不过 这也怪不得他 本来想要进行这样的举动 少不得一阵唇枪舌剑 扯皮汉弓 但恰恰这个时候 徐光启掌控内阁 挟制百官 想要一举清理 宗室问题 这种情况下 需要皇帝支持的内阁 根本没有丝毫反对 就让周延如奉旨南下 主持开海事宜 而没有任何阻拦 当然 未尝不是因为此次策略的原因 让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利益 不过 不管是什么原因 至少上层很快通过 以至于地方 一点风声都没有 无妨 这不算什么机密 很快 朝廷就要通过 第一报和帝国日报 昭告天下 这次奔赴马尼拉 朝廷不仅想自己做生意 还要拉拢一些商人 以收取保护费的形式 所赚取一些银钱 前千亿毫不在意道 这样 徐本高若有所思道 若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对方的话 可信度极高啊 这次 本官来拜访先生 就是想要获取先生的帮助 前千亿说到这 口气有些软下来的意思 从江徐家 买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族 根基深厚 而且进海 想必对走海的贸易 不陌生吧 徐家奉公守法之民 从不涉足海上贸易 徐本高甘笑着说道 这年头 大族都干海上贸易 只是做是一回事 说又是另一回事 甭管私下里怎么清楚 但明面上绝对不能说 宗江靠海 民间多船 有很多船能去马尼拉 想必徐家也有 前千亿根本不管对方 承认不承认 反正自己说自己的 而且又背靠江南 工商发达 想要调派货物的话 当是轻而易举 本官此来 就是为了获得徐家之助 希望徐家能组织一批货物 和船队参与此事 说到这儿 前千亿似乎觉得 说服力不够 又低声 以一种神秘的语气说道 不瞒先生 陛下对开海尽管重视 但也有不少疑虑 不知道是不是真如传闻中那般 非常赚钱 故而此次走海贸易 也带着一定试探作用 若是货物好卖 利润巨大 到时候 朝廷就会在上海港 全面开放走海啊 届时 朝廷不再参与 而是以士博司管理 收取关税为主 而此时 徐家相助陛下第一次走海 有了这个情分 之后 在上海士博司中 也算有几本博面 到时候 想要获得便利 岂不是易如反掌 前千亿大家描绘 未来美好的场景 这 徐本高 脸线犹豫 若一切 如前千亿所说 此次走海 当真是一本万利 万无一失的赚钱之路啊 本官还有事 就不在此耽搁了 希望徐先生 好好考虑考虑 若是有了答复 派人到上海港 告知在下一声即可 在下 还可以做个主 徐先生组织了货物 可以直接运到上海港 那里还有不少空的仓库 也省得先生货物 存放之费用 虽然不止几个钱 但也是在下一片心意 钱千亿说完 抱拳道 本官在上海港 恭候先生好消息 说完 他转身便走 钱千亿一走 徐本高脸上 犹豫之行 立刻消失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种深邃的目光 起阴沉 考教 和刚才的温和形象 判若两人 总算是走出了一步了 出了徐府后 钱千亿也顿时松了口气 虽然不知道徐府 到底和李奎奇 有没有勾结 勾结到了什么程度 能否影响对方决策 但通过徐家 将消息放出去 终究有好处 就算不能达成暗地里目的 对自己明面上的任务 也有意中 自己先将消息放出去 起到预热作用 等底报和帝国日报 公布确切消息 就能少了很多思考的时间 其实肯定会有人 第一时间找过来 不过徐家一家还不太保险 东江府完了 其他沿海州府 也要去打探打探 钱千亿一转而又思索起来 海盗不可能只有一个沃山 其他地方肯定还存在 而且除了李奎奇之外 还有一个纵横广东海的 刘香老 这家伙的沃山 不可能会远在江南 定然还是在广东范围内 那边自己也要跑一趟啊 还别说 陛下真有眼光 这任务啊 除了咱老前之外 其他人真不一定干得下来 他们可没我这么广的人脉 从南到北 就没咱老前不认识的人 钱千亿越为自得起来 不管是什么人 都有一项特长会被皇帝所铭记 自己如此也算是健在地心了 而且往南跑一趟 不仅是完成皇帝任务 也是完成走海的任务 那边商家可不少 而且熟门熟路 若是有光明正大的机会 能组织货物和人手 恐怕不比许新宿那边少 逐一打定 钱千亿也不耽搁 回去收拾了一下后 便乘船沿着海岸县南下 一路走一路拜访 四处散播朝廷开海消息 别说 他这么一散步 的确让整个江南之地 所有走海贸易的商人 都震动起来 对于这个消息 有人将信将疑 有人嗤之以鼻 有人忧虑不已 感觉自己的利益被人侵占了 总之各种反应都有 而当场做下决定 和钱千亿商谈的不是没有 但更多的是抱着 有备无患的心思谈的 谈完后也不行动 而是等着更加确切的消息 而随着底报和帝国日报发行 上面关于商部组织走海事宜 做出了官方背书 这个时候 江南商人顿时爆炸了 所有人纷纷想要和钱千亿联系 但此时 对方却远在广东 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 也只有那些和钱千亿商量好的人 可以直接行动 带着人和货物朝着上海港涌去 一时之间 原本清冷的 没有一艘船停靠的港口 顿时热闹起来 每天都有船只涌入 同时 陆路上也是大量马车 运送着各种货物先来 这些人 可比钱千亿更清楚地知道 什么货物在马尼拉更好卖 大量的货物采购 一时间让整个江南商场火热起来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物价和人工的波动 整个工商之地陷入一片狂欢的混乱之中 只不过 江南的文人世子和商人 在高兴之余 却错过了帝国日报上 两篇极其重要的文章 或者不是错过 而是忽视 毕竟 在真金白银面前 任何人 文章都不重要 京师 内阁 徐光起看着一份报纸 见到上面刊登的署名 朱玉剑和朱长巡的两篇文章 摸着胡子 笑得非常开心 其中 朱长巡是福王 虽然被软禁在京师 但作为距离天子最近的宗藩 其发言支持的意义是重大的 而朱玉剑只是唐王世子 为了和福王的支持对称 当他的奏折来到内阁时 徐光起连夜命令礼部的孟绍瑜 通过朱玉剑四位的请求 一夜之间就让其成了唐王 然后发布这篇文章 有了两位藩王支持 他削藩的举措算是打响了声势 接下来 只要继续沿着藩王内部的裂口 用力下去 声势只会越来越大 当黑木僧多 民间议论汹汹到顶点时 便能借着风潮 一举完成削藩 到时候朝廷既能除去一个毒瘤 也能获得一笔意外之财 用来启动接下来的改革 只是这个打响第一枪的人 要好好琢磨一下 而且神里藩王案件的人选 也要确定下来 正当徐光起想着这些 令人头痛的问题的时候 王在晋兴冲冲地走了进来 他高兴地扬着一份战报 一进来就嚷嚷道 大劫 大劫呀 出人意料的大劫呀 怎么了 徐光起抬头看过去 如今朝廷还能有什么地方 能有大劫的 龙共有战事的地方 就西南一处 总不可能是那里吧 只是前次诸谢元才传来 功溃一溃的消息 现在怎么可能 还有好消息传来呢 你们猜猜 是哪里来的战报啊 就在所有人探究地 望过去的时候 王在晋竟然恶趣味地 卖起了棺子 乾隆兮冷笑一声 低下头去 徐光起一言不发 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 熊文灿和压根没看过去 他对战报不关心 只想将北直立的事情 额算清楚 你们 王在晋看他们这个样子 气得半死 真是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是朱谢元发来的战报 北首奢重鸣 已经被就地斩杀 西南战事即将结束 王在晋不趣地将战报 丢在桌子上 然而 听了他的讲述后 其他人顿时惊骇起来 田龙溪反应最大 当场就站起来大叫 战报上写得清清楚楚 用了总督打印 怎么不可能 王在晋指着战报道 乾隆兮当场去翻战报 一目十行地扫下来 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 这普名声有鬼呀 他立刻指出来道 有鬼又怎样 人家杀了蛇重鸣 是有功之臣 王在晋丝毫不在意 他才不管这里面 有什么内幕呢 只要战事结束就好 只要战事结束了 军费就会更加宽裕 了想额度还能增加 两百万两 到时候 有编裁撤更有保障 而这个期间 其他两人也看完了战报 一时间 内阁中沉默下来 无人说话 西南战事结束 他们全都想到了同一个问题 只是没人愿意说出来 朱谢元 这下要写着大功而归呀 最终还是乾隆兮将这个问题 点了出来 当初入阁的 除了徐光启之外 还有王在晋 雄文灿 以及朱谢元 其他三人都是当场奉旨入阁 而朱谢元 则是以阁老身份 坐镇西南进行督战 如今 既然西南战事结束 他的回归 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届时 内阁权力 必然要经过一番调整 更不要说 皇帝会不会借着这个机会 再度增加阁臣 毕竟 徐光启邪内阁灵魄皇帝 是不正的事实啊 以皇帝的性子 不可能没有反应 台湾巡抚衙门 除了巡抚之外 还有六名主官 那内阁在首府之下 多增加八名府臣 也是可以接受的 能入内阁都是人精 哪怕是资历最前的雄文灿 也是如此 以小见大 管中窥豹 也能将皇帝想法 猜出一样来 内阁人数增加 那是必然的 只是 不知这个时间点 在什么时候 乾隆溪将这个关键 点出来后 内阁顿时陷入沉静 所有人都在 犹疑不定地猜测着 内阁增减之权 操之陛下 不是无等 可以妄加猜测的 两久 徐光启才滴滴说了一句 他是知道皇帝的 想要将权力掌握在手中 容不得下面人冒犯 只是 既然坐到了这个位置上 徐光启 就不可能眼睁睁地 看着权力流失 他和皇帝的争斗 几乎是必然的 只是 两人良好的情意 以及天下围攻的心 会将这种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斗而不破 争而不伤 是最基本的前提 首府大人高义 我等 自愧不如 前龙溪自嘲了一句 转身 回到自己的位置 多不多人 和他们真的没什么关系 这是该首府头疼的事 王再进和前龙溪 黑黑一笑 也不在意 转而 回到了自己位置上 他们两人忙碌得很 徐光启却没走 而是沉默地 看着其他三人离去的背影 内阁现在并不团结 黄再进和雄文灿 只是专注自己的事情 其他的并不关注 对于他提出的议案 既不反对 也不赞同 完全不参与进去 倒是前龙溪介入的比较多 时而会提出一些意见 或者反对 看起来 整个内阁似乎很分裂 但是 徐光启却觉得不错 若是成功 不需要太多人 若是失败 不牵连到其他人更好 纵观整个华夏历史 改革者都没有太好下场 不过 自己死了不要紧 还有皇帝呢 只要陛下一心坚持下去 就绝对会找到继任者 大明英才何其多呀 既然能有第一个徐光启 就一定会有第二个 而这也是徐光启为何要逼迫皇帝 让其居于幕后 而自己占到台前来的原因 他想保留一定的火种和希望 在自己失败生死时 能传递下去 只是 目前看来 皇帝并不想就这么隐没在幕后 他召集周延如和前千亿南下 就是想要做些什么 不过这样也好 皇帝做试炼 选择出更好的政策 而自己则负责全面推广 维持整个体系运转 这样的话 天下的目光还是在内阁 聚焦点还是在自己身上 路漫漫其修缘系 不将上下而求索 徐光启低言一句 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朱谢元即将回归内阁 他的回来会对内阁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若是对方和前千亿联合起来 就能和自己分庭抗礼 甚至 若朱谢元被授予赐服的职位 带着乾隆锡 都能对自己尽兴压制 别说不可能 一个人所做的事情 和他是否保守派 并无实际关系 司马光鼎鼎大名 更是写下的资质通鉴 不一样是保守派吗 在赶走王安石后 将所有新政全部废除 朱谢元保不准也是这样的人 面对这种局面 除非皇帝支持 或者他将王再进和熊文燦拉拢过来 不然的话 到时候内阁的主导权将会一手 一个首府控制不住内阁 这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未雨绸缪 一些事情要提早开启了 改革一旦启动 到时候就不是一两个人 所能反对的 而在确定失败之前 想必没人会和一个 要背锅的首府作对 差一个破局者和审判者 徐光启在心中默默想到 破局者好说 督察院中有很多这样的官员 为了升官 他们不惜一切 尤其是各个地方督察院 为了脱离那些偏僻的地方 让他们上一些成储藩王的折子 不算啥 就算是怼皇帝 只要之后能离开 那也是小事 其中 有以云贵等地的督察院御史 最为热心 反倒是后一个 对藩王的审判者 或者说 审判机构不好找 宗正寺早就荒僻 名存实亡 如今 藩王各种事物 都是礼部在管辖 但让礼部去的话 孟绍瑜第一个不答应 或许 可以交由三法司进行 徐光己若有所思地想着 而想到这里 他忽然想起来 皇帝曾经提出一个议案 想要将大理寺 抄拔到正二品职位 和刑部尚书 左都一史相当 或许 可以从这里想法子 大理寺卿陈阳美 也是一个素来清明之人 让他审理涉事藩王 想必没问题 他本身也是个 极恶如仇的性子 何况 还有着提拔的诱惑 不愁不尽心 不过 提起诉讼的人 又让徐光己再次头痛 大明也是有基本诉讼程序的 想要审理藩王 起码也要有一个原告 而很多案件中 原告早就死了 根本无法当庭对峙 何况 大明如此巨大 藩王众多 让所有原告都来经诗 也不现实 同时 申级取证 也是个巨大问题 没有大量人力 是无法将罪证和卷宗 都搜了过来的 其实 原本涉及到藩王 交给锦衣卫 是最好的处置措施 对方 有强大的人力 有自己的诏育 有审讯权力 那简直是一条龙 只是 将皇帝 从明面上赶出去的徐光己 并不想 将金上再次牵连进来 哪怕是手下的爪牙 也不行 督察院有弹劾 监督百官权力 藩王也可勉强跪入其中 提出弹劾状告之事 可由他们进行 包括 地方上的证据搜索 不不不 督察院的范围 还没有这么广 目前 地方只有十三处 而藩王却远远不止这些 还是交给刑部去侦查吧 地方 府牙 县牙都有刑防 手头有捕块 完全可以办到这件事 想到这里 徐光己的眉头 终于舒展开来 基本的程序有了 接下来 就是实际操作了 整个操作过程 一定要在朱县源回归前完成 只要盖棺定论 就无人能够推翻 而徐光己不知道的是 他想出的这个流程 在今后成了大明司法的基本程序 虽有小改 但大方面 却从未动过 徐光己 已因此被尊称为 司法程序之父 有了解决方案后 徐光己 整个人就轻松下来 对于引发这一轮思考的 西南战士奏折 也很快做出批示 阿弥洲土司首领 土名声 居心叵测 其心当诛 党彻查 做完票拟后 这封奏折 便为送到司礼监 给曹化成过目 若是没有问题 司礼监 便回永印批红 然后再送到内阁 分发下去执行 如此 这个政务程序便是完成了 整个过程 基本不用皇帝参与 和当初万历初期 张居正秉证 保持国政的情形很像 他当初 得到了冯宝的支持 所票拟政务 无所不准 当然 此时徐光己 和当初的张居正 在本质上 还是有着巨大的区别 一个是 驾攻皇帝 壮大项权 一个是 在皇帝的手肯下进行 屈服于皇权 在处理完这件政务后 徐光己 没有在忙碌 而是 看起了报纸 上面刊登了 唐王和福王的文章 对此 他很是关注 何况 心中有事的他 此时 并无心处理政务 不如看看报纸 关注一下 事态的进度 然而 对于其他人来说 徐光己此举 可谓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咱们这位首府 可是自律 甚是严格 今天 却在内阁中 干起了无关紧要之事 当真 让三人 无比惊讶 首府大人 怎么了 钱龙西发出了这样的眼神 看向其他两人 不知道 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王在金用这样的眼神回答道 我看可能啊 还是老实点 不要惹首府大人了 熊文灿同样回了个无奈的眼神 对对对 惹不起啊 惹不起 溜了溜了 剩下的时间中 整个内阁 都因为徐光己 看报纸的举动 而显得有些压抑 这种压抑 直到徐光己离开后 才轻松下来 终于走了 三人 松了一口气 只是 不知道 是不是错觉 他们看着 首府大人离去的背影 总感觉 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徐光己 今天非常准时下班 下班后 他没有回家 当然 也没有去教访司 大理已经被封了 他今晚 要去陈阳美家中 拜访一下 大理四卿 不过是正三品职位 虽然贵为九卿 但就和通正史一样 基本没什么地位 往常干的 也都是复合死刑之类的事情 连审判权都没有 因此 作为大理四卿的陈阳美 住的地方 也就不是大明门 正对着的热闹房市 而是在西城区的偏僻角落 当然 相对于南城的居民而言 这里 已经是繁华之所了 更不要说 迪元就是坐落在西城区 坐着最新式的 铜铁木混合制作的四轮马车 徐光己 安稳地来到了 陈阳美的宅地门口 这里 连府邸都撑不上 最多 算是一个居所 整个大门 都是普通的木门 而且还不大 最多算是一个小院子 徐光己 亲自上前 扣向木门 扣了几下 没人来接 徐光己也不以为意 继续扣动 这时 门后才传来声音 谁呀 一个老仆打开木门 从里面露了出来 在下徐光己 请问大理寺清 陈阳美可曾在家 说完 他递上了名字 只是很普通的 纸质名字 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跟到处游学的 青苦世子一样 徐光己 老仆翻来覆去地 看了一下 没有看出什么特殊之处 他见闻也不广博 并不知道 当今首府是何人 因此 也没有露出任何异样 只是淡淡地道 老爷刚回来 我替你通报一声 见不见 我就不知道了 尽管陈阳美 没什么存在感 但也是正三品的职位 平常倒是有很多 普通世子摆放 老仆见多了 都是这样的名字 因此 他自是见怪不怪的样子 通报即可 徐光己没有解释 只是淡淡笑道 老仆倒是有些惊奇 上下打量一眼 不过 也没说什么 静止到里面汇报 过不了多久 急匆匆的脚步声响起 随后 陈阳美年轻的面孔 出现在门口 首府大人登门拜访 下官未曾远迎 还请恕罪 陈阳美深深地 弯下腰行礼 无妨 本官来得突兀 无怪心也 徐光己没有叫对方官职 而是特地喊了婊子 以示亲近 陈阳美才四十多岁 而徐光己已经六十七了 这个年纪又是首府 做事自然不用考虑太多 喊人婊子也不会突兀 对方反而引以为荣 多谢大人恕罪 陈阳美就是如此 丝毫没有觉得不好 反而一脸激动高兴 欢欢喜喜地 让徐光己引到书房当中 无小地漏 没什么好招待的 只有清茶一杯 是家人从老家带来的 请大人品尝 陈阳美不好意思地笑道 茶不错呀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徐光己有些意外地赞道 接下来双方便喝着茶聊着天 相互了解一些基本情况 算是拉近距离 为接下来的谈话做铺垫 陈阳美面子上应付着 心下却不断思索 首府那人上门拜访 到底所为合适 他陈阳美只是一个朝中的一个边缘人物 虽然在地方博有清明 但放在中书却不值一提 朝中之人哪个在地方没有名声啊 当日陛下曾经有个提议 准备将大理寺从正三品提拔到正二品 和各部上书当通 不知道 今野有什么看法 说了半天 徐光喜终于进入正题 只是 这句话问出来 却让陈阳美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既是 为首府大人 为何问这个呀 同时 也是为这个问题 他能有什么看法呀 当然是高兴了 只是 堂堂首府登门拜访 显然 这个答案和其行为不相匹配 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里面有什么深意呢 陈阳美 冥思苦想 然而 却毫无所得 皇帝提出这个议案 似乎还在去年 距今 已经一年多过去了 若不是此刻 徐光喜提起 他早就忘了 怎么可能还有什么隐秘呢 下官惭愧 并无什么新奇的想法 陈阳美也是个磊落的人 不知道就直接承认 并没有虚言较适 心也未入朝廷核心哪 不知也正常 徐光喜点点头 说出了皇帝当时的想法 陛下之所以 欲将大理寺提拔为正二品 乃是为分割司法审判权 欲将大理寺立为唯一审判机构 什么 江大理寺立为唯一审判机构 听到这个回答 陈阳美惊得直接站起来 不可思议地看向徐光喜 他只知道这个事情经过群臣停推 却未知道里面竟然还有这种内幕消息 这 这怎么可能 陈阳美脑袋都有些混乱了 江大理寺作为唯一的审判机构 这句话背后牵扯太多了 他一时间根本无法理清 的确如此啊 这是陛下于内阁中所说的 徐光喜肯定道 看着迷茫混乱的陈阳美 徐光喜微微一笑 转过这个话题继续说道 最近一段时间的帝国日报 心也可曾看过 这句话将陈阳美从混乱的思绪中引导出来 他眼神恢复清明 然后慢慢回答道 看过 如今帝国日报作为唯一的报纸媒体 在大明的影响力巨大 尤其是为了一道舆论走向 里面经常会放一些非常敏感的消息 这不论是对百姓还是对官员来说都极具吸引力 这些敏感的消息往往象征一定的政治风向 只要能看透把握好 在官场上就越不容易出事 想到这儿陈阳美忽然眼神一宁看了过去 首府大人指的可是最近报纸上频繁关于对藩王危害百姓侵吞朝廷财政的社论 这是最近报纸上唯一密集且频繁报道的东西 持续不断的报道早就给人一种山雨欲来的风向 尤其是今早上 尤其是以福王和唐王名义发布的文章 简直像一颗炸弹彻底引爆了舆论 没错 看来新冶报纸看得很细腻啊 徐光起毫无诚意地夸赞了一句 陈阳美嘴角扯了扯 干笑了一声 她心中忽然生起一个不好的预感 今晚怕是来者不善 她重重吐了口气 重新坐回椅子上 端起茶杯多了口茶 从老家带来的茶叶香气 让她原本起伏不定的心 重新平复下来 大人直说吧 需要下官做什么 陈阳美吐气开声道 她人实在正直 享有清明 但却不是什么 能让堂堂首辅大人找上门来的事 肯定不简单 而且自己恐怕无力拒绝 既然如此 还不如坦然面对 看到这儿 徐光起反而对陈阳美欣赏起来 不错 有点定性 本官也不是要新野 做出什么违法乱政之事 只是需要新野秉公处理而已 徐光起缓缓开口 只是审理藩王而已 若是抛去藩王的头衔来看 这些人也不过是普通百姓 而且几乎每一名藩王 屁股都不干净 或多或少 做过恶事 审理他们 基本不需要任何心理负担 至于政治负担 则不在道德的考虑之内 想必新野也从报纸上看到了 天下藩王唯恶之多 庆竹南书 大明绵延的恩泽 正被他们一点一点地败坏 作为首府 在下得金上看重 对于这些事 岂能坐视不理 因此 本官予以大魄力 行虚犯之事 大力惩处这些 违法乱纪之藩王宗师 一 是还天下百姓 一个朗朗乾坤 二 则是踢除朝廷之腐肉 延免大明江山福泽 徐光起一脸正气凛然 一心未公的样子说道 其言语凿凿 气势之凛冽 让旁边的陈阳美 都为之侧目 要知道 大明的宗室 从来都不是那么好处置的 没有一个敢于牺牲的心 那就不要去汤这个浑水 毕竟 不管你干得好不好 最后都是一盆脏水泼过来 甚至 若是被政敌抓住不放 就算再大的功劳 都要被拽下去 毕竟 他们再怎么不是 那都是皇帝的族人 皇帝就是朱家的家长 看到一个欺负自家人的大臣 成天在眼前晃悠 会是什么想法呀 反正 肯定不会是多好的想法 徐光起这么做 当真是 担着天大的风险 赌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 审理藩王 陈阳美眨巴了一下眼睛 然后用一种梦幻的语气问道 可能吗 能的 徐光起 斩钉解体 本官会安排督察院的人提出这个议题 由刑部取证 由督察院充当原告 由大理寺审理 整套程序 徐光起都想好了 因此 说起来 头头是道 整个过程 毫无缺漏 收复大人 不是这些呀 是 是 说到这儿 他看了一眼 似乎毫无所觉的徐光起 跺跺脚 咬牙道 是陛下呀 陛下知道此事 当作何反应啊 这才是最大的阻碍所在 若不解决这一点 其他任何问题解决了都没用 本官秉公执法 陛下如何会阻拦 徐光起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秦爷不用担心 只要照着大明律去办 便无大事 怎么可能不担心呢 大人 陈阳梅咬着牙道 收复大人 您怎么就听不出 我话里的意思呢 当然不用担心 天意即民意 天心即民心 陈礼藩王 万民所愿 如何会有差错 徐光起依然是这个态度 不用担心 大人 陈阳梅再度叫了一声 然后这时她突然愣住了 眼睛眨了下 仔细回味 刚才徐光起说的那句 天心即民心 天意即民意 民意要审礼藩王 那是不是意味着 这就是天意 而能代表天意的是谁呀 天子啊 想到这儿 陈阳梅忍不住 倒吸一口良气 震惊看向徐光起 竟然是皇帝 要办理藩王 这怎么可能 然而 看着一本正经 似乎什么都不知道的首府大人 陈阳梅 却有些相信其来 若不是涉及到皇帝 首府大人 怎么可能这么说呢 能进入三品以上的 就没有傻子 怎么可能 连话语中的隐含之意 都听不出来呢 真听不出来 也是装的 比如眼前的首府大人 见陈阳梅 终于明白过来 徐光起 也微微点头 还不算笨 终于想透了 没有皇帝的首肯 本官 敢干这件事吗 就算本官 再怎么一心为国 也不会这么傻地 直冲上去 只要这件事办好 大理寺 提拔为正二品 只是当先而已 届时 本官将会全力支持 推进此事 让大理寺和督察院 行步并驾齐驱 并如督察院一般 散布天下汉地师三省 徐光起开了承诺 想要人办事 不给好处 那是不可能的 亲爷好好想想 到时候怎么办吧 开完条件 徐光起没有停留 静止走了 他没有用考虑 这样的字眼 就是不想给对方 犹豫的时间 这件事没得商量 不想办 也得办 时间已经来到了十二月 寒冬腊月的 盐味越来越重 只是天气虽然寒冷 但某些地方 却越来越火热 报纸上终于刷登了呀 福王坐在自己的小亭子中 烤着火 看着满天的飞雪 然而 这幅场景 却没有吸引他的注意力 他所有的目光 都放在了眼前的报纸上 尽管对于自己的侄子 充满愤恨 但最终 他还是屈服在对方的淫威之下 顺从对方意愿 刷登了那篇文章 一份声讨反藩王 揭露藩王府内幕的文章 看着眼前文章 狐王的眼睛模糊起来 呈现在他眼前的 仿佛不再是文字 而是一幕幕画面 一个又一个的百姓 赤字看完文章后 惊讶的表情 随后他们热烈讨论起来 不断谴责一个个藩王 自从被软禁在石王府后 浮王冷静了许多 也想了许多 思考得多了 虽然不一定有什么收获 但起码看问题的眼光 是培养了一些 他深知自己发表 这篇文章的后果 但却毫无办法 我算不算是宗室的掘墓人呢 浮王苦笑一声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 一场风暴的来临 南阳唐王府 朱玉剑已经成了这座府里的主人 如他所愿 两个叔叔并没有就此得到奉上 毕竟他的席风已经是特批了 其他人怎么可能那么快 而若是他预计的不错的话 这两个家伙 这辈子都不太可能有什么爵位 俗话说 宝剑风从魔力出 梅花香子苦寒来 被自己爷爷从小折磨到大 朱玉剑没有沉沦 而是刻苦读书 从小他就看了很多书 明白了很多道理 他的才学放在外面 尽是举人的什么不好说 但一个秀才却是手到擒来 如今报纸上渐渐燎原形成的风潮 他自然看得到 他也知道自己一封奏折上去 到底会引起什么 朱明宗室或许会遭逢大难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腐朽的宅邸 早就该被烧毁了呀 他充满仇恨地 环顾了下唐王府 若不是因为这座王府 自己的父亲怎么会死去呢 毁了吧 翠浩都毁了吧 毁得干干净净 如同这白茫茫的大地一样 朱玉剑伸出手 拖着天空飘下的雪花 满脸的刻骨仇恨 发展已经两个年头了 帝国日报经过这么长时间 已经运行得颇为完善 基于现在的交通情况 日报并不是后世那样 印好了再分发出去贩卖 而是在各地建立印刷中心 由京师送去日报原件 然后再印刷出来贩卖发行 为了保证内容一致 北去一处印刷中心 都是前后三拨人马 每一拨都有三个人 每人身上都有一份日报原件 只有九份全部对上了 才能开始印刷 如此缜密的制度 才保证日报的良好运行 也没有让一些人钻了空子 弄出些事端来 而在护送原件的人员出发后 京师的日报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直接发行 从京师开始推广 如此随着护送人员的行进 每一期帝国日报 覆盖范围都是从京师开始 然后逐渐扩散出去 一直覆盖到整个大明 整个过程要持续十来天 而这十来天就是舆论的发酵期 报纸每扩散到一处 当地读书人就热烈讨论起来 也只有他们有这个时间和学识来讨论 其他人不是没有学识 要不就是没有时间 而每个地方的读书人圈子 其实就是当地的舆论导向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当然 自从帝国日报面试后 这种作用就减小很多 毕竟读书人存在 让老百姓也有了渠道 了解朝政和一些风向 至少 当读书人聊起一些话题时 他们也是听过的 一些见多识广的 还能说上两三句 虽然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 但是却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代表大明朝廷 对民间控制力增加不少 在这样情况下 福王和唐王的奏折 被弄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 很多人在惊叹 藩王为祸一方同时 也不得不暗暗羡慕 这种生活该是何等潇洒 而面对藩王这种情况 众人反应各不相同 高端一些的 直接写折子和书信 送往京师 或是同窗好友 或是不堂高官 或是督察院御史 更有甚者 直接送到了通政司 如雪片一般的奏折 代表了民间 对此事的热议 而低端一些的 则在各地聚会师会 青楼中不断宣扬 谈论自己观点 想要给别人留下一些阴险 在这些所有举措中 几乎每个人都会干一样 那就是写文章 寄给帝国日报编辑部 如此热事 只要自己文章刊登上去 那就是一个露脸的机会 多写几篇 搞不好自己就一举成名了 此前那些有名的笔名 就是这么来的 不断地在各种热点事件中 抛头露面 次数一多 自然而然地就被人记住 名气也就来了 由于大明太大了 要照顾广大的地域 帝国日报并不是日日发 而是几日一发 一个月下来 大概三四次的样子 而十二月份 因为藩王事件的火热 帝国日报 多发行了一次 一个月达到了五次 讨论的极其热烈 几乎是全民关注 在最后一期的报纸中 更是刊登了一个 令人惊骇的消息 地方督察院 中央督察院 都有预示 上奏弹劾藩王 要求严惩涉事犯案的藩王 若这只是震害的话 那么另一篇声明 则让人怀疑 自己眼睛是不是坏了 日报上 竟然以内阁的名义 刊登了一个说明性的文章 大义就是鉴于 藩王事件讨论的广泛 以及影响 内阁决定在正诞大潮那一天 召开庭议讨论 藩王之事 正诞大潮就是大年初一上的早潮 这个早潮就在金鸾殿 也就是黄极殿内召开 属于李一姓早潮的一种 然而谁都没想到 内阁竟然要在这一天开朝议 那一天绝对很精彩 无数世子翘首以派 恨不得自己飞到京师 替代那些官员 参与这历史性的一幕 十二月的台湾已经冷了起来 不过并不是很冷 只要一件厚实的衣服 又足以抵挡 相比于此刻滴水成冰的北地 已经是温暖如春了 起码田秀英就是这么觉得的 她从来没有过过 这么一个温暖的冬天 简直要幸福死了 尤其是从北地 来到南部的大圆港后 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就连猪油剪也是满脸笑容 脱掉后世的棉袄 换上轻薄的衣服 看看美丽的自然风景 看看热蓝蛇城 这座典型的欧洲冷宝 小日子不知道过得有多惬意 相比之下 红城愁就苦多了 一路从北到南 她就没休息过 不停地划分府县任命官员 编护其民 作为一个刚刚设立的草台班子 她手底下并没有多少能干的人 只能事事轻功 将之处理妥当 当然她也就头一两年苦 等过去这阵 所有人都熟练了 有了政务经验 想必就不用这么劳累了 陛下 从开始划分府县后 红城愁的人手就不够用了 忙碌之下 她就将主意打到皇帝身上 准确来说 皇帝带来那些太监和军官身上 能在皇帝身边伺候的太监 那素质没得说 都是进过内书房 学习优异的 这样的人 去处理府县事务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在军队中 也会是有参谋官 书籍官 后勤官的存在 能管理这些的文化 必然少不了 尽管不对口 但只要熟练一下 就能立刻上手 减轻红城愁压力 前前后后 红城愁都来了三回了 每次都要从皇帝这里 抛走七八个人 搞得朱尤姐 烦不胜烦 再这么下去 自己身边海军舰队 还要不要运转了 那陛下 咱不见红巡府了 张国元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见了 朱尤姐愤怒地说了一句 不过 顿了顿后还是道 哎 算了 让她过来吧 你去通知皇后一声 今天上午的打猎 推迟到下午 是 张国元很快就下去 不一会儿 红城愁走了进来 微臣参见陛下 红城愁恭敬行礼 请来吧 朱尤姐都不想看的 从来都是他占别人便宜 何时被人如此薅羊毛了 陛下 红城愁倒是毫不在意皇帝的态度 这段时间接触以来 他摸到了皇帝一个脉门 只要你认真做事 能做事的人 皇帝对你的态度容忍度就比较大 一些言语神态并不用太在意 就比如此时 看了皇帝一眼 红城愁嘴角微微笑道 陛下 微臣不是来接人的 不是来接人的 朱尤姐这下奇怪了 打你为何这么早过来啊 陛下 微臣所来乃是为了这个事 说完 他就从袖口抽出一张报纸来 双手恭敬地递上去 张国元接过报纸 转称给皇帝 就为这个 朱尤姐看了看报纸 被红城愁折叠 放在最上面的 就是那个那个声明 陛下 红城愁突然提高了声音 吓得朱尤姐手一抖 然后 他跟没看到一样 依然大声极严厉色道 距离正诞大潮 只有七日时间 陛下如今还在海道上 悠悠兮兮 如此大行礼仪 若无陛下 其他人可能主持 陛下莫要忘记 福王可还在京师 一旦出现疏漏 到时恐怖人言 看着一脸郑重其事的红城愁 楚尤姐忽然笑了起来 陛下 红城愁脸一下子通红起来 朕不是嘲笑爱卿 只是因为 爱卿此事而大发雷霆 朕看得想笑而已 朱尤姐笑着白白手道 陛下 因何发笑 红城愁冷静问道 到在报纸刊登之前 内阁就送来消息 请朕 回去主持 大潮 不过 被朕给推了 朱尤姐轻描淡写说道 推了 红城愁十分意外 是啊 朕推了 朱尤姐起身 略为叹息道 地方上官制要改革 中央更加要改 而且改革非常大 从古至今 只要大明没有宰相 为了处理政务 涌了朝立了内阁 结果 后来内阁逐渐发展 凌驾六步之上 成立没有名分的宰相 可见哪 宰相这种东西 不是你取消 就会消失的 过段时间后 他又会以另一种形式 出现在你身边 这番话 令红城愁沉默下来 身为一个高品级官员 他对于这些 早就有了清晰认识 只是 这种认识 是装在肚子里 没有说出来罢了 仔细想了想 皇帝的话 红城愁略为眉头一皱 试问道 陛下 是要为了内阁证明 没错 朱尤姐赞赏地 看了他一眼 朕 就是要为内阁证明 只要徐光喜 能将藩王事情拿下 他就将成为大明第一任 名副其实的宰相 首辅 至于开国之初的宰相 李善长 已经被朱尤姐选择性遗忘了 宰相 红城愁嘴巴中念叨这个令人震撼的字眼 不由得看向皇帝 开口道 陛下 这更多的是在保护徐大人吧 在红城愁看来 这就是保护 是皇帝先明态度的支持 历来 宗藩的事情不好处理 这次 徐光喜 不论成与不成 都不会有太好下场 但这个时候 若是他成为第一任 名副其实的宰相 局势就扭转了 没有什么 比这更能证明徐光喜在皇帝陛下心中的地位 说实话 想透这一点后 红城愁有些不禁地羡慕起来 做臣子能做到这个份上的 历朝历代都不多呀 这还是老朱家刻薄寡恩的嘴脸吗 面对红城愁一问 朱尤姐没有回答 只是看了他一眼 笑道 不要羡慕 假以时日 你未尝不能如此啊 这话一出 顿时让红城愁整个人热血沸腾 心中斗志高涨 朱尤姐也不算是假话 孙传廷 卢相声 红城愁 杨四昌 都是他看好的下一代青年官员领军人物 这些人若无大碍 入阁是没问题的 只是 想要徐光喜的待遇 却不是那么容易 多谢陛下台爱 微臣还有事 微臣告退 带着高航情绪 红城愁离开了这里 继续突进了台湾繁琐的工作当中 香山县 县压 县令正小心翼翼地陪着方正化喝茶 劳碎了一路的方正化难得休息 也就坐着 小气片刻 吃了些茶碟 恢复了些许体力后 方正化冲着县令道 咱家亡命在身 就不在此停留了 县令给咱家安排个路线 咱家自去澳门 这 听了方正化的话 江山县令顿时已愣 满脸迟疑犹豫 怎么 有何不妥吗 方正化也跟着愣住 难道这个澳门是什么龙坛虎穴吗 怎么这县令是这种表情 香山县 便是后市中山市珠海市澳门的前身 他管辖这些地方 范围非常广阔 隶属于广州府 此时 葡萄牙人居住的澳门 就是归属于香山县管辖 每年500辆银子的租金 也是交给香山县的 若说起澳门 肯定是以香山县为罪 他这一迟疑的表情 令方正化心中顿时忐忑起来 这个 公公子去澳门所谓何事 刚问完 他就连连轻开嘴唇道 是下官莽撞了 能让公公这陛下身边的红人出马 想必不是小事 才能告诉下官 该打该打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江山县令的坐牌 倒是令方正化脸色缓了缓 想了一下后 他干脆解释道 只是陛下命我 和这驻扎在澳门的 小佛朗基人接触一二 打探一些消息罢了 当不得什么大事 原来是这样 听了回答 江山县令顿时松了口气 人也坐正起来 一副轻松的样子 满不在乎地说道 若是只为打探消息 不如公公将红毛人的总督给招来 令他给公公解惑即可 说到这 他又顿了顿 不懈道 这些小佛朗基人啊 当真是没见识 小小一块弹丸之地的长官 也敢妄称总督 他们这都能称为总督 那咱大明的总督 该称什么呢 这番话语 言语粗鄙 充满了天朝上国的傲信 哎 还可以这样的吗 方仲华看着香山县令 满脸不可思议 他在皇帝身边 常常听一些关于南洋殖民 以及整个国际上的言论消息 这小佛朗基在大洋上 可是不折不扣的强国呀 对方虽然占了自己的地盘 但似乎没必要这样不客气吧 有何不可 面对方正化的质疑 香山县令似乎受到了侮辱 一拍桌子喊道 来人啊 持本官名次去澳门半岛 将红毛人那个叫什么 马施加的总督给招来 说是上国人物有势相寻 让他速速赶来 我的怠慢 是大人 很快 外面便有人迅速离去 看到这一幕 方正化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 对方是这里的地头蛇 想必情况最清楚 该怎么样 请到人也最有把握 自己还是不要贸然插手 大人休息休息 明日这总督就会过来 以备大人咨询 香山县令扭头谄笑道 若是平常 他虽然对葡萄牙人不客气 但对其长官还总存着一点面子 毕竟有时候有事要他们帮忙 但如今 既然皇帝身边红人来了 自己岂能不抖抖威风 让公公见识一下 也罢 咱家就在等等 方正化点头 慢慢地往后崖 休息的地方走去 一边走着 方正化就在心中 开始盘算起来 听陛下说 这小弗朗基 是个大国 强国 称雄海上 无人能敌 然而 这么一个强大国家的总督 依然被大明的一个县令 招之急来 挥之急去 想怎么揉捏就怎么揉捏 这种威势 还真是佩服啊 这么说来 大明岂不是比这小弗朗基 强大了无数倍 方正化 乐呵呵地想道 也是 听说这个国家 不过是一个府的大小 岂能和浮原辽阔的 大明相比呀 替香山县令送信的人 很快出了县衙 快马加鞭来到澳门 此时的澳门 并没有后市那么大 两个离岛 此时还是荒芜一片 并没有归属过来 葡萄牙人占据的 还是此时的澳门半岛 坐落在山顶的大炮台周围 正是澳门总督的驻地所在 送信之人代表香山县令 自然一路上横冲直撞 根本无人阻拦 一直到他来到大炮台的附近 小儿等总督出来答话 送信人一脸傲然地站着 丝毫没被葡萄牙人书 树枝火枪的指着的感觉 你是何人 一个通义匆忙跑过来问道 无奈香山县衙役 在县尊送信而来 他大声回答 但还是没说出重点 让通义焦急地要死 你 正当他还想再问 一个稀奇古怪的语言响起 这就是澳门总督马世家路也 通义指着道 你就是澳门总督 送信人上下打量了一下 似乎觉得他勉强合适 便道 千尊有令 卓澳门总督马世家路也 明日前去县衙 已被上京人物垂学 说完他就走了 也不管这些红毛人听懂没听懂 尽显大名之傲慢 这是怎么回事 马世家路也 也懵得看着眼前一幕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不过是三年前来了 是澳门的第一任总督 此前这里从未有过什么总督 自然没有资料之类的留下来 一切都要马世家路也 自己熟悉摸索 是这样的 通义见总督大人很迷茫 立刻解释起来 他是总督大人雇佣的 除了担当通义 还坚韧向导 显尊 马世家路也也疑惑起来 香山县他知道 他还去交过租金 只是 为何今日对方如此强硬 命令自己前去朝见 大人 我觉得你还是要去一下 通义小心翼翼地说道 为何 马世家路也疑惑地问 这几日 我听说香山县来了个太监 乃是大明皇帝亲自派来的 地位极高 想必香山县令才这样召唤我们过去 通义小小地分析了一下 大明皇帝 马世家路也顿时兴奋 他们能联系到的最高官场人物 不过是香山县令而已 再高就接触不到了 哪怕有再多想法也无济于事 如今这个机会摆在眼前 他岂能不好好珍惜 至于香山县令高傲的语气 已经被他选择性忽略了 准备马车 明日去香山县 第二天 方正化被一阵热闹的喧嚣 和爆竹声吵醒 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吵闹 方正化有些不愿 一般喜庆民间都会放鞭炮 但是这个鞭炮都放到了衙门中 确实有些过了 他可不认为有什么喜庆的事 能让整个衙门来庆祝 大人 今天是小年 他带过来的小太监恭敬回答 小年 南方的小年不是腊于二十四吗 方正化满脑袋充满了疑惑 他这种当差的人 对时间最有观念了 没错啊 我的行程明明没算错 我怎么可能少算了一天 扶我起来 方正化拍了拍脑袋 让小太监过来伺候他洗漱穿衣 大人没算错日子 广东这边和江南之地有所不同 小年是二十三 而不是二十四 小太监一边伺候他穿衣 一边笑着说 按道理来说 今日应当风崖放假的 只是不知道会和县尊大人延迟一天 差人无法回去 就只好在衙门中放炮庆祝了 小年是二十三 方正化疑惑了 玄疾释然了 大明地大木博 每个地方都有各自习俗 蜡月二十三过小年也不是什么稀奇 北方今天也是小年 想到这儿 他苦笑了一下 说起来 这个还是他的锅 若不是他昨日赶到县衙 今日怕是这里都没人了 因为他要在这里召见澳门总督 果儿现尊延迟放假 罪过罪过 是咱家叨扰了 方正化在心中暗自惭愧了一下 当然惭愧归惭愧 皇帝吩咐的差事还是要办的 天大地大 皇帝最大 别说是小年了 皇帝吩咐下来 就是不过年也要办完 公公起来了 昨日睡得可好 不多时 等到方正化吃早餐的时候 香山县村就跑了过来 殷勤问候 倒还好 人劳累了 睡得比较踏实 就是今早被鞭炮吵醒了 有些不太爽利 方正化笑着道 公公恕罪 本应昨日封牙的 但 今日公公要用衙门谈正事 下官就强留了一天 所以 县封不好意思地说道 无法 咱家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本就是在下 叨扰了县封 方正化摆了摆手 示意自己没事 吃完早点 县封就陪着方正化 到处看看 瞧一瞧 香山县的人文风景和习俗 顺便吃一吃这里的小吃 当然 也少不了收一堆特产 对于这种送礼 朱尤姐并不是太反对 但价值不能太高 而且 不能贪污 当然 规定严格了 她自然也会有相应的补偿 如同 官员长了俸禄一样 太监们也有自己的利益钱 年底还是有奖励 等到差不多 看来要中午的时候 衙门中忽然有人过来报告 说有红帽人求见 说是澳门总督马家什么的 来了 方正化和县令对视一眼 立刻精神一抖走 两人很快来到会客厅 之间 亭当中正坐着两人 一个是典型的 红发碧眼的藩人 另一个则是一名 有黑皮肤的黄种人 看起韩晓的身材 也不知道是哪国人 两人进来后 那位通义 唧里咕噜的 说了一句什么话 随后 他们开始见礼 然而 通义 呼通一声 跪了下去 那个红帽人 却是站着 只是 学着名人一样 拱拱手了事 大胆 谁给你的胆子 面见天使 竟敢如此巨傲 香山县尊顿时大怒道 若是平时 他倒也不这样 然而 今天场景不同 皇帝身边的红人过来 他一个小小的县尊 都要叩头行礼 他一个藩人 哪里来的勇气 让他站着呀 当然 他平时 也不太待见这些人 很少出面去见他们 毕竟 是外藩之人 有点武力 惹出事端 就不太好了 不过 现在情况不同 他怎么也不能在天使面前 丢脸天朝上国呀 因此 宪尊极为强硬 同意 你还不快快将这位公公身份 告知此人 宪尊气呼呼地 将方正化的身份 告知对方 这个通意并不是名人 而是越南肺腑港人 在那边读了些书 因为过不下去了 所以陶海做了通意 越南身为蜀国 自然对大明事情 表如指掌 一听方正化的身份 端得大急躁 这可是能直通天言的大人物啊 远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 别说你一个澳门总督了 就是马尼拉的总督来了 也要下跪见礼 人家不仅仅是代表的自己 还代表的是皇帝 是一国之君的面子 通意交集的翻译解释着 一听方正化的身份 马世加路也脸色顿时煞白 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县令所谓的上国人物 竟然是这么大的 在葡萄牙 这是什么人物啊 宫廷管家 马世加路也一时间 理不清这里面的关系 但他知道 自己此刻的举动 绝对惹得对方不高兴了 但让他跪下 一时间也是犯难的 他好歹也是 堂堂殖民地的上级人物 在印度到处受人尊敬 作威作福 想干什么干什么 肯人下跪 不不不 怎么可能 气氛就此僵硬凝固住 江瞻县令急起来 通义更是快哭了 大哥呀 你就别倔了 再倔下去 咱们搞不好 要死在这里了 就连方正化 脸色也不好看起来 自己是奉旨半差 一路上都是受到极大的领域 如今 面见一个小小的 还没县令管辖大的 翻帮小官 对方还不愿意下跪 是什么让你以为有这个脸面和勇气呀 方正化可不知道对方的国际地位 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顶天 你仆国的国王也就和大明相当 还能大过皇帝去 就算一样 一个小官儿见了咱家 还不是要下跪 你什么身份地位 咱家什么身份地位呀 然而 马氏家路也就是耿在原地装作听懂的样子 隆东腊月的天气 通义急得满头大汗 不停地解释着 通义急 香山献尊更急 自己岂能将事情给绊砸了 他豁然站起 急言立色喝道 嚣张鼠辈 而再如此不识礼数 明天本官就带人封了澳门半岛 断了你们的淡水和粮食 将尔登赶下海去 澳门有着强大的防御 在这个小小的半岛上面 有三座炮台 马阁炮台 宗山炮台 中央大炮台 经过十多年的修缮 这三座炮台都已完善 形成了一个完整防御体系 然而这个体系有着极大的缺陷 炮台布置基本是固定的 都是朝向海洋 防御也是海洋的方向 想要面对陆地 不是不可以 但却需要时间去布置 一天的时间绝对不够 而且澳门半岛北部靠着大陆 本身的话资源缺乏 不论是淡水还是食物 都需要从香山县运送过去 一旦被切断 岛内存粮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更可怕的是 真的到了如此境地 那就是和大明爆发了战争 尽管葡萄牙的脑残 制定过三个月 征服大明的计划 但真的来到这个国度 亲身体会 这个国度的伟大和庞大 才会知道 这个计划多么可笑 一旦开战 葡萄牙的舰队 根本赶不过来 内外围困之下 澳门很快就会沦陷 到时候 他马士加路也万死 难死其救 我 马士加路脸色忽然难堪至极 自己难道真的要在这里跪下 来人 他还在犹豫着 江山县令也再也忍不住了 他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这些红毛人真的不可理喻 传本官命令 点起三班牙役 相拥团练 香山地处沿海 民风飘汗 更是常常受到海盗侵袭 相拥的战斗力不差 虽然打不过正规军 但简单的围困 还是没有问题的 他今日就要一战立威 香山县令怒急而向 只是 不等他说完 只听扑通一声 马士加路跪倒在地 扣手的 葡萄牙 欧盟总督 马士加路也 参见大人 这 江山县令的喊声 战然而止 让跑进来听命的人 摸不着头脑 不必了 你下去吧 他摆了摆手 让人下去 自己则一屁股 坐在椅子上 此刻 从暴怒中 清醒过来 他倒有些害怕 若真开战了 不知道朝廷 会不会给他定个 善起边士的名头 能不开战最好 他摸了摸额头的冷汗 有些后怕地想到 马士加路跪下建礼后 通义立刻跟着跪下 将他的话给翻译过来 而且还很贴心地将葡萄牙 给翻译成了 大名常称呼的 小佛朗基果 葡萄牙 只是朱尤俭在开会时说的 知道的人很少 此刻还被推广开来 方正化冷哼一声 从而小国 这样才算实相 只是 他刚想开口问 但是一下子愣住了 自己 直接就问 广东海盗的问题吗 不不不 这样的话 对方怎么可能告诉自己呢 应该换种方法 来获取自己的情报 眼珠子转了转 方正化重新开口道 听闻 尔等小佛朗基人 可是海上大国 不知有多大 佛力有多强盛啊 他知道 小佛朗基 大佛朗基 红毛人 三个国家 都是海上大国 但到底有多大 却没有一个明确概念 马士加鲁也立刻开始回答 神情得意洋洋 这个时代的葡萄牙 当真是强盛无比 他们和荷兰人和西班牙人 在全世界到处争夺殖民地 将大量白银运送到亚洲 然后再运送大明的货物到欧洲 或者奢侈的生活 通义勉强听着 然后一点点的讲述出来 葡萄牙虽小 殖民地却很多 而且范围极广 在马士加鲁的描绘下 几乎成了亿万公里的大国 然而 方正化听了 却嗤之以鼻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有比大明还大的国家呀 你们这些西洋人 不过因为海洋阻隔 还显得大罢了 不得不说 方正化的猜测极为正确 为了戳穿对方谎言 他又问了个问题 儿等国度 人口几何 这下 马士加鲁 瞠目结舌 七七爱爱起来 半赏也答不出来 最后 实在是憋得难受 艰难吐出一个词 几百万总是有的 通义翻译道 几百万 方正化倾笑一声 不予评价 不过 态度却是极其不屑 这个年代 光京师就生活了上百万人口 整个北直立就有几百万 整个大明更是有两万万人口 谁比大明人口多呀 经过这么一问 方正化大概知道 小弗朗西是个什么样子了 比之大明远远不如意 若不是隔得太远 打不着 这样的国家 早就被大明给灭了 或者臣服了 哪还有自己 千里迢迢过来 向他询问消息的事啊 直接一到圣旨就招来了 咱家知道 尔等国度 没有大明匠人巧妙 生产不出茶叶和丝绸 以及瓷器的 想要享用这些 都要辛辛苦苦地 从民间商人那里收购这些 方正化尽量用白话说着 方便翻译 如今大明乃圣皇在位 尔等了解海外之民的苦楚 故而愿意大开方便之门 今日正在筹备大商队 准备前往海外 巡机和尔等交易 并商议通商之事 交易通商 听到这儿 马士加露顿时忍不住 将惊讶显露在脸上 他望着方正化 仿佛在问 这是真的吗 然而 说到这儿 方正化却没有继续 反而话锋一转 道 为了畅通商路 大明皇家海军舰队 正要轻巧沿途海盗 然而 圣皇听闻 大明沿海海盗 和尔等有所勾结 尔等相互结盟 约为助力 可有此事 没有 马士加露 焦急解释起来 不过 方正化并未听 而是白白手道 不用说这么多 咱家这次来 就是过来通报的 有勾结的 立刻停下 若是被大明查出来 会在商贸方面 做出惩罚 无论是你们 还是大佛朗基等 都是如此 没有 绝对没有 马士加露保证道 咱家知道你们没有 我只是来了了解一下 情况 圣皇要和大佛朗基通商 但我 其实更加欣赏你们 小佛朗基人 你们距离广东近 咱家就是广东人 你们若是知道 告诉咱家 咱家便好去跟皇帝解释 劝道一二 马士加露脸色一喜 然后陷入沉思 随后 宁思良久 他开始 叽叽呱呱地说起来 方正话一听 立刻慎重起来 命人 拿纸笔记录下来 整个过程 持续了很久 直到天色近晚 马士加露 才从县衙出来 京师 紫禁城 年关将至 整个京师都热闹起来 到处都是购买年货的人群 大把大把的银员 从这些人手中流出来 流淌到另一群人手中 繁华景色 不愧是整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 不过 若是朱有俭在这里 看到这一幕 恐怕会心痛得无法呼吸 大把大把的税收就此流逝 朱有俭的撒钱政策 出现成像 陆军家属 降户 军户 黄庄电农 手中都有很多闲钱 此刻 全都在年关将近的时候 攻陷出来 南来北往的货物 集中在这里 尤其是很多难货 此刻 竟然大幅度降价 更是刺激 百姓们的消费心理 不过 街坊上这么热闹 但是皇宫中 此刻却冷清无比 今天是小年 天下衙门都开始 风牙休木 欢欢喜喜地过大年 当然 京官没那么舒服 他们大年初一还要上早朝呢 就算是刚放假的今天 黄吉们依然不得安生 五个人依然在激烈地讨论着 徐光奇 曹化淳 王在进 乾隆熙 雄文灿 五个人各自坐在自己位置上 商讨事情 这怎么可以 正诞大朝 没有陛下参加 如何举行啊 乾隆熙冲着曹化淳怒吼道 就在刚才 他们收到信息 皇帝竟然拒绝回京 参与主持正诞大朝 正月初一的第一天 再强调 好兆头的大明 是极其重要的一天 这一天的朝会也相当重要 本官要在正诞朝会上 全部对藩王的处置 陛下会来作甚 徐光奇冷冷的 尽管明远人都知道 若是没有皇帝首肯 徐光奇如何感动这些藩王宗士 但一个在场一个不在场 却是非常重要 朱尤俭不在场 可以推说自己不知道 都是内阁擅自做主 但若是在场 他却不阻止 那就要背上骂名 他不仅是大明皇帝 更是朱家的家长 没有维护家族中人的利益 是要被人戳几两骨的 这种情况下 皇帝如何能出场啊 远顿台湾 不施为一个妙计 可内阁 如何能主持此等大事 乾隆熙不依不饶当 他也并不是想和皇帝作对 只不过想保留自己的山头和意见罢了 证明他不是和徐光喜一伙的 而是和他作对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论对徐光喜如何信任 皇帝也不愿意看到一个团结的内阁 有了这封圣旨 想必是可以的 曹化淳微微一笑 将一封圣旨拿出来 递给在场众人 却是严格来说 这只是一封中旨 上面只有披红大印 却没有内阁付签 当然 位置是留下来了 让内阁当场票拟付签 这是 圣旨到手中 乾隆熙眼睛瞪大 不可思议地看着上面文字 面脸的惊恐 满脸的震惊 他抬头看了看徐光喜 又低头看了看圣旨 来回反复看了好几遍 看好了没有啊 黄再进有些不耐烦催促 这时候 乾隆熙才将圣旨递了过去 接过去 黄再进的表情一般无二 只是 没有乾隆熙那么夸张罢了 后面的雄文灿也是如此 底下这是妖 雄文灿说了一半 却又停住了嘴 他不知道 该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件事 徐大人 可以票你付签了吧 曹化淳跟一头老狐狸似的 笑咪咪问道 可以 徐光喜看了下其他人 见没有任何反应 缓缓点头 然后票你付签 用意 至此 一道正式的圣旨 就新鲜出炉了 这封圣旨咱家就先保存着 等到大年初一那天再宣布 被首府大人压阵 曹化淳笑呵呵地 将圣旨给收好 贴身存放 接下来的几天 他都会这样保管 除了此时内阁的五人和皇帝之外 再无他人知道圣旨内容 沉默良久 徐光喜轻轻吐出一口气 抬着头 万分感谢地对曹化淳道 曹公公 请替本官 将陛下转达本官谢意 今生定不负陛下之信众 最后一句话 徐光喜说得斩钉截铁 掷地有声 咱家一定会转达的 深深看了脸徐光喜 曹化淳开口道 他的眼中只有深深的佩服 和王体前不同 作为曾经王安的手下 曹化淳和读书人 还是比较亲近和有好感的 因此在内阁中 他更多的是一个监督者 监督内阁进行决策 确保这些决策 不违反皇帝意志 危害皇帝利益 他并不是一个决策参与者 如此一来 和内阁的矛盾大大减少 其他几个内阁载府 都是对他好感大增 看看徐光喜和曹化淳的互动 乾隆熙嫉妒得几乎快喷火了 这种皇帝力挺亲自站台的荣宠 他也需要啊 可惜呀 不可能的 徐大人不再考虑一下吗 哪怕有陛下的任命压咒 有些事啊 也是不能碰的 后果实在太严重 想想当初的张江陵 乾隆熙又开口劝道 张江陵三个字一出 顿时令内阁温度下降几度 乾大人这番话 咱家也会转告给陛下的 贴了眼乾隆熙 曹化淳不嫌不淡地说道 啊 本官就是就事论事 打个比方而已 本朝圣皇在位 岂会做吐露功臣的事 乾隆熙打个哈哈道 无妨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薛藩的事 本官会坚持下去 有些事啊 你不做就没人做了 既然做到这个位置上 本官自当为国朝 解决一心难办之事 不然 白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 白当了这个首府啊 徐光喜微微笑道 并不以乾隆熙举的例子为意 徐大人乃真君子也 王在尽和熊文燦肃然起敬 换作是他们 可做不到这种程度 能不计较身前身后明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该商议的事情都商议完了 正月初一那天 立步会维护好外面秩序 皇宫内 劳烦曹公公了 徐光喜慢慢说道 好说 好说 曹化淳笑着点头 既如此就散了吧 今天是小年 不耽误大家和家人团聚了 说完 徐光喜也没等他们回复 而是带头离开 看着他离去的高大背影 黄机门中的四人 久久无言 有时候 世间是真的会出圣人 随着时间推移 年味越来越重 但是京师却越来越躁动 正弹大朝前的空闲时间 让很多大臣都有了联络的机会 他们或合纵或连横 意图在几日后的正弹大朝上占据优势 或者实现自己的图谋 石王府 福王抬头 仰望太空 满脸的惆怅 今天是除夕 但是整个王府却是一片冷清 这是他特地要求的 今年除夕 是他就藩后 在京师度过的第一个 却也是这辈子最凄凉的一个 他虽然还有着福王的名头 但却已经成了阶下囚 明日就是正弹大朝 到时候他也要去上朝 不是去参与朝政 而是作为一个失败者 代表天下宗亲的代表 承接内阁圣旨 这个礼仪过程 已经有人告知他了 他没想到的是 皇帝这个时候竟然不回来 而是任由一群文臣主持 这可是在金鸾殿中举办大典 若是有心随便变更一下 正弹大朝就能变成登基大典 皇帝真的是放心了 本王可是还在京中啊 然而想到这儿 福王去岳家沮丧 条件如此优渥 就连台子都被人搭好了 只等自己唱戏 但自己却没有胆子 根本不敢搏一搏 是啊 怎么敢呢 经营十万大军 御马舰五万进军 全部在皇帝执掌当中 就算人不在京师 也稳当得很 没有半思半缕的动摇 不是没人打过御马舰主意 然而 在王承恩主持下 那五万大军简直水泼不进 没有一丝缝隙可钻 梁响有农座间供应 武器装备有江座间 调动调令在御马间 兵部根本插不进手 这样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拉拢到一二将领呢 至于京营 只是十万维持秩序的新军罢了 他们有的只是长矛和燕灵刀 一样火器都没有 这样的部队或许会有战斗力 但怎么可能是陆军对手 这样的军队 就算全年不抓在手中 也不堪陆军一击 要之何用 而朝政中 得到的支持更是少 各大部堂以及内阁 多少官员 都是金上启用的 派系不一 有当初燕党的余流 有亲近东林的 也有中立的 措通复杂下 无人能占据优势 唉 福王常常叹息一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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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